第401章 谈合作 这到底是天上掉馅饼 给他们设的一个大坑 叶仲可不像这些家伙七想八想的 他们一眼看着面前的沈慎 看看你们的方案再说 既然要合作得有点诚意 沈慎早就预料到他的反应了 当即不慌不忙地展开了自己的合作预算方案 身旁的助手将手中的内容投送到了PPT上 投影供大家观看 这个会开了半小时 看到后面叶氏的高管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这沈慎是疯的吗 竟然提了这么一个合作条件过来 他是不是在背后做了什么对不起叶氏的事情 否则怎么几乎是拿着一块肉过来 放到他们嘴边喂着他们吃 不行不行 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合作 里面肯定有陷阱 他们在心中极力呼喊着 老板老板 千万不要上当 叶仲没有让他这些手下失望 看完了整个项目的合作计划之后 他就开口了 你拿着这个项目过来是做什么 这个项目明显你们沈慎自己也做的了 沈慎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不缺钱的人 沈慎这是打算拿一个项目的利益 来补贴他孩子受到的伤害 两个人不愧是彼此最为了解对方的人 在双方都还没开口的时候 已经看透了对方的想法 沈慎确实抱有这个心思 但他又不能明面上点出来 讲出来的话 面前这个家伙肯定不会接受 另外 他拿这个项目过来合作 是带着百分之百的诚意的 他想抛开之前那些成见 和叶氏建立起新的关系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相信叶仲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两头原本一直在打架的老虎 不可能说和好突然间就和好了 沈慎分析的这个项目的利弊 以及两家在这个项目当中利益的占比 处于上位的人说起话来 总是有一种让人信服的能力 大家听完之后 觉得沈慎说的也有道理 纷纷转头去看叶仲的回应 叶仲依旧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态度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见众人都朝他看过来 他挑了一下眉头问 都看我做什么 你们自己说说你们心里的想法 这事情又不是我一个人 说决定就决定的事 终于他的智囊团当中 有一个人先站了起来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和顾虑 双方又是一番较量 沈慎虽然是拿肉来喂他们的 但也不可能让他们 只躺在地上不出力气 若是真让他们躺着放心吃 怕是夜市的人会吓得 直接把这份合作拒绝掉 这场会议开到最后天都黑了 众人都鸡肠鹿鹿疲惫地坐在办公桌前 他们已经无话可再站 纷纷都看向了两边的大佬 沈慎也在看着叶仲 我的诚意都摆在这里 要不要合作是你自己决定的事 叶仲说 难得见沈总大驾光临 就冲着这一点怎么说 也得给你一个面子 是不是 意思就是合作成了 唇枪蛇站了一整天的众人差点吐血 万万没想到啊 最后合作的理由 竟然是得沈慎一个面子 早说啊 他们就不用在这边争半天了 沈慎有点意外 听到这样的回答 但又觉得在意料之中 他缓缓站起身来伸出手 那就合作愉快 叶仲也跟着伸出手回应 合作愉快 两个巨头史无前例地联手 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 震慑商圈里面的所有人 沈慎带着意料之中 又是意料之外的打 满载而归 妻子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还忧心忡忡 怎么样合作谈成了没有 叶仲应该不会那么轻易接受 跟你合作吧 车里面 沈慎舒展了一下 今天做的腰酸背痛的身体 他轻笑着又带着一点得意 你老公是谁 我出马了 难道解决不了的事情 简余婉在电话里面轻沈了一声 毫不给他面子 碰见别人我肯定相信老公你的 但是你碰见的是那家伙 我就不太自信了 沈慎听了这个答案之后 觉得一口老血耿在心头 有你这样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的吗 简余婉电话里面又笑了 这怎么叫做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的威风 不要再跟我扯犊子的 赶紧说说到底是成还是没成 哎 怎么就不相信你老公我呢 刚才不就是给你答案了吗 我出马难道还会有不成的事 简余婉松口气 这就好 我还希望早点处理完事情 去把儿子接回来呢 我看你儿子倒在外面 倒是玩得挺开心的 身边还有两个小美女 作伴你操心他什么 那可不一样 他又不是成年人 有美女作伴 什么事情都可以不不在乎 他现在才五岁呢 万一晚上想妈妈怎么办 沈盛都不想去吐槽自己的妻子 说要是送出去的人是你 现在说要接回来还是你 女人心果然如海底针一般 深不可测 这才离开家里多久 小小男子汉 有什么是承担不了的 这话他自然是 不敢当着妻子的面说 否则肯定没他好果子吃 沈盛说 我把这个项目 送出去跟他合作 也不是全为了 儿子和大哥的事情 另一方面 的确也是为了 我们两家以后相处之道 做久远的考虑 商业上的事情 他没办法在电话里面细细讲 只讲了个大概 夫妻多年的默契 简玉碗明了丈夫 想表达的意思 他说 我也只是说说 知道你的不容易 你早点回来吧 晚上一起吃个晚饭 沈盛正想答应他 手机忽然间用震动起来 他看着屏幕上面 浮现出来的来电的号码 于是他对简玉碗说 今天晚上 恐怕不能回去 跟你一起吃饭了 简玉碗问 是还有什么行程吗 大嫂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我给他撒下了网 就快收了 对于沈锦 最近还在医院里面住院 贡山妖约他见面 也只能约在医院的周边 在包厢里面 焦心如焚地等待了 近半个小时以后 贡山妖等的男人 终于姗姗来迟 沈盛手中 跨着一件大衣外套进来了 一见到人贡山 就迫不及待地站起身 是不是堵车了 怎么了这么久才来 说完又觉得 自己这话显得太迫切了 这个时间点赶过来 他急于说想说的事情 可又觉得 这样直接开口 有点不太礼貌 于是便找借口说 先做一下吧 我们就要点菜来吃 沈盛说 不用了大嫂 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才喊我过来的 日晚还在家里 等着我回去吃饭 第402章 收网 听到这话贡山 原本还想掩饰一下 自己的目的 想了想 到底还是没有心思拐弯抹角 便直接开口了 你知不知道你大哥公司 最近在受人打压的事情 话问出口的时候 他心里就在想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多少是知道 一点风声吧 如果沈盛回答不知情的话 那其中必定有鬼 看着他拧起眉头 贡山的心就咯噔一声往下沉 不会真的是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袖手旁观吧 那小梳子 这是什么意思 平日里头关系装得这么好 现在一碰到事情 终于露出狐狸的尾巴了 贡山坐在位置上 短短的时间里面 脑海中有闪无数的想法 在他等待回答的这短短时间里面 裙上的褶皱都被他揪得十分难看 此时此刻 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之处 如果小梳子真的对自己丈夫的产业 有什么想法 他根本没有人力来抵抗 随后让他松一口气的是 审慎点头 我知道哥哥海外事业的事情 这时间被打击得很厉害 贡山听到他的回答之后 一颗心松泄下去 随即又揪了起来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 你哥哥现在这个样子 他也不可能去处理那些公司的事情 贡山说 海外的那些公司 都是你哥哥拓展这么多年的心血 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沈慎一脸为难的表情跟他说 我倒是想帮哥哥的嘛 但是我跟现在的哥哥是一样的 其实对他外面的那些公司 都是一无所知 要不是哥哥现在身体不佳 他完全可以去处理那些事情 沈慎又说 并且公司领导人的位置 一直都是我哥 我也从来不曾插手过他外面的事业 贸然去我哥公司里面指挥 他是没有人肯听从我 贡山急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回过头来讲 这也算是我们一家子的产业 弟弟去接手哥哥的东西 有什么好奇怪的 公司里的人 也不是都那么不变通的 缓一口气 贡山又说 再说了 你忍心看着你哥辛苦奋斗几年的事业 就这么毁于一旦吗 也不知道 背后是谁在下黑手 他咬牙切齿 又愤愤地说 这真是趁人病要人命 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想点办法 但你能不能帮帮我 沈慎沉默了一顺问他 嫂子需要我帮什么忙 贡山这段时间 可谓体验到了人间冷暖 没料到小叔子 竟然现实到这种程度 居然问他 要帮什么忙 不主动伸出援手就算了 知道这件事情 竟然无动于衷 他抱着怀里面的鳄鱼包 心里头满满的气 至少先帮我查出 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 你哥这样子的 肯定是有人落井下石 在背后搞事情 我们孤儿 说了半句话之后 他又停了下来 觉得这样的形容不太对 你看我在哥身边这么多年 对商业上的事情 还是什么都不懂 线下也没办法帮到他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帮帮你哥吧 总不好让他这么多年的心血 都复制一句 说来说去 说什么都不如直白一点 贡山没想到的事情来了 沈慎说 嫂子你放心吧 哥在外面的事业 不会毁于一旦的 自然会有人帮他 听到这句话 贡山眼睛亮了起来 怎么说 你会请朋友出手帮忙吗 沈慎仿佛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 自己家的事业 怎么可能会请外人来帮手 那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哥哥的朋友自然会帮忙 沈慎端起面前的茶 饮了一口 贡山被他的话 以及这淡淡的态度 给搞迷糊了 又是说 这家的公司 不能请外人来帮忙 又是说 他丈夫的朋友会来帮忙 那究竟是哪个朋友 贡山陷入了思考当中 突然间灵光一闪 脑海中浮现出一张脸 看着贡山微变的脸色 沈慎便知道了 自己心中想要的答案 有结果了 沈慎不紧不慢地说 嫂子有没有想过 这并不是什么 趁你病要你命的事情 嫂子应该想一想 哥哥最近是不是有做过 什么事情招致的 别人的报复 听到他这话 贡山心头冬的一下 坠下了无底深渊 他坐在位置上 头皮发麻 第一个想到的事情 就是有关于 围乐公司 跟那个叶薇之间的事情 倒也不是这家公司 跟他之间有什么事 而是公司里面的股东之一 是他的某个亲戚 出现事情之前 这个亲戚 就提前来跟他打过招呼了 大概要做的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这人特地来试探一下 沈瑾的态度 想要要到更多的好处 沈瑾在忙 没有联系上 于是便联系到 他这边来贡山好奇之下 询问发生什么事情 从中了解到后 不由得感到诧异 他不知道 丈夫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但总归不会是什么好事 虽然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出面 但是这些风波 也跟他脱不了关系 贡山尝试问过沈瑾 但他什么都不肯说 只要他管好孩子就好了 其他事情不用他操心 出于对丈夫一贯的信任 贡山便不再问他这些事情 但他隐约也知道 丈夫做的并不是什么好事 线下听小叔子突然一问 再加上他对丈夫公司 被攻击的这个事情 保持着淡淡的态度 并且还不施以援手 贡山不得在心底发毛起来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太懂呢 他怎么可能会做 什么不好的事情 说到后面 他自己都觉得心虚起来 沈瑾此时此刻 很想拿个镜子 给嫂子照照自己的脸色 他一定不知道 自己撒谎的时候 满脸都透着心虚 他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那可能是嫂子 你不怎么知情 贡山问 我们说的 不是有关你各公司的事情吗 怎么又扯到 他做什么事情上面去了 再说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假使他真做了 你也问不清 他没做的话 也要白背这块锅 那嫂子最近一定听过 夜市跟我们家不合的事情吧 何止是最近听 过之前便有不少的传闻 飞进他们夫妻耳中 他还听沈瑾说 不要管这些事情 如果老二处理不好 两家的纷争导致了沈氏受到损失 那么这他应该为自己的过失 对整个企业负起责任 第403章 报复心 这兄弟二人在某些方面的冷漠 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如同沈慎现在听说了事情之后 坐在这一边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着实让他恼火又无奈 又能怎么办现 再毕竟是他有求于人 贡山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听的什么风言风语 现象 我们是一家人 你不应该站在你大哥的角度 为我们一家人着想吗 他的产业损失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当我替你大哥求求你 这种关键时刻能帮到我们的 也只有你这么一个自家兄弟了 沈慎说 不是我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是我想跟嫂子了解一下 有没有从我哥嘴里 听到关于夜市的事情 这非常重要 关系到大哥外面产业 能不能拯救的问题 贡山线下坐在这温暖的包厢里面 满背都是冷汗 我没有听过 我哪里听过关于这些事情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一家子 基本都是在国外的 国内的事情有没有参与 你心里最清楚 和叶家不合的人 不一直都是你吗 再说了 这件事情要跟叶家扯到什么关系 难不成在外面 对付你大哥产业的是叶氏吗 沈慎不想再跟他绕弯子了 直接承认了 对在外面打击报复大哥事业的 正是叶氏集团 他们凭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打不过 你绕过来报复我们的 看着你哥现在身体虚弱 特意来报复我们的 沈慎说 你想太多了 压根不是打不过 我才去报复你们的 而是根本上就是去报复你们的 我问你知不知道 大哥在外面做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他扣了两下桌子才开口 你也见过叶仲那个小女儿吧 就是之前生日那天 来家里玩的那个小女孩 贡山心头一跳 敏紧了嘴唇 是跟这个小女孩子有关系吗 事情说来话长 我就长话短说的跟你讲 这个小女孩子 在前一段时间被绑架了 差点死在绑架现场 叶仲这个人 你是知道的极其互端 并且这个小女孩子 还被他当作命一样看待 你猜猜绑架这个小女孩的是什么人 看你的表情应该是不用猜的 没错 背后的主使 有我大哥一份功劳 更确切地说 就是我大哥在背后 怂恿别人去绑架这个女孩子 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大哥进来住院的时候 女孩子还在楼上住院呢 这边要送我哥去做检查 决定他的生死 那一边人家家长来找我要的说法 要么毁了沈氏 要么要了我大哥的命 沈氏满脸无奈地看着贡山 嫂子觉得这样的情况下 我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贡山竟然地坐在位置上动弹不得 有 有证据吗 没证据的话 我是那种吃亏的人吗 沈氏抬手揉了一下眉心说 哪边都交代不了 我哥躺在病床上半死不活的 难道我还真的能把那一条命 交给叶仲他去处理吗 但是叶仲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人 他女儿受了这样的大罪 他定然要撒火的 贡山喃喃说 所以他就打击报复你哥的事业是吗 这也不能这样啊 还没有找你个对质呢 怎么就可以直接将他做的事情往内头上改 沈氏吃笑了声 因为可不止这么一见 他家因发生了许多事情 背后多多少少都有我们沈氏的影子 你作为我哥最亲近的整边人都不知情 我又怎么知道那么多 为什么事情背后都有我哥的影子 贡山荒的手脚冰凉 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怎么办是好 你哥现在也失忆了 你要问他 他也记不起来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靠跟哥最亲近的你 去挖掘看看背后有没有什么误会 贡山心中又有生起一丝希望 他不死心地问 我帮你去查一查这些事情的真伪 那里能不能帮我 保住他的心血 对方生气是理所当然的 但也不至于要治人死地呀 沈氏对他这个嫂子的商标行为 简直无话可说 如若是别人伤害了他的儿子 那只是掉了根头发 贡山怕是把人家的皮扒下来的想法都有了 线下他终于能理解妻子的心情 我已经跟你说了 叶家发生的事情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审视的影子 也就是都有大哥的影子 最确切的是 关于野从女儿的这件事 他只是打击报复大哥的事业还是好的 事业没了 我们还能再做 但是人没了呢 贡山被他最后一句话给问猛了 他语气犹豫 不太确定地说 怎么会胆大包天道 对人动手呢 国家的法律 警察 可是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 国家的法律 与国家的警察都明晃晃地放在这里 可是他的女儿还是被人蓄意绑架了 并且差点死在了绑架现场 沈慎抬手冲着窗外笔划了一下 嫂子 几十层楼的高度倒下去 她能在那堆废墟里面活下来 简直是命大 何止名大两个字可以形容 简直是她祖上积德了 才会给她女儿留下一条命 贡山口干舌燥 竟说不出半句话 沈慎又说 她现在只报复事业还是好的 没有动到你们母子身上 也算是讲良心 所以你就不要再让我出手 去搭救大哥的事业了 她说 我连自己的儿子都已经搭进去了 贡山愣了下 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沈慎面不改色地说 叶仲 给我几天的实现 让我查清楚是由 将大哥交给他赴金请罪 可就像你说的 毕竟我们是一家子 我怎么可能把我大哥这样子 交到他手里供他出气 贡山问 所以你让谁去 小行 沈慎叹口气 眉眼之间满满的阴郁 我将小行为人质 交换给叶仲 也不知道那孩子 现在过得怎么样的 据我所知 他被带到了国外 一个荒芜的小岛上 也不知道在受什么折磨 正等着他爸爸 我安抚好叶仲 从去接他回来 贡山听了之后 简直倒吸一口凉气 你真的让小孩给他带走了 大嫂难道没发现 最近我身边 都没有知行的影子吗 贡山猛烈摇头 怎么可以这样 他还那么小 还被人带去国外了 第404章 可怜的儿子 沈慎表情默然地说 他也给我第二个选项 让我交出大哥 或者交出大哥的儿子 你觉得我能选吗 贡山脸上的表情 犹如被人打了一拳 煞时间失去了言语 的确是不能 如果要让他交出自己的儿子 这比让他生不如死还可怕 所以 嫂子现在还要我去 拯救大哥的产业吗 你觉得人重要 还是那一个公司重要 再者回过头来 就算他不去报复大哥的公司 转回头来报复沈氏企业 你知道我们会遭受 多少巨大的损失吗 沈慎将一个无奈的丈夫 无奈的企业家的形象 扮演到底 我们原本只是表面上不和 远达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大哥不知道 为什么在中间这么一搅局 现在好了 业重不计代价的人 我要跟他一样疯狂吗 我疯狂不起的 这个企业是父亲 留下来的心血 我不能让他在我手里毁掉 沈慎拿着外套站起身 临走之前 还悠悠地丢下了一句话 可怜的志行 时不时地就给我发来一些 他在海岛上面的生活 看了之后就凄惨 两个字可以形容 我的一颗心啊 白天吃不下 晚上睡不着 走出了包厢之后 沈慎拿起手机 点开早上儿子刚发过来的照片 还在海边上 儿子还是一脸冷酷地 抓起一个大海星 对着镜头拍下一张照片 脸上还有些沙子的痕迹 但眼中都写满了开心两个字 他叹了口气后退出见面 过得还真是 苦日子 什么时候我也去苦一苦 贡山无功而返 回来的时候人都是失魂落魄的 这时一通电话 又打到了他手机里 贡山看了一眼 正在客厅里面玩游戏的儿子 走到了外面阳台接听 从放着暖气的房间里面走出来 外面寒冷的温度 让他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电话里面的人正在急切地问 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问了没有 事情他怎么说 到底要不要出手帮忙 再过几天 在公司损失就更大了 贡山人又不傻 就算沈慎那番话存疑 但他那态度也不像是作假的 帮忙是铁定不会出手帮忙的 可他现在心头也另外存了一些想法 于是试探地问对面的人说 我已经跟他说了 他说考虑一下 对方听了他的话 之后直接跳了起来 什么叫做考虑一下 他们不是亲兄弟吗 现在亲兄弟出了事 难道沈慎不管吗 他一个人独自吃的 那么大一家的沈氏 现在连个区区十几亿的钱 都拨不出来吗 不等贡山说话 对方就在那头猪 连炮弹地说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家那个兄弟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声不响地 把自己的哥哥赶出来 美约其名地说 让他自主创业 实则上就是在驱逐他 生怕他分家产 贡山现在已经懒得 听这些话了 你也知道 沈锦现在的情况 是没办法回去管理公司的 重点我们要先弄清 是什么人 在恶意打击报复我们 你难道不觉得 这个事情的重要吗 对方一下子哑巴了 辩解着说 现在不是没有精力 去查这些事情吗 你知道公司账面上 几乎是以每个小时 每分每秒的速度 在损失吗 贡山说 那也没办法 源头没有进下来 头再多的钱进去 也是损失 对方瞬间恼火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不想管了好 既然不想管我也不管了 明天就去申请破产 我就一句话 你可以去查一查 是什么人 在背后报复我们 等查出结果了 再跟我说 话必他直接挂掉了通话 转过身来 却发现阳台的玻璃门后面 儿子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在那边 站了许久 正静静地看着他 贡山整侧下表情 推门进去 怎么了 沈一阳问 妈咪 你是不是又在 跟那两个人吵架 他说的是 许许诺诺两兄妹 贡山不屑地 撇了下嘴角 我跟他们有什么好吵的 两个小屁孩不知一提 他想了一下 儿子说 曾经看见过 打沈书行的男人 和他父亲一起吃过饭 丈夫身后 到底还有多少瞒着自己 没让自己知道的事情 沈慎那个态度 如若没有明显的证据 让他信服 他是绝不会 这么跟自己说话的 贡山沉思了一下 问自己儿子说 乖乖 你跟妈妈说 你在哪个饭局上面 看到那天 打你哥哥的男人 跟你爸爸在吃饭 这么说有点绕口 他便改换了一下说法 你跟妈咪说说 在哪一家饭店的时候 吃饭看见他了 沈义扬回忆了下 爆出了饭店的名字 贡山一颗新凉嗖嗖的 叶老爷子家 在这个荒芜的小岛上 过着苦日子的沈志行 这两天 突然被叶家的佣人指着说 我怎么发现 这个小朋友来了之后 脸上最近更有肉了 叶琳毫不客气地 掐了掐沈志行的小脸 他惊讶发现 咦 还真是啊 沈志行不死心地 站到体重称上面 结果明晃晃地摆在那边 过来的短短一周里 他竟然已经长了三斤体重了 叶老爷子 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是这里的风水比较养人 管家含笑站在一边说 所以您在这里 越住身体越好了 叶老爷子非常欣慰 自从这群小家伙来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精力更加充沛了 哎 就像当个幼儿园的园长 管家忍着笑 附和他的意见连连点头 哈破这段时间 都连着过来 叶家找两个小朋友玩到 后面倒不是因为 他母亲要求他来的原因 而是他自己也体验到了 孩童之间玩乐的乐趣 现在正在由叶回带头 带领着三个小朋友 在果园里面建造原始的烤炉 带着他们要做烤鸡 虽然有句话说起来不太合适 但管家觉得这个场面 就像是三个奇怪的小朋友 凑成了一旦 他们既是玩到一起 又是在各玩各的 例如现在 一个在巴尼土 一个去捡柴 还有一个跟叶回扔在那里讨教 怎么给积下烟料 巴尼土的乐宝说完建造房子 捡柴的沈志行说 在欣赏风景 给积下烟料的哈魄 在跟叶回讨论说 既要怎么运动 大腿部位才会更好吃 人要怎么做出同等的效果 这场面有点说不出来的诡异 他们谁都不乐意 自己被人帮忙 第405章 孩子们的世界 老爷子对此夸张 管家你不懂 这是三个小朋友 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管家在心里说 好在都是讲理的小朋友 不然像另外几个小少爷们 看着是在分头玩转演说 打起来就打起来了 小孩子的世界 就是这么随性 但好在面前的 这三个小孩不知 他们之间说不上亲密 但也称得上和谐 最终还是靠着 大人的帮助 建起面包轿 小朋友们如愿地 将三只烤鸡送进烤炉中 然后一起 眼巴巴地在旁边等着 火焰烘烤的人难受 这是三个小家伙 坐在边上不需多久 就会被这炙热的温度 烘到脸皮难受 叶回说 等烤好没那么快 你们还是起来到 别的地方活动活动 叶玲带着庸人们 处理好的板栗过来 一起送进炉子里 对呀 先去玩玩吧 没那么快好 玩什么呢 哈珀想到的是看动画片 毕竟他的生活当中 最有的消遣的乐趣 就是看动画片 家里面的庸人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能看好孩子 不让他跟其他的小朋友 一起玩 哈珀从前看周围 不多的邻居家的小孩 一起玩游戏 起初心中还会羡慕的 后面就觉得无所谓了 那些孩子 要么比自己大 要么比自己小 一点趣味都没有 当然 现在旁边的这两个小孩子 都也比自己小 他们不玩那些孩子的游戏 但却又有点有趣 哈珀喜欢和他们交流 线下 他们要等烤鸡出来 哈珀坐在沙发上 看着庸人为他打开电视剧 播放喜欢的动画片 然而这次 他却不怎么看得进去了 注意力不断地向旁边靠拢 好奇旁边的那两个小朋友 在做什么 沈志行和乐宝人手 一个手机 开始登录游戏准备完 夜回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自己妹妹玩游戏 不由得惊诧地问 谁教你玩这个的 乐宝头也不抬得抛锅 哥哥 五哥哥 远在国内学校 某个班级中的夜招 忽然连连打了几个喷嚏 前面的许优转回头来看他 干嘛 感冒了 没有 夜招揉了下鼻子 若有所思 可能是我妹妹想我了 夜回看着乐宝小手 熟练地在手机界面上操作着 不由地问候了下夜招 回去再收拾那小子 还有爸也真是的 一个三岁多的孩子 竟然给他玩手机 玩到现在连游戏都会打 年纪小小的 再这样下去 眼睛非得玩坏不可 夜回提醒乐宝 手机弯一会儿 就得收起来了 乐宝鬼精鬼精的 不用他说 就猜透了夜回的心思 当下倒进他怀里撒娇 哥哥 你看我平时又不经常在玩 夜回想想也是有道理 乐宝又说 就是现在无聊才玩手机的 等有更好玩的东西 就不玩手机了 夜回叹口气 说话算话 他点头如捣算 边上的哈破 却将乐宝的话记在心里了 第二天又来的时候 哈破跟着两个小家伙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每天这样子很无聊 乐宝和沈志行 齐齐问 那你有什么建议 哈破神神秘秘地说 我知道在这小岛上 有个地方是秘密基地很好玩 秘密基地 乐宝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夜回所说的秘密基地 但是他看过夜未回的秘密基地之后 却不觉得那个有什么 说起来就是一个坑 然后里面埋了个小盒子 夜回没有将那个小盒子打开 而是一起埋了回去 他说因为不是他自己一人埋的秘密 乐宝看过之后觉得 这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一点童年乐趣 从前的从前他也有秘密基地 那可跟这个不一样 是真正的秘密基地 嗯 太久了 有点想不大起来是什么样子 沈志行问 你是想叫我们一起去看看吗 哈破点头 就在你们家不远的地方 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否则他们不肯让我们出去的 乐宝看向沈志行 你怎么想 沈志行有点犹豫 但又有点好奇 是什么样的秘密基地 哈破说 有个很神秘的小洞 可以看见另外一边不一样的世界 合着 听起来还像穿越场面了 乐宝也被哈破的话勾动了心思 什么叫做不一样的世界 恐龙 还是没见过的生物 哈破一脸小朋友就是小朋友的表情 怎么可能有那东西 他看了眼周围有没有人之后 才错过来说 不是恐龙不是什么怪物 是有拿枪的叔叔 乐宝和沈志行都是一愣 据他们所知 国外某些地方不禁枪的 但是这个岛上是明令禁枪 难不成是什么非法基地 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哈破摇头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反正我是偷偷出去的时候 瞎走走进去的 他抬手比划了下 入口处就这么一丁点 只有像我这样的小朋友 或者像你们这样的小朋友 才能钻过去 以前我过去 那是不想那些保姆佣人找到我 后来无意间发现 有个看得见外面的洞口 从洞口看出去 可以看到好多奇怪的人 像演电视剧一样 哈破比划下 真枪 我觉得那边就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发现过 我在偷窥 越说越好奇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另外一个世界 还是只是一个 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 可是这里就这么大 有什么地方 是有人经常出入 都没人知道的 乐宝和沈志行一合计 决定去一探究竟 哈破对于如何甩开 跟随的庸人 经验十分足 指导着他们如何找借口 让庸人不要来打扰他们 在房间看动画片后 摸着午休时间 在房间里面放着动画片 然后趁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 三个小家伙溜了 哈破熟门熟路 带着他们从夜家边上的小路出去 这条路既不是去外面别墅区 也不是去海边 而是他们不曾来过的后山这边 在家里的时候 乐宝偶尔回窗户看到 这边有座小山 距离有些远 爷爷说这里还没开发 也没闲心思去开发 因此荒草丛生道路也不好走 没什么好玩的 说的也是 岛上可休闲的地方 不少没人会喜欢往这荒山挤 看着最高的草 都有哈破身高那么高了 他走进去 稍不注意都快看不到身影 更别说是后面这两个小家伙 从外面看 根本看不见他们钻进草丛中了 第406章秘密基地 现在是秋季 大部分的草木 都开始进入枯黄的时候 乐宝特别小心脚下 之前他恐吓过哈破说 晚上回去的时候 万一有蛇出来从你的脚面上爬过去 现在好了 下别人什么自己来了什么报应 走在这个崎岖又是杂草 又是树丛的路上 乐宝实在担心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某个蛇窝 走得心惊胆战的 但看前面两个家伙 却仿佛没有感觉 尤其是熟门熟路的哈破 在草丛里面像只小老鼠一样 钻来钻去 沈之行也不傻 找了根树棍子 没走一步之前 就先在地上戳戳探探 看着前面哈破走过的地方 在路线准确无误地跟在他后面行走 越往上爬越陡峭 一路上碎石也不少 乐宝没想明白 哈破 你平时躲庸人跑到这个地方来 哈破在前方停下脚步 气喘吁吁 我们先停一下吧 我暂时也走不动了 待后面的两个小朋友跟上来 哈破才一屁股在石头上面坐下 拿出胸口挂着的水壶 咕噜咕噜地喝起来 乐宝和沈之行也带了一个 这座小山压根不高 主要是没有调好走的路 他们爬得太艰难了 休息了下 哈破才说 不是我每次都躲这个地方来 而是有一次躲他们躲烦了 跑太远了 一时没发现就上来了 后来发现这里没什么危险 而且好像还有点神秘 哈破指着上面说 我们再往上爬一点 就能看见那个地方了 上面的山体露出了岩石面 再抬头看几乎是看不到路在哪里了 乐宝愿意称 这次行动为一次探险日记 休息过后 他们又开始往前走 从现在站的地方 已经能看到叶家那幢别墅 不知道在家里的人会不会无意间 站在窗口 看见山上这边有三个小孩子呢 这时 叶家的人基本都在午休中 老爷子是每天固定中午午休 而今天刚好叶琳有事出去了 叶回在房间里面开视频会议 家里的庸人们 都以为孩子乖乖地 在放假里面看动画片 谁知道他们 还能狡诈到撒谎 偷偷跑去外面 乐宝看了下时间 他们最好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回去 来到了让哈破觉得有趣 且神秘的地方 他的话仿佛也变得多起来 其实我看到夏普叔叔躲在我家的时候 我还想过 让他偷偷跑过来这边的山上 哈破小喘了口气才继续说 但是我又想山上黑乎乎的 躲在这里 万一下雨或者晚上有蛇的话 就好危险了 乐宝有点好奇他们家的那点事情 不太明白 为什么哈破会对一个叔叔 比对自己的爸爸感情还要好 但现在不是问的时候 好不容易终于爬上来了 前面却没有路了 乐宝愣了下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啊 哈破说 跟着我就是 他依然是走在前头 猫着腰从树根旁边的一个小洞钻进去了 乐宝和沈志行对视了眼 都是有点愣 紧跟着他们没有怎么犹豫 都到了这里了 不好走我也要进去 于是也一起弯着腰从这个小小的洞口钻进去 洞口的确很窄 哈破没有说谎 这里要是一个成年人还真是进不来 洞口很暗 进来一小段路之后就不需要猫着身子前行了 再往前便开阔起来 面对着此情此景 乐宝不由地想起了课本中学过的桃花园记 但这里可没有复兴摆不见出路 很快 他们便意识到 他们这是钻进山体里面了 这个地方巧夺天宫 在山体接近山顶的部分 竟然有一处里面镂空的 也怪不得没人知道这里 这么小的一个入口 除了孩子之外 大概也是没人钻得进来的 而这里又是一座处于富人区 无人开荒的荒山 哈破迅速地找到了他所说的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洞口 说是洞口其实也是蛮大的 大概一个孩子脑袋可以伸出去 还有空余的地步 哈破率先探头出去 往外面看了一下 随即回过头来压低声音 惊诧地跟他们说 外面又不一样的 好像多了好多个东西 乐宝耐不住心中的好奇说 不然给我先看看 哈破退开把位置让给他 让他上去 并叮嘱乐宝说 注意不要把头伸得太出去 也不要出声 知不知道就靠在边上看一下就好了 乐宝依然站到刚才哈破站的位置 然后目光放出去 非常有意思 他们这边爬着陡峭的山顶上来之后 放眼望过去 另外一面则如刀削一半 劈开一个近乎是垂直的山面 在他们所站的这个位置 更是几近90度垂直 底下没有任何的东西 只有横伸出来的树枝和杂草 或者有山体 但是掩在草丛里面 根本就看不见 目光再接着往外看过去 令乐宝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另外的世界 而是这个山体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 垂直面在过去山体的坡度 慢慢地缓了下来 而山面的垂直度 也没有这么陡峭 在底下地方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平台 在这里风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而是放在平台上的东西 才是最可怕的 好几架重型机械 就这么赤裸裸地放在那边 这重型机械 可不是什么生活用品 什么工地的劳动机器 而是赤裸裸的攻击武器 枪支 甚至还有炸药包在旁边 就是炸药包 乐宝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他拿出鞋带的手机 特地调出照相模式 然后调整了一下焦距 对着底下的东西拍一下照片 岛上是禁止携带枪支等危险器具的 更别说这样赤裸裸的炸药包了 这种东西在这里 背后所含有的危险意义 简直令人发指 会是谁把东西放在这里的 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选了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藏东西 不不是藏东西 东西就是赤裸裸地放在上面的 他们现在极有可能是搬出来清理 所以才在这边看得到 果不其然 下一瞬底下就有人走出来了 身形高大的欧洲人种 并且身上还穿着迷彩服 又或者是做作战服 种种疑虑从脑海中闪过 乐宝手中手机 不停地对着他们拍下照片 底下是哈破声音 乐宝你看见了吗 看见那些人了没有 乐宝严肃着小脸下来 哈破 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地方 发现底下那些人的 第407章 危险分子 看着乐宝骤然变色的表情 沈之行变之底下肯定有戏 他也跟着上去往下看 也发现了底下并非什么 不一样的世界 但他对于枪之类的东西了解 却不如乐宝深刻 饶是如此 沈之行也一眼认出来 底下放着的东西是枪 还有那些身形高大来来往往 穿着作战服的男人 被我得惊讶住了 他连忙从那个洞口下来 蹲下身问乐宝 这是岛上的私人部队吗 话落他又觉得 自己问的问题太搞笑了 看他们那些人的装扮 和所在的位置 怎么可能会是不对呢 哈破回忆了下 我大概是半个月之前 跑上来发现这边的 但是这次来看 好像又不一样了 底下人都很多 他们有时候 还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乐宝表情越来越凝重 什么样奇怪的事情 哈破在心中 一直把外面认为 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大概是跟他 心理主观的看法有关系 这是一种欺骗自己的行为 他把这个小小的山洞 当成自己躲避的安全岛 所以也将外面的那些人 认为是自己心中的幻想新世界 乐宝不由地认真地 打破了哈破的想法 其实你心里知道 外面根本就是 什么不一样的世界 对吗 哈破眼神闪烁了一下 微微敏唇没有说话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交代 我们不要出声 乐宝说 你是不是也发现了 底下都是危险的人物 想说 但又不知道 怎么跟我们说 这回还当真 是他高估哈破了 哈破露出茫然的神情 底下都是危险的人 他似乎不太能理解 乐宝这个话的意思 并且解释说 我不知道 他们危不危险 但是我在这边 好几次上来 看到他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有时候只是很多人 在一起开会 有时候会吵架 哈破比划了一下 学他们拿枪的姿势 对乐宝说 我是认得放在地上的枪的 他们有时候 还会拿枪起来 到处乱打 所以我让你不要出声 万一他们打到你了 可是我在外面 见过警察放枪的 都会有很大的声音 可他们用枪 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难道不是假的是什么 答案自然是因为 他们用了消音的枪 只有子弹 没入被击中的物体时 才会发出不大的声响 这也是这些人 藏在这里的原因 只是他们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乐宝一想到底下的那些东西 便有不好的预感 他和沈志行对视了眼 沈志行说 我们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建议 还是先回去跟他们说清楚 然后再过来这边看 毕竟这座岛就这么大 又是私人领土 这种地方应该 沈志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住在山下的那些人 不对看着不像不对 好人看着不像好人 总不可能是 类似于海盗之类的人 找个地方住吧 海盗 回想过来 这面山出去 就是一片大海 也未尝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真的是一些海盗之类的人物 那岂不是危险了 他的想法跟乐宝正好不合而谋 只是乐宝还没有往海盗那个方向想过去 因为上辈子的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看到这些人 一些地下的武器装备时 他本能地想到一些雇佣兵之类的东西 但是雇佣兵这种在华国 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他们连海关都进不去 但在岛外这种地方 就不一定了 尤其是底下一些破坏型的重型机械 不是一般场合才会出现的东西 说底下是部队这个说法 太过牵强了 他自己都不相信 根本就没有半点专业部队的样子 事不宜迟 还是快点回去的好 看着两个人就周边的神色 哈破不是很明白 怎么了 你们看到这些东西 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还没看到他们打枪呢 跟电视里面演得好像哦 此时此刻 乐宝不由地 对这个小女孩子的大条神经感到庆幸 要是其他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 估计要吓得回家跟爸爸妈妈说了 而这个傻女孩子 还以为这边是什么奇怪的别的世界 下山的路要比上山的路好走许多 乐宝手机里还拍下了这些照片 刚好可以作为证据 回去给老爷子他们看 这边的山体 几家地掩护了对方藏身的地方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之外 再加上山体是荒山的掩护 那么 即使是后面藏人人生活了好一段时间 他们都估计不会发现有人在这里 怎么会想到呢 大家都觉得要从这个小岛上出去 那座桥是必经之路 可是不要忘了 如果是乘着船只沿着海岛边缘行驶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岛上什么地方都是可以到达的 他们回到家里时 老爷子睡午觉还没起来 乐宝便急匆匆地找到了管家 管家正在厨房里面 正准备泡点下午茶来喝 他刚将茶叶放进杯子里 滚烫的热水冲下来 乐宝急匆匆地跑进来 管家伯伯 管家伯伯 管家还是第一次听见他这么焦急的语气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转过身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乐宝是一路跑回来的 气喘吁吁不说 额头的细发都被汗给尽湿了 管家接着看到后面的两个小孩子也是差不多 便觉得奇怪 他们不是在房间里面看动画片吗 怎么都像去外面跑了一圈的样子 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 能不能先人叫爷爷起来 好 我现在就去叫老爷子起床 不过你可以先跟我说一说 是什么很重要的事 乐宝扯着他就开始走 等会儿让你们一起听 还有我哥哥 还有叶琳姐姐要回来了吗 孙小姐可能今天晚上不会回来 怎么了 突然这样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你们一起听才可以 他们一起上楼 管家人眼尖地发现 乐宝肩膀上黏着一片草籽 不由地发愣 老爷子还在沉睡之中 冷不丁被提早叫醒 带着困倦睁开眼 见孙女在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便慢慢坐起身来 撑着还带着睡意的双眼问 怎么了乐宝 如果没事的话 家里人是不会来打扰他睡午觉的 第408章 神秘盒子 好不容易人都着急了 乐宝还不放心地去检查一下周边所有窗户 看着他的举动 老爷子慢吞吞地打个哈欠 充满不解地问 到底是怎么了 弄得这么紧张兮兮的样子 老爷子甚至还开玩笑说 是外星人要攻打地球了吗 我刚才做梦还梦见了特别好玩的事情 等会儿说给你们听 夜回却是注意到了 边上两个小朋友身上都有相同的草屑 他心里冒出和管家一样的疑惑 都在房间里面看电视 身上怎么会有这些草屑的 等所有人都坐齐之后 乐宝才正式坐下来拍了拍面前的桌子 严肃地说 我真的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们要好好听 说着他拿出了手机 将拍到的那些东西掉出来 首先 我先为我们刚才偷偷跑出去玩的事情道歉 夜回心想 怪不得身上有这些草屑 但乐宝接下来要说的事情让他们震惊了 乐宝指着那座荒山的方向说 我们去那边山上玩的时候 看见了山的另外一边底下住了一群人 管家诧异 你们竟然跑到那边去玩 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发现了这个 乐宝将手机递给爷爷 夜老爷子接过来 放大照片一看 表情瞬间变了 他拧起眉头招了招手 管家把我的眼睛拿过来 我看看 管家一言过去 取了眼镜来 老爷子戴上 看清了照片里面的东西后 往日温和慈善的脸 瞬间变得沉沉 站在老爷子身后的管家 也看清了他手上的东西 他本以为是拍的什么模型 还是自己看错了 忍不住凑上前去仔细一看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老爷子一张张地翻着手机里面的照片 沉声问 这些东西是在哪里拍到的 哈魄回身 指着荒山的方向 我们爬上山 从山里面的洞钻进去 看到另外一边山底 住着一群奇怪的叔叔 这 这 管家惊异不已 那边住着人 那边山体下去连沙滩都没有 一片礁石外底下 就是深水海滩 因此那块的地 根本就没有开发的必要 像个天然屏障一样 处在哪里 成为一道风景线 可现在小孩子们说 那边底下住着人 住着人就算了 竟然还有这些危险的攻击武器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想的问题 正是乐宝要搞明白的问题 岛上某任闲有人质的地方 竟然无声无息 前进一群 持着杀人机械的不明分子 这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很快 这些照片也到了夜会手里 没人能看完这些 还维持表情的冷静的 老爷子沉思下来 手指无意识地 在膝盖上面轻轻地敲着 这是他思考事情时 习惯性的动作 管家都忍不住问老爷子了 老先生 这些人 我们要怎么处理 先去调查看看 他们是什么人 还是报给警方去处理 夜会说 岛上不是进这些攻击武器吗 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躲在山后又有什么目的 到底有没有危险性 老爷子终于开口说话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这些不明身份的人 是怎么在山的另一面生存的 除了从这边的荒山 翻山越岭过去 要么就只能是从海面上过去 又或者是绕着海岛的边缘过去 从而躲在那里 但除了从海面上 直接靠近山边外 整个海岛周边 全数都在这边 走政府的掌控范围内 任何不明的船只 想接近岛屿 都必须有合法的证明 否则在海面上几十公里外 便会被拦截住 海岛上的确有一支驻扎的部队 保证海岛居民的安全 但绝不是乐保拍到这些人 并且部队有自己的驻扎地 没事的话 是不会出来在居民区到处乱晃的 更别说是莫名其妙地 躲在这座荒山后面 夜老爷子缓缓开口说 首先一定得确定 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 又是为什么会躲在那里 不用猜测 这些肯定是居心不良的人 光明正大 又何必在那边躲躲藏藏 报警的事情容易打草惊蛇 对方又是持这样重型武器的 稍有不慎发生火拼 就会伤及无辜 另外还要搞清楚 他们这些人 平时有没有在岛屿上面活动 他们究竟是外面的组织 还是我们自己岛屿上面的人 的确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可能 这座岛屿上面住着的人 可不止富人区这块 小岛的地理位置 以及特殊条件的原因 住在这里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对有些人来说 这里就如同海上悬着的香伯伯的 正常富豪大都不愿意 在这种地方入住 越有钱的人越怕死 这句话不错 他们担心住在这种地方 每天被不法分子摸上门来 说结束就结束 但叶老爷子敢选这么快地 来做养老的地方 自然是他有十足的把握 没有海盗 没有军队可以杀上这里 除非这个国家灭亡了 这些人 叶老爷子更担心 是不是岛上一些生有异心的人 和外面的人合作 他对于大局的掌握 要比小辈们详细 深知能出现在这里的 大约就那么几样人 到底是子过舒服了 警戒性放低了 才让这些狗东西有机可趁 叶老爷子不疾不虚地交代下去 先联系波尔 然后用卫星锁定这些地方扫描过去 看看无人机能不能进去勘查 叶回说 估计难勘查 对方警戒性估计很高 叶老爷成音片刻 那就暂时先放弃无人机侦查 先确定一下对方有多少人 大概有哪些设备 叶回提出疑虑 设备这方面 因为是在山体里可能扫不到 里面具体都有什么东西 我知道 我的意思 老爷子眼色沉了沉 我担心底下有没有什么 更大型的设备 叶回眼色一凝 想到了这种可能 不由得也担心起来 边上不支声的沈志行突然说 除了无人机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探测仪器 乐宝知道他这么说 肯定是有主意 于是问 你想用什么探测器去 沈志行说 等等 他回身往楼上跑 不一会儿拿下来一个盒子 大家纷纷好奇地靠近 什么东西 沈志行拿下来的这盒子 都快比他小身板还大 乐宝趴在边上 你什么时候带着这东西一起来的 一直都在行李箱里面 在大家好奇的目光之下 沈志行打开了面前的行李箱 第409章 开会 沈志行打开了箱子 大家便看清了 他箱子里面藏着的宝贝 这好比是电弓的工具箱 不 是比电弓工具箱 更为精细一百倍的小工具箱 夜回忍不住惊叹 你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沈志行说 什么东西都有 要看怎么组装 夜老爷子觉得有趣 看不出来呀 小家伙你竟然这么有能耐 沈志行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他拿出里面的几样东西 我可以组装一个小小的扫描仪 或者是影响生成器进去 外表可以伪装成一些小东西 夜老爷子点头 这个倒是可以 不过要做被发现 就等同于计划败露 小家伙你会组装吗 问这个问题又属于可爱的行列了 不会组装的话 沈志行拿这些东西出来 做什么 沈志行小手飞快 拿起盒子里面 各种精细的零件 开始组装 没一会儿 一个小小的定位器出现在他手里 沈志行将自己的作品展现给大家 看 这东西最远可以定位80公里 误差不超过3米 可以先在现场拿到外面去试试 试试就试试 夜老爷子马上叫来一个佣人 将这个小东西装进盒子里面 找了借口让他送去20公里外的地方 差不多是大岛上边了 众人在家里等着 看着屏幕上面定位的小红点不断地移动 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就抵达了老爷子指定的地方 接着 庸人按照老爷子在电话中的远程指示 将这个小盒子拿出来 于是在家中的众人 便看到了定位器穿回来的清晰画面 老爷子双手一拍立即说 这个可以 就是外表需要武装一下 我们还得制定一个详细中密的计划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趣的事情了 当下遇到 简直觉得热血沸腾 一把老骨头 仿佛重新注入的力量 老爷子已经十多年 没有详细动脑来处理这些事 因为不知那些在背后琢磨的人 是不是真的把他做一个无用的老废物了 搞这些事情 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过了这么长时间 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了 仿佛回到儿时时候 连睡午觉都要准时准点 他也曾感叹过 自己老了之后的岁月 仿佛回到了儿时 事事需要人照顾 过往的曾经荣光岁月 仿佛都成了记忆里面的老电影画面 老爷子活动活动的筋骨 颇有趣味地说 现在就是猫捉老鼠了 爷爷来教你们 如何来当一只合格的猫 对方胆大包天 就隔着一座山做屏障 在那边安营扎寨 大约就是吃准了 没人会往那里去 并且就算是有人看到了 一时间也不敢声张 这底气能从何而来 无非就是看着妇人区这边住着的 要么就是老 要么就是小 一个个特别有钱 生活过的滋润富足 看上去仿佛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外界的人可是不能了解 妇人区里面具体的情况 但是和妇人区有来往的人 确实知道 能了解内情的会是什么人呢 每家每户之间彼此交流的庸人 还是穿梭在别墅里面打扫工人 又或是开商店开超市的老板 又或者是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某个景观 甚至在网上想一点 是政府阶级的管理层的某些人 听到爷爷抛出这个猜测的时候 乐宝满脸的好奇 你为什么能想到这么深入的地方去 叶老爷子拍了拍孙女的肩膀说 要记住 你的敌人可能潜伏于任何一个地方 他有条不紊的组织着一张天罗地网 准备往下山那一边的人 顺道给晚辈们 秀一秀自己宝刀未老的脑袋和心计 第一步便是不能打扫精神 第二步便是查清对方底细 第三步便是查清他们的目的 以及找机会将这些人一望而尽 哈珀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么刺激的事情 当知道山那边可能住了一群 会威胁到他们信任的坏人时 他也吃了一大惊 老爷子和哈珀严肃交代 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往外转 你要保密 保密到事情解决之后 才可以跟别人说 包括你爸妈在内 知道吗 哈珀连连点头 老爷子另外还强调了下 如果你撒谎或者你违背诺言的话 坏人晚上会爬到你家去 站在你床头跟你说话 乐保旁边听到这话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 好像倒过 哈破头如捣蒜 并且还举起手来发誓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对外说的 我的爸爸妈妈 我也不会告诉他们 老爷子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允许你成为我们作战计划里面的一名成员 听得好像孩童之间的玩闹 实际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乐保这些孩子能进去的那个小山洞 他们这些成年人根本就进不去 所以只能通过别的方式 去勘察山的一面的情况 对方很会选地点 他们所在的位置 除了通过船只能过去之外 其余的路线都需要靠翻越这座山才能过去 这般胆大包天 就隔着一座山做屏障 在山脚下驻扎 说明了 他们对这座山的整体都有所防范 这边的人若是要过去勘察对面的地形 必然是要经过山头 他们中心位置就是在最高山峰底下 那么这边是没有路可以过去的 想要过去只能绕从较矮的地方过去 一张三地立体的地图在桌上展开 叶老爷子又带上老花镜跟僧子们讲解 正面之所以不开发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地势不好 一个是觉得山在这里 刚好也是作为一个天然屏障 管家在旁边接口说 可真真是没有想到 底下竟然会住了一窝来路不明的蟑螂 叶回忍不住笑了出声 老爷子倾壳的声才继续 这边呢 水比较深 但是底下全是礁石 理论上来讲 没有一艘船可以从上面过去靠岸 正常来说 只有小渔船可以从上面经过 但是要靠岸的话 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底下的礁石随时会划破船底 看到他们的那些武器了吗 并且里面的人还不是少数 最少也有十来个人 又持着这么多的重型武器跟危险装备 如果他们通过小船多次运输 那么海周边的监管 必然是会发现这艘有异动的船只 但是这么段时间来 根本就没有听到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消息 第410章猜测证实 叶老爷子抬起头来看叶回 老二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运输这些装备 然后藏身在山的另外一面 叶回说 光明正大从我们这边出入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入呢 又怎么样将东西运输到过去 这座山体里面 极有可能有许多这种镂空的地方 甚至可能有一个天然的通道 他们只需通过正常的交通工具 带着这些东西前进去 叶回说 并且哈破说了是在最近半个月才发现有这些人的存在的 并且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底下的人数量还在持续的增多 说明了他们是在徐徐徒之 必然有大计划 而这个大计划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 这边有什么值得别人惦记的 除了钱也没有其他的 思绪渐渐被人理清了 十有八九这伙人 就是为了钱财而来 老爷子最担心的情况 除了他们手上的武器之外 便是这群人跟岛上的人里应外合 而至于里应外合和对象 要么同是富人区的人 要么就是岛上机关部门的人 要查这方面得双管齐下 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 第一是发现了他们天然的藏身优势 第二是吃准了 是不会有人跑去那边的 可谁知道 偏偏就有一个孩子这么无聊 为了躲避让人跑到山里面去 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天然的通道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撞破了 他们详细部署了计划 另外 沈之行可以老爷子请来的人一起研究了下 伪装成定位仪和摄像仪的小东西 这玩意儿体积就摆在这里 需要芯片 需要一个摄像头 过小的话也不可能组装得起来 选来选去 最好的伪装便是伪装成一只鸟 但这个缺点就是不能靠太近 否则立马会露马脚 操作过程需要十分小心 假的便是假的 伪装的再真靠的过境 还是会被人一眼识破 只是这只假鸟 要如何避过他们的注意 顺利放了下面 想来想去 还是只有那个办法 依然从荒山的小路 上去通过那只有儿童才能过去的小路 在山体镂空的洞中 小心翼翼地将假鸟放下 然而操作这一系列的 只能有孩子们进行 叶老爷子觉得 这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 他心中想着 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 但沈志行这个鬼精鬼精的 虽然叶老爷子一句话也没说 但沈志行却猜透了 他心中没有说出来的想法 对着老爷子笑笑说 爷爷您放心吧 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另外再带一个小机子 看我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放下去的 叶老爷子哪能跟他直白地说 的确是不怎么放心小朋友的操作技术 但是回头想想 这个小朋友跟普通的小朋友不一样 年纪小小的 竟然还会组装这么高端精密的仪器 组装都会组装了 谁说他不会操作呢 计划制定之后 他们行动非常迅速 叶老爷子首先联系了警察局的人 不过却不是找那些小警察 而是直接找高位官员 借口昨天晚上家里来的小偷 需要查监控 当天这位官员就带着路口 所有的监控来到了叶家 与此同时哈破依然原路 带着乐宝和沈之行 往小山上面去 他们不敢跟得太紧 能远远地看着三个小朋友 走入足有成人高的杂草丛里面 等了好一会儿 才看到半山腰上三的孩子隐约的影子 管家抄着双手站在原地 微微抬起头 他满是不可思议的语气说 万万没想到啊 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碰上这样的事 叶回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思考了一下 跟管家说 有没有觉得就像是一场游戏 管家了然地笑了 好像很正经 又好像很不正经的 不过也好 刚好给老爷子锻炼锻炼脑子 他成天喊无聊无聊的 两人正说着话的时候 三个孩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他们顺着那个小洞 熟门熟路里钻进去 里面镂空的山体 刚现在真的是个秘密基地了 外面是别人的秘密基地 里面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哈破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旁边看着沈之行 有条不紊的试炼手中 伪装成假鸟的摄像仪和定位仪 定位是害怕东西掉在底下拿不上来 所以必须要有个定位引导 摄像头就是为了踩画面了 其实沈之行心中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他想能不能有机会 将定位仪偷偷地装到对方身上 或者对方某个东西上 但这样的举动太过冒险了 想了想 沈之行就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 他打算先安全地把小鸟放出去 然后再见机行动 他们再度看出去 从上往下高扩的视野 让他们更能清楚地看清楚底下的情形 因为是海边的山体的原因 再加上气候和地势各种复杂的条件 综合在一起 山上生长的基本没有什么茂密的丛林 或者大质感的树木 全是杂草最多 越往上裸露的岩石越多 生长在上面的杂草便越矮 今天风比较大 他们往下看过去 没有再看到那些扎眼的重型武器了 但是却看到了一横穿着作战服的高大男人 往西边走去 沈之行记得看过的地图当中 西边那边的伤势较低 也是最为靠近出行大桥的地方 他心思一动 连忙将小鸟放下去 然后站在里面操控着遥控器 从山体里面缓缓飞出去的小鸟 颤动着翅膀 悄悄地跟上那行人的队伍 鸟腹中藏着的摄像头 也将他们行走的画面 远距离地传送到了别墅当中 回到别墅的夜回打开电脑 屏幕上面便显示了收到的文件 他操控了一下鼠标 全程直播录像 翔鸟巧声无息地跟在这些人后面 看着他们有秩序地往前走 随手拨开地上那些杂乱的藤蔓和杂草 顺着曾经一话的脚步声 这些人来到了大片垂下来的藤蔓面前 随即有一人熟练地拨开 藤蔓蔓腰钻了进去 接着 身后的人接二连三熟练地 在他后面一起钻进去 老爷子竟然没有推测错 他们的的确确是从山体出路的 并非从海边而来 夜回宁了面色 推开椅子 起身走到外面客厅当中 老爷子还在跟人一起看监控 一边看一边闲聊着 想了想 他还是没有去打扰他们 第411章 图谋 老爷子定然也有自己的策划 不然的话 不会随便叫人拿监控来家里看 夜回回到房间中 小朋友那边已经操控着飞行器掉头 那行人穿过了山里的通道 必定会出现在这边的某个地方 甚至是出现在靠近出口的位置 晚点出入口的监控抓一下 便大约能知道 这些人从哪里出来的 沈志行操控着小鸟又回头 降低飞行高度 以免被人发现 然后小心地靠近那些人藏身的地方 小鸟暂时降落到地上草丛中 沈志行调整了下监控探头的弧度 底下的视野便清晰地落入了大家的眼中 底下传上来的画面 乐宝和夜回第一时间在不同的地方 各都收到了画面 兄妹二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 乐宝看着手中的平板电脑 这底下真是个绝佳藏身的好地方 地下也是天然形成的山洞 小鸟的视角刚好可以看到洞口 洞口落错的形成 上面如同屋檐一样凸出来 而下面是空的 刚好可以供一个成年人高度出入 如若从上往下看 一下没人的话压根是发现不了 下面还有一个别有洞天的山洞 洞口的一些杂草并没有被人处理掉 并且因为地势比较低 生长得非常高 小鸟隐在其中 很难被人发现 但钻进去有个不好 就是底下的画面全都看不到了 要凑进去收录声音呢 还是要再找个角度 能看能不能偷窥到山洞里面的画面 小鸟暂时落在草丛里面休息 乐宝和沈志行讨论起来 他们就是想看看底下还有什么 以及底下大概的人数 整体的地形没有发生改变 商量过后 他们觉得为了保险起见小鸟 还是在周边先飞行一圈 这时一直盯着下面的哈破突然说 他们的老大来了 两个小朋友齐齐抬起头 老大 快点快点 我猜这个人就是他们的老大 把摄像头后面对着那个肚子有点大大的 哈破双眼紧紧盯着小屏幕 急切地指着说 就是这个金头发的人 我有两三次见过他 他都走在前面 别人都跟在他后面 这个人肯定是他们的老大 沈志行连忙操控机器 调整好角度之后 大家眼中映入了一个 个子不高 微胖的中年男人 该男子这也长了一张典型欧洲人的面孔 白肤棕发 高鼻深目 和别人一样 他身上也穿着作战服 但男人的脸上有一道粉红色的疤 疤痕很大 从他的眼角斜拉着鼻一边 这道疤痕破坏了他整个面相 然后他整个人看起来 多了几分森冷的杀气 尤其一双眼睛如鹰笋般 透着诉讼于狠意 事情非常巧 他们竟然在离甲鸟不远的地方 找了几个石子 分别坐下 而这一只间谍小鸟 刚好落在草丛里面 颜色和旁边的草枝融为一体 边上的草丛生长得非常旺盛 如果不是特意过来拨开 估计是看不到底下这只假小鸟 沈志行调整好角度 将腹底的探头露出来 这个角度刚好清晰无比地 拍到他们的面孔 男人们开始说话 他们说话的声音 也一纷不落地被露了下来 传播到乐宝他们耳边 乐宝不住 双手轻轻一击 大叹一声 真的是妙啊 哈破跟着点头 妙啊 随即问题很快就来了 听着听着 他们发现了 自己根本听不懂这几人说的话 他们说的话 似乎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小鱼种 乐宝忍不住拧紧眉头 问沈志行 这听不懂啊 回去还得找翻译 沈志行一边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机器 一边跟他说 没关系 录下来听不懂 我们回去可以找翻译 旁边哈破却在这时候说 我听得懂他们说话 你们要是需要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翻译给你们听 那真是太好了 沈志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 对他说 你坐过来一点吧 坐过来听得比较清楚 为了让旁边的两个小朋友 听得见底下的动静 沈志行并没有戴耳机 而是将声音放低了声 所以底下人说话的声音 他们这边也能听清楚 不过要靠得比较近 才能听清他们说什么 哈破一眼靠近沈志行 在他旁边坐下 侧耳认真听着底下人的谈话 他严肃地皱起小眉头 神色深沉 从视频上传播回来的画面 可以看得见 这些人拿出了一张地图 放在地上 但因为地势的原因 小鸟监控并不能看到 他们所拿的地图是什么 但哈破听得懂他们的说话 几个人拿来树枝 在地上指指点点 哈破小声说 他们在做装备 已经差不多快整理好了 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召集好所有的人手 在这两天 我们将进行一个伟大的事业 所有人必须在这两天之内 归队到位 禁止饮酒娱乐 随时准备待命 我们将干一个震惊全球的大事业 开玩笑的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当然是不能搞得那么大阵仗 不然否则怕是没有命来花这些钱 现在我们进入主题 说一瞬两天之后的计划该怎么做 几人在底下开会 开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讨论的内容非常详尽 这一切 也被上面的几个小毛孩子给听去了 计划完的事情之后 这个领头便分配任务给自己的手下 众人纷纷站起身 首领说 要进山洞里面 查看一下那些装备的完好性 其余几人陪同 在他们起身离去了好一会之后 乐宝偷偷地拿着望远镜 查看底下的情况 确定了周边没有人之后 才跟沈志行说 机子收上来了 沈志行小心翼翼地操控的遥控 让小鸟从草丛里面飞起来 如果有人现在看到这只小鸟 肯定会发现异常 因为所有的小鸟 都是山洞翅膀飞行的 只有这一只像无人机一样 直直目目 毫无灵气 好在没有人发现 沈志行仔细地操控着这台机器 在周边环绕一圈 拍下了底下所有的地形之后 才将小鸟收回洞中 既然他们有计划搞事 一定也会做好退路的准备 就是不知道会从哪里离开 管家在山底下 挨着蚊子摇等候的许久 终于见到他们三个小孩子下来了 顿时长长地松了口紧不过去 我的小祖宗们 你们总算回来了 有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第412章 大计策 乐宝俏皮的抬手 进了个军礼对他说 报告长官 我们没有碰到危险 并且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管家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对他们说 好的 我的小英雄们 我们可以一起回家了 小朋友走在前头 还在叽叽喳喳讨论着 刚才视频拍摄的画面 管家落在后面 只觉得这一幕非常的魔幻 且不可思议 难道是他脱离社会太久了 已经不了解 现在当代的小孩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 每一个都这么古灵精怪 而家里头这边叶老爷子 已经借口送走了这个长官 他们所带来的监控视频 也被叶老爷子 悄悄地拷贝了一份 谁能想到 这个看起来尽手脚不方便的 老头子竟然还能这么敏捷里 做了一些小动作 等人走之后 他们才正式开始看视频 抓住了几个重要的路口看 乐宝和沈志行到家的时候 叶老爷子和叶回 还在楼上看视频 叶老爷子毕竟年纪大了 眼睛不能长时间盯着屏幕看 否则后面看东西 眼睛都要发疼 叶回便主动承接了所有的事情 老爷子还另外调派了一个帮手 过来帮忙 他下楼来的时候 乐宝这些小朋友 刚好都回来了 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 叶家的客人 一个接一个的到来 忙到了将近晚上12点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是他家举办宴会 但来的全部都是 叶老爷子找来的精英 接下来的全局计划 不由得乐宝等孩子参与布置了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稍有不慎 真的可能会连累到 倒上所有无辜的生命 主动权在对方手里 他们即便是在防范 也有可能有疏漏的时候 如若主动出击 又一造成打草惊蛇 如若对方报复心众 选择同归于尽 或者说卷土 再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方没有这么快 他们在潜伏等待着时机 叶家这边也做了打算 叶老爷子依然让哈破守口如瓶 哈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在做个意义重大的 如同动画片里 超人拯救世界那般的大事 所以非常的遵守诺言 回家之后一句都不对母亲提的 李莉真不知情 这几天她忙着照顾丈夫 并与丈夫修复感情 实在顾不上女儿 好在最近也不吵人 每天睡醒了 自己乖乖刷牙洗脸吃饭 然后准时准点地去叶家打卡 李莉忙得没空搭理女儿 这两天回过神来才发现 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 和叶家的那两个小朋友 玩得这么好 她今天带了礼品和水果 专程上门来谢老爷子 二人都在客厅里面聊了一会儿 突然间 莉莉的手机震动了下 她拿过来一看 微微愣了下 明天晚上要停电 老爷子饮茶的手顿住 顺手拿过自己的手机过来看 果不其然 她的手机上面 也收到了一条推送的通知 老爷子放下了茶杯 慢吞吞地问了句 麦尔肯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已经好很多 在明天上就要出院了 正好 我需要跟她见一面 这些来路不明的不法分子 实行计划的这一天 乐宝 沈之行 哈珀等这些小朋友 都被提前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大人们则是都留了下来 上车的时候 乐宝还不怎么肯走 他担心留在这里的家人 夜回理性地说了句话说 你担心也得走 留在这里 根本就没有任何帮助的地方 反而还可能成为 拖累我们的后腿 一句顿悟 乐宝便不再挣扎 随着管家一起上的车 管家本来也要留下来的 但老爷子语重心诚地 将两个小朋友都托付了给他 我是必须在这里的 这几个小孩子交给谁 我都不放心 只能你来照看 懂吗 在这种场合之下 管家的眼泪 简直都快从眼眶里面滚出来了 他抬手拿纸巾 轻轻视了一下眼角的湿润 我知道了 老爷子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赶紧撤吧 夜老爷子点点头 放心吧 老头子是要等着瓮中捉鳖 又不是等着要被他们捉 情况不对的话 肯定撤退是第一要则了 管家依旧念念不舍地说着话 想到平常午休都得照顾您 现在却留您一个人在这里 乐宝趴在车窗上 看着二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是短暂地分别了下 他们二人却弄得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 无端给这肃穆的气氛 添加了几次沉重 终于等两人交代完了 管家也上了车 上了这车后 管家开始控制不住情绪 频频地擦拭眼泪 乐宝尝试着安慰他 连沈之行都忍不住安慰了管家几句 但都无济于事 管家白白手说 只是第一回遇见这样的事情 有点难过 许久没有掉眼泪了 通一通泪管也是好 不要管我了 哈珀却主动地坐到了管家的身边去 他怀里抱着一包纸巾话都不说 在管家需要的时候就递一张给他 他们就坐着车到达下榻的酒店 这些都是秘密安排的 酒店是夜市私人财产 他们被安排到这边来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与之一起过来的 还有好几个住在别墅区里面的家庭 最好也只提前联系了他们 并且转移了大家 正好因为那条通知出来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集体出来 也是情有可原 等到了今天中午的时候 通知突然又说 供电系统已经恢复正常 夜回不解的问老爷子 是他们取消行动的讯号吗 恰恰相反 这正是他们确定进攻的信号 虚晃一招迷惑敌人的视野 等晚上切断电源的时候 他们只会认为 是可能电力供电系统又出现了故障 如今电力供电系统出问题是真的 那条通知也是官方发出来的消息 至于出问题的原因是自然老化 还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就不得而知 守株待兔 请君入瓮 天黑下来时 双方的叫力才在无形之间展开 太阳落山的时候 整个别墅区的店 在同一时间段全部都断掉了 一时间 供电局的电话热闹起来了 这个清闲的地方 少有这样忙碌的时候 几乎是整个电力局的员工 都被调动起来了 连同 已经下班的电力工程师 都要半途被召回 大家骂骂咧咧的心情都不愉快 脾气最差的老师 坐在车上就开始开骂 第413章 问中捉鳖 那群没用的废物 不是中午就已经过去检修过说 没事了吗 边上一个叫年轻的电力工程 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我觉得这是有蹊跷 明明中午的同事才去检查过 他们不可能会说谎 如果没问题 就是没问题 怎么可能晚上又出现了断电的情况 后座的同事也满腹疑虑 而且是全面积断电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里面肯定存在着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发现 老工程师抽了一口烟 笑着骂了句脏话 夜幕降临的夜晚 如果从上空府看下去 这座小岛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光影 而在夜色的掩盖之下 一些队伍正从山脚的某个小洞里面 弯腰走出 真正的军队早已潜伏在各个位置 甚至包括别墅楼内 他们随时待命 只要敌人一出现 立马就擒住他们 领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手下 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区域 看着夜色下的高大房屋 旁边的人低声说 还是按照计划实施 我带你小队前往南边走 你们往西边走 稍等一下 男人不知是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皱着眉头打亮着房子 他的同伙敏锐地问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他们观察 这里已经观察了一年多的时间 被认定这里是一个 极好下手的大肥肉 他们也不会在这里采取行动 难不成是有什么猫腻吗 为首的男人抬头看了一眼月色 在这几乎没有污染的小岛上 月光十分明亮 哪怕是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下 房子的轮廓 在众人眼中依旧是清晰可见 脸上带巴的男人 慢慢地拧紧眉头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我总觉得是哪里不太对劲 旁边的得力助手问 要先去探探情况吗 男人想了下点点头 先去找一家看看 如果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的话 暂时取消计划 哪怕是全范围都停电了 也不可能众人都一起出门 更何况 这个小岛上所有的地方都停电了 他们要去哪里 现在才往上七点多钟 可每家每户都静悄悄的 静得有些诡异 这种情况之下 一些大户人家不可能没有应急设备 这里的每一栋房子看过去 竟然半点灯火都没有 就算没有应急设备的话 总算也该有些蜡烛吧 刀疤男心中充满了疑虑 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决定来抢劫这些富人区 是也不是临时坐下的决定 他们已经敲声无息 筹备了好一段时间 虽不可能做到 完全不被人发现一点猫腻 但是关于这一个月来的动静 刀疤男非常有信心 没人能发觉 除非是自己收买的那位官员 出卖了他 如果是出卖了他 早就带人过去把他们包抄了 怎么可能还让他们今晚行动 刀疤男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先去查看一下情况 几人领命而去 而他们这一行人 依旧潜伏在原来的地方没动 另外分出去的小支队 通过对讲机低声问 阿大是出现什么情况吗 为什么没有行动的信号 再等一下 我怀疑有异常 大约三分钟过后 先去查看情况的领路人回来坐 人大多都在东边的路上排队 据说是因为停电 突然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做准备 现在在那边领一级设备 刀疤男心底还是觉得不太放心 陈生说 再等个十几分钟看一下 情况对的话我们再上 一行人又在暗中潜伏了一会儿 到看着灯火陆续在每个房间里面亮起 见里面有人引走动之后 刀疤男才放下进来 他拿起对讲机 低沉地对手下说了一声 行动 一声令下 潜伏在暗中的众人开始飞速前进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摸清了这些房屋的结构 民用住宅 不过就是那样前后门 或者只有前门 这些人就像黑夜中潜伏飞行的昆虫一样 无声无息地翻过围墙 进入了攻击目标的家中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 此时他们所找的对象 家里已经埋伏了人 等着他们出现 刀疤男率着人进入夜家 他十分了解情况 直到热力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指出的一些庸人和两个老人 这个老人极为富有 如果能拿他来当人质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他们暗中观察了这一段时间 发现这个老人是真的半点威胁力都没有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吃睡睡 偶尔整理一下他的花茶 而且身体仿佛还不是很好 经常看到家庭医生定时定点来到这里 出现了突然断电的这种情况 这人只会在家中不会走远 刀疤男潜在后院的院子里观察着楼上的窗户 那一会儿就发现有人端着蜡烛从窗户边上走过 看情形是向楼上走过去 从身影上看 就是那个老人 刀疤男彻底放下心来 抬起手来 示意身后的人跟着自己一起上 他们摸进了夜家 夜老爷子此时此刻应该是上楼去休息 老人原本就睡得早 再加上今天停电 他人应该在卧室 刀疤男率领着自己的一众手下 正准备往楼上走时 熟悉的静风带着急速的劲道向他们射来 他骤然大惊 但也来不及了 身后陆续响起了闷哼 过就是短短两秒之间的事 刀疤男依照着自己的作战经验 迅速找角落上躲起 端起枪支 在黑暗中对着开枪的地方就是一旦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过来 自己心中隐隐的怪异感来自哪里 好在了解过夜家的内部构造 他知道此时此刻通过哪里可以逃生 很不妙的一点是 敌在暗 他在明 筹谋了这段时间 竟然是他落入了别人的陷阱 饶是如此 他还是拼尽了最后一丝的机会往外逃 一边开枪一边躲 刀疤男给自己留了一手退路 躲避对方的间隙 他喘息着拿起对讲机 迅速地交代了下手下 出现情况 引爆装置转移注意力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几秒之后 突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房屋都跟着颤抖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冲起 火光映亮了别墅内的景象 刀疤男抓住了这一刻 看到了敌人所在的位置 迅速端起枪支 对准对方藏身的地方连续开枪 在火光消失的时候 迅速滚身冲向窗户 队友为他做掩护 刀疤男冲破窗户玻璃跑了出去 第414章 全面收网 然而哪有那么容易 就这么让他离开 只是内外全部都是不下的天罗地网 刀疤男冲破窗户 往他来的方向逃跑 一边拿起对讲机询问自己的手下 然而手下那边 却没有一点声音传来 这一刻他彻底清醒过来了 完了 落入了别人的陷阱之中 一颗不知 从哪里射过来的子弹 直接穿过他的小腿 刀疤男门哼一声 在惯性的作用下 直接单膝跪地在地上滚了一圈 但他毅力十分顽强 一边回身反击着 一边趁着夜色往外逃 酒店里 爆炸的声响传来时 酒店的玻璃窗也跟着震动起来 一朵硕大的爆炸云 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见这一幕 管家站在窗前看了一下爆炸的位置 心里大概估计了下说 埋炸药的地方是清水公园 李莉紧紧抱着女儿 看着外面熊熊的火光 心都忍不住吐吐跳 清水公园 那岂不是就在我家里旁边 还好出来得快 火光渐渐消失下去 李莉心中塞满忧愁 怎么突然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警察出动了吗 能不能把这些人抓捕归案 不只是警察出动了 管家压低声音说 边上的海军陆军 全部都调动过来了 若非是遇到了极大的事情 否则不可能有这种症状 今晚让他们全部的人 迁移到酒店来时 李莉心中还在想 事情有没有这么可怕 不过是一群居心不良的人 以岛上警方的力量 应该很快就能让这群人束手就擒 但看到了这朵巨大的爆炸的蘑菇云 她才想到 事情可能也没有她想象的这么简单 哈珀坐在母亲的怀里安慰她 不要慌 那些坏人肯定很快就会被抓起来的 叶爷非常厉害 看着女儿没几天 就成了人家的小迷妹 摸着女儿柔软的发 发现自己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孩子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有可能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了 哈珀毫不否认地点头说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拯救计划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让你们这些 不相干的人提前知道 李莉听到这话 觉得好气又好笑 什么时候妈妈在你心里 成了不相干的人 哈珀皱起小眉头 对她解释说 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不相干的人 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如果一弄不好 可能大家都有生命危险 所以知道人越少越好 李莉忍不住亲了一下女儿的小脸蛋 是妈妈对你的关心少了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反省这个问题 乐宝忧愁底站在窗边 往家里的方向看 在黑夜之下 她站在这里 无疑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沈志行在旁边低声安慰她说 不用太担心 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都已经做足了准备 乐宝偷偷地 看了旁边的管家一眼 顾虑到她的情绪 没有在管家面前 表露出太过焦急的模样 毕竟管家伯伯心理抗压能力 可是比她还要脆弱 虽然她现在表面是挺平静的 可一会儿万一说着说着 指不定要哭起来了 乐宝跟着沈志行一起点头说 你说得对 准备周全肯定会万无一失的 绝对能把那些家伙 一口气全部都抓起来 一切的局面 都在夜老爷子的掌控之中 他们故意将围首的几个人放走了 而其他的人 则是都被生擒住 躺在地上受伤的男人 抱着腿不住的哀嚎 穿着军装的陆地作战长官 走到这家伙面前 抬脚踢了踢他 你们这些垃圾玩意 一天到晚搞什么破事 害他都休假了 还要赶回来 还在没发生什么大事 不然他头顶上的帽子 恐怕都会保不住 地上哀嚎的男人闷哼了声 犹不甘心地问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竟然早有防备 气 长官怒骂 怎么知道 还要跟你们这些东西说 真当这里是没人管的地方 跑来胡作非为了 不去打听打听 上一个来搞事的人 现在是什么下场 叶老爷子抬手 看了下万表 现在是晚上将近八点钟的时间 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 甚至结束的事情 比他预想的还要早 这些人或许真的是 太过于自信了些 不过他们 还没敢完全放下警惕 毕竟现在还不知道 对方有没有留有后手 所以特地将为首的男人 和他的两个手下放走了 这两人翻了天 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 逃掉的几人 势必会反思他们 行动失败的原因 从而会去联系他们 作为内应的人 到时候一箭双雕 连那个卧底也能一起揪出来 包括这些人 暗中还潜藏着什么致命的武器 只有把自己人放走了 才能跟着一起 全部一点不辣的给揪出来 叶回也看了下时间 老爷子身旁对他说 刚好不会误了 您晚上休息的时间 老爷子看着躺在地上 还在身影的男人 忍不住笑了 这样说的话 好像很羞辱人家呀 叶家今晚定是不能待了 现场留给这些人清理 叶回驾着车 带着叶老爷子 一起来到酒店中 众人已经等候多时 见老爷子等人平安无事地回来 纷纷凑上来 七嘴八舌地关怀着 事情到现在还没个结论 有些细节不方便 在此时全部透露出来 但是众多邻居都很关心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事情 大家到现在都是一头雾水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叶老爷子一家子 能够提前做出预警 跟他们却被瞒在鼓里 只知道 有危险的事情要发生 看着外面爆炸 产生的巨大火球 众人心中都发怂 叶老爷将今天晚上 有个预谋入室抢劫的事情 简单地说给众人听 话中敲出来重点 是预谋抢劫 并且持有危险致命武器 所以大家才必须得提前转移 因为今晚停电的事情 就是他们预谋的事情之一 主要是为了放松大家的警惕 好在关键时刻做出致命一击 老爷子说 现在危险已经解除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今晚还是在酒店里面度过最好 等明天天亮 警方会给所有的事情一个交代 哈珀在旁边高兴地对所有大人说 我们做了件大事 老爷子忍君不禁 夸赞着说 对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小英雄 第415章 为自己打算 哈珀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夸奖过 当即小脸通红 由衷地对老爷子说了一声 谢谢 从前他被保护得太好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动承受 不管是好与坏 比起照顾好他的情绪 显然大家都认为 照顾好他的身体比较重要 那是哈珀第一次体验到 被人真正的重视和尊重的感觉 他开心极了 脸上的快乐显而易见 在小岛上发生这么大事情的时候 果此时内却一点都不知情 叶仲和沈慎的合作案 正式提上行程 而这边 沈瑾的海外事业 却因为遭受到重大的打击 而停滞不前 甚至不止停滞不前 而是真的每分每秒 都在产生损失 他背后的合作伙伴 为此差点苟急跳墙 这段时间给贡山拼命地打电话 贡山将沈慎的话给听进去了 此前想后 这个时刻 他宁愿让丈夫在外面的 事业损失多一点 也不愿意让沈慎现在出手搭救 他心里太能清楚地权衡利弊了 直到现在丈夫失了意 没办法再去像以前一样 爱自己为自己付出 而这些年 丈夫在外的那份事业 也不全部都是 丈夫一个人的心血 其中也包含着 别人的钱在里面 他相信外面那个人 也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公司 就这么亏损下去 对方不过是想逼迫他 找个办法一起解决好 减少他的损失 贡山一开始也被对方 火急火燎的心态给洗了脑 认为沈慎现在隔岸关火 就是想看他们的笑话 现在冷静下来仔细一想 他忽然觉得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如果真的让沈慎 去接手丈夫在外的事业 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发现 其中存在着猫腻 那一个人 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 逼迫沈慎 从沈氏企业当中 拿钱出来 帮助他度过危机而已 也不可能真正让沈慎 进入到公司里面帮忙 并且沈慎不可能 一个人监挑两个公司的运作 他最多只会派人过去帮下手 无论派谁过去 话当都可以随意地揉捏他们 除非沈慎亲自过去坐镇 话当来施压说 各种离间兄弟二人感情的话 无非就是想逼迫他 早点让沈慎拿出钱 谁知背后的打压 竟然是另有隐情 贡山故意敷衍他 拖了几天没有回复过 然后发现自己坐不住了 跑来再次逼问他 你到底跟沈慎商量过了没有 他愿不愿意出手帮忙 我上次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贡山语气中带着焦急和恼怒 为什么不想象 我们被打压报复的原因呢 我这边可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打压我们公司的 的确跟叶是有关系 但这是因为对方说 他故意停顿了下 话当正等他说话呢 突然之间就没下文了 连忙催促说 对方说什么你倒是讲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纯粹就是胡扯 你被沈慎给洗脑了 叶仲怎么可能会 无怨无仇地跑来 打压我们这个公司 不过是对你们沈家人看不过眼 让他第一个打击报复的对象 也应该是沈慎 而不是沈警 华当用一种笃定的语气 对他说 说什么专门能打压我们的 我觉得他就是 纯粹编出来骗你的话 特别是他在背后 偷偷做了什么手段 以至于叶仲转移目标 来报复我们 贡山在这个时候 以平静的语气说 还真巧 我打听到叶仲 对付我们的原因了 你猜猜是因为什么 华当用不耐的语气说 还能因为什么 都说你可能被骗了 女人就是办不成事情 要是沈警还好的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 贡山原本还想 好好跟他说话的 但听到对方这么评价自己 直接一把火 从心底烧了上来 什么表面功夫都不想做了 气得脱口而出 你们两个在后面 干了什么好事情 现在遭到报应了 反而来说 我的不是了 华当沉默了几秒 结结巴巴回应 什么什么 你再说什么鬼话 完全听不懂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 有关公司的问题 你竟跟我扯这些 有的没的什么 我们背着你做了什么事 得我们好像对不起你似的 贡山直接说 我就问你有没有在背后 怂恿沈警去绑架人家女儿 或者去做一些 针对叶家的坏事 华当当即反驳 两人吵了好一会儿 才挂掉电话 无需再证实什么了 他这样的态度 已经充分地反映了 到底在背后 有没有做过 见不得人的事情 如果没做过的话 华当不会这么着急上火的 来跟他吵架 贡山抬手揉了揉眉心 决定不再去管外面的事情 现在的沈警 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要修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还要好长一段时间 运气好的话 明天沈警 就想起来全部的事情了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这辈子都想不起来 现在那一对龙凤胎 有意思不明地回来搞事情 无论年纪还是感情方面 现在的他们 在沈警面前 甚至还多占着几分的优势 这让贡山不得不打心底地 先为自己和儿子考虑起来 他最看重沈警的地方 无非就是钱财 其次才是样貌 如果以后 他依然担着沈太太的名头 却拿不到任何好处的话 那他人生就真的 白白谋划了这几年 若是沈警以后 看中自己这一对龙凤胎 想把自己的事业给他们传承 那么他唯一能动的 全部给的事业 只有海外打拼下来的事情 其次关于沈氏的股份 就算沈警让那对龙凤胎继承 也不可能将所有的股份都给他们 自己儿子多少都要拿一份 沈氏好就好在是 沈甚在当家做主 无论龙凤胎拿了多少的股份 都没办法爬到自己的头上来 主宰他跟儿子的人生 至于外面的那些事情 他主要先保住自己的财产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反正老公现在都失忆了 他一个女人家的 对公司上的事情也不熟悉 起不到帮助也没办法 毕竟连他的亲弟弟 都不愿意在此刻伸出援手 至于那对龙凤胎 如果他们有意继承的话 就随他们去了 最好一也是 能打击得更加彻底点 再把这个烂摊子 丢给那对龙凤胎 沈甚这边等了几天 都不见贡山再来找自己 心中对于这件事情 便明了过来了 他让人暗中观察 哥哥在海外的公司没多久 底下的人便回来告诉他 现在公司主事的是 哥哥的助理 话当 第416章 另有其人 而那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在此刻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沈甚一直想知道 哥哥在外面 是否也跟外人联手 另外做事业 如果联手做事情 倒也不要紧 可不能挖着沈氏的肉 去养别人 这些年 沈景在海外创办的事业 也是借了不少沈氏的资源 最开始的本钱 也是从沈氏拿出去做的投资 甚至包括这两年 说起来明面上 两个公司是没有什么关联 但毕竟做生意的是一家的兄弟 有些沈氏的海外项目 考虑到种种的原因 沈氏会把项目 主动让给沈景去做 但现在 如果知道 公司其实还有别人 另插一脚的话 沈氏会考虑 收回所有 给他们的优先好处 他本还想要跟更清晰的答案 例如 哥哥为什么人在外面 却对着国内的夜市 起了歪主意 例如 为什么他要做下这些事情 栽赃价 或给沈氏 又或者说 是栽赃嫁货给自己 并且 有些事情的手段 做得还不是很高明 沈氏想 这个答应 已经近在眼前了 那些事情 并不全是哥哥的手笔 但也跟哥哥脱不开关系 背后虽另有其人 却是跟沈景是一体的 他们想挑起 自己跟夜中的争风相对 从而在自己落下风 或者两败俱伤时 再从中捞取好处 沈氏喝完杯子里面的咖啡 捞起外套起身 前往医院 而小岛这边 一夜很快过去了 大家今天都是早早起床 昨日的大爆炸事件 不仅引起了全岛的注意 更是让接近岛屿的大陆那边 也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 有关于昨天晚上 小岛全岛停电 以及莫名其妙出现的 爆炸大火球事件 登上了新闻 大岛上的媒体 都请求进来了解情况 但因为事件的特殊原因 当局全部拒绝了这些要求 可正是因为 整个岛上的出入口 全部戒严 这神秘事件 让外界产生了 无限的好奇和联想 昨晚爆炸的清水公园 几乎一半都成了废墟 而除了叶家之外 有好几户人家家里情况 也是惨不忍睹 散落的鲜血墙上的弹孔 都在提示着 昨天晚上发生的 剧烈枪火交战 这是平静的小岛上 有史以来发生的 最大的一件事情 小岛上的所有警力 包括全岛上面的军方力量 都全部动用起来了 揪出了三个 和这批匪徒 勾结绑架的官员 并且在荒山那边 找到了一批 威力巨大的炸弹 这个消息一出来 可吓坏了这边的住户 从未遇见过 如此危险的事情 昨天晚上真的稍有不慎 就会被整窝端走 这件事情处理到 完过去半个多月了 在事情平静下来之后 各家各户都热热闹闹地 搞起了装修的事业 与此同时 夜四的全球职业比赛 也开始了 装修的这段是时间 大家大部分 都是住在酒店里面 正好这段 是时间夜四的 全球职业联赛 总决赛开始了 因为和国内有时差 乐宝每天给自己 订好闹钟起来 和夜昭隔着太平洋 一起看比赛 比赛时间是国内的白天 但他这边 却得早起才能看得到 夜昭这些日子里 也在忙着学校期末的事情 他明年就要高考了 这段时间里 学习的任务也是十分紧 有好几天的时间 都没跟乐宝和二哥联系 今天乍一看才发现 两人家中的对境 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夜昭那边是白天 他点了外面炸鸡翅 配着汽水饮料 坐在电脑面前愉快的大快朵鸡 距离比赛开始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在不同的地方 看着一样的直播 这时大快朵鸡的夜昭 才发现了 他们的背景 有点不太一样 吃东西的间隙 疑惑的左看右看 爷爷家里是搞装修吗 怎么背景看着 跟之前不太一样呢 这里发生的事情 还没让国内的他们知道 老爷子说 暂时先不说 等人来了之后 再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夜昭那边不知道 其他的兄弟姐妹之间 也一样不知情 老爷子担心 如果告诉他们的话 他们太过担心 这里的事情 会急急忙忙赶过来 等下离过春节也不远了 统共就那么几天时间 大家忙完之后 都会陆续回来的 没必要为了这一定的局面 还要匆匆地往回赶 夜昭又仔细看了一下 突然惊讶地问 你们不是在家里呀 你们这是哪里的背景 出去玩的吗 乐宝 因为家里在搞装修了 所以出来外面酒店住了 嗯 都已经快过春节了 怎么突然之间 开始弄装修了 乐宝装傻冲愣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要去问爷爷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看了一下 夜昭那边身后的窗户 发现他也不是在家里 哥哥你在哪里 看直播呢 在学校 在学校的社团办公室 夜昭让开身子 让他看看自己的身后 你看你哥我多勤奋的一人啊 今天本来是没课的 对叫过来学校 帮忙一个电话喊 我就过来了 夜回突然在视频里面探出头 所以喊你过去 学校社团办公室里面 坐着喝饮料 吃炸鸡吗 正在喜滋滋喝饮料的夜昭 冷不定听见二哥的声音后 差点呛道 嗨嗨 二哥 你怎么也跟着这么早起来了 夜回拉了一把座椅过来 晾出自己身上穿着的运动装 准备去外面跑跑步 真是健康又积极的生活呀 夜昭又拿了个鸡翅在吃 忽然之间他身后门打开了 夜昭回过头 和进来的人四目相对 双方都是一愣 沈书行看向他一桌子的食物 再看看他面前的电脑 仿佛怀疑 是不是自己来错时间了 沈书行又拿起手机来对照了一下 随即发出诧异的灵魂质疑问 你放假时间 跑来学校吃零食追剧 夜昭说 我是那么无聊的人吗 是过来这边办事的 过来这边办事 现在是休息时间啊 大哥我就不能在这里吃点东西吗 沈书行将手上的外套 放到旁边的座椅上 正好今天学校食堂也没有开 在这里蹭你一顿 他走到了电脑摄像头的前面 乐宝脆声声的声音 从扩音器里面传出 书行哥哥 沈书行听见了声音 目光下意识地往屏幕上面找去 在屏幕上面 看见了乐宝那张可爱的脸蛋 他嘴角弯起笑意 跟乐宝打了声招呼 早上好 乐宝小朋友 随即又想到现在的时间 应该是他们那边凌晨五六点左右 起床起这么早的吗 第417章 做自己喜欢的事 夜昭打量着这家伙 疑惑地问 你不是前段时间还在住院吗 怎么现在都期末了 还要来学校 老师让我过来 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沈书行在夜昭面前 也是张狂得很 跟我学一学你学长是怎么办事的 像你这样子都在这边吃东西 说着还随手拿起了一个鸡翅咬了口 第一口咬下去的瞬间 他的表情就变了 沈书行眉头高高挑起 看着手里的鸡翅问 这是哪家的鸡翅 怎么这么香 起 学一个只会傻读书的呆子学长 天天吃家里和食堂 夜昭拿起一个鸡块跟他炫耀 学长家里是不是管得很紧 不允许你吃这些垃圾食品 夸你一句你还上天了是不是 眼看这俩家伙又要开始拌嘴 夜昭倾壳声开口 行了小五 成天就你最无聊 沈书行见识就收 看到他们便想起 他们前阵子发生的事情 下意识便问 虽然忘记 问一问你们那边事情 最后解决的怎么样 夜昭正缩着鸡翅膀的骨头 文言抬起头来露出疑惑的神情 什么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沈书行不知道 他们这边并没有告诉自己家人 当即微微一愣 看着夜昭在视频里面 对他使了个眼色 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接受到暗示之后 立马就反应过来 夜昭却不是个傻的 哟 你们瞒着我什么事呢 沈书行撒起晃来 眼睛都不眨 我弟弟在你们那边惹祸了 我委托你哥 帮忙收拾一下擦屁股 夜昭露出狐疑的神情 沈志行那小屁孩还会惹祸 你都喊他小屁孩了 再聪明 他也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会惹祸 多少都会调皮的时候 酒店之中 在睡梦中性睡得正香的沈志行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打个喷嚏 他睁开了眼睛 困惑地抬手揉了揉鼻子 接着又闭上眼 沉入睡眠之中 乐宝在这个时候 充当了转移话题的角色 哥哥 哥哥 比赛盛世快开始了 夜昭才想起来 今天要干的重要事情 急忙将直播的画面给调了出来 这时声音才通过音箱传了出来 夜昭方才一直没有打开直播的画面 而是与乐宝在视频 沈书行直播比赛的内容 有点惊讶地问 你也关注这个直播比赛 夜昭指着屏幕上面对他说 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 看看上面这个队长没有 我 沈书行一眼看过去 觉得这个男的十分眼熟 想了一下记起来 他也姓夜 瞬间了然了 不过他偶尔会玩这个游戏 但不会关注这些比赛 夜昭本想装个逼说 这个是我小弟之类的 但是悲哀地发现他 虽然跟夜四的年纪相差无几 但是人家身份铁板钉钉地摆在那 是自己的哥哥 还当着自己二哥跟小妹面前 这种装逼的话 他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如果平时私下只有夜四和自己 他倒是昏速不济 憋了半天没憋出个屁来 我 我兄弟的比赛 沈书行也没事情做 索性都坐下来 跟他一起看比赛 夜四的比赛是在海市 本来夜昭要去现场看的 但是因为临时的事情太多了 至于排不出时间去现场 现在观看直播的时间 还是他特地跟团队里面要求拿来的 夜昭是在化妆休息间 看的直播比赛 边上化妆师路过 看到他看的内容 顿时又停下脚步后退过来 一脸惊讶地问 您竟然还喜欢看这种游戏比赛 夜昭笑说 很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 化妆师随手拿了椅子坐下来 拿出自己的手机对他说 实不相瞒 我也喜欢给你看看 我在这个区的段位已经达到大师 对了 我也喜欢这个战队 化妆师手指的一下屏幕 开心地说 尤其是战队的夜神 听说他是半路入行的 以前他是商学院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 听说他入了游戏这行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 有很多人不明白 做金融这个难道不比 做投资游戏主播不好吗 夜眼听他也喜欢夜四 便多了几分兴趣 跟他聊起来 那你觉得呢 做金融精英好 还是做游戏主播好 化妆师听了之后 笑了一声说 实不相瞒 我这个人目强 之所以喜欢这个男孩子 是因为他在技术上面非常过人 除此之外 就是他在游戏方面 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天才选手 别人花三年五年时间的时 专门去训练 可能都达不到他一个月的成就 你说做金融好 还是做游戏主播好 我觉得可以的条件之下 还是看个人更擅长哪一样 毕竟一个人在做自己 真心喜欢的职业 实在是最开心的 化妆师指着台面上面的 各种化妆工具 开心地说 像我 别人都说我一个男人 学化妆娘娘气 但我就是听不懂这些言论 一样都是在底层 摸滚打爬上来的 化妆师跟夜眼接触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他知道这个大少爷的身份 但也知道他的的确确一路 都是自己奋斗上来的 如今这个圈子不比从前 草根少 富豪多 有钱有事长得好 又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出头 所以那些人也并不吝啬自己的钱 大把大把地为自己砸资源 但是能不能在娱乐圈里面红起来 这种东西就是玄学 就像面前这位大佬 从前最开始接触的时候 他也见识过这位大佬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为了一个角色 多次跑剧组面试 又被拒绝的场景 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拿钱 为自己砸下这个角色 但是他还是选择一路 从底下奋斗上来 有些人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他手里握着别人 可望不可及的力量 但是却不曾动用半分 愣生生地靠着自己的能力 打出一片天 化妆师说 我说这些也不是拍你的马屁 您看夜家家大夜大的 有没有对您说过 来娱乐圈当一个戏子 还不如回家继承家业 做有头有脸的少爷好 叶眼被他直白的话给逗笑了 直播的画面中 选手还在选英雄 化妆师也不避讳地说 如果这位的家世 也可以和你相提并论的话 不被生活所困 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 或许金融圈 他不一定会成为最出彩的那个人 但是在游戏界里面 他现在是了 第418章 鼓励 我喜欢他 因为他是真正有天 不并且真的是爱做爱这个事业的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来说 现在谈论以后 他的定局为时尚早 人家年纪轻轻 做个游戏主播 不小心干到行业第一 打个比赛 再不小心捧回一个奖杯怎么了 不过就是年少轻狂的青春里面 浓重莫彩的一笔 以后还尝着呢 谁知道他会不会再成为 金融圈里面的商业精英 是啊 谁知道他以后会是什么样 他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一辈子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行业 没人可以定义 现在还这么年轻的夜四 是夜四先把自己给定义了 他对于这次的比赛十分紧张 原本打心底 很希望家人们能到现场来观看的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挣扎 最终又跟他们说 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话 还是在家里等消息 或者在网上看直播就好了 比赛这种事情 不是他个人solo 也做不到一条酒 对于他来说 底下坐着的家人 可能忽成为 他的最大的信心和助力来源 也可能成为他心理压力来源 所以思来想去 他决定还是委婉的 让家人不用来赛场 这是他第一次的 世界职业联赛总决赛 之前春秋赛季 他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希望这一场比赛 他也能和队友 拿到胜利的曙光 夜回队游戏比赛这种东西 是真看不懂 他更感兴趣 和冷冰冰的实验数据作伴 看了会儿后 夜回站起身来 二哥要下去跑步了 你看比赛吧 这是客房服务 零响了 是夜回给乐宝叫的早餐到 沈志行在睡梦中 无端地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原本他还睡意沉沉的 几个喷嚏下来 直接把瞌睡虫都打飞了 醒过来时看了下时间 才早上七点多钟 沈志行迈着小短腿 下床打开窗帘 外面一派阳光晴朗 底下花园中老爷子和管家 已经起床在打太极 重伤出狱的麦尔肯 也跟着妻子一起在底下散步 大家都起得这么早的吗 沈志行也跟着一起下楼 楼下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属于自住的模式 大家基本都是随便挑选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酒店几乎没有过这么多邻居 全部都住到一块的时候 大家对于夜老爷子家里的 这两个小朋友 还是相当好奇 当沈志行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不少的邻居 都友善地主动问他 想吃什么 自己帮他拿下来 沈志行的个子不高 有些东西放得比较高 他看不见 他也不扭捏 只能指几样告诉这些人 自己想吃的东西 端着搭配好的餐时 他随着大家一起坐下来吃早餐 对面的这户人家 显然对他很是喜欢 一会儿问他 跟乐宝是不是兄妹 一会儿问他 碰见了前段时间的事情 会不会害怕 一会儿又说 你们华国的小孩子 都是这么冷静可爱的吗 后面一句句夸 搞得沈志行薄薄的脸皮 不受控制地烧红起来 他迅速地吃完了早餐 然后上去找乐宝 就在搭电梯上楼的时候 沈志行接到了来自母亲的电话 乐宝精神紧张地盯着屏幕 看完了早上的比赛 当看到夜四的队伍 有惊无险地顺利来到四季二决赛时 他拍着胸口大大的松了口气 总决赛会在下午进行 中间他们有休息的时间 离开比赛赛场 回到休息的下榻酒店 夜四因为迫不及待地 给他们发出了视频邀请 四方出现的联友 夜演 乐宝和夜回沈志行 还有夜昭 夜四按耐不住激动地说 你们看比赛的吗 我要进入总决赛了 这时候 家庭聊天群的视频会议里面 又突然多了一张脸 新进来的人正是夜仲 夜昭正夸着夜四说 最后那一场你的反杀 简直就是惊为天人的极限操作 我要是打得出这种技术 我可以吹一百年 忽听一声轻笑 他才发现自己老爹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视频了 看见了夜仲 夜四然极为紧张 爸 他下意识地舔了舔唇 带着几分期待地对他说 今天是我打全球总决赛的日子 我已经进入总决赛名单了 下午四比二结束 明天就是总决赛的日子 他本以为夜仲会说点 让他潜心训练 努力做个好成绩之类的话 却没想到夜回纸淡淡地说了一句 马上就要过年 去见你爷爷了 你也没有什么好礼可以送给他的 随手捧个奖杯回来吧 听到这话 夜四如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两只眼睛都在放光 用力地点头 我一定会努力拿个奖杯回来 给爷爷当礼物的 乐宝在心中暗笑自己老爹 连鼓励的话都要说得这么委婉 死傲娇就是死傲娇 夜仲这才注意到 屏幕里面多了一张小脸孔 他倾壳声 看向乐宝的窗口 小东西 明天你爸爸妈妈就要去接你了 沈志行身体坐得笔直 他点了点头说 我已经接到电话了 他们现在已经上飞机了 夜仲心里着实有点好奇 这段时间你都不害怕吗 你爸总是问我你想不想家 夜眼听到这话眉头挑了挑 他老爹和沈慎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近了 沈志行说 不害怕 这里特别好玩 他也没问我想不想家 夜仲故意都动弄他的 事实上沈慎没有对他说过 儿子想家这种话 而是时不时的发一些照片 过来刺激他 说一些不着边际的感叹 什么海浪啊 真清澈 什么这边一看就是空气纯天然 无污染 他的儿子看上去都养肥了不少 各种酸言酸语 夜仲气的 恨不得拿东西把他嘴巴给沾上 怎么从前就没有发现 这家伙这么烦人呢 话里话外 各种暗示他儿子 在外面生活有悠闲 并且非常虚伪地感谢他 能这么好的照顾到他的小孩 有没有搞错 他是过来当人质的 弄得好像过来上托儿所一样 夜仲着实忍无可忍了 两家的计划案一旦展开 他和沈慎接触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他主要是受不了那家伙 在自己的耳边各种无限制的炫耀 迫不及待地跟他提出 要把他儿子送回来的事情 乃至沈慎居然对他说 不需要把他儿子送回来 他们夫妻两个 要自己亲自去接儿子 原因是 看中了小岛上的蓝天碧水 想要过去体验一番休假的快乐 还有久违的蜜月 第419章 夫妻二人到来 沈慎当着他的面 笑得见兮兮地说 我知道你不会欢迎我们过去的 但是老爷子想必是非常欢迎 夜仲一颗厚草芽都差点没碎了 又没办法反驳他半句话 的确是如此 夜老爷子现在养老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恨不得希望天天有人上门来做客 时间回到现在 夜仲又不好跟小孩子说什么 你赶紧回去吧 不要再留了 我看你老爹实在很烦这种话 乐宝确实愣了一下 他转过头来问沈志行 你爸爸妈妈过来接你了 那你生日明天就要回去 沈志行说 没有那么快 他们想要在这里玩两天 那太好了 我可以当他们的小向导 带他们到处去玩 夜仲从鼻腔里面挤出了声轻哼 话题又回到了比赛上面 为了不给夜四造成压力 大家只是简单地聊了两句 挂掉视频之前 都对夜四进行了一番鼓励 拿冠军 不仅仅是他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肯定 也是对整个团队的肯定 正是他为自己抉择所做出的交代 夜四心中一直都存在着一个负罪感 从前他是被父亲寄予厚望的人 可是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虽然父亲嘴巴上不说 但他知道他心里多少也是失望的 他由此想跟父亲证明 自己选的道路不会让他失望 他一样会是父亲的一个优秀的孩子 当天下午的四季二总决赛当中 夜四的队伍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 毫无悬念地进入了总决赛 决赛的时间在明天 乐宝特意看了下时间 刚好总决赛打完之后两个小时 婶婶他们夫妻二人也会落地小岛 岛上发生的事情并未隐瞒他们夫妻二人 老爷子心中猜测 岛上忽然之间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大概也是坐不住 所以积极地跑过来接孩子 好在别墅的修缮工作基本都已经完成了 他们落地的时候大家刚好都搬回去 以免招待贵客的时候就让人家住酒店 这怪不好意思的 可老爷子不知道 婶婶夫妻二人的确是知道了岛上发生的事情 他们是听自己儿子说的 但沈志行对于这件事情 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并没有提到当晚的枪火交战画面 也没有提到那些足以毁掉这个小岛的危险武器 只说有心怀不轨的人试图入室抢劫 然后被大家给制服了 沈胜听了之后 还觉得儿子在这里生活 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 大家都搬回了叶甲 乐宝今天要看决赛 整个早上电脑就捧在手里 没有放开过 沈志行则亮叶甲里外头走了一圈 看了一些曾经交火留下的痕迹 因为子弹破坏了房屋的一些结构 好在的不是主要的承重结构 老爷子趁着这次修缮 顺道把房子不足的地方都给改善了 线下那天晚上激烈交战留下的痕迹 几乎已经不可查了 中午11点15分 赶在吃午饭之前 这场全球总决赛终于出落出结果了 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角逐之后 冠军得主花落叶四队伍 他们以3比2的优势惊险胜出 当他们的队伍捧着奖杯站在领牌上之时 不止现场的观众为他们欢呼 连整个华国的网络也为他们高呼庆祝着 捧着笔记本电脑 屁颠屁颠地跑上楼来 爷爷 爷爷 四哥哥拿到冠军了 视频的画面当中 夜四捧着奖杯和队友一起深情地吻着他 大家激动地又笑又哭地抱在一起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奖杯对于他们意义重大 虽然他们这段时间打遍国内无敌手 但是却被国内的网友嘲讽说他们只会打自己人 他们是一支新组建不久的队伍 除了夜四有名气之外 其他人都处于刚探头的萌新 这奖杯是对他们自身实力最好的证明 夜老爷子正在看报纸 听到孙女的欢呼将眼镜拉低一点 乐宝欢快地将平板电脑凑过去 爷爷 你看 你看 这时直播的画面已经拉远了 夜老爷子的老花眼不怎么看得清楚视频里的人 丑了半天问 老四呢 管家凑过来看 手指着跟他说 在这呢 这个就是 老爷子看着舞台背景放出的个人照片 弯起眼眸笑说 好啊 好啊 咱们家的孩子个个都厉害得不行 乐宝十分怀疑老爷子有时候眼睛不好是装出来的 例如他安排计划打那些入侵的匪徒的时候 眼睛就灵光得很 看见他们挑开不喜欢吃的东西时 眼睛也是非常的紧 查到他偷藏的小宝贝时 那视力也是一一等一的好 其实心中还藏了一个疑惑的事情 那就是老爷子怎么会调动海军跟陆军的 以及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老爷子有恃无恐 但这些问题要到后面才知道了 现在并不是问这些的最好时机 因为一会儿他们吃完饭之后就去要机场接审慎夫妻二人 为了表示对要来到客人的看重 叶老爷子亲自和他们一起去机场接人 说起来两家的关系着实有些尴尬 两家有矛盾不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了 也不只是叶众沈慎之间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叶老爷子这一代 就跟沈慎的父亲打过一些交道 但那时候他可是长辈 说不上跟他父亲结什么仇 什么怨 在商业上大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当时大家都处于开拓市场的时机 难免会有一些业务有重叠的地方 众人也是各凭能力抢单 有点摩擦或者有点小矛盾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愿没有自己儿子和沈慎这样子 明面上公开地打 你抢我的我抢你的 他们比预计的时间提前抵达了机场 而沈慎夫妻二人飞机 又刚好提前十分钟落地 所以几乎没怎么等 他们进机场就直接碰面了 这么短短一段时间不见 检玉丸对儿子思念的不行 从安检口一出来 他迫不及待地张开了双臂 飞奔向儿子蹲下身来 紧紧地抱住了他 哎哟 小宝你可想死妈妈了 沈志行听到小宝这个称呼 脸顿时就红了 在他怀里轻轻挣扎着 小生的对母亲说 不是都说好了 我们不叫小宝吗 你怎么又对我喊起这个称呼了 检玉丸笑眯眯地揉着儿子的小脸蛋说 不好意思啊 太过激动 一下子忘记了 第420章 出游 沈慎理性尚存 虽然看儿子也开心 但没有像妻子那么激动 他倾咳了一声提醒妻子 然后率先跟老爷子打了招呼 老爷子好久不见 叶老爷子以诧异的目光打量着他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叶仲那小子都老了 要是叶仲在场 听到这句话必定得跳起来 听见死对头的父亲 拿着自己跟他儿子比 还夸自己年轻 沈慎心中暗爽得不行 但是脸上还是要 装模作样地谦虚一下 嗨嗨 有吗 可能是没有什么烦心事 所以状态维持得比较好吧 检玉丸这才脸的情绪站起身来 怎么不说是你老婆照顾得好 管家在一旁忍不住笑了起来 检玉丸转而对老爷子打招呼 老爷子好 沈慎为他们二人做介绍 你应该还有印象 这是我的妻子检玉丸 自然是有印象的 当年你们的婚礼我还去参加过 叶老爷子说 你们生了个相当聪明可爱的儿子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沈志行小脸一红 强制镇定地站着 摆出一脸酷酷的模样 乐宝高兴地对着二人打招呼 沈叔叔 检阿姨 我们又见面了 检玉丸笑说 是我们全家都要过来打扰你们了 上了车之后 检玉丸忍不住说 孩子天天发那些照片视频过来 看着实在好玩 又刚好我们俩人最近有假期 所以想着来接孩子 也顺道过来打扰你们 老爷子呵呵一笑说 不能说是打扰我 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 老头子在这边的生活非常无聊 有人来热闹热闹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边说边聊一行人 回到了业家 家中庸人 已经备好了丰盛的佳肴等待着他们 上回做的可不是国人常吃的口味 而是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检玉丸今晚打算在这里 住个两三天之后再回家 夫妻二人虽然每年都会出去旅游了几次 但大部分去的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地方 又或者是去一些朋友的私人领域玩 每一次游玩 带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体验 检玉丸站在阳台上 拿着单反对着漫天繁星 忍不住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近一年里面 他已经许久没有看过 这么明亮的星星了 拍照的时候 丈夫刚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检玉丸回身 将手中的相机交给他 快 也给我拍一张照片 角度要调整好 我要繁星给我做背景 沈慎从妻子手中接过相机 宠溺地应了他的要求 他拿着相机调整了一下角度 从俯拍的方式 将妻子和漫天的繁星 拍到一个镜框中 两人在楼上拍照 底下花园中正声着火 进行户外烧烤派对 孩子们在底下嬉戏打闹 检玉丸趴在栏杆上 微笑着看着底下 你看知行的模样 多么活泼可爱呀 沈慎拿着相机 跟着他一起趴在栏杆上 我们的儿子本来就很可爱 他突然用肩膀蹭了蹭妻子 哎 我们两个人 好像很久没有拍双人合照了 要不要来一张 检玉丸 嗯 来呀 沈慎去取了支架 过来架好相机 调整好时间 他走到了妻子的身旁 揽着他的腰 两人一起背靠着栏杆 就在快门即将按下的那一刻 沈慎转过头来 深情地吻在妻子的嘴角 第二天 在暖乎乎的被窝里面 醒过来的沈书行 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拿手机 他看到了某个网络聊天软件 有很多个未读的消息 点开一看 大部分是自己家庭群里面的 还没点开 就看见父亲发来的 一系列图片图片 沈书行点进去看 然而很快 他就后悔了 自己这个贸然的举动 因为他看到了 全都是一系列虐狗的照片 都是父母恩爱的合照 各种秀恩爱 什么一起看星星 什么一起吃烤肉 最后还甚至一起亲吻 简浴碗配文一条 儿子 公司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 我和你爸爸 要提前享受一下 晚年的幸福生活 呸 禽兽啊 有这样奴役儿子的吗 不是说好的 是去接弟弟的吗 简直让人愤怒 可是没办法 他现在也不能跑过去 只能苦逼地离开 自己温暖的被窝 洗漱换衣 然后去公司接老爸的班 而这边 简浴碗夫妻二人 则正式展开了 自己休闲的度假生活 乐宝自告奋勇地 当起了他们二人的向导 但实际上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他也没有去过哪些地方玩 因为来没多久 就发生了劫匪的事件 过后的这段修缮时间 他们也没能去哪里玩 因为怕没有精力 看出他们两个小孩子 所以没敢放他们到处乱跑 小岛之外的大岛 也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富有人文风情的地方 非常值得已去 所以第二天 沈慎就驾着车 带着妻子和两个小朋友 一起出发了 经过沿海路线时 风景实在美到不可言说 从厕所里面望出去 外面一片碧海蓝天 阳光正好 海面上波光淋淋 美不胜收 海鸥在天际翱翔着 因为这里是秋季的原因 气候正好合适 所有的风景 都是秋季独有的温暖色调 简浴碗觉得 或许我们该开个跑车 出来度假比较合适 沈慎福和和妻子的玩笑说 那我们去买一辆 今天全天就带着你在这边兜风 简浴碗笑骂丈夫 讨厌 你好无聊啊 在后座的两个小孩 无缘无故吃了一顿狗粮 互相对望了眼 夫妻二人的心情非常嗨 发之前 他们没有找任何的向导 靠着管家给的旅游攻略地图 开始在岛上玩起来 看着沈志行之前和乐宝他们 在海边捡螃蟹的视频 简浴碗心中也十分心动 他们特地找了一家 当地知名的海边餐厅 这里的老板有为客人提供 自己捕抓食材的体验 大家呼啦啦地换上衣服 带上装备 跟着店里的小哥 一起兴冲冲地奔赴海边 老板觉得 他们这样兴致勃勃的模样 十分可爱又好笑 因为这边虽然有这项服务 但是来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当地的 大家从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 对于海边捕捉食材 什么的这种事情 有的人虽然从来没有体验过 但也不是很感兴趣 老板发现 这一商机是近一两年来有的 本地客人带着外地朋友过来时 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所以他索性就展开了这一项的业务 但是体验的客人并不多 第421章 搭讪 节日的时候人会多一点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家庭模式 家长带着孩子出来体验生活 他们看见这一家子的亚洲面孔 个个长得漂亮又俊秀 老板对着他们一家人的颜值赞不绝口 简浴碗和沈慎都没有解释 两个孩子是不是都是自己的这个问题 只是谦虚地笑着 接受了他们的赞美 在海边忙碌了两个小时之后 四人收获颇风 带着一桶的海鲜食材 交给了店家的厨房去处理 简浴碗看在裤脚上面沾上的污渍 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别人做就好 看着好像很好玩 但是实际体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凛冽的海风吹过来 将他一头长发吹得胡乱飞扬 着实没有美丽可言 海边的礁石还特别地湿滑 他走在上面要十分小心 才不会滑下去 而且没有什么捕捞海鲜的经验 像螃蟹那种一般是躲在石头底下的 这些全部要靠店家的员工过来帮忙 才能抓得住 可以说忙活了两个小时 获得了体验卡一张 真的大概只有小朋友才会觉得开心 简浴碗靠在丈夫的耳边偷偷说着 却一不小心 背上来送餐的老板给听见了 正好老板又懂得中文 笑着调侃他们 所以出来吃饭 还是好好做着享受生活不好吗 简浴碗笑了起来 客人帮你打工 把钱给你赚 这难道不开心吗 老板幽默地说 是啊 你们让我不花钱 还得到了快乐 大家一起笑个不停 吃完饭之后 沈慎又去车带着他们 去别的地方玩 今天两个小朋友 又刚好穿着颜色相近的衣服 不少人都误以为他们是兄妹 看着他们一家四口走一起 就如同国内比较偏僻的小城市里面 看见的外国人 大家纷纷向他们投来的目光 沈慎带着他们在商场里面玩的时候 碰见了套圈游戏 他一时兴起 连丢完了两三局 才套到了两个发姑 两个非常可爱 假耳朵的发姑 一个是小兔子 一个是小恶魔 刚好适合两个小朋友 沈志行别别扭扭的不肯带 哎呀 带这个东西好奇怪啊 简浴碗睁眼说瞎话的哄儿子 怎么会奇怪呢 你看看多可爱啊 这可是你爸爸花了不少钱 费了不少力气才套来的小礼物 和买的意义不一样呢 沈志行悄悄在心底嘀咕 都是花钱得来的 有哪里不一样 乐宝率先做出示范 戴在自己的头上 超级可爱的了 简浴碗在一旁狂点头 要不是没有大人的尺码 我就跟着乐宝一起戴了 乐宝戴上小兔子的儿子之后 更显得无敌非常可爱 黑发白肤粉嘟嘟的小脸蛋 眼睛又大又水灵 活活像只小兔子精转世 自己儿子一副酷酷的小模样 配合的这个小恶魔的头姑 看起来更是有趣可爱 两个人一冷一热的搭配 最终还是在他的劝说之下 沈志行叹了口气 配合母亲戴上这个头姑 他有点害羞 被母亲推到了乐宝的身边 他频频地抬手 摸着头上的小东西 真的不会奇怪吗 我觉得哪里怪怪的 是你太害羞了 放自然一点 妈妈给你们拍一张照片 两个小朋友挨到了一起 简浴碗站在边上拍照的同时 路过的一些外国人 也忍不住驻足 询问过后得到许可 也拿出手机 对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拍了照片 晚月过后 他们在商场的 找了一家餐厅坐下来吃下午茶 餐厅这边有儿童游乐区 这里的人对孩子的态度非常好 非常热情又礼貌 见两个小朋友过来进门 就给他们送上小礼物 并且夸赞他们 带着头饰的样子很可爱 沈志行又点不自然地 抬手去摸了一下自己的头 给两个孩子端上来的饮料 都特地做成了可爱的样子 这萌系风格 没人捕获两个男人的心 边上的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 无一例外都觉得可爱 沈慎有时候 也不太能理解女人的审美 这个茶餐厅里面 有儿童游乐区 没一会儿 服务员就过来主动邀请他们 过去那边玩 乐宝看看沈志行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母亲 剪玉丸摆了摆手 去吧 出来我们就是来玩的 难不成还会拦着你 沈志行如萌大社 第一时间拿下了头上的发孤 不等着两女人开口 自己先解释说 要去玩了 带着这个东西不方便 乐宝文言也觉得有道理 主动把头上的发孤卸了下来 转过身 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才好奇问沈志行 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带那个 男人心还抵真啊 沈志行别别扭扭 小声地对他说 我觉得带那个东西 非常像女孩子 原来是因为如此 乐宝觉得又好笑又无语的 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你已经非常男子汉了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沈志行说 你是女孩子 我们审美不一样 嗯 有道理 在两个小朋友走开之后 剪玉丸拿起镜子 照了照自己的脸 发现脸上有一点脱妆 于是便对丈夫说 我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妆容 你在这边坐着就好了 沈慎端起咖啡 饮了一口 去吧 这边有我在 就在妻子离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一个漂亮综发的外国女生走过来 主动打招呼 剪玉丸在洗手间里面待了一会儿 收拾好自己的妆发之后 才从洗手间里面走出来 她回到原先的座位上 但是还没走近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陌生外国女人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跟自己的丈夫聊得真欢 剪玉丸脸色当即就拉下来了 想了想 眉头微微拧起 站在原地没有洞子看着他们 这女人是谁 跑到她位置上做什么 乐宝见她站在这里 便拉着沈志行跑过来 阿姨 噓 剪玉丸对她轻轻嘘声 先别出声 让我看看你叔叔在干什么 乐宝和沈志行都寻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了 沈慎正跟别的女人在聊天 并且看上去还聊得挺开心的样子 这时候她心里面浮现出来的第一个疑问是 难不成是在这里碰见熟人了 显然沈志行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爸爸的朋友吗 剪玉丸瞇了瞇一眼对儿子说 反正不是我的朋友 她看了一下旁边的位置 我们坐下来 看你爸爸什么时候发现你们不见了 第422章 哄七 乐宝脑海中瞬间只有两个字 哦吼 完蛋 而不远处的男人还没有察觉到这一危机 依然跟面前的踪发女人聊着天 服务员看见他们换了位置坐在这里 主动的贴心过来询问 你好客人 请问你们需要帮助吗 剪玉丸皮笑落不笑地对服务员说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在等我的丈夫跟别人聊天聊结束 服务员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心里不禁为这位男士默哀起来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 男人仿佛还聊得很起劲 丝毫没有发现妻子长时间没有回来 以及孩子不见的事情 沈志行见此情形在心中偷偷想着 指不定不一定是爸爸没有发现他们不见了 他俩互相对对方钓鱼 也不知道谁才是上钩的那个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剪玉丸 他直接拿起手机给丈夫打电话 婶婶看了一眼桌面上震动的手机 抬手对对面的女人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然后嘴角呆笑地接起了电话 怎么了 听着丈夫风轻云淡询问的语气 剪玉丸心中一把火直冲天灵盖 他哼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呢 婶婶面不改色地说 我还能做什么 当然是在位置里面等你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着点那两个孩子 婶婶目光放过去巡视了一下 但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后 放心吧 都在这里 不会跑开的 剪玉丸气倒 你就这么自信吗 马上就要回来了 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完蛋 他的话刚说完就听丈夫笑着说 那你倒是赶紧回来啊 我都在这边等你好久了 你打算在后面坐到什么时候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着手机转回身来 两眼都是笑意 看着后面坐着的一大两小 乐宝惊讶地说 哇 原来他早就识破了 剪玉丸脸上一红 挂了电话站起身来 带着两个孩子走回去 带他们三个人回来之后 沈盛才笑着对面前的女人说 那你聊天很愉快 但是不好意思 我太太孩子们回来了 女人瞬间了然 打量了他几秒之后 善善起身离开 人一走 剪玉丸就要开始秋后算账了 他双手抱毙坐了下来 哼了一声说 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 你还打算跟他聊多久 沈盛不怕死地回答妻子说 聊到你给我打电话为止 剪玉丸听了这话 简直快气死了 沈盛 你皮痒了是不是 他一脸无辜的表情说 谁让我的老婆在后面 不赶紧下来宣示主权 让我被别的女人搭讪这么久 赶在妻子生气之前 他又连忙说 我想拒绝他了 我说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这里 但是他不相信 非得等到你回来 男人技术性地暂停了一下话题 再接着说 开始是不相信我有妻子和孩子 后面是想要看看 我的妻子到底有多漂亮 才让我跟心甘情愿地结婚 说着沈盛倾咳了一声 脸皮厚厚地说 我就让他坐着等了 我说我的老婆很快就会回来 谁知道一直坐在后面没有动静呢 乐宝在心底为他这番话 悄悄地竖起了大拇指 也不知道这么解释 能不能逃得过老婆的死亡凝视 显然沈盛对于老婆 还是很了解的 听他这么说之后 简玉碗脸上生气的表情 有了几分缓解 但却还是不开心的 女人瞒不讲理起来 谁都劝不住 他说看你就让他看吗 我就不相信你不会拒绝人家 再说我漂不漂亮 关他什么事 沈盛你到底有没有难得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就不能主动离那些妖艳间 会远一点吗 乐宝端起面前的饮料正在喝 听到这话差点喷了出来 可嗨嗨 简玉碗瞬间暂停了和他的争吵 转身来拍着乐宝的背 哎呦 宝贝乖 宝贝乖 吓到你了 沈盛善善地说不话 他端起面前咖啡饮了一口 遮掩自己的神情 转过了头来 偷偷地跟沈志行对视了一眼 看着儿子做口型对他说 该 他心脏简直是又无奈又好笑 刚才他的确是没有第一时间的 让女人离开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刚才那个女人过来搭话的时候 他就从玻璃的反光镜那边 看到了妻子回来了 可是他回来过之后 却不靠近自己 光站在后面看戏了 所以沈盛便顺势而为 一边东扯西扯 应付面前的女人 一边等着妻子 什么时候忍不住跑上来赶人 却没想到 一下子玩拖了 弄巧成桌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接下来的行程当中 沈盛只好卑微低头 一直哄着自己的老婆 两个小朋友亲眼见证了 什么叫做做死的全过程 乐宝一直以为 沈盛是一个温润尔雅的男人 然而经过见证 他和自己妻子 私底下相处的这一处之后 乐宝才不得不相信 他在某些地方跟叶仲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如若都不是有点幼稚 再加上有点虐根性的话 两个男人也不会一碰面 就吵吵嚷嚷闹不停 监狱婉其实心里的气早消了 不过是在丈夫面前 故意拿性子 两人最大的儿子 都已经快二十岁了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都有了二十来年 彼此是什么样的性子 难道还不了解吗 吃醋是真的吃醋 不过监狱婉倒不至于 因为看他跟着女人说话 就怀疑他有一心之类的 而是本想故意找借口 刁难一下这家伙 却没想到 反被自己丈夫给算计了 他明明就知道自己在后面 却故意不出声 继续跟那个人聊天 想看着自己 什么时候按耐不住上去发难 太过分了 在一起这么久 竟然还是玩不过他 趁着沈慎去买东西的功夫 简玉婉偷偷小声地对乐宝说 你看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前头算计 现在就要为我服务了 乐宝和沈志行 都以为他还在生气 但听他这说话的语气 却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简阿姨 你的气已经消了吗 简玉婉谨慎慎地看了一下 丈夫在商店里面的背影 他跟乐宝摇耳朵偷笑着说 其实我压根就没有生气 只不过看他一副 那么笃定的样子 心里面恼火 故意找借口折腾折腾他 不过你放心吧 等他回来 我就找借口跟他和好 阿姨教你呀 男生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一直对他好 你一直对他好 他就上房接瓦 得时不时给他教训一下 第423章 扯平了 看着沈慎在商店里面 挑选东西的背影 这个男人也挺可怜的 被自己的老婆拿捏得死死的 就跟他的老爹一样 虽然他的老爹没有老婆 但是也被自己吃得死死的 一个老婆奴 一个女儿奴 总归来说都是一样 乐宝捂着小嘴 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沈之行手里面拿着棉花糖 转头看着旁边这两个 看起来更像母女们两个人 见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笑得这么开心 直觉跟他说 大概不是什么好事 小小的人无奈理地叹了口气 女人就是麻烦呀 正当他们等沈慎回来的时候 突然又有个外国男人 靠近他们 你好 打扰一下 有个事情想跟你们请教一下 检玉碗见他手里 拿着一张图纸 以为他是问路了 于是便说 什么事情 男人拿出手机 靠近他们弯下腰来问 我能跟您提一个 非常不礼貌的问题吗 检玉碗说 您请说 男人指着乐宝问 请问这个小女孩子 是您的女儿吗 检玉碗拧起眉头 抱歉 您这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不礼貌 对不起对不起 男人双手合十地跟他道歉 满脸诚意地说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 您的联系方式 但是又怕太贸然的 所以只能委婉地问一下 您是不是单身 乐宝低下头 死死憋着笑 这夫妻两人 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都走了桃花运吗 不等检玉碗回答 边上一道冷酷的声音 代替他回答了 这个搭讪的男人 不好意思 他不仅不是单身 连孩子都已经两个了 最大的那个 都快二十岁了 搭讪的男人 愕然回过头 只见自己身后 站着一个脸色冷酷的 亚洲男人 他的手里 还拿着两只冰淇淋 搭讪男有点愕然 又有点不好意思地 对他们笑笑 很抱歉 不过女士 您非常漂亮 脸都看不出来 你已经有一个 那么大的孩子了 沈慎走过来 横插在两人之间 阻断男人 看自己老婆视线 他冷冰冰 且不善地对男人说 还请你对已婚女士 保持一下距离 虽然他很漂亮 但这也不是 你搭讪的理由 没想到 这个搭讪男竟然笑了 还用了一句 中国成语回对他 你知不知道 有个国家的一句话 叫做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 沈慎说 不好意思 这是我国家的谚语 男人看着他 冷冷的脸色卡壳了下 随即耸耸肩 一脸轻松地缓解尴尬 真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他走了两步 又忍不住 回过头来说了句 不过漂亮的花 并不是你的私有物 我是出于欣赏他 才跟他搭讪 并不是有什么坏心思 知道他有伴侣之后 我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倒是您这副模样 和语气 让我觉得十分奇怪 作为一个绅士 老婆被人夸的话 您不应该 也为自己的眼光 感到开心吗 沈慎脸色越来越丑 我老婆 我自己知道漂亮就好了 我要别人知道干什么 看出来是一个 占有欲非常强的男士了 男人不敢再说胖 再说下去 怕会被他打 于是对着简玉丸 摆了摆手 踏着步伐 匆匆离开了 沈慎黑着脸 转回身来 将手中的冰激凌 乐宝一只 简玉丸一直分下去了 他臭着张脸说 出门在外 难道不知道 不可以跟陌生人搭话吗 简玉丸嘴角使劲地憋着笑 但看着现在丈夫脸色太差 又不敢说出来 他一脸无辜的神情说 我以为人家是来问路的 哪知道人家是看我漂亮 过来搭讪的 沈慎一脸愤愤 这里人是吃饱了撑的吗 一天到晚就想这些事 自此夫妻二人算是打平手了 简玉丸也不跟丈夫置气了 后面拿着冰激凌 还时不时哄丈夫 开心让他吃两口 两个人不亏是老夫老妻了 一点都不顾及 后面两个小屁孩的感受 沈志行一脸习以为常的模样 跟在后面 乐宝忍不住 偷偷地趴到他耳边问他 你爸爸妈妈一直都这样子吗 没想到这小子一脸认真的说 比这更过分的都有 你习惯就好了 回到家之后 叶慧问他 今天出去玩开心吗 乐宝 开心 叶慧笑 那叔叔阿姨开不开心 他们 应该也是很开心吧 毕竟过了这么愉快的一天 夫妻二人打情骂俏的 一路让他们两个小屁孩 把狗粮吃饱了 几天的休假时间 转眼就过去了 沈家一家子 也到了告别的时候 来的时候是分批来的 走的时候是一起走的 送他们离开的时候 乐宝十分舍不得 眼睛红红的眼泪 差点就掉下来了 简玉碗看着乐宝 要哭不哭的模样 心疼极了 他蹲下身来哄着乐宝说 乖乖 等你过完春节之后 回国再来找阿姨和志行完 我们在家等着你 不哭哦 又不是分开就不见面了 等过一段时间 你也还是要回来的呀 乐宝用力的地眨了眨眼睛 将泪一逼退 点点头说 我不哭的 我很勇敢 简玉碗笑了 对 你是最勇敢的小宝宝 临走的时候 他在乐宝的手中 塞了小糖果 并冲他偷偷地 眨了一下眼睛 暗示他不要声张 乐宝心神领会 将糖果偷偷地 放入了口袋当中 当作没事一样 送别的人之后 离开机场上了车 没想到一上车之后 夜回眼睛就跟什么似的 直接点了出来 口袋里面鼓鼓囊囊的 放什么东西呢 乐宝做贼心虚 下意识地双手 捂住了自己的口袋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 哦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挣扎着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早上我放了纸巾 在口袋里面 忘了拿起来了 呵 睁眼说瞎话 夜回靠了过来 直接拨开他的小手 两指探进口袋里面 轻轻一加 便加出了 精精亮的糖果包装 哼哼 告诉哥哥在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乐宝捂住自己的小脸 往后一倒 撒娇耍宝地说 就给我留一些吗 怎么可以都收走了 小朋友也需要一些糖果来吃的 需要用糖果来社交 夜回点了点他的额头 别以为我不知道 管家爷爷偷偷给你拿了一罐子巧克力 你还需要什么来社交 乐宝从指缝里面偷偷地看他 我发誓我真的很节制 没有乱吃 第424章 送别 不信的话 一会我们回去看 我保证那罐子里面 最少还有八分满 你要想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啊 你不小心又说漏嘴了 夜回嘴角擒着笑 所以之前我问你 有没有偷偷藏糖果的时候 你为什么说没有 乐宝强行为自己争辩说 娜娜 那是因为 因为巧克力不是糖果呀 回答错误 零食没收 别呀哥哥 无论他再怎么挽留 夜回还是铁了心地 没收了他的小零食 到家之后 还跟管家伯伯聊了一番 管家伯伯也一脸的委屈 不断地眼神向一边暗示 这也不是我给的 那天回来的时候 你们不是去超市的吗 这个东西 就在超市的袋子里面 说的是 他们刚到岛上的那一天 夜回记得 自己眼睛明明就盯得很死 什么时候又让 这个小家伙有机可乘了 肯定是老爷子 帮着作弊 偷偷买了下来 又让管家偷偷拿给他 以为自己不知道 哼 真是两个不听管教的 一老一小 夜回头痛地揉了揉额头 您帮忙看着一点吧 老师说不听 回头我管教多了 又怕他哭 哭便哭了 他倒能狠下心来 不去搭理 但是家里面的这些人 可不一定做得到了 肯定又是一口一个宝贝的 抱过去怀里哄着 唱白脸一个唱黑脸 这届堂行动 可没有能成功的时候 管家人忍不住 为乐宝解释说 这我发现 小孙小姐 最近真的很少吃糖了 而且 最近蔬菜也吃了不少 水果也吃了不少 进步非常大呢 这是好事 所以更要控制他 吃直接甜食 否则个子还没长高的话 就要先长成一个小胖妞了 管家想了一下乐宝变成小胖妞的样子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变成小胖妞也挺可爱的 乐宝现在正在长身体 不知是不是最近运动量比较多 个子有明显的长了一点点 但是身上的肉却比之前削了一些 捏着还是挺紧似的 乐宝为自己辩解说 这不是瘦了 而是长出了肌肉 说着 他还有模有样地比划了两下 老爷子在旁边不分场合 不分内容地拍手 好 舞得漂亮 连前来玩的哈破 都对这一幕感到十分无语 这比划两下我也会呀 哪有非常厉害呀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呢 老爷子说 你比划两下给我看看 哈破也站上前去 随随便便地比划了两下 老爷子当真是捧场得很 当场鼓起掌来 哈破也不错 看起来你们两个人都非常有天赋 万万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 这样吧 也有个朋友开了一家武术馆 这几天 你们要是没事的话 就过去强身撞体 哈破还不明白 什么是武术馆 一脸困惑地问他 可是我不喜欢跳舞啊 老爷子跟他解释说 不是过去跳舞 而是去学习中国武术 呼呼哈 上次电视剧里面看到了 你还记得吗 打拳这 样子打拳 经过他这么一提醒 哈破想起来了 好玩吗 哈破本来就想 去学一些武术馆的东西 听老爷子这么说 当即开心的不行 我去我去 乐宝本来就喜欢 学武术方面的东西 但夜中励志 要将他往一个淑女的方向上培养 什么琴棋书画这种东西 只要他愿意砸再多的钱 都给他学 只可惜 他真的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上次学琴 还直接把老师给吓跑了 后面夜中便在 没有找过老师来教他这些东西 老爷子所说的武术馆 就离这边不远 的确是一个国人过开的 不过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 收的都是一些 认识的朋友家里的小孩 现在这里的学校也放假了 有些人便将孩子送到这里面来 有的相熟人家 知道孩子有去处之后 便也学着将孩子送到这里来 于是武术馆还没开张 里面大大小小的朋友年龄不一 一共收了将近十个 最大的孩子有十三四岁了 最小的孩子是乐宝 才三岁多将近四岁 这年龄差的跨越 足足有十岁 这些孩子群里面 大多都是以外国人的人种为主 他们身量本来就长得比较大个 乐宝在他们之间 仿若了一个小娃娃 而且在这群孩子当中 男孩子的占比又比较高 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大家都十分客气 等两天下来都混熟了 便彼此开起玩笑来 年龄层次不一 且都没有基础功 武术馆的师傅 只好无奈地把自己这个地方 当成临时托儿所 那一天带着这群小萝卜头上跑 跑下跑跑 锻炼一下身体 一个礼拜下来 大家也就发现了 这好像跟他们电视上 看到的中国功夫不太一样 武术馆的张师傅 对着他们解释说 因为大家年龄层次都不一样 而且都没有基础的功夫 所以不能一下子就练起来 要练到那么厉害的程度 要练好几年 男孩子多 他们便有点不太服气 张师傅的说法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说 可是每天跑步跑步能干什么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 跟武功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沾边 张师傅只好无奈地笑着解释说 每个事情都要从小事积累起来的 不要练好身体 你们怎么能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学游泳 不得先从下水热身开始 但这些小孩子们 仿佛不是很相信他的话 乐宝无意间撞见他们私底下 在偷偷讨论 我觉得他压根就是个骗子 你看他那么瘦 个子那么小 看起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样子 另一个野大腔说 其实我觉得电视连剧里面演的 都是骗人的 哪有什么厉害的中国功夫 就像跆拳道一样 你看他在国际上都能拿来比赛的 但是现实中打架还没出头 就被人先撂倒了 讨论的是两个少年 乐宝依稀记的 他们一个叫欧文 一个叫乔迪 两个人在躲在角落里面 热切地讨论着 不然我们明天耍耍他怎么样 这个年纪的熊孩子 就是这么无聊 没事的 就非得找点事情来做 乐宝靠在边上听他们说话 一个问 你打算怎么计划 怎么样才能耍到他 我们弄一点小计划 电视剧里面演的不是很厉害吗 中国功夫把手撑在桌上 身体能旋转好几圈 一拳下去 砖头都裂了 第425章 嘲笑 我们就来试试看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真的本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明天就不过来了 真没有意思 每天跑步跑步 我还不如在公园里面踢足球 他们凑在一起说话 旁边上的少年也注意到 他们在这里说悄悄话了 一个接一个地凑过来 你们两个躲在这里做什么 欧文跟乔迪 便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 没想到大家的意见 竟然是出奇的一致 大家都认为 自己这几天在这边跑步跑步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有的人甚至说 要不是他父母妃逼着他来 他才不想来这个地方 每天跟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子跑步 他觉得自己一拳头 就能把这个小老头子给撂倒了 也有人觉得 纯粹就是过来强身健体的 这跟在学校跑步 去踢足球 打篮球 甚至是坐在河边钓鱼 没有什么差别的一项运动 他们叽叽喳喳地讨论来讨论去 反正就是觉得 什么中国功夫都是图有虚名 乐宝听到这里便觉得很生气 一群傻子什么都不懂 基础工没有打好 怎么会变成厉害的人 身后一个声音靠过来 哈破在他旁边问 乐宝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女孩子说话的声音 也引起了那群少年的主意 大家纷纷转头看过来 看到那个洋娃娃一样的黑发小女孩 正站在边上 少年们也觉得他挺可爱的 冲他招了招手 小不点 你过来啊 乐宝慢吞吞地走到他们跟前 做什么呀哥哥 他说话都是软软的腔调 又加上一副可爱的模样 个子小小的 看上去没有半点威胁力 但是话竟然都被他偷听到了 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会不会去告状 欧文决心提点一下这个小女孩 你站在那边听到我们说话了 对不对 乐宝点点头 乔迪借口 既然你都听见了 那能不能听一下哥哥的话 暂时不能先去告诉那个老师傅知道吗 乐宝歪头看他们 你们真的觉得中国功夫是没有用的吗 这些少年们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的放肆大笑起来 有用的吧 有用的吧 你看在电影里面一个可以打十个 还可以一拳把人打飞印在墙上 哈哈哈哈 这些刺耳的嘲笑声 让乐宝听得非常的不舒服 国外的电影不也都是这种夸张情节吗 电影里面演的跟现实的是不一样的 对呀 乔迪带着几分轻视说 可能是真的有什么用吧 但我觉得这跟我们的健身房里面 练的那些机械没什么差别 甚至有可能更差劲一点 你看张师傅那个瘦瘦小小的身板 像是有点功夫在身的人吗 乐宝确定要是张师傅在场的话 指不定得给这小子来两招 但是他现在出去买东西了人不在 所以也听不到这一番的言论 欧文更是亲密 我觉得我们健身房里面的教练 十个张师傅都打不赢一个教练 哈珀听他们说这句话 听了觉得有点生气 我觉得你们不该这样以貌取人 你们都还没有看见他真正的本事呢 怎么就可以凭这几天的表现 就知道他什么都不行 什么叫做几天的表现都已经一个礼拜了 每天不是在做热身操 就是在跑步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本是拿一点看家本领出来呀 少年们相放肆地笑了出来 乐宝叹口气 你们想看看什么叫做真功夫是吗 欧文掉着眼睛玩笑地问 小妹妹你想表演一下吗 好像你也是中国人 这一群坏孩子中间又哄笑出声 没想到乐宝却利落地答应了一声 好 这声好出来 大家一时间都愣住了 怀疑自己的耳朵有没有听清楚 你说什么 别开玩笑了 小不点 乐宝说 没开玩笑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武功 他转过身来 随手指着一把扫把对他们说 可以让两个人过来一起 如果你们要是怕对我不公平的话 就让那两个小哥哥过来吧 乐宝抬手指向人群中 那两个也在笑的七八岁的小男孩 大家看着他 这副认真的表情都有些发愣 随机还是抱着玩笑的态度说 你想怎么样表现 让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 大家又是一阵的哄堂大笑 哈珀虽然觉得他们很过分 但是也不觉得他乐宝这么一个小小个子的能打得过两个大他很多的男生 哈珀低声劝他 算了吧 不要玩这种游戏 不然误伤你了就不好了 不会的 乐宝回身就去捡了扫把过来 往地上一处 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看看谁会赢 欧文看着他的小小身板 以及快和差不多高的扫把 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小东西 你怎么看上去那么认真 大家要不要满足一下他的心愿 众人一起起哄说 算了算了 小朋友什么事情都不懂 不然就满足他一下 表演欲旺盛 要配合孩子强烈的表现心态 他们用课堂上老师对他们家长所说的话来嘲笑乐宝 乐宝用扫把柄剁了剁地板 不耐烦地说 你们不要啰嗦了 放马过来吧 男孩子回身做决定 但他们这些人当中实在都比乐宝大很多 最终只能选出两个年纪最小的跟乐宝打擂台 但即便是这两个年纪 最小的也比乐宝大小好几岁 他们往乐宝跟前一站 都像两座小山一样的存在 两个男孩子自己率先没忍住 对视了眼差点笑出声来 乐宝不开心地将手上的扫把往他们身上一比 你们严肃一点行不行 少年们都是用一副哄孩子的语气说 好好好 小不点 你要手下留情 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大男孩子给打伤了 一副戏谑看笑话的心态 哈珀在旁边忍不住担心 乐宝 你回扫把的时候小心一点 他这话一出 大家笑得更大声 哈珀生气地对他们说 不准笑 乐宝对着他们叹了口气 希望你们一会儿还能笑得出来 欧文作为临时裁判 吹响的口哨 开始 面前的这两个男生假模假样地打过来 他们觉得是在玩闹 但乐宝可不是这样认为的 第426章 吃了大亏 再两个男孩子还大意地认为 是逗小孩玩 又是半鬼脸 又是夸张的肢体动作 吓乐宝 呼呼呼 恶鬼来抓小朋友了 哈珀在边上看着 他有点担心 却又莫名地相信乐宝的能力 大家都坐在边上看戏 在他们看来 乐宝要拿这根扫把扫地都费劲 更别说表演什么中国功夫了 但 没两秒后 电影般戏剧性的情节上演了 面前这个似乎连扫把都挥不动的小东西 竟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 不知耍的什么戏法 随便挥了两下 别让那两个装无作样 要抓他的小男孩 双双摔倒在地 场面一时诡异地静默下来 两个男孩子躺在地上 哎呦哎呦地喊着 欧文和乔迪对视了眼 接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茫然 欧文问 刚才发生什么了 乔迪僵硬地笑了声 对那两个男孩子说 你们夸张了 演戏也要演好点啊 躺在地上的两个男生 很是委屈 我们没演戏呀 后面的男孩们干咽了下 其中一个站出来说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这小东西 好像随便挥了两下 就把他们 两给扫地上了 乐宝站在边上 手里还拿着那扫把 一脸的镇顶 气都不带喘一下的 再看地上那两个 蛙叫的小朋友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 刚才大家也不是 真的睁着眼睛 什么都看不见 而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让众人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大家被这变故 一下子给弄猛了 欧文站起身来 催促地上那两个小子 你们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不要在那丢人了 两个小子哼哼唧唧爬起身 都是一脸委屈 我摔得膝盖疼 另一个说 我下巴疼 乐宝神气地拄着扫把说 人群当中 一个较为强壮的小壮丁 站了出来 他拍了拍胸脯说 我来对付你 但是一会儿 你要是被我欺负哭了 可不准去告状 这个小壮丁有八九岁大 再加上身体偏胖 站在来一看 和乐宝之间对比 便知输赢了 如果说 刚才那两个小男生是大义了 那么面前的这个小壮丁 绝对是有备而来 他才不信乐宝真会什么功夫 当即有模有样摆起架时 还没动作 就对着乐宝先利吼一通 来吧 我是不会对你放水的 乐宝嘴角玩起一丝冷笑 在小胖子冲上来的时候 还特意用手中的扫把 绣了个花样 随即便有如金箍棒打猪八戒 是一招比一招狠 旁边的众人 眼睛纷纷都睁大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只见乐宝凭借着 身量小的优势 无比灵活地躲过了 这个胖子的每一招攻击 随即又将手里的扫把 玩出花样来 各种角度和力道 单方面痛揍小胖 这次 大家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小胖连个衣脚边能没能摸到 乐宝仿佛有衣袖技术给他们看 他这次没有一上来 就将人给打趴到地上 而是各种姿态耍弄着对方玩 让他们这回清清楚楚地看明白 他是怎么把人给打趴下的 大家还没看回神呢 小胖嗷嗷地嚷起来 已经在开始喊不行了 停手停手 饶了我吧 嗷 一棍子又打在了他屁股上 小胖痛呼了声 抱着自己的屁股满长跑 从气势嚣张地开始挑衅乐宝 到被他揍着满长跑 也不过是十分钟之内的事情 乐宝除了额头明显地出了些汗 他气都不带喘的 可是反观小胖却是气喘吁吁 快跑不动了 最后直接抱头蹲下 毫无骨气地求饶 对不起 对不起你饶了我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 见他哭了 乐宝这才停下手 他站在那 像长着天使面孔的小恶魔 歪着头脸上 透着天真的表情 说好喽 输了哭鼻子的人 不准回家去告状 胖子丢死人了 捂着脸哭着 跑回大家的阵营 乐宝挑衅地 看向欧文和乔迪俩兄弟 问 你们刚才看清楚了没 两人包括他们身后 以及旁边都不敢出声的哈破 都气气愣愣地点头 什么叫做操作猛如虎 他们今天是亲眼见证了 乐宝将手里的扫把一只棱 问 还有没有谁要来挑战一下 有没有人还觉得 胖哥是在放水 大家整齐一致地摇头 被揍的三人 站在那根老鼠似的 都不敢直一声 乐宝的目光落在了 欧文和乔迪身上 多了多扫把问 你们现在还觉得 功夫是假的吗 众人几乎是一致地摇头 他又说 还练不练 不练就回家去 欧文干咽了咽 所有的中国小孩 都像你这么厉害吗 乐宝高傲地哼了声 要是都像我这么厉害 那还得了 我演示给你看 只是为了想告诉你 不要以貌取人 你没见识过的东西 不代表他没有 天天跑步怎么了 拳王没打一次架 还用从热身开始呢 两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欧文忍不住问说 对不起 是我们错了 我们太狂妄了 那张师傅 声势也这么厉害 乔迪小声地在旁边接口 他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都这么强 那张师傅 肯定就不用说了 乐宝刚才捉弄这些小孩子 不过是用了些 技巧性的动作 再加上他们嘴巴上能吼 但实际 并没有多少作战经验 如若对方稍微有点功底 又或者是成年人过来 跟他对手 他顶多就是溜得快点 压根就打不过对方 张师傅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错 想练武 还是得从基础打起才是 但因为一个班里面 孩子们的年纪参差不次 体质水平更多不一样 张师傅也是很尽心了 先带着这帮毛头小子 跑跑步步做做操 锻炼一下身体 再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可问题在于 这些小孩 基本都是过来度假期的 可能他们基本功 刚学完就要回学校上课去了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武术 这种东西 这些孩子在过完假期之后 大概率是不会再回到武馆来了 现在只不过才几天过去 大家就嚷嚷着 看不起张师傅 看不起中国功夫什么的 乐宝不过是掠师小技 就让这群目中无人的小子 心服口服 他们再不敢狂妄出口 说什么 这不是那不是的 只不过这个事情 还不能在张师傅面前表露出来 否则 他便要在叶家人面前露线了 第427章 教育他们 乐宝装模作样 冷着脸尽力地模仿着高人的气势和表情 还用你们说吗 你看看我们国家武打明星的电影 每个主角是像强森那些人一样 像个大块头似的 众位小弟听他这么说 想想也觉得有点道理 中国的功夫电影 好像真没有那种高高大大的男主角 也是 本来黄种个子和他们这些人相比 就是偏矮小些 学中国功夫太大的块头还不行 个子小些还比较灵敏 乐宝故意将手里的扫把捂出花样 见男孩子们盯着他的手看 看到目不转睛 乐宝仰起嘴角 看到没有 要是换个人高马大的 想像我刚才那样灵活地躲人 你们觉得有那么容易办到的吗 男孩子们整齐一致地摇头 不能 哈破差点都要跟着一起说不能了 他在张口前忙捂住自己的嘴 不行不行 乐宝这太有魔力了 乐宝接着说 张师傅肯定有本事的 至于能打几个 你们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没点东西 怎么可能说我们在这 如果你们还质疑他的能力的话 那明天你们就按原计划去捉弄他 他故意停了下卖了个关子 但会被怎么收拾我就不敢保证了 众人顺势一阵狂摇头 乐宝装不作样地倾壳了声 那就这样 刚才的话你们要记得 我刚才要是输了 绝不会去哭着告状 你们也要遵守诺言 不能去告状知不知道 被乐宝一痛揍了顿的小胖子 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屁股 他满脸委屈地说 我才不会去告状 另外的两个男孩子也纷纷附和说 绝对不会去告状的 开玩笑 被一个三岁多的小朋友给痛揍了 说出去都会被人笑死 怎么可能去告状 张师傅办完事情回来之后 总觉得这群小子 哪里变得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太对劲 等艾哥送完这些小子回家后 他隐约才描述得起来这种感觉 平日里这些家伙都桀骜不驯的 可今天他出去一趟回来之后 这些小子仿佛被人驯化了一般乖巧 一口一个师傅 叫得可比平时真诚许多 怎么回事呢 张师傅自己都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哈破完全没料到 乐宝竟然还有着这这么厉害的一面 回家的路上他脚步十分雀跃 一直不停叽叽喳喳的好奇问说 乐宝 沈志行也像你这样厉害吗 那你哥哥呢 你爷爷呢 他们平常那样子 是不是装的呀 其实他们私底下也是非常厉害的人 这些问题叫他怎么回答才好呢 没有 他们不是这样的 乐宝跟他悄悄摇耳朵说 我只跟你讲 你不可以跟别人说知道吗 哈破一脸要分享大秘密的表情 肯切地点点头 你跟我说吧 我绝对不会跟其他人讲的 你看过蜘蛛侠吗 看过 难道你也 乐宝差点没能忍住笑 小朋友就是天真 哼哼 没有那样啊 但我们国家有像类似蜘蛛侠的人 但是他们又和蜘蛛侠不一样 我们管他们叫做神仙 就是像耶稣那样的人 哈破点点头 然后呢 然后有天我的梦里就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他睁眼说瞎话的 蒙骗面前一脸天真的小女孩 他跟我说叫我一些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每天晚上做梦 都会在梦里跟他一起学习 乐宝比划了下架势 就是学习这样的功夫 一般的小孩子是不会这么厉害的 还要大人也是 他们跟你们这种普通人是没什么差别的 我呢 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 但这个事情是个秘密 绝对不能对外说 你能不能帮我保密 末了还要特别夸赞一下哈破 你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我愿意跟你分享这最大的秘密 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保密下来 经过了匪徒事件之后 哈破对于保守秘密这种事情 简直有无上的荣辱与共感 满脸真诚的点头 我一定不会对任何说的 乐宝一脸感动的表情 哈破 我现在真是最喜欢你了 回到家 爷爷却不在家里 跟他形影不离的管家伯伯也不在 庸人倒了杯水过来给乐宝喝 看着他粉论的小脸 不由得发自内心的夸赞 多出去运动运动果然是好的 看宝宝这脸蛋 看起来多健康啊 乐宝很快将一杯子水都喝完了 抬起头来问 爷爷他们哪去了 夜回从楼上下来 听到他的话顺道回答了这个问题 出去和朋友喝茶了 乐宝惊讶地问 爷爷在这个地方还有朋友 说完他便觉得自己问了个蠢问题 果不其然 庸人阿姨和夜回都笑了出来 夜回反问他 如果在这里没有朋友的话 那他每天过的什么生活 每天一个人从早到晚看日出日落 乐宝吐吐舌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 因为来这边这么多天 爷爷每天都陪着我们玩 我都忘记了他原本在这里生活了好长时间 那是因为爷爷怕你们这么小过来回想爸爸 所以每天陪着你们玩 夜回拿纸巾过来 帮乐宝擦拭了下满额头的汗 今天去屋馆好玩吗 哥哥 你已经连续好几天问这个问题了 庸人又切了苹果过来给乐宝 乐宝坐在椅子上 晃动着小脚将果盘推过去和哥哥共享 夜回站在边上 嘴角带笑地问 这不是想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坚持不住吗 乐宝想到了今天的事情 略带一点得意地冲他哼哼说 早着呢 我在那可是如鱼得水 夜回带着无奈的神情摇了摇头 要是让爸爸知道了 他肯定要气死掉 夜回内心中最大的愿望 便是将小女儿培养成温柔可人的淑女 贴心可爱的小棉袄 可不是个挥着小拳头到处作战的铁袄子 爸爸知道肯定会开心的 不是气死 乐宝心事淡淡地说 等他来了之后就会发现 他的小乐宝变得又厉害 又强壮 他学着健美先生一样 晾自己的红二头鸡 臭美得要死的模样 一个打十个 夜回忍不住别开头笑了 庸人阿姨更是放肆地在旁边笑不停 乐宝又吃了个苹果 含糊不清地说 别笑了 我说真的 第428章 任我当老大 说真的 他可是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 但是没人相信 第二天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耍帅耍过头了 乐宝一醒过来 就觉得手脚发酸 想了想缠着爷爷说 爷爷 我今天可不可以请假呀 我觉得脚好酸 叶老爷子弯腰抱起他的小宝贝 我的乖乖 你告诉我是哪里酸了 爷爷给你摁一摁 捏一捏 乐宝踢着自己的小短腿说 小腿酸 可能是最近跑不跑多了 夜回也坐在餐桌上吃早餐 文言笑着腻了他眼 不紧不慢地喝口咖啡才说 今天就想放弃吗 乐宝坐在老爷子的怀里 对他说 才不是放弃呢 是暂时休息一下 等明天再继续 跑了这么多天 今天肌肉酸痛了 作为一个医生 夜回最了解人体学的构造 一般来说 就不运动情况下 忽然开始运动 头几天会产生肌肉酸痛等现象 过后就好了 现在都一周了 乐宝之前从来没喊过腿酸什么的 除非他昨天有剧烈运动之类的 看着自家亲哥 一双仿佛看透湿湿的眼睛 乐宝坐在老爷子的怀中 涂了吐舌头 就是 突然之间脚有点酸 可能是昨天运动过度的原因 老爷子一脸恍然的表情 随之严肃地说 我要打电话给你张师傅 问问他 昨天训练了什么这么大的力度 乐宝忙阻止他 开玩笑 这通电话打过去 岂不是就知道他在撒谎啊 哎 不能怪张师傅 因为他是老实训练的话 肯定都是一样来的 乐宝可怜唧唧地撒娇着 爷爷 我就是想今天休息一下 明天我肯定就去了 不会半途而废的 老爷子故意沉着一张脸 对他说 不能撒谎哦 不然的话 爷爷会生气的 如果只是受不了辛苦 可以说 半途而废 没关系 我们去参加这个 本来就是冲着强身健体去的 如果身体实在受不了就算了 乐宝摇头 真的脚脚酸 他还低头 捏给老爷子和夜回看 乐宝可没有撒谎 也不是吃不了苦 就是这个地方酸 所以今天想休息休息 爷孙两人对视了眼 看着乐宝捏着的小腿位置 夜回道歉 那是哥哥误会你了 你就休息吧 本以为今天能闲在家里了 却没想到一个小时候 夜家外面忽然响起了 呼唤他名字的声音 还是男孩子们 整齐一致的呼唤声 乐宝 夜乐宝 在花园里面忙碌着 娇花的管家伯伯 都被这呼喝声给吓到了 拿着水壶就冲出来看 见外面站着一群男孩子 年纪大大小小 哥不一致 仔细一看 这不是老爷子朋友家的 那些小孩吗 他们最近都在同个武馆里面学习健身 管家问 你们怎么都跑过来了 欧文当头说 我们是来找乐宝的 他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管家说 今天 话还未出口 就被身后跑出来的热闹给打断了 听到了呼喊声后 乐宝在窗户探头看了下外面的人 见是武馆里面的那群小子 急急忙忙从家里跑出来 跑到外面的时候 刚好听见了管家的问话 乐宝忙开口 你们怎么过来了 大家起起看过去 欧文说 乐宝你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呀 管家觉得好玩 站在边上看这群小朋友说话 他逗欧文说 怎么 想我们家乐宝了 欧文有点不好意思 他看了身后的桥底一眼 桥底脸皮比较厚 他站出来说 你不过来上课 我们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乐宝才不相信这鬼话呢 他委婉地对管家说 伯伯 我想跟他们到那边说一下悄悄话 哟 小朋友的秘密呢 管家看着这些小孩子 觉得尤其可爱 哎 我想起我那边的话还没交呢 先走过去看看 等管家走了之后 乐宝才看向他们几个人 你们想干嘛呀 欧文支支吾吾地说 就是看你今天没来上课 有点奇怪 边上的小胖比较直来直去 其实就是看你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所以特地来看看的 担心你昨天晚上回家告状了 旁边两个男生都觉得没面子 低渴了声 乐宝看着他们觉得好笑 昨天 我一个人打三都还打赢了 我干嘛要回家告状 桥底也别别扭扭的 就是因为三个打你一个 还被你给打赢了 我们才觉得不好意思 毕竟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比你大 说出去 大家欺负小朋友 乐宝恍然大悟 你们是怕我回家吹牛 被我家里人知道 也不是这样的 欧文索性不想装了 直接地说 我们以为你昨天打完了 觉得我管没有意思 所以今天不来了 不是这样的 乐宝本来觉得不好意思 不太想跟他们直接说 但现在想想 自己一个三岁多的小朋友 能打赢他们几个人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这种事情 有什么不能直说的 乐宝指着自己的小腿说 是因为我昨天运动过度 导致了小腿肌肉有点酸 所以今天才请假 没有去武馆的 等我明天就过去 原来是因为这样 大家彼此对视了眼 有欧文开口说 可 这样吧 等你回来之后 我们商量些事情 为什么要等我回去后再商量 乐宝说 你们现在就可以说了 不然我今天整天都会好好骑 你们是要商量什么事情 欧文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是这么觉得的 强者为尊 以后我们 我们 我们半天说不出个话头来 边上还是小胖看不下去了 直接说了出来 我们的意思是 等你回来武馆之后 能不能私底下教我们一些 像你昨天打我们的那种功夫 我们可以把你当小师傅看 好家伙 绕了一圈才明白过来他们的意思 你们是说 你们想任我当老大 众人对视了眼 由欧文清 咳了声点头承认 是这么的意思 那简单 乐宝双臂还凶 那行吧 就满足你们的意见 等我回去之后 就教你们一些近战的基本功 不过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知不知道 大家齐声说 Yes 这整齐一致的声音 把家里人都给惊动了 第429章 被驯服的宰子 大家还没摸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第二天 天刚亮 外面又响起了 韩乐宝的声音 早起做早餐的庸人 走到窗户边上看出去 见外面赫然还是那些小少爷们 不由得愣了下 怎么来这么早呢 而且看一个个的 还精神抖擞 全身运动装的装备 庸人正想出去 跟这群小家伙交流一下 忽然听见身后 有人下楼的脚步声 他正想 该不会是乐宝起床了吧 回头一看 还真是他下来了 庸人看了下时间 现在才早上六点多钟 平常这个时候 小孩可还在睡觉的 怎么经个起得这么早 乐宝小姐 乐宝也是穿了一身运动服 搭着着运动鞋 头发扎成了个小辫子 阿姨 我们要出门去运动了 庸人阿姨哭笑不得 起这么早吗 对呀 外面的小伙伴 都在等着我呢 乐宝迫不及待地往外跑 等我哥哥爷爷起床了 你再告诉他们一声 他出去十分钟不到 老爷子和管家都下楼来了 庸人便把这件事情 和他们说 老爷子有些惊奇 抬手看了下现在的时间 不得了 今天竟然起这么早 张师傅没有要求孩子们 要起这么早去锻炼 这是乐宝和这群小子们提出来的 如果真有毅力要学习的话 那就早点起床来找他 听到六点多钟起床 大家表情都是一副 我做不到的样子 乐宝才不管这些 起不来就不用来找我了 你们自己锻炼去吧 不过我先说好了 明早起来 也还是去跑步 众人一看我 我看你 昨天没商量出结果 但今天却是一个不落地 准时出现了 于是一大早 公园里面就出现了 这样奇特的景象 一个小萝卜头 带领着身后的男孩子们 在公园里面跑步运动 大家脚步整齐一致 成了道靓丽的风景线 早起锻炼的人们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抬手 拍了张照片分享 其中有人流发现了 哎 那不是我孙子欧文吗 还有和他形影不离的 乔迪那小子 稀奇了 他们跑步路过这群人时 热情的大爷 还特意跟他们打招呼 小崽子们 你们怎么起这么早 乔迪声音红亮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众人纷纷笑出声 笑得大家脸皮都红了 一圈跑完回家 各自吃早餐 老爷子看着乐宝 坐在餐桌上 大快朵仪觉得稀奇 今天大家都看到你们了 夸你们非常上进 一大早去出跑步 乐宝将杯子里的牛奶 咕噜咕噜喝的金光 抽纸巾擦一下嘴巴 这样多好啊 大家早起一起锻炼身体 餐桌上 夜会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 张师傅的武馆 没有开那么早 但是他们可以提早 去武馆里面玩 张师傅可没有抱着 他们能早来的想打 但今天乐宝和一行人 都提早出现在这里 哈破过来的时候 武馆大厅里面 已经非常热闹了 男孩子们追逐打闹 有的人拿着武器 在那边有模有样地 互相较量着 张师傅是随后过来的 看到这一幕 他也愣住了 怀疑地看了下自己的时间 他迟到了 也没有啊 现在刚刚八点半 他带笑进来 大家今天怎么都来得这么早 大家如同往常一起骑身换 师傅早上好 张师傅更加确定了 心里头那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是看着一群叛逆的 小狼崽子们 一夜间被人驯服了 或许用驯服这种形容词 也不太合适 更像是一堆崽子 找到了首领般的感觉 张师傅还是进行着 如常般的普通训练 不过几天 新加了些内容进去 这些小子们 不知道怎么忽然 对格斗技巧这种东西 非常感兴趣 缠着他非让他讲些来听 于是上午简单地训练过后 张师傅便坐在 练功大厅里面 讲这些小孩子们 喜欢听的东西 见识过了乐宝的本事 大家对于这种神秘的功夫 简直是好奇心爆棚 连个小朋友都能这么厉害了 更别说其他人 光是场面上说 一点意思都没有 乔迪大胆提出一个要求 张师傅 我们能不能跟你较量一下 文言张师傅笑了 你想怎么较量 昨天他们一堆人欺负乐宝 乔迪可不好意思 对乐宝提出这个要求 欺负小朋友 也不能是这么个欺负法 人家才是个三岁的孩子 三个人打他 已经说不过去 还被打输了 其实他们也心里痒痒的 想亲自试试功夫 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可总不能再去找乐宝氏 不管打赢还是打输 这都是十分丢人 所以他们便找上了师傅 乔迪说 就是试我打你 看能不能打得过 张师傅没让他失望 纵声一笑说 行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我就不还手了 师傅 你没必要这样让着我 听到这话 乔迪还觉得没意思 但很快 他就不这么想了 乐宝和哈珀 一起坐到边上看戏 大厅中 张师傅双手背在身后 游刃有余地 让乔迪对自己发动攻击 原本大家都还觉得 张师傅这样 简直没有将乔迪放在眼里 只是随便逗逗小朋友玩 结果发现 张师傅即便是双手反在身后 丝毫不主动出击 乔迪使了吃奶的劲 却连张师傅的衣角都摸不到 一个憋到小脸通红 费了老大的劲 拳拳都带风打到最后 却自己气喘吁吁 都碰不到对方一丁点 一个双手附在身后 脚下清脉游刃有余地 避开了小朋友的每次攻击 并且连气都不带喘一下 张师傅是真的在礼让 也没将这个小伙子 放在自己的眼里 对方的每次出招 在他眼中都成了慢动作 他不仅不用出击兜 还能像悠闲散步一样 躲闪着攻击 乔迪使单方面 追着人打都打不到 到后面 已经整个人都气喘吁吁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头大汉大喊了声 我不玩了 气死我了 大家哄堂大笑 张师傅气都喘一口地 站在他面前 再来啊 别这么快认输 乔迪呼吱呼吱喘着气 气恼说 不行不行了 真的不来了 我打不动得太累了 哈破笑到眼泪都出来了 捅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笑死人了 乔迪红着脸强行争辩 我认输 又没什么好笑的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后面又不怕死的人继续上场 那换我来 第430章 暴露墓地 大家不信邪式的 挨个上前挑战张师傅 让张师傅轮换着方式吊打他们 这样新鲜的要求 张师傅还是第一次听见 真真是有趣极了 看戏的小伙子 大半都上来 挑衅的结果不用说 各种方式被吊打 昨天已经挨过乐宝收拾的三人 老老实实地坐在原地没有动 他们可没有这么傻 张师傅收拾完这些调皮的家伙之后 目光落到他们三人身上友好的问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这三个人摇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折腾到了中午 大家一起吃饭 张师傅亲自掌勺 做了一桌中餐给大家吃 这一条龙的体验服务 让小子们连声叫好 平时他们午休都要回家的 今天大约是各个情绪都比较亢奋不回去了 张师傅便大家放些电影看 顺道跟他们聊起了自己武术生涯经历 青少年出道 拿过全国比赛冠军 当过大电影武术指导 开过武术学堂 现在年纪大了 四处游玩 这里也不是他的最后一站 待一阵可能就走了 大家听他的经验听到入迷 午休干脆就在练功厅里面打地铺 孩子们在这里 家长很放心 中午没回去 竟也没人来找 他们这几天 就在张师傅武馆这边度过一整天 白天的时候 就由张师傅教他们练习基本功 闲下来的时候 乐宝偷偷教他们一些进展技巧 他也不明白 这些家伙这么热衷于武术 可能是男孩子的天性上武 过了段时间后 乐宝才知道 他们这么积极学习的原因 原来不是对武术这种东西特别的好奇 而是这几个小子有矛盾的对象 事情还是小胖说漏嘴的 聊天的时候他无意间脱口而出 这样下去 等开学之后 我们就不必担心 再打不过那帮小子了 欧文连忙在旁边轻咳了声提醒 小胖没领悟过来 还在说 之前死活打过 还被那帮小子嘲笑那么久 这次我们先反过来 去挑衅他们 把他们打到跪下沉浮 张师傅的武馆 可是有一条训诫 习武修身 不能作为打架挑衅的资本 违反这条训诫的人 可能会被开除掉 他们虽然抱着这种心思 但可不敢当着张师傅的面说出来 之前可能还无所谓 现在真的见识到了张师傅的能力 大家都想学更多点 所以并不再像之前一样 态度轻慢了 眼看着小胖子还想继续说 乔迪直接出声提醒他 之前是那样想的没错的 但现在不是了 乐宝又不傻 你们是想学成之后去打架吗 大家一口同声地说 才不是 口是心非了 没关系啊 你们直接说就好 乐宝贪手 我又不可能去告密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还是欧文主动说了 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去挑事 而是学校里面 有一伙足球队的小子 特别狂妄 因为球踢得比较好狂的要命 已经跟我们抢好几次场地了 他摸出了规律 你们抢不过对方还挨打了 几人面面相去 也不是很想承认 这一丢脸的事实 乐宝说 打不过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你们不也打不过我吗 不过我跟你们说实话 光凭这十几天的基本功 想要去收回脸面 估计是件很难的事情 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那我们该怎么做合适 你们开学才要去踢足球吗 大家说 也不是开学才去 学校的足球场是自由开放的 大家都可以去 再过几天 我们准备进行足球训练赛 应对开学的比赛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跟那群小子 又撞上场地时间 他不解的问 场地时间不能提前预约的吗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 可以提前预约 可是这是学校的草坪 预约的话也有可能被抢了 他们嘲讽我们打不出彩 连抢场地都抢不过 真是太羞辱了 最近必有一场恶战 乔底总结 学习一点功夫 有备无患 欧文还不忘解释说 可要跟师父说 我们不是去惹事的 是要保身的 乐宝又贪手 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光凭这十几天的基本功 想要一跃成为大神 大杀四方是不可能的 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 小胖苦恼地问 那怎么办 我们也不可能 真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学成之后再去复仇啊 都说了不是复仇 是自保 可 不管是复仇还是自保 都不太理想就是了 乐宝想了 想给他们支个招 不然也可以这样 到时候有要场地的时候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知道你们 哈普发现这个小妹妹 还真是人小鬼大 什么样古灵精怪的想法都有 不过这正和他意 臭味相投 哈普觉得生活太无聊 搞搞事才能令人精神振奋 说到做到 学校通知下来 足球场对外开放 可以用的时候 欧文他们就提前预约了 结果到了现场的时候 发现之前跟他们不合的 那群家伙 还在场地上踢球 欧文抱着球上前 跟这些人理论 对方的前锋人高马大 吃得比小胖还壮 他是足球队里面的前锋 也是嘴巴超级剑的 嘲讽第一人员 哟 让我看看是谁来了 原来是我们学校里面 第一号赛季队伍 又来显摆找存在感了 双方差点又打起来 好在欧文还记得 乐宝的主妇 拦着自己的队友 没有动手 他们一番唇枪舌战过后 决定了明天约在这里 进行一番男人之间的决斗 对方果然上钩 气势汹汹地说 来就来 谁怕谁 欧文回来之后 跟乐宝会报了情况 乐宝双手一拍 嘿嘿一笑 好 那就明天给兄弟们 找回场子 搞死他们 真是社会气息满满 张师傅泡着枸杞茶出来 有点怀疑 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了问题 刚才那么豪横的话 真是出于叶家 那小东西的嘴里 不管他这边怎么想 第二天的决战现场 大家可谓是激情澎湃 对方的球队 看着他们的队伍里面 还跟来了个小屁孩 顿时更大声地嘲笑起来了 天啊 让我们看看 学校第一菜刀队打架 还带了什么 竟然把他家还在吃奶的小鬼 都一起带出来了 笑死人了 你们是打不过 所以不计较质量 随便拉个人来凑数的吗 第431章 强行晚尊 之前犯过同样的蠢 同样嘲笑过乐宝 最后吃了大亏的欧文 及小伙伴们 静默不作声 都以怜悯的眼神 看着面前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他还没尝过 被打脸的感受 趁着现在无知的嚣张 尽情发挥吧 乐宝自然是不会 搭理面前这傻家伙 欧文等人 不知道是从哪里知道 他喜欢吃糖的 来的路上 还特地给他买了个棒棒糖 来孝敬大姐大 线下乐宝坐在台阶上 认真专注的 吃着手上的棒棒糖 对这些人的嘲讽 视而不见 对面这支球队里面 说话最难听的 那个大胖子 名字叫做奥斯卡 他虽然胖 但是球的确踢得不错 人也是跟球技一样嚣张 一张嘴巴骂人的时候 是最臭的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但他又不骂一些脏话 竟说一些难听的 损人的嘲讽语言 果不其然 在他的起哄之下 对面那支球队的人 一起哈哈大笑 昨天晚上 欧文这一行人 已经商量好对策了 乐宝教给他们 一项中国战术 叫做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你怎么嘲讽 我就是窥然不动 刀枪不入 全当你在放屁 果不其然 奥斯卡见自己嘲讽他们 欧文他们 却不像平时一样 暴跳如雷地来反驳自己 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之后 他们还是没反应 奥斯卡自己也觉得没趣了 豪横地对他们说 不是说要来决斗吗 你们站在这里当哑巴呀 这是乐宝才 慢悠悠地从台阶上站 起身拍了拍屁股上面的灰尘 他走到欧文这些人的面前 仍然就是一个小首领的模样 奥斯卡看见他之后 忍不住又是一顿嘲讽 那你这个喝奶的小皮孩 还是滚一边去吧 我怕待会一不小心 把球砸在你头上 你就得去医院急救了 乐宝轻笑了一声对他说 这样一个对我这么狂妄的人 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躺着 不就是嚣张吗 谁不会啊 奥斯卡和队友对视了一眼 大家一起起哄地大笑起来 在医院里面躺着的 是被你家保镖给打了吗 乐宝凭静而淡定地说 还需要不要出手 当然是我自己打的 奥斯卡故意在他面前 举起自己肥厚的手掌 在乐宝面前晃了晃 看到我的手了吗 像我这样的吹牛还有人信 你看看你的小手 还能把人打到医院里面去 笑死我了 那个人该不会是 你请过来的演员吧 乐宝淡定地往后伸了下手 欧文健壮立会议将足球 交到了他手上 他两只手抱着 比他脑袋还大的足球 往上扔了扔 轻声说了句 是不是我请的演员 你来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 话音落 他将手里的足球 置了出去 狠狠地砸中了奥斯卡的额头 然后 斯卡高大肥胖的身躯 晃了一下 一头栽倒在地 他捂着额头 反射心里哀嚎了一声 躺在地上半天反应不过来 他的队友 都被这一变故给弄呆了 一时间纷纷傻在原地 刚才大声叫嚣的乐宝 是不是请了演员的奥斯卡 此时却倒在地上呻吟 就被一个还没他们腰高的 小屁孩拿足球砸了一下 这一幕 着实有些太过梦幻了 他的队友们忍不住问 可以了奥斯卡 不要躺在地上演戏了 你还是赶紧起来吧 奥斯卡简直是有苦难言 他被球冷不丁砸一下 竟然整个脑子嗡嗡的 这小屁孩就在自己面前发力 他不相信 这双小手有这么大的力气 奥斯卡抬起肥厚的手掌 捂着额头站起身 他放下手来 众人赫然见他的脑门上 有一个刺目的红印子 这一看 大家顿时都震惊了 有这么大的力道吗 天神大力神童 看着对面众人疑惑纷纷的眼神 欧文和乔迪对视的一眼默契地笑了起来 他们的笑容有些微妙 要知道前不久前 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大意和轻视 才被人刚刚教训过 看着这帮小子上哪里犯傻 乐宝出手教育的画面 让他们再舒适不过了 乐宝走上前去捡起地上的球 怎么样 你是不是也我请的演员 奥斯卡静一不定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刚才怎么回事 肯定是趁我不注意偷袭的我 才会这样 说着话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脑袋上的印子还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现在就在强行争辩 乐宝笑了一声 觉得是你大意不服气的话 你可以再来一下 来就来 让我看看你这个小皮孩 到底有几分的本事 奥斯卡双手放下身体站的笔直 对着乐宝手 来 往我头上再砸一下 真的吗 要是把你砸进医院里面 我可是不负责的 哼 我看你是在说屁话 我就不信了 这回你还能把我再砸倒下去 奥斯卡话刚说完 只见足球就朝着他头飞过来 他反射性地就想躲开 但身体里面的毅力 让他双脚钉在原地不能动 最后 也只是头微微侧了一下 就因为他的小动作足球 没有按预期地砸中他的眉心 而是砸到他的脸颊上 不可思议的一幕 又在众人的眼前发生了 奥斯卡这么大一个子 竟然又被这个足球 给砸倒在地上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乐宝又上前去 将球捡回来 看着倒在地上捂着脸 一脸猛逼的奥斯卡问 怎么样被一个 三岁吃奶的小娃娃 给打倒在地上 你还想不想再来试一会 人就是贱的 不吃亏就不相信 自己碰到的事情 奥斯卡脑子又不是进水了 哪可能还来第三次 被他再砸一下 他狼狈地从地上站起身来 强行给自己挽尊说 不想再跟你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可能你力气天生就是 比普通的小孩大 也不是没有你这种特殊的人 奥斯卡终于给自己找到了 被三岁孩子 打倒在地上的理由 拿着自己的天赋 欺负别人算什么本事 听到这话 欧文和乔迪 都忍不住要嘲笑他了 被一个三岁大的孩子 天赋给打倒 你也好意思在我们面前叫嚣 刚才还不是看不起 他是个吃奶的小屁孩吗 奥斯卡瞬间面红耳赤 说上话来 倒是他身后的队友站出来说 可以的 昨天我们商量好的事 我们比试 而不是让一个小朋友 来替你们出头 欧文耸耸肩 一脸不在乎的说 又不是我们主动找事的 第432章 傻鱼儿上钩 的确是这样 昨天叫嚷着说 今天过来一场正式比赛的人 是奥斯卡他们 刚才来到这里 第一个出言不逊的 也是奥斯卡 大声嘲讽的 也是奥斯卡 现在被人打倒在地的 也是奥斯卡 乐宝旁边毫不客气地 拍着自己的小短腿 笑了起来 用他们的方式 大声嘲笑着他们 让我听听 有没有搞错呀 你们这些人 刚才不是非常看不起我吗 怎么现在又说 是一个三岁小孩 帮他们出头呢 明明是你们自己 先来挑事的 奥斯卡 面红耳赤 说话都打结巴 这你是故意的吧 我看你不像是一个 三岁的孩子 你该不会是营养不良 所以长成 这副模样 其实是个成年怪人 乔迪生气地痛斥他 你不会说话的话 就不要在这里乱说话 什么叫做怪人 被一个三岁多的小朋友 给打倒了 觉得丢脸 就在这边胡编乱造吗 奥斯卡强撑着 自己的脸面说 我 我才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怀疑 乐宝双手还胸 淡淡地对他说 你给我钱的话 我就能上医院 给你证明 我到底是不是 个三岁多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 乔迪说的根本没错 你是不是因为 被我打倒 觉得丢脸了 所以才这么 胡编乱造 奥斯卡强行争辩 这回反倒是 他被他们牵着 鼻子走气地跳脚地说 我才不是因为 觉得丢脸才胡说的 我就是让着你 懂不懂 我让着你 话题可以回归 到正式上面了 欧文在这个时刻出面 行 你也不用让你一个孩子 今天你想怎么比 就按着你说的来 其实 论踢球这方面的技术 两边的队伍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但奥斯卡的队伍里面 有人会耍一点小手段 这一点脏手段 在足球界里面 也是经常见的 有的人一边 看不起这种行为 一边又偷偷摸摸地做 奥斯卡他们的队伍 之所以可以为学校 拿下好几个奖杯 便是队伍当中 有这样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 都称不上是尊重 因此 这样的一支队伍 可谓是名誉参半 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收到的黄牌也是不少 有些人知道这件事 有些人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他们总归让学校 得到了名誉的奖杯 以及发扬了学校的名声 冲着这一点 校方其实 对他们这些行为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些时候 乔迪他们觉得不公平 但却又无可奈何 技术上差不多 可是拿到的奖杯 的确就是差很多 他们学校里面 也有不少人 在嘲讽乔迪 他们只能打自己 学校的队员 出去外面 根本就打不动别人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学校里面好的教练 总共就那么几个 他们也不是 没钱聘请更好的过来 只是这中间还关系到 跟学校那一方面的 任聘合同 所以 学校里面 只安排的那几个教练 轮换地教他们 说是轮换 其实自从奥斯卡 他们队伍 连任拿了两个奖杯之后 最有能力的教练 都默认地选择了 留在他们的队伍当中 这情况的确有些羞辱人 可又无可奈何 凭实力说明一切 他们虽然不止 在比赛当中 用龌龊下流的手段 去对付自己的对手 可也没办法 在球场之争中 争吟奥斯卡他们 这支队伍 所以 当张师傅的武术馆 开张之后 欧文等人 第一时间过去报了名 他们在电影上 看见过 中国的功夫非常厉害 所以慕名而来 想学一学 哪知道里面的水这么深 他以为捡些紧要地练一练 练个一个月半个月的 就可以出师了 来之前 乐宝就特地 给他们支过招了 如果单单个人打架来说 他们打不赢奥斯卡他们 但是打群架就另外说了 乐宝一脸神神秘密地说 群架这种东西 它是讲究战术的 而不是随便来 你想打谁就打谁 如果你们明天 想抢回自己的主会场的话 就听我的安排 按我说的去做 你们肯定能把足球场 给拿回来 不管乐宝说这话 是不是夸大其词 大家都愿意相信他 就算不能把足球会场抢回来 光是出出气 心里也快活 线下面前的这一幕 正在按着乐宝所预期的发展 先去激怒他们 然后诱导着他们来打群架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集体训练 大家的默契也是更上一层楼 要怪就只能怪奥斯卡 他们太忙碌太自大了 还真的傻傻地 迈进了他们的陷阱当中 果不其然 在被激怒之后 奥斯卡就将话题拐回了正轨当中 昨天说了 我们今天要好好比试一场 我不想在这个小屁孩身上再绕圈子了 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们跟你们 欧文将足球放在指尖上面悬动 随后又抛下地下一脚踩住 你想怎么比试 比踢足球还是要比打架的功夫 前面都说了 他们踢足球的功夫不相上下 奥斯卡再怎么嚣张 也不敢对着自己学校里面的同学 下一些肮脏的手段 其他的 不说大家都是住在这里的人 在学校里面既是同学 在这边家长之间也互相认识 如果真的弄出了个好歹孔 怕他回家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学校治不了他的地方 他的老子可能会拿出枪来 直接崩了着他的小腿 双方都是知道这一点的 如果比赛上面不用点手段 奥斯卡是很难硬欧文他们这支队伍 这岂不就是啪啪打了自己的脸吗 奥斯卡当然不乐意这么做 他身后的队员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 大家其实心里算良的都差不多 奥斯卡的队长站出来说 踢足球有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较量了这么多回了 不如就来论个拳头功夫吧 这些傻傻的鱼儿上钩了 乔迪跟欧文互相对视了一眼 皆看到了彼此嘴角隐秘的笑意 你想怎么论拳头功夫 欧文脚下将足球踢来踢去 吸引了对方一些人的目光 他一边动脚 嘴上一边说 我们双方人马的队伍加起来 少说也有二十来个 怎么想让我们一个个轮流比试吗 那恐怕比到天黑都打不完啊 奥斯卡他们队的队长 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如果一个个来的确不行 他思考了一下说 不然我们挑五个人出来 这五个人作为代表打一场价 谁赢了这块场地就归谁 欧文又拒绝了他这个提议 我觉得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可以 五个人万一其中三个打一两个打输 那么这个场地应该归谁 第433章 战术取胜 奥斯卡听了之后暴躁地说 这也不行 那也不可以 你到底是敢不敢打哈 还是找理由想躲避 如果真的是不敢抢 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滚蛋吧 省得在这里爱手爱脚的 乔迪这时候站出来 毫不客气地嘲讽他 拜托 请你将脑子里面的水洗一洗 什么是我们不敢抢 而是你们自己先抢了我们的场地 在这里作威作福 让我说要嘛大家一起打群架 反正以前不都是这么解决的吗 说着乔迪率先卷起袖子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横什么时候 之前的确都是这么解决的 并且欧文他们这几个人 压根就打不过他们 奥斯卡等几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觉得这个法子也可以 那我也让他们自己显得有底气一点 奥斯卡还特别跟他们强调说 不是我不让你们 而是我们就要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本来就需要多一点的训练时间 乔迪听了这话 吃笑了一声说 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需要去多一点的训练时间 就你们需要 好像我们不需要一样 还是比赛名单已经内定了 对面的队长压根不敢说话 比赛的名单的确还没有内定 外出这场比赛 他们两支队伍都有同样的竞争能力 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出来 说什么也为时尚早 他们敢抢场地的原因 不过也是因为狂妄 为了挽回自己为数不多的面子 队长强调说 不要再说那么多了 都说了 我们现在要以实力决胜负 既然你们提出了想打群架的方式 那我们也乐于应战 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头 我们可是不止一次打败过你们 如果你们依然决定 要用这样的方式对战的话 我们也是无话可说 只是输了 可别回家哭鼻子到处告状 乔迪这边的队员听了这话 都愤愤难评 斗志一下都被挑了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打输过架 回家哭鼻子的 回家哭鼻子的人恐怕是你们吧 醒了行了 不要吵了 时间不多再吵下去 天都黑了 来吧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他们根据草坪的两边 分裂好队伍 互相虎视眈眈的盯着对方 边上各出两人 作为裁判同时喊开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什么正式的摔跤比赛 但的的确确 就是这群孩子们较量的方式 奥斯卡在乐宝身上吃了亏 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在这群家伙身上讨回来 以往打架 他就是仗着自己身量高大的优势 将人死死压在身体下 然后再通过拳脚攻击对方 一般会选择对方薄弱的地方下手 男孩子身上 同共也就这么两个弱点 当他们的弱点被攻击的时候 下意识地 就会先防御脆弱的地方 于是 他的第二个计谋就要得逞了 对方去保护下面的时候 他反手就给对方脸颊重重的一拳 把他们打得头昏脑胀 一场比赛 几乎不用什么力气 就可以取得胜利 因为这胖子学过一点柔道的功夫 所以知道一点格斗的技巧 大家还真的以为 他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股蛮力打出来的 但今天胖子发现 情况明显不对了 他正准备故地重拾地 在乔迪身上动手时 身后突然有人狠狠地踹了他屁股 还差点踹到他的档处 奥斯卡痛叫了一声 下意识地回身要防备 结果他刚转过头 就被乔迪一拳击中了自己的脸颊 使用的招数吗 竟然还被他们用回自己身上了 奥斯卡当下又羞又脑准备起身 旁边的人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一下子忘记了 这是打群架 大家随便来的 看哪个不爽就去打哪个 根本就没有逻辑可言 奥斯卡想大喊 他们行为不磊落 也光明都找不到理由 很快他就发现了 原本欧文他们的队伍人员 打起架来像是无头苍蝇 可现在这些人仿佛找到了目标 谁最能人打就去打谁 大家一起抱团 找着最凶狠的那个人下痛手 他是第一个 接下来便是他的队长 紧接着便是球队的守门员 一个挨个被教训过去 一点逃跑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并且这些人还非常鸡贼 动用了人海战术 将他们这几个主要的核心队员 分别围得起来 奥斯卡想跟队长 还有守门员一起沟通战术 都没办法 他们几人被围着打 其他的队员仿佛 失了的主心骨 开始胡乱地追着人揍 但是这种胡乱的打法 又怎么打得过 这些有战术的人 即便是身体素质这方面 比拼不过他们 但是战术完全可以 把他们摁在地上摩擦 不到十分钟 奥斯卡的这些队员 挨个地躺在地上哀嚎起来 最先承受不住的面对是队长 停手 停手 我认输 不能打脸 不能给老子打脸 打完了我脸 我回去没办法跟我妈交代 欧文松开他的领子 往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站起身来 真是怂 怎么现在就认输了 我还以为你能多挺一会儿呢 队长躺在地上呼吱呼吱地喘气 脸上轻一筷子一块 他抬手碰了一下颧骨的位置 那里皮肉肿起不用响 也直到一片通红 轻轻一碰 他就痛到忍不住叫了一声 都说了 不能打我的脸 你们怎么还打我的脸 欧文只想呸他 今天跟你们打架的时候 可没有讲究这么多 你们可是歹毒 歹着我们 哪里就往哪里打 他抬手指了一下 自己当部的位置 有几次还攻击我这里 你们自己忘记了 我没有按着你们的方式那样做 已经是给你们极大的面子了 还不打你的脸 打得跟猪头一样都有 后面那句话 他放在心底没说出来 队长善善一笑 慢慢地爬起身来 他浑身都痛 但是为了面子 强撑的一声不吭 大家依旧还在大混战 有的人看见他 从地上爬起来了 眼睛一亮扑过来 就想给他一拳 队长见此大叫了一声 你不能对我动手 我已经认输了 同时 欧文也伸出手 去阻拦自己的队友 这家伙 已经被我收拾的服帖了 放过他吧 听见自己队长喊书的声音 大家纷纷转头看过来 一时间军心涣散 然而 这也给了欧文他们 队伍人员的机会 一顿痛欧 把这些家伙 打在地上嗷嗷地求饶 第434章 他是我们老大 这场战斗 最终以他们全面胜利告终 情况一下子和平时反了过来 坐在草地上 碰着自己的伤痕 哎 喊痛的人变成了奥斯卡他们 而乔迪率着自己的人 在边上庆祝 这是他们面对奥斯卡这些人时 第一次意义上的全面胜利 大家都没有想到 按照乐宝所说的去做 还真能赢得这么的容易 众人欢呼地 将乐宝从地上抱起来 乔迪将他抱在手中 往天空一抛 乐宝你真是太棒了 我太厉害了 我们太喜欢你了 乐宝尖叫了一声 落下来被无数双手接住 然后又一起被抛上天空 奥斯卡满是不解地看着这一幕 他不明白 乔迪他们打赢自己 跟这个小屁孩有什么关系 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小屁孩 有着神秘莫测的能力 就凭他砸自己的那两个球 成年人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力道 直觉告诉奥斯卡 乔迪他们这次 之所以能变得这么厉害 肯定跟面前的这个小屁孩有关系 他拿纸巾 胡乱抹了一下脸 站起身来 哎 正在欢呼的人群 没人理他 奥斯卡忍不住酸了剧 才赢了一次 有什么好高兴的 没想到 正处于人群欢呼中心的乐宝 耳朵这么尖 竟然听见了他 并不大声地自言自语 乐宝连忙对在 抛着自己的男孩子们大声说 停 停 先暂停一下 我听见那个胖子说话了 奥斯卡不高兴地说了句 小屁孩 你说谁是胖子 这没有礼貌 大家将乐宝放到地上来 乐宝插着妖神气十足地 看着他说 你自己都不尊重我了 还想让我尊重你 你说谁小屁孩呢 真没有礼貌的死胖子 奥斯卡红红紫紫的脸 一下子又变得颜色 气愤地盯着他 我告诉你做小朋友 不能太嚣张 没有想到乐宝极为认同的点点头说 对做人不能太嚣张 不能就像你一样被打 奥斯卡气到无话可说 可他已经实验过了 他打不过面前这个小屁孩 这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 可事实就是如此 对方扔个球 就能把他砸倒在地上 说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奥斯卡深吸的口气 忍下自己的情绪 他可没忘记 自己想要问什么事 喂 欧文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们到底是耍什么样的诡计 明明半个月之前你们都打不过我们的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还有你身边那个奇怪的小屁还是谁 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欧文坦然一笑地对胖子说 他当然有特殊的地方 他是我们的老大呀 如果这话放在刚才一开始 来的时候就说 肯定会被奥斯卡的团队 给笑得满地爪牙 可现在的时候 提起就给乐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奥斯卡和他的队员们面面相去 乔迪双臂还凶 小胖神气张扬 你们该不会是打不过我们一直在找借口吧 说我们用什么诡计 这话不是他们刚才说的吗 弱者总是希望找各种理由掩饰自己的不足 奥斯卡 我没想到原来你也是这么输不起 奥斯卡急得连连跺脚 放屁 谁说我输不起 我只不过随口问一问而已 你们愿不愿意说 不愿意说就拉倒了 他语气笃定地说 那你们肯定这段时间偷偷去干嘛呢 不然不会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 老实说吧 有什么好掖着藏着的 有什么好掖着藏着 什么事突然变得厉害 我们明明就是光明正大的变厉害 至于我们去干嘛呢 你猜呀 奥斯卡想知道 可他们偏偏就是不告诉奥斯卡 急死他 奥斯卡又放不下脸面来问他们 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能变得如此厉害 连着问了两次 对方一点都不愿意回答 还将他们驱赶出球场 刚才已经协商好了 哪个队伍赢了球场的使用权就归谁 线下奥斯卡他们也没有脸反悔 上次他们打赢的时候 奥斯卡也是这样 对乔迪和欧文这样做的 奥斯卡和他的队长 以及队员们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球场 身后是乔迪跟欧文等人的欢呼声 有了乐保的指导之后 他们以后想要再跟奥斯卡们对抗抢球场 再也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被对方戏耍着完了 又是一天早上 乔迪欧文小胖等人 准时准点来到乐保家里楼下打卡 老爷子看到这一幕直呼稀奇 开始他听家里的庸人和管家在说的时候 还没怎么注意 知道他的老朋友给他发来的消息 让他每天早点起床 去参观一下自己的家楼下 有什么奇特的景象 老爷子出于好奇 还真得早起在楼下站了一下 结果就看见一群毛头小子 浩浩荡荡自己走过来了 但冷不丁地看见老爷子站在门口 小子们仿佛还害羞了 一下子站住脚步 没赶过来 老爷子面容慈祥地 对这些小家伙招了招手 你们是过来找乐保的吗 怎么站在那里不过来 之前不都是走到楼下来的吗 大家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打扰到老爷子休息了 所以他现在特地过来这边等大家 人都已经站在这里了 他们总不能往后退于是 大家还是鼓起勇气上前来 众人齐声跟叶老爷子问好 爷爷好 老爷子没开眼笑 各位小伙子们早上好 你们怎么都起这么早啊 欧文为首的男孩子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说 我们早上起床锻炼身体 你们现在的小朋友能有这样的意识 真是一件不错的事 老爷子接着又讲 你们是过来找乐保一起去锻炼的吗 乔迪试探地问老爷子 是不是每天过来 打扰到你们休息了 随即不等老爷子说 自己又解释 我们过来正好是顺路 所以每天 老爷子忙说 你们误会了 不是打扰到我休息 我们每天起床的时间 差不多也是这么早 你们知道的 老人家睡眠总是比较少 老爷子倾壳了一声 带着好奇的神色问 主要就是想知道 你们怎么每天都有毅力起得这么早的 小胖子拍着自己小离圈的肚皮说 有收获 当然就起得早了 这件事情 还要谢谢乐保妹妹 我任他当老大 所以每天过来找他 没想到 这个没心没肺的小胖子 一下捅出了这件事 第435章 差点露线 果不其然 老爷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你们任他当老大 他语气中满满的不可置信 老爷子着实震惊了 这 这他听到了什么话 竟然说认他的乐保当老大 这群小子 认他家乐保当老大 然后是老爷子这辈子 见了不少的风望 听见这群最大十来岁的小孩子 说出这样的话 一时间都觉得滑稽可笑 又偏偏有几分相信 欧文连忙就场说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乐保妹妹年纪最小 所以我们提倡了一个好玩的办法 干脆大家一起叫他大哥 乔迪 对对对 听得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但是边上的一个小胖子 明显一头雾水的表情 出卖了这件事情有奇怪的地方 老爷子觉得有趣 心里好奇 乐保是怎么收服这群小子的 他不动声色之 假装出一副 真的什么都不明白的模样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倒是挺有创新的 大家对视了一眼 皆是尴尬的笑 小胖子记忆力比较不好 俨然已经忘记了 乐保交代过的事情 现在正一脸茫然的表情 看着大家 见大家都是一口同声 他也跟着傻傻地点了点头 老爷子憋着笑假装 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也跟着用极其相信的表情点了点头 乐保应该快下来了 快去晨跑吧 加油少年们锻炼好身体 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他刚说完没多久 乐保就从家里小跑出来了 叶老爷子目送着这一群 大和一个小的身影远去 双手附在身后 慢悠悠地走回了家中 在隔一天晨跑的时候 欧文他们便不在楼下喊乐保了 思考了一下 他们敢用手机联络的方式 给乐保打电话 毕竟这不像在学校 大家出来的时间都那么统一 乐保家是最后的必经之路 所以大家都是最后 才顺路过来喊乐保的 叶老爷子的朋友 兴致冲冲地跟叶老爷子分享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家那一个孙子 现在乖得跟什么似的 竟然天天成群结队地去晨跑 而且还非常准时地 每天去武馆报道 据老实讲 他在武馆里面也乖得不行 还不止一个老朋友 发来这样惊讶地反馈 叶老爷子心中得意 但他就是不表现出来 反而一脸高深莫测地 对这些朋友说 你们不懂了吧 这就是中国功夫的魅力 众人纷纷都是 一副惊叹的语气 老爷子觉得 里面有内情 但他现在不知道 内情是什么 公园里面早早起来锻炼的人 已经习惯了 有一堆小家伙 在这边晨跑 有时候他们来晚一点了 还会被公园里面 锻炼的老大爷说 大家纷纷都在鼓励 他们锻炼身体 爷爷们也非常可爱 其中更是有 他们队友之间的老爷爷 小家伙们跑过去的时候 大家就拿起手机 对着他们拍照 然后再跟好友或者家里人 互相分享照片 开始大家还很不习惯 慢慢的都适应了 这天他们跑完之后 开始休息 大家一起伸腿拉筋 有个老爷爷忽然过来 跟他们说 你们这两天怎么回事呢 跑着跑着 还有个掉队的 众人对视了一眼 欧文起来鼠立一下 人头发现并没有少 没有啊 爷爷 我们的队员都在这里 老爷爷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他抬手往小树林的方向 一直问 那奇怪了 怎么有个小胖子 成天躲在那里的 有时候就看见他掉车尾位 跟在你们后面 大家一听 纷纷长地往他说的方向 看过去 结果什么都没看到 只看到了一片树叶 都掉光干枯枯的树林 这清静 不及让人觉得 心里有点害怕 什么都没有啊 怎么会说 有个小胖子 跟在他们身后 比较胆小的人 小心翼翼地对老爷子问 是长成什么样的小胖子啊 男的女的啊 边上另外一个老爷爷坐过来 七嘴八舌地 一起描述小胖子的长相 这个人的样貌 似乎越听越觉得眼熟 大家又问老爷子 他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老爷子只思考了一下 还没想出来 另外一边的老头借口说 穿着深蓝色的T恤衫 桥底眼珠子滴滴溜溜一转 想到了这个出现的人 可能是谁 他与欧文对视了一眼 彼此皆了解了 对方心底的想法 他们凑头过来 和老爷子低声耳语 不是一个长这样子的 老大爷们听了后 连连点头 哈 没错了 就是奥斯卡那家伙 没想到那家伙 竟然委委所所地 偷偷来跟踪他们 大家瞬间一记上心头 商量了一下 低声对老大爷说 爷爷 要是一会儿 你再看到那个人的话 就悄悄比手势 跟我们提醒一下 为了不让老大爷觉得奇怪 他们眼也不眨地撒起晃来 因为他是我们队伍里面 落单的人 前几天跟我们吵架了 现在不好意思跟我们打招呼 所以我们只能主动 过去找他 老大爷不意外地相信了 他们这帮小朋友的说辞 于是他们 偷偷比了个OK的手势 低声告诉他们 等一会儿 看到他在出现之后 我们就抬起手来举过 头顶拍三字手 你们看这样可以吗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可以可以 看起来就跟老人家 平时正常锻炼没什么差别 奥斯卡应当是不会想到的 小胖嘀咕了句 他想干什么 这样偷偷摸摸地跟踪我们 不出意外的话 是想了解看看 我们是不是背着他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才能一直打败他们 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挺有意思的 竟然委委索索到这种程度来打探 于是短暂地休整过后 按正常的运动时间 他们本要打到回府去了 因为知道奥斯卡就在不远处偷窥 所以大家暂时决定不回去得那么早 而是慢悠悠地在公园里面比划起来 准备吊奥斯卡出面 谁叫他偷偷摸摸地摸在那边看 大家耐心地等了好一会儿 那两个老大爷 突然一致地抬起手来举过头顶 开了三字手掌 乐宝机敏地对他们说 先不要急着转过身去 如果大家都一起 转过去肯定很奇怪 我先看 你们维持原样不要动 大家都十分配合 于是乐宝装作不经意识地 小跑到众人身后 突然转头看过去 奥斯卡就偷偷摸摸地 躲在树后里面偷看 第436章 恶人字有恶人魔 他没料到 乐宝会突然转过头来 顿时吓了一跳 反射性地撒腿开始跑 乐宝对着自己的小弟们大吼了一声 那边有一个奇怪的人 快去抓住他 大火奇奇地大喝一声 冲向奥斯卡 奥斯卡见了这场面之后 简直是屁股尿流地往前跑 但他哪里跑得过 最近这段时间 天天来锻炼的欧文他们 没一会儿 便被大家接二连三地 扑上来给抓住了 奥斯卡被众人压在最底下 哀嚎了一声 不要动我 不要动我 这奥斯卡 你们快起来 你们要把我压死了 原来是奥斯卡 我还以为是哪个 偷偷摸摸的小贼 在这边偷窥我们 奥斯卡仗红了脸说 我才没有偷偷摸摸 偷窥你们 你们有什么好 值得别人偷窥的 既然这样 让你微微缩缩地 躲在那边干什么 刚才我们一叫你 还撒腿就开始跑 就你这样的举止 谁不将你当猥琐的人看 奥斯卡里亏 说不出半句 为自己辩驳的话 只能用自己的大掌 推开身上的人 行了行了 让你看两眼 你们身上也不会少块肉 大家纷纷松开手 让他起身 奥斯卡一边拍着 身上的灰尘一边嘟囔 至于这样子紧张兮兮的吗 我不过是听说 你们最近在搞什么武术班 过来看一下 周边上锻炼的老人 见这情况 纷纷站在那边伸着脖子观看 小朋友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需不需要帮忙 不用不用 我们这边是朋友在闹着玩 不等大家开口 奥斯卡自己率先解释起来 整顿过后 大家找了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奥斯卡双眼放光地看着他们 你们最近都变得 这么厉害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 在那个武馆里面学习武术 我也想过去一起学 都说了 他们变得这么厉害的原因 是因为我呀 乐宝环兄站在他面前 他个子矮矮 但是气势十足 大家可是认我当老大的 你要是也愿意 认我当老大的话 我还能考虑教教你 闻言奥斯卡觉得 他是在羞辱自己 一张胖脸账的通红 你们开玩笑就算了 小东西 你要是对我说这么放肆的话 我可能会忍不住 对你动手 是 乐宝还没笑 边上的几个小伙伴 先不客气地笑出声了 奥斯卡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声地质问 你们笑什么 难道不相信 我打不过这个小东西 大家吓到 不是因为笃定 他打不过乐宝 而是在想到昨天 他已经被打脸了之后 今天还这么嚣张 奥斯卡现在脸上的伤痕 可还没有完全退去 轻轻自自的一张脸 看上去十分狼狈 乐宝说 你以为武术馆 是谁想去都能去的吗 你愿意去师傅 也不一定收你这个徒弟 哼 奥斯卡说 难不成是你家开的 你说的算吗 接着他又带着几分 轻蔑的口气说 而且那种地方 不是给钱 他就收吗 我就不相信 把钱给人家 他还会不收我这个徒弟 众人还没来得及 跟他说去武馆学习 是不用收钱的 看见了出现在奥斯卡 后面的男人后 大家纷纷送以怜悯的眼神 奥斯卡还没明白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还在这边大放厥词 我家又不缺钱 你们交一倍 我能交两倍的费用 他会不交我 话音未落 身后有人弹了 一下他脑瓜子 奥斯卡痛得哀嚎了一声 他捂着脑袋 愤怒地转过头去 谁 谁 只见他身后站着一个个子 不是很高的亚洲男人 对方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对他说 就算你给三倍的钱 我都不会收你为徒 别做梦了 奥斯卡惊一不定的目光 上下打量张师傅 你就是那个武馆的师傅 不等张师傅回答 他又说了一句 你把欧文和乔迪他们 变得这么厉害的 可是我看着不像呢 就你这身板 前一句夸赞的话 张师傅还想谦虚一下 听到后面那句 他无奈地笑了笑 小子送你一句话 修武仙修德 我能不能教得出好学生 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反正是教不出你这样的学生 奥斯卡没料到 会被人这么不客气地嘲讽 当即想要反驳 结果张师傅压不鸟他 直接叫上自己的徒子们 孩子们走吧 今天是师傅你们吃早餐 众人一声振臂高呼 跟在张师傅身后走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去理奥斯卡 奥斯卡竟说不上来的落寞 站在原地目送他们的身影离开 过了两天之后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还是跟足球场场地有关的事 并且这件事情 在欧文他们看来 可以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 那叫做说是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两天时间 由于小伙伴们没办法凑到一起 所以他们暂停了足球训练 并未向学校再去申请使用场地 所以奥斯卡他们不用抢 也有大把大把闲下来的时间可以用 但不知怎么了 甚至没人抢的东西比较不香 这些人踢着踢着 觉得学校的足球场太无趣了 他们想要去外面的球场玩 但外面除了公园 就只有体育馆的足球场 公园的足球场 没有怎么再使用草坪 属于打理 那边的杂草最高的都有 他们小腿度高了 这个地方可不能用来踢球 大家又懒得出资 去打理这一个公共球场 于是便把目光 瞄向了另外的体育球场 不巧了 这里是另一伙恶霸所占据的地方 想要跟他们争 得先打过他们才行 奥斯卡等人 平时在学校里面横行霸道惯了 并且学校里面敢跟他们抗衡的队伍 就是欧文等人 饶是如此 欧文他们也是在前两天才打得过他们 因此他们在这个公共足球场上 依然延续了之前的作风 哪怕时间到了也不下场 依然在上面踢着足球 这就让旁边原本已经到 使用时间的队伍坐不住了 大家纷纷站起身来催促他们 喂 你们怎么回事啊 该轮到我们了吧 你们怎么现在还站着场地 奥斯卡停下奔跑 将球踩在脚底下 喘了口气 抬头抹去额头上的汗 傲然地看着这些人说 你们没看到我们的训练还没结束吗 结束了就给你们了 真是开玩笑 你们展了这么长的训练时间了 什么时候才结束 第三百三十七章 到底想干嘛 奥斯卡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回应说 自然是时间到就结束了 催什么 催有什么好催的 一句话就惹火了对方的人 这火的人可不是像欧文他们那样 既说不过也打不过 这些人人数虽然没有奥斯卡他们的人这么多 但是一个个也豪横得很 直接冲上来问 死胖子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短短时间你要打这么多场架 奥斯卡脸上的淤青都还没散去呢 他的小伙伴也是一样 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小流氓的样子 脸上亲一块 眼眶亲一块 有的人眼睛还是肿的 看清他们模样 最后对手发出了嘲笑的笑声 你们这是哪里来的流浪狗 就这么一句话 双方直接打起来了 奥斯卡本来已经不想再动手了 可是被对方给激怒了 他是第一个上去的 他就如同队伍的信号枪一样 一旦他发动了 后面的人也就跟着一起动了起来 这一场混战也是打得昏天暗地 不过对方们可不像欧文他们那样 讲道理 适可而止 一场打下来没几下 奥斯卡的队员们就倒在地上嗷嗷叫 这对方是下狠手啊 完全不给他们求饶的机会 直到有的人打到鼻子血都出来了 这些人才松了手 对方才说 那时候像赶流浪狗一样去赶他们 滚开吧 废物 不知道在外面 就得遵守外面的规矩吗 到了时间就该滚开 我管你们训练训到什么时候 想训练回你妈的怀里训练去 别在这边占用公共场地 奥斯卡等人灰头土脸地被赶出来了 这是他们猖狂这么久 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隔了两天武馆门口 突然出现一个满脸轻肿的胖子 欧文出来扔垃圾 冷不丁地看到门边站着奥斯卡 吓得差点把手里的垃圾 直接往他身上甩过去 定了定神 他拧着眉头问奥斯卡 你在这里做什么 奥斯卡神情别扭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什么 见此欧文便走过去把垃圾扔了 随后便返回武馆里面 不打算再理这个胖子 眼见着他就要这样走进去 奥斯卡连忙喊住他 等等欧文 欧文停住脚步 不耐烦地转身过来问他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不要在这里吞吞吐吐的像娘们 想拜师的话 自己进去找张师傅 不过我估计他是不会收你的 想偷窥的话 我跟你说实话 站在这里 你连一个毛都看不到 奥斯卡一张搞笑的脸上 出现了滑稽的表情 因为脸上受伤的地方 还是亲子总体的状态 他想要做表情特别困难 当下既想对欧文 露出友好的表情 又不想让自己的行为 看起来太过谄媚 矛盾之下 脸上的神情 变成了要哭不哭 要笑不笑的样子 欧文往后跳开了两步 避开他的手 一脸嫌弃地说 说了你有话就直说 搞出这副表情做什么 好像有人要抢你一样 奥斯卡脸色顿时又涨红了 他强行为自己找理由说 也不是真的 我想来的 主要是我爸爸叫我过来的 我才过来的 这时候欧文才发现了新大路 抱胸左一看 又一看地观察他 这张滑稽的脸 咦 不对啊 我们打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的脸怎么看起来 比之前还要惨 奥斯卡连忙躲闪他的目光 哦 欧文毫不客气地猜测说 你是不是最近又被谁给打了 在哪里嚣张了 哎 人家教训呢 他不过随口一猜 竟然就是真相 奥斯卡当然不肯承认了 他矢口否认说 自己是骑车摔的 欧文怯切地笑假装 连连点头附和他的说法 行吧行吧 摔的摔的 不管你了 我要回屋馆里面去了 别走啊 别走啊 奥斯卡连忙拉住欧文 焦急地说 我问一问你 为什么这个张师傅 他不肯收我 是什么不缺钱吗 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 欧文有时候很讨厌 他这种自大 拜托 你到现在 自己都还没搞清楚 是什么情况吗 奥斯卡一脸三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表情 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吧 七 脸皮真有够厚的 不尊重人 这还不够不好 奥斯卡恼怒说 强者为尊 这不是常识吗 强者为尊为重 打赢别人靠的是技术不错 但可不是 靠你这一手的蛮力 加一嘴的臭话 奥斯卡舌头都打结了 你你 最终 他还是没有敢迈进武馆里面 心里自己也知道原因 奥斯卡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连着几天都偷偷摸摸到武馆 外面蹲着 起先大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直到打扫的大妈 跟张师傅聊起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奥斯卡不声不响地外面蹲着 见证过这个人的坏嘴巴 哈破学着勒保双臂抱胸哼了声说 他是想干嘛 想来偷窥我们吗 还是想来偷偷学技术 当师傅说 来者是客 总不能让他一直在外面站着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请他进来坐一坐吧 于是 还在外面徘徊的奥斯卡 就这么被请进来了 在众人的围观之下 被摁到椅子上坐下来 这场面可不太像是代客指导 奥斯卡的紧张 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我 你们要干嘛 他一副生怕别人 把他拖进来打的表情 乔迪嘲讽他说 应该是我们问你要干什么吧 委委所索的 一直在外面又不敢进来 你到底是想怎么样 张师傅倾壳了一声 提醒他说 再怎么样都是客人 不要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 说完乔迪之后 他转而看向奥斯卡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你这几天都在外面 是有什么事情吗 奥斯卡低下头想了一想 决心还是说把实话说出来 其实是我爸爸让我过来的 我这两天跟人打架打输了 说着还向他们展示了一下脸上的伤痕 奥斯卡抿了抿嘴唇说 我爸爸说让我过来跟你们学习一下 那有没有更厉害的技术 可以打赢别人 认识一下自己的缺点 有什么样的父亲 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 常年累月下错误的教育 奥斯卡变成一个争强好斗的人 比不过别人就是自己有问题 包括打架这种事情在内 第348章 怎么不进来 奥斯卡父亲给他灌输的教育理念当中 有这么一条 只有最厉害的人才可以打破一切规矩 超额享受别人不能享受的事情 但这条规则更适用于成人的社会 奥斯卡的父亲没能说明白 而奥斯卡也领悟得太过透彻 在他的世界当中 他用拳头走出了一片天地 所以他就习惯了 用这样暴力的方式 获取更多的好处 也让更多的人 沉浮在他的拳头之下 他也没觉得 这样做事的方式有什么不妥 反正大家也是这样子来的 例如欧文最后不也得跟他们打一架 然后输在他们手底下 这次他跟人打架打输了之后 一脸亲子的模样 被父亲看见了 毫无意外的父亲 对他又是一通训斥 奥斯卡别别扭扭地解释 自己打不过的原因 那原因归咎于 自己这几天没有锻炼身体 所以跟别人吵嘴的时候打了一架 结果没打赢 鉴于父亲平时教育的模式 他太能拿捏父亲的心思了 果不其然 在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 父亲当即对他讲 打过别人就不要硬上 蠢货才这么干 身体素质跟不上 这不是你的原因 看看你最近又胖了多少 你应该出去多锻炼锻炼减减肥 父亲随即又骂 不知道踢足球踢哪里去了 这一身肉是怎么吃出来的 我听说岛上刚好最近有一个武馆 我建议你还是过去那边锻炼锻炼身体 奥斯卡从来不敢反驳自己父亲的话 当下听到这个武馆的时候 简直就是眼前一黑 父亲还跟他说 我听说最近很多人家的小朋友都在那边 我也帮你打个招呼 你过去吧 奥斯卡想到了张师傅 对自己毫不客气的态度 当即背后一凉 说实话 他是不想去的 察觉到儿子的脸色有点奇怪 奥斯卡父亲当即问 你这副表情做什么 要是让父亲知道了 自己早就见过张师傅 并且因为不知道的原因 惹得他不开心的话 恐怕自己会挨到父亲一顿痛揍 于是奥斯卡紧张地说 不用你去交代了 我也有很多的同学都在那里 我自己过去找他们就行 父亲听了之后 并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点点头说 去修身养性也是好的 所以这才有了奥斯卡多天以来的 徘徊在外面的景象 他又不敢进来又不敢走 怕回家去就会被父亲抓到 从而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 进武馆关学习的事情 不能回家 也不能去其他地方乱晃 否则就会被发现 其实他心里还抱着一个想法 就是他来这边 但是他不进武馆里头 就在外面待上一整天的时间 假装自己已经去过武馆了 反正父亲过段时间 一会出差去了 也不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去 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奥斯卡在外面 磨磨蹭蹭地站了好几天 但是最近他一想 又觉得 或许可以再用好一点的方式 不然他要是在这里 万一家里哪个庸人路过 随口说给自己的父亲听 那么又有的他麻烦了 奥斯卡心中想着 找个理由进去做一做 他可以不用学不用 跟着这些人一起去练 只要让他待在武馆里面就行了 用钱买时间 所以他拉住了欧文 想要让欧文帮忙说两句 让他进来 但是话到了嘴边 看着欧文的脸 却始终说不出这样的请求 也不能怎么办 那就在外面继续干站着呗 直到他现在被人扯了进来 多目相对 奥斯卡坐在椅子上 浑身都不得进 也不是我想过来的 他努力地想把自己的腰杆 挺直一点说话 是我爸非得让我过来看一看 所以我才来的 哦 大家不约而同地 发出了同一种声音 奥斯卡脸皮又开始涨红 一张脸月看月滑稽搞笑 既然来都来了 你为什么不进来 非要站在门口 面对张师傅的提问 奥斯卡别别扭扭地说 我只是还没怎么想好做开场白 不需要什么开场白 哪怕你敲敲门说 你想进来喝杯茶 我们都会请你进来做一做 张师傅捋着下巴上的小胡子 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男孩 不如你还是坦诚地说吧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 在这边晃来晃去 孩子的心事都写在脸上 太好猜了 见奥斯卡不说话 欧文便熟练地用手段刺激他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过来偷窥 我们对不对 公园里面什么都没偷窥成 所以一路跟我们跟到这里来 然后偷一些技术 你放屁 才不是这样子 奥斯卡果然吃这一套 直接就把原话给交代了 要不是我爸爸让我过来 我才不过来呢 我就想在里面待一会儿 行的话 我可以付钱 这时一般孩子当中 有人接了他的老底说 我知道了 奥斯卡的爸爸一定骂了他 所以他才会过来的 他连忙慌乱地否认起来 但是越否认 就显得事实越接近真相 奥斯卡绷不住 只好自己又扯了另外一个谎说 我其实也是想过来学习学习的 如果可以的话 也教教我 一慌起来 他说的话甚至不过大脑 因为我前些天跟人家打架打输了 所以现在正在想办法 怎么样才能打回去 我看你们这边 又近也好像挺规范的 所以我就来这边看看 张师傅沉沉地笑出声 很感谢你的欣赏 但是我这边教人习武 不是为了教你们打架用的 你可能没理解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修武先修德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学习这一门武术之前 必须要先学习把自己的品德提高 不管盛世从事这方面的人 他都应该认识到 不应该用自大和顽劣的语气 去随意谩骂别人 更不应该做出以大欺小的事情 张师傅淡淡地说 如果学习武术是为了欺负别人 又或者为暴力而行 那么这样的徒弟我是不会收的 奥斯卡纷纷地反驳说 既然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纵容欧文他们 来跟我们打架 不能以大欺小 那就能以小欺大的吗 奥斯卡嘴巴语气很冲地说 站着自己有天赋 到处挑衅别人 这就是你说的 要先修什么品德 张师傅困惑地拧起眉头 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你的话 在他后面的众人 暗暗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这时乐宝刚好从外面进来 第439章 质问 他前脚刚才进门 后脚就听到有人 指名道姓地指控他说 是你们这边 这个三岁多的那个 中国小女孩子 白皮肤黑头发的那个 奥斯卡指着自己的额头说 既然你说 不能为了打架去学习武术 可你的这些徒弟 他们学习完第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找我们报仇 还是在那个小女孩子的 带领之下报仇的 看到我额头上的痕迹没有 这就是他拿球砸的 奥斯卡说 这么小的小朋友 你都愿意收 但是不愿意收我 他说话的语气也很冲啊 他对我都不客气 张师傅听的 还是一头的雾水 转而询问自己身边的人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太懂 他一直是说 乐宝欺负他了 说好了 打输的人不能回家告状 没想到奥斯卡 这么没品德 竟然在这边说起这些事情 大家正要准备 声讨奥斯卡的时候 就听到乐宝清脆的声音说 你这个手下败将 自己说这些 不觉得丢脸吗 他背着小书包 一路走过来 今天的乐宝穿了一身 粉白的衣服 最外面是羊羔绒外套 帽子上面 还有两个可爱的兔耳朵 担心他在这里会饿 家里的阿姨 往他包包里面 塞了很多的零食 因此乐宝背着这个小书包 就像小乌龟背着他的壳一样 今天他扎了两个 可爱的马尾变 不然都是将头发 全部都梳了上去 露出光洁的额头 以及额头上的 毛茸茸的小碎发 今天他修剪了新发 形留了薄薄的空气刘海 这样的发型和装扮 更放大了乐宝可爱的脸蛋 和漂亮的眼睛 哈珀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想到了 自己柜子里面珍藏的 SD真人娃娃 他还以为是自己柜子里面的 SD娃娃跑出来了 哇哦 哈珀毫不吝啬地夸赞说 乐宝你今天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个发型真的好适合你 众人的注意力 一下子也被吸引走 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奥斯卡刚才提出的问题 反而被人忽略了 眼看着乐宝 突然之间成为大家聚焦的焦点 反而没人关注 他刚才说的问题了 奥斯卡急得从椅子上面 站起身来 你们不许给我转移话题 现在看他做什么 乐宝一个一个地 回答众人的问题 最后才将目光 转到奥斯卡身上 他没有第一时间 去回答奥斯卡的话 反而是跟张师傅坦诚起来 对不起师傅 确实去打群架了 他说 而且是我怂恿大家一起去的 就是去跟奥斯卡打个架 张师傅皱起眉头 心里面更多的是差异 你怂恿大家一起去跟他打架的 欧文和乔迪 以及其他的小伙伴 纷纷坐不住了 乐宝仗义的帮助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 让乐宝一个人背起这个黑锅 以欧文为首开头 解释了一下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诚恳地对张师傅认错 对不起张师傅 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 但是真的憋屈憋很久了 好不容易可以 酣畅淋漓地报复一回 还要被奥斯卡这小子 捅上门这样音 张师拧着眉头 陷入了沉默之中 久久没有说话 倒不是他真的非常生气 而是是他想了一下 自己这段时间 对孩子们的教育 说实话 真的没有教什么 特殊的看家本领 连基本功 都是还在初学的阶段 唯一明显变好的地方 是大家的团结一致 他也没能想得通 既然欧文他们说 前面还从来没有打赢过奥斯卡 他们在武馆学了这几天之后 回去便有如神助 直接将这群人给摁在地上打 张师傅抬起眼来 瞅了瞅了宝 这小家伙有这么大的能力吗 站在这边软萌 软萌的 还没有自己的腰身高 和奥斯卡对比起来 更像是一个小山 跟一个小蚂蚁 如果说那群小伙子 靠着自己能力打赢 对方还可相信 靠这个小家伙 去打赢这头大牛 这简直是有点匪所思啊 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前提条件是 这个小家伙是学过武的 并且最少也应该 拥有一身健壮的身体才是 但就在昨天称体重的时候 他发现那把乐宝又轻了两斤 叶老爷子还特地跟他交代过 自己家的这个孙女 喜欢挑食 不喜欢吃蔬菜和米饭 让他多看着点 张师傅还特别注意 让乐宝好好把饭吃完 就这个小身板 他们自己就主动承认了 奥斯卡的底气 也跟着长起来了 你听到了吗 他们自己都承认事实 就是这样了 他们也去打架呀 为什么他们就能继续留在这里 你要是真的觉得公平的话 就应该把我也收进来 或者把他们也驱逐出去 乐宝觉得 这家伙脑子里面简直有大病 跟谁讲就公平啊 这边的事情关你屁事啊 学武不能欺负人是没错 但那是不能到处挑食欺负弱小 而不是能任人欺负 还不能抬手反抗了 乐宝质问奥斯卡 你自己说说你 看起来像是弱小的样子吗 奥斯卡一下子结巴了 而且那天说好了是打群架 打群架 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一场可能不是很公平的较量 欧文也在旁边说 论起来我们还逊色你一筹 我们这边好几个人 都没有你们那边撞 就你一个人 就可以打我们三个人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打赢了你们 从专业的角度上面来说 我们叫做以少胜多 这不属于挑食的行列 奥斯卡骂人厉害 但是讲道理的嘴皮子 跟不上人家 听着乐宝一字一句地反驳他 你欺负别人在先 怎么还有理由在这里颠倒黑白 你自己说说从头到尾 为什么跟我们的人打起来 还不是因为你们占用了 别人的时间和场地 蛮横不讲理在先 被教育之后还跑来枯萎去了 真不像个男人 哈破连声符合 就是就是 自己欺负别人在先 而且不都协商过 打输的人不准回家 哭鼻子告状 你还好意思在这边说 越讲越上火 欧文强调讲 我们都是点到极止 又不像你们那样 你们喊求饶的时候 我们松手了没 奥斯卡念如回应 松了 松了你还说什么 我看你脸上的伤 也还是心的 难不成是被谁给打了不服气 过来这边讹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根本不给奥斯卡发挥的余地 连张师傅都插不进去问话 最后奥斯卡在众人的声讨之下 竟然自己撒开腿溜了 第440章 惊喜 乐宝本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张师傅因为有事 将武馆关闭了几天 乐宝看了一下日历 在距离国内过新年 也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算一算他 已经将近一个月 没有见到爸爸他们了 当下期待得不行 给他们打语音电话的时候 乐宝都忍不住碎碎念起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我好想你们啊 再不来我头顶都要长小草了 我最近长高了 都没人发现 屏幕里面是夜中放大的俊脸 男人手里拿着外套 一边走路 一边笑 有多想爸爸 乐宝坐在桌子前 两手交叠下巴 垫在手掌上面 嘟了嘟小嘴说 晚上做梦都想的那种 想哥哥们 想梁妈和管家伯伯 这样 夜中那边的镜头 随着他的走路 微微一晃一晃 路灯从他背景角落晃过 那你告诉我 你最近有没有乖 可乖了 吃饭也乖 出去玩也乖 在跟师兄们 学习健身的时候 也乖 他臭屁地自我吹捧说 大家都夸 我是最乖的小宝贝 吃 夜中毫不客气的嘲笑女儿 说得这么认真 我反而不相信了 你要不相信 你过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乐宝撒娇地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呀 都快过年了 再不过来 就赶不上飞机了 夜中的边上 忽然又出现 一个熟悉的脸孔 夜招对着镜头 挑了挑眉 一脸坏笑地说 放心吧 全世界的人 都赶不上飞机 我们夜家的男人 都不会赶不上飞机的 乐宝这时 终于察觉出一点问题 都已经这么晚了 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 参加一个聚会 夜招在旁边 努力地将自己的脸 挤进屏幕中 羡慕不羡慕啊 我们现在要去玩了 那今天呢 你们还要去玩 不回家睡觉吗 小管家婆管这么多 夜中不客气地 但守在儿子的脑门上 敲了下 夜招装模作样地 熬了一声 接着他又继续说 乐宝有没有什么愿望 乐宝将旁边的日历 拿过来 指着上面画圈的日子 跟他们说 大家早点团聚呀 那你闭上眼睛 我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此时乐宝终于察觉到 最不对的地方在哪了 他疑惑皱起眉头 不对呀 你们那边应该不是晚上才是 他猛然反应过来 惊喜地站起身 你们是不是已经来了 画音落就见镜头一转 对准的是家中的大门 夜中伸出修长的手指按门铃 与此同时 夜家的门铃也响了起来 乐宝尖叫一声 从椅子上跳下来 迫不及待地 从楼上一路往下飞奔 正准备去开门的庸人 只见一阵风 从自己身边掠过去问了下 愣了下才看清是乐宝的身影 只见乐宝迫不及待地开门 门外面站着的正是他最熟悉的两个人 乐宝发出了欢呼的叫声 一个柱跳起身 夜仲熟练地伸出双手接住了女儿 乐宝双手抱上爸爸的脖子 开心地笑个不停 爸爸爸爸 夜仲一双眼睛都笑弯了 乐宝紧接着又张手向旁边的夜招 兄妹二人黏糊了好一会儿 听到动静的夜老爷子也下楼来 父子二人相继跟老爷子打招呼 这时外出跑步的夜回也回来了 家里一天比一天热闹 这个地方国人并不多 因此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 这对大家来说 一家子团聚就是最好的过年气氛 其他的亲人也在这几天相继地回来 夜灵带回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的名字叫淡淡 是个六岁多的小男孩 一脸奶萌的长相 脖子上戴着耳机 黑发全部往后疏拢 用发胶固定 满脸酷酷的神情 虽然年纪比乐宝还大 但他见了乐宝 却要喊一声姑姑 淡淡虽然有点别扭 但还是喊出口了 姑姑好 年纪小小就占了这样的大便宜 乐宝心里实在暗爽 他拿着爸爸给的红包 学着长辈的样子 走到他面前 嗯 乖 要好好长高哦 淡淡看着面前 个子比自己矮上一截的乐宝 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下 伸手接过红包 知道了 谢谢姑姑 大家都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夜续夫妻二人也旅游回来了 作为家中的老大哥 也是除了老爷子之外 年纪最大的长辈 建了这一屋子的小辈 一件事情 也是遵循传统 给每个人发红包 大家上前一口一个大伯 连高冷的夜回也不能例外 伯伯好 夜续长得跟老爷子最为相似 尤其是笑起来的模样 越老两个人越是像 他拍了拍夜回的肩膀 小子 许久不见 好像又长高了 夜回哭笑不得地说 大伯我已经不能再长高了 我听说男孩子到二十多岁 也是一样能长的 越来越帅了 给你一个红包 早点带个女朋友回家 夜回尔阔忍不住发红 双手接过红包到了生谢 再接下来是夜招 夜招正在逗弄着蛋蛋 听到自己的名字回过身影 这给了蛋蛋逃跑的机会 蛋蛋迫不及待地 回到自己的外公身旁 哪知外公就把夜招 叫到自己跟前了 夜招向来跟这个大伯 没大没小的 伯似两人开了一阵玩笑之后 夜续拿出了两份大红包给他 夜招也毫不客气地收下 最后一个就是乐宝了 乐宝还在厨房里面 看夜拧切带回来的稀奇水果 夜拧刚切下来的第一口 给了身边眼巴巴看着的小孩 乐宝手里拿着外皮通红 内心却是黄条的水果 尝试着咬了一口 酸酸甜甜的滋味 在口腔里蔓延开 汁水顺着嘴角边缘流下来 他手忙脚乱地擦掉 听到了夜拧的笑声 自己都忍不住跟着笑 这时外面响起了叫他的声音 乐宝捧着手里的 刮一路小跑出来 夜续招招手 等乐宝走到眼前之后 回身抽了下纸巾 帮他擦去嘴角的果汁 看着面前可爱的小女孩子 夫妻二人稀罕得不行 夜续太太连忙拿起手机 翻出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快看看 宝宝和林林小时候可真像啊 他迅速地翻起了女儿时的照片 两人一对比 惊讶地发现两个人五官简直就是神思 夜琳端着水果出来 跟着看了一下 也被惊讶到了 真的呀 我之前都没有发现 淡淡听见声音之后也过来凑热闹 伸头一看照片 再看看乐宝 第441章 过年 这是妈妈小时候的照片 还是姑姑的照片 当然是你妈妈小时候的照片了 乐宝自己都觉得稀奇 老爷子说他跟自己的爸爸小时候长得像 照片之后他却不这么认为 夜仲也不觉得 可老爷子非说是想 可能是老爷子自己套的滤镜 乐宝觉得自己小时候比爸爸小时候可爱多了 线下突然看到夜灵时的照片 这才惊讶 你发现他真正像的人是哪一个 叶家人多少都有相似的地方 平时分开看不绝地凑到一起 就发现了 他们有着几乎雷同一出眉眼 又或者是相似的鼻子 其实没有见到孩子之前 叶雪还在心里猜测过 是不是弟弟为了应付父亲的催婚 所以在外面随便找了个孩子 说是自己亲生的 线下一看到乐宝本人 他就不这么想了 像 敌敌确确就是带着叶家血脉的孩子 乐宝从大伯和大伯母的手里 又获得了两封大红包 而且数目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还要多 叶雪将他抱坐在自己的膝盖上 偷偷地跟他摇耳朵说 不能告诉你其他哥哥哦 伯伯给你的红包是最大的 乐宝一脸怯笑地点头 他们在底下闹腾的时候 叶仲却发现了家里不一样的地方 向来敏锐的他察觉到了异常 为了不让自己的小儿子瞎猜想 老爷子将他叫到楼上书房来 将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说给他听 果不其然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叶仲就生气了 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情 你竟然瞒着我 不是我发现了 你是不是还不打算说 叶老爷子早料到了他的反应 在儿子面前他可不是那么有底气 虽然事情都在他们掌控之中 并且也顺利勤了那一帮匪徒 但人年纪大之后 在孩子面前反而自己才成了孩子 叶老爷子的心虚点 在于他瞒了这么久 才将事情说出 可不因为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吗 人都已经抓起来了 而且告诉你也不能怎么样 你距离那么远 等你赶过来的时候 早就结束了 说这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叶仲听的心里还是有气 你瞒着所有人 还是只瞒着我 叶老爷子当即树梅说 自然是瞒着所有人 怎么可能单独瞒着你 要是单单只瞒着自己的小儿子 等事情揭晓之后 肯定他没好果子吃 这点上老爷子自己心里 还是摸得明白的 老爷子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地说 我不跟你们说 就是怕你们提前赶回来 第一可能会破坏 整个计划的布局 第二也会让你们在途中 白白瞎担心 还不如解决完事情的 你们来之后再说 这样不会影响大家的事情 叶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老爷子说的也有道理 他问 事情真的全部都处理好了 老爷子无比认真的点头说 的的确确全都处理好了 你不用担心 岛上这种情况 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能只有这伙人单独作案 叶仲心里也门清 老爷子仰起嘴角微妙一笑 要抓自然是连那些蛀虫都一起抓了 否则还有什么意义 叶仲拿起水杯饮了口 冷笑说 真是悠闲日子过久了 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听到这话 老爷子不知什么有点心虚 明知道儿子是在骂别人 听在耳朵里面 仿佛被骂的人是自己 大家接二连三地回来 叶家越来越热闹 这个安静的小房子 随着人口变多 逐渐变得充盈温暖起来 空荡荡的车库停满了车子 以往吃饭的桌子 换了一张更大的 他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不知道每一年 叶家其实都是这样的 由一个人带头带领着 众多小朋友一起出去采购 乐宝还是家族里面最小的孩子 十岁以下的孩子也就四个 其他的都是十几岁到 二三十岁的大人了 他们一起去超市大采购 一起准备过年要用的食材 和各种零食 这么一大家子 浩浩荡荡地出动 购物车推了一车又一车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叫 超市送货上门 但为了就是出来体验这种开心 因为他们买的东西太多了 超市不得不另外开辟两个收银口 专门来结算他们的东西 乐宝也趁着这个时候浑水摸鱼 偷偷拿了不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塞在里面 买的物品太多了 大家也着实没顾得上 哪一些是乐宝自己偷塞进去的 收银员们显然跟他们挺熟的 一扫扫东西一边跟他们聊天 走的时候还顺道助他们节日快乐 在国内除夕的这一天 他们也在叶家举行了盛大的派对 还邀请了周围邻居一起来参加 有哈魄一家子 也有欧文乔迪小胖一家子 甚至还有奥斯卡的家人 奥斯卡没有来 来的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不知道是不是奥斯卡 自己觉得心虚 所以不敢过来 他们从国内带了烟花 还有一种仙女棒等烟火玩具 被邀请来的孩子有的见过 有的没见过 稀奇的不行 一整个晚上夜家都十分热闹 灯火通明 笑声不断 乐宝在晚上的时候跟沈志行视频 沈志行的家里也是很热闹 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两个小朋友互到新年快乐 又叽叽喳喳地聊起了一堆的事情 沈志行的镜头里面出现了沈书行的脸 乐宝乖巧地喊哥哥 并跟他问好 接着 沈家那边的人越来越多 先是沈慎 然后再是检浴碗 而夜中晃着晃着 也晃到了女儿跟前 聊着聊着 两个小朋友的聊天 就莫名其妙 变成了两个大家子的聊天 气氛是前所未有的和谐 乐宝都忍不住在心里诧异 最近这段时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之间的态度 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 相比他们 这两大家子的喜乐融融 贡山的这个年 可以说过的糟心又不爽 丈夫终于从医院出院回家护理了 这却不代表 他们一家子就能这样子团圆了 眼看要过年了 失去了这段时间记忆的沈锦 心里不再只有自己的小妻子跟儿子 他的另一对双胞胎孩子 虽然自己不是很熟 但好歹也是留着自己身上的血脉 过年这样的特殊时刻 他们一家子在家中庆祝着 但他的两个孩子 却在国内孤苦伶仃地住酒店 本来沈锦还没意识到什么 直到他那个可爱的女儿 给他打了电话 并在电话里面说 提前祝他新年快乐 第442章 恶气 沈锦这才意识到 他们一家子在这边开开心心地过节日 但是他的一双儿女 却在外面酒店吃着外卖 本该是团圆的日子 不管前面他们大人之间怎么样 孩子都不应该在这个时日 被抛弃在外 于是沈锦让司机去接孩子们来家里 但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跟贡山说 等贡山欢欢喜喜地买完东西回到家中时 却发现家里多了两个不速之客 看到这两个人若无其事地 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喝饮料 吃零食的时候 贡山一张妆容精致的脸 就这么拉了下来 这几天时间 这两个双胞胎手段了得 不知道怎么哄得沈胜 让他们给一个进入审视实习的机会 看样子 一副打算长期留在海市的准备了 偏偏这件事情 还容不得他阴阳怪气 贡山心中看着对孩子十分不爽 但是他也没有立场对人家发难 或者是去驱赶别人 毕竟不是从自己肚子里面爬出来的孩子 他生怕自己做点什么 或者说点什么 这两个家伙就会去外面大声宣扬 这个时候他只要保持沉默 做好自己贤妻良母的作风 才是上上之选 毕竟他不在国内这么多年 国内的社交圈已经完全放弃的 现在回来只能重新再捡起来 而且当初他是以不光彩的方式 介入了神景的家庭 当初他和前妻结婚的时候 可谓是人尽皆知 众人皆知这是一桩强强联合的婚姻 谁知道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神景外面竟然有了他 最后又在妻子生小孩之后 与之离婚 从而没多久便娶了贡山 这件事情其实在私下 一直被很多人非议着 贡山假装不清楚也不知道 很多人在背后讨论 他们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 就是报应 天知道这句话之后 把他给气得够呛了 但是为了在丈夫面前表现 他只能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 最后利用科技的手段 有了现在的儿子 过程十分的不容易 她是一个十分有心机的女人 整个囚子的过程 她都将丈夫紧紧地握在手边 让他陪着自己一起经历 所以神景才对自己的儿子 以及他母子两个非常宠溺 这是因为经历的那些感动时刻 神景才对他们怀有特殊的感情 是怜惜是珍惜也是宝贝 结果摔了个胶 一招回到解放前 没了那些记忆的神景 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共山多少人安慰自己 可在十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 尽心一点照顾她 能从中获得不少的好处 起码可以继续维持 现在体面的生活 她可接受不了 费心绸缪这么久 然后再失去一切 但是对于自己的儿子来说 这么大的变故 让她小小的心灵 有点难以承受 首先是疼爱自己的父亲 突然就变了个样子 并且还失去了记忆 对待她小心翼翼 又带着一股生疏 其次是家中 突然多了两个哥哥姐姐 并且好像还是 回来跟她抢东西的 沈一阳为此变得十分不开心 看到两个哥哥姐姐 来家里做客 她便跑到了楼上 贡山回来之后 看见这对双胞胎 脸色也不太好 原本以为 这样重要的日子 终于可以摆脱这两个人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还出现了 在自己家 诺诺最先对贡山发难 她拳着脚坐在沙发里面 手里还拿着饮料 歪头看着她脸上 带着天真的笑容 阿姨你怎么看起来 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是不是不希望 见到我们出现在这里 贡山扯了扯嘴角 皮笑若不笑地说 怎么可能呢 当然是欢迎了 一家子团聚的日子 总不可能让你们两个人 单独在外面 当无懈可击地应对 让诺诺吃得别 贡山可不像表面 表现得这么大气 丈夫还在房间里面 上楼之后 她将买的东西 放在了床头 然后转身去 衣帽间换衣服 在出来的时候 一脸若无其事地 对丈夫说 怎么接孩子过来 也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害我什么都没准备 神井心敌隐约清楚 现在自己的这个妻子 是压根不待见 自己那两个孩子的 但是也没办法 她无法看着两个孩子 就这么可怜兮兮的 这种节日 都是住在外面 尤其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 她们还露出了 边上正在吃的泡面 神井倾壳声 对不起 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 但是我给忘记这回事了 贡山坐到镜子面前 带起发姑 往脸上涂涂抹抹 文言意味深长地冷笑了一声 你忘记跟我说了 倒也不要紧 只是怕怠慢了孩子们 什么忘记跟她说了 分明就是不将她放在心上 节日过了之后 叶家再次举行了一次宴会 这回邀请的老爷子的 一些朋友到场 其中又有奥斯卡的爷爷 奥斯卡的父亲 非常忙一天到晚 脚步粘地往外跑 包括他的母亲 都是一个女强人 夫妻二人对于孩子的照顾 算是赛养的模式 尤其这样的家庭之下 奥斯卡的父亲 给他灌输的 更多的是强者为尊的理念 父亲的初衷 是想让孩子 变成一个自强自立的人 却没有想到 会叫他往另外一个歪路子上面引 奥斯卡爷爷的孙子非常多 有些在这 有些在外面 他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不会去过分操心 自己家庭子女的教育大师 但最近在跟奥斯卡见面的时候 就发现了 他脸上的那些瘀青 老爷子不明白 这小子最近搞的什么 稍微下套之后 才知道他跟人打架 并且还打输了 不小心透露了 自己隐藏的秘密之后 奥斯卡慌了 连妈哀求自己的爷爷 千万不要到父亲面前告状 奥斯卡爷爷了然一笑 放心吧小子 我不会去告状的 不过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的 打你的人都有谁 奥斯卡吞吞吐吐地 交代了这两件事情 不过他特意模糊了 在体育馆被那一群人殴打的事情 而是转而提起 被欧文他们那伙人反击的是 听到了欧文那伙人的领头人 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子 奥斯卡爷爷都感到震惊了 所以这次应邀过来叶甲 老爷子主要是想看看 这么了不起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并且他还强行拉上奥斯卡 奥斯卡实则心里是很不想来的 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第443章 告状 叶家的宴会之上 众人随意地聊着天 老爷子们有老爷子们的活动 小孩有小孩之间的活动 奥斯卡可不想跟那群孩子 凑到一块去 因为孩子中间有乐宝 反倒是乐宝在看到奥斯卡之后 直接把他当作空气来看 爱来不来他又无所谓 也懒得去嘲讽面前这个小子 几个老爷子在叶家的后院里面 下国际象棋 对异的时候 奥斯卡爷爷壮丝无意地在旁边提起 听说你家的小朋友非常有能耐 竟然当了那一群小伙子的领头大哥 叶老爷子一听便知道 他是在说自家的乐宝 当下不动声色地笑的 家里这么多的孩子 你说的是哪一个 当然是你家最小的那个小女孩子了 奥斯卡爷爷走离一步旗下笑着说 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嗯 叶老爷子装不作样地笑了一声 消息都没有你灵通 我以为你从来不管孙子的 边上的老爷子们都气声笑了起来 这个老头不管事是众所周知的事 现在忽然提着一查 老爷子心中知道他必定是有话要讲 果不其然 奥斯卡的爷爷接着便说 本来我也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但是前天看见我孙子一年的伤痕 就是奥斯卡 你们知道吧 那小子一向调皮得很 因为这个调皮的事情 被他父亲不知道收拾了几回 你们瞧 我见他的那天看到了什么 老家伙特地卖了的关子 大家十分配合地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什么 我竟然看见那个无法无天的小霸王 脸上都是伤 奥斯卡的爷爷一边说着 还一边拍起手来 他连国际象棋都不下了 拍着手说 问了一下才觉得事情非常好玩 我问他怎么搞成这样子的 我家奥斯卡说他跟人家打架了 男孩子之间打架倒也是正常 被收拾成这样 我猜他是打不过别人 万万没想到他打不过的这个别人 竟然是你家的那个小孩子 话一落 众人面面相去 如果他们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这个老家伙说的小孩子 应该就是乐宝 另一个经常在晨跑的时候 看见乐宝的老爷子 率先笑出声 你在开笑吗 那个小家伙 打得过你家的奥斯卡 我有这个撒谎的必要吗 据说见证人不少呢 随便去问问都知道 说不定问问你家自己的孙子 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众人又对视了一眼 一个三岁大的孩子 能把一个十岁出头的大男生 给打成满脸瘀青的样子 除非是这个男生 甘愿躺在地上任由他折腾 但是小女孩的拳头再怎么打 爷爷不可能打得满脸瘀青 奥斯卡又不是脑袋袖斗了 躺在地上让人给欺负 奥斯卡的爷爷拍着自己的大腿说 其实不相瞒 我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的 叶老爷子不动声色 微妙地问了一句 是来给你的小孙子讨个说法吗 没想到奥斯卡爷爷说了一句 这倒是其次 主要我实在是好奇你家的小宝贝 怎么能把我家奥斯卡给打成这样的 并且还能成为那些小伙子的领头羊 奥斯卡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满脸感叹不可思议 我就是特地把孙子带过来 想让他现场演示一遍整个过程 可怜的奥斯卡还不知道 自己爷爷的真实用意 他心里单纯地就认为 爷爷带自己过来 是要给自己出一出气 他还等着自己爷爷告完状之后 带着自己看一下勒宝癌教训的模样 然后在一起扬长而去 虽然这样的想法挺卧琢的 但是看着这个小女孩子 在自己面前如此嚣张的模样 奥斯卡私心很想看他接受教训的样子 就在他偷偷懵懵期待的时候 终于等来了乐宝爷爷呼唤的声音 与此同时的还有他爷爷来叫他 哈哈终于等来了 这小家伙要挨教训了 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将手里的玩具 抛给了自己的小伙伴 屁颠屁颠地往前跑 我来了 奥斯卡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偷笑着 心里面想着 趁现在能高兴 尽量多笑一点吧 不然一会之后就等着你哭 但到了现场之后 各个老爷子神情肃怒 正是看着有些严峻 奥斯卡在心里一阵暗爽 暗暗激动地想 等着吧 等着吧 终于要等到你爱教训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 乐宝还一脸天真的问 怎么了爷爷 嗨嗨 叶老爷子轻咳了声对他说 是这样的 最近发生了一件你跟奥斯卡的事 爷爷叫你过来 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家伙 这个无耻的人 竟然告状都告到这边来了 这是多玩不起啊 竟然还带着自己的家里的长辈 告状告到家里来了 乐宝看了一眼旁边的奥斯卡 接收到他鄙视的眼神 奥斯卡下意识地挺直的背脊 哼 瞪他也没用 距离这么近 大家更能看清楚 他现在脸上的伤痕 叶老爷子指着奥斯卡脸上的伤说 这哥哥 说他受伤的事情跟你有关系 你当着大家的面 跟爷爷们解释一下 前因后果是怎么一回事 奥斯卡觉得自己家老爷子 肯定护着自己家的孙女 要是乐宝在老爷子面前 将事情渲染得更加厉害的话 第一 承认自己打不过一个小女孩子 极其丢脸 第二 他回家可能会挨到父亲 更严烈地痛走 就在奥斯卡准备出口栏下 乐宝不让他说的时候 他自己的爷爷在旁边接口了一句 等一等事情的重点 不是经过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事情的重点是要怎么教训 面前这个可恶的小家伙 奥斯卡的爷爷接着说 我主要是想看看 我孙子是怎么爱揍的 小宝贝 你真的有那么厉害 快点让我们见识一下 你这神秘的东方力量 奥斯卡正想跟着一起点头 冷不丁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抬起头来 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爷爷 爷爷 你有没有说错呀 说错什么鬼东西 老爷子拿眼睛瞪他说 今天带你过来 主要是想让你还原一下现场 不然呢 你以为要找小东西的麻烦 文言奥斯卡一脸大受打击的表情 瞠目结舌地说 什么 什么 带我过来是为了还原现场 还原我怎么挨揍的 乐宝别过头咬着嘴唇 差点笑出声 原本他已经准备好一肚子地说辞了 现在派不上用场 第444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 奥斯卡爷爷大声地说 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稀奇的景象 一个小女孩子 能把你这么大个人 能给揍成满脸瘀青 说实话 奥斯卡你真的是太菜了 奥斯卡是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爷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 这样打击自己 捂着心口后退了两步 就人啊就人啊 可是他的亲爷爷呀 竟然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乐宝在旁边还特别认真地解释起来 哥哥脸上的伤也不是我打的 我只拿球砸过他 他的小手在身前搅着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犯错之后 被家长叫到跟前训话的可怜小模样 乐宝低下头一副 唯唯唯唯小可怜的模样说 是因为哥哥先骂我 是吃奶的小娃娃没用的小东西 拉过去一起凑数的小屁孩 我真的哥哥同意之后才拿球砸他的 就为了证明我不是小屁孩 奥斯卡爷爷愣住了 他孙子可压根没跟他说这句话 奥斯卡只跟他说 学校里一群跟他不太对付的小子 在乐宝的带领之下向他寻仇来了 并且奥斯卡很会模糊 重点说是那群人原本打不过他的 在乐宝的带头指挥之下 才将他和他的一群小伙伴 给打成这个样子 语言的艺术在此刻发挥了重要性 原本事实就是这样没错 但是奥斯卡只要在其中 再加一点描述的言语 便能将事实扭曲成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魔女 带着自己的手下 把自己给揍成了胖猪头 虽然爷爷平时不带他们 但他也是一个疼孙子的小老头 见自己的孙子被人给打成这样 而且又是相识的人的孙女 怎么样也要给他出出气 说说话吧 奥斯卡本来是不指望自己的 爷爷能带着自己去说说理 再者 他的确也没什么脸面 走到别人家长面前说 看就是你家这还不到四岁的小女孩子 把我给欺负成这样子了 害我有冤屈 还没出口说 这话多丢人啊 简直没眼听 直到今天叶家办宴会 奥斯卡本来是不打算来的 在自己爷爷千催万催之下 不甘不愿地踏进叶家大门 原本以为是专门来给自己出气的 没想到自己爷爷是把自己叫过来 想要还原一下不可思议的现场 奥斯卡当下的脸色都要发青了 爷爷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唉 小伙子不要这么小肚鸡肠嘛 奥斯卡的爷爷拍着自己的胸脯 没心没肺地说 你爷爷 我像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也是被你奶奶拿着橄榄球 满街追着打 那时候我可从没觉得丢脸过 因为我也打不过他 说着奥斯卡的爷爷想了一下 又强调了一句 而且你奶奶的年纪还比我小三岁呢 不过别人有可能是我们家的传统 奥斯卡嘴角抽搐了下 压根不想说话 奶奶比你小三岁没有错 但是这个乐宝可是比他小了不止三岁 要怎么还原现场 难不成让乐宝在大家面前 还拿球砸他一下 表示一下 他是怎么被乐宝打倒在地的吗 奥斯卡想起他拿球砸人的劲道 现在脑门还有点嗡嗡暗痛 不行 绝对不行 要让他在众人面前这么丢脸 还不如直接叫他摁在泥潭里面吃泥土算了 这种事情发生两次就够了 他还没傻到要真的要去挑衅乐宝弟第三次 奥斯卡的爷爷就没有想这么容易放过自己的孙子 还是你在我面前撒谎 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跟别人打架造成你脸上的伤 然后说是自己妹妹弄的 什么自己妹妹 他才没有这样的哥哥呢 乐宝在心底暗戳戳地反驳奥斯卡爷爷的说法 他才不想要这种盛气凌人的哥哥呢 并且是个小肚鸡肠 爱计较 还喜欢下黑手告状 告到别人家里来的小胖子 没有礼貌且不讲理的小胖子 要他还原现场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不过 自己要是在家人面前露这么一手 肯定要被他们认为是不是天生发育奇怪 成了某种大力女了 会不会被自己当医生的哥哥 送进实验室里面研究 就算不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保不住自己又可爱又软萌的一面 乐宝看了一眼奥斯卡 他没有说话 奥斯卡也没有说话 但就在这对视的一眼当中 他们心有灵犀般地了解到了对方此时此刻的想法 他们都不想在这里还原那天的现场 思考了一下乐宝对面前的老爷子们说 爷爷真的不是我故意拿球砸奥斯卡哥哥的 是因为他先说骂我的话 我气不过 真的他同意之后才拿球找他的 为了证明我不是那种只会喝奶的小屁孩 乐宝吸了吸鼻子 此刻吸睛上身 竟然开始演了起来 奥斯卡哥哥脸上的伤真的不是我打的 有可能是奥斯卡哥哥为了让我自己证明我自己 所以才让我把球拿把他打倒 说的好像一副很伟大的样子 还真有人骂别人 然后为了让别人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把甘愿让自己被人揍 这种行为除了疯子跟傻子之外 大概是没有人会做得出来了 奥斯卡为了自己的面子 只好在大家面前低头地说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欺负一个小朋友 觉得很没面子 所以 他眼余光撇到了乐宝隐隐抽动的嘴角 这个小家伙低着头 头发垂落下来 挡住了他脸上的神情 再加上他的角度 根本看不到乐宝正脸的模样 也不知道乐宝此时此刻 究竟是在哭还是在笑 奥斯卡又偷偷看了一眼乐宝爷爷的神情 见老人家脸上 看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 心里面暗暗地哀嚎了一声 现在的他 简直是进退不是 乃知道自己爷爷不是为自己出气 而是专门找自己坑自己来了 欺负人家的小孙女 这下脸上也说不过去 他现在十分怀疑自己爷爷是不是对手派过来的 专门为了来折磨他 奥斯卡只好一脸更加诚恳认错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子对妹妹 我知道错了 而且我的原话的意思 其实是想表达妹妹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跟我的同学们打成一片 并且小小年纪就当着别人的大哥 实在是很有气派 值得我学习 第四百四十五章 老爷子生气了 可以了 后面这些话就十分阴阳怪气的 就像在说他小小年纪不学好一样 学着别人到处当大哥的欧打架 奥斯卡的爷爷可是粗线条 什么样的人生出什么样的儿子 也会有什么样的孙子 虽然儿子比起他来说 更加刻板无趣一点 但奥斯卡的爷爷 在一根粗线条的架势下 也显得十分没心没肺 你这小子 现在倒是会说话了 重点是他也没意料到 会从孙子身上榨出一个 原来他还欺负过人家小朋友的事情 当下孙子这么说的话 觉得在老伙伴面前 前脸上有点挂不住 说他的孙女欺负别人还好说 自己孙子这么大一个人 欺负人家小朋友就说过去了 奥斯卡的爷爷倾格对孙子说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这个蠢蛋 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真是 觉得在骂下去 好像在骂自己一样 于是他连忙又转移了一下话题 要不我们继续下向棋吧 叶老爷子绷到现在终于绷不住了 抬起手来对乐宝招了招 宝贝你到爷爷这边来 乐宝撒开小腿 一下子就冲过去 埋到了老爷子的怀中 抱着他的腰撒娇 爷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惹出麻烦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语气中丝毫听不见 有多少认错的意思 叶老爷子抱着自己心爱的女 当着众人的面前互独自说 哎哟 没关系 我的小宝贝可心疼死我了 你怎么走到外面 还被人家给骂了呢 大家顿时奇奇地倾咳了一声 早在这个小家伙 还没来这里之前 这些老朋友们便知道 叶老爷子喜惑了一个小孙女 并且宝贝的不行 还没见面的时候 就在那边天天炫耀 来了之后 更是天天在家里 陪他的小孙女玩 也不出门 跟大家一起散步下棋 谈天说地了 刚才听到奥斯卡爷爷 这个老家伙在告状的时候 他们心里边觉得有点不太妙 听到这个小家伙 欺负他家的大家伙的时候 众人心中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肯定另有隐情 在听到奥斯卡的这番话之后 大家心里更是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完了 这些老头子怕是要生气了 在听到大家不约而同的咳嗽声之后 一老爷子掀起眼皮子 看了他们一眼 怎么 都喉咙不舒服吗 那边有我们泡的水梨茶 你们可以多喝一点 大家伙连忙转移话题说 没有没有 只是喉咙突然有点痒 所以咳了一声 对对对 现在好像是柳絮落下的季节 该不会是刚才吸了一些进去吧 神他妈柳絮落下来的季节 叶老爷子拍着自己孙女的背说 我们才不是什么吃的小娃娃 我们的小宝贝可是厉害得很 我原来还真想 他要是欺负你的话 我可以教育教育 这个小家伙帮他出出气 可现在听起来 竟然还是你家奥斯卡 欺负我们家的小朋友 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奥斯卡爷爷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混账孙子 竟然坑了自己一把 再者他把人带过来 也不是想出气的 而是想让奥斯卡还原一下 自己是什么被揍的现场 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稀奇 也觉得想让大家伙 见一见叶老头子 嘴里面经常说 这个又甜又宝贝的小孙女 是什么样子的大力王 结果别人没有出球 他自己倒是被孙子先坑了一把 气死了这个臭小子 是怎么一回事 奥斯卡站在那边 唯唯诺诺的又到了声歉 对不起叶爷爷 是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这么对小朋友说话 热巴将头马在爷爷的怀里 看不清外面的景象 但听着自己的爷爷哼了一声 仍然不带好气的说 我的孙女最委屈了 气死我了 他在家里可从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没人敢说他一句不是 乐宝揪着爷爷衣服的领口 偷偷地笑着 真是的 人家办宴会 大家一起过来庆祝 没想到还遇上了这样的事情 本来都是高高兴兴一起来聚会 总不可能让半宴会的主人家不高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头子 傲娇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又七嘴八舌地哄了起来 老爷子满脸 就写着我很不开心 我心情非常不好 我宝贝小孙女受到了委屈 我整个人都跟着不好了 现在心情非常郁闷 看到他这副表情 奥斯卡爷爷觉得隐隐有点不太妙 老家伙可是惊得很 极其不好对付 他现在有点后悔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孙子带过来 现在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可恶可恶 今天看来是不脱层皮 不能从这里走出去的 大家一起拿眼神 暗示着奥斯卡的爷爷 赶快做弥补的事情 奥斯卡爷爷一咬牙 只好对老头子说 前些天你问我珍藏的那个宝贝 我想了一下 我家里确实不太合适放那个东西 正想问问你要不要 说出这句话之后 终于见叶老头子 眼皮撩了一下 朝自己看过来 奥斯卡爷爷的心 简直是痛得不行 但他还得继续说下去 本来 本来是想拿过来 给你作为新年礼物的 但是路上给忘记了 也没有拿 他在心里是嘶吼着 赶紧拒绝吧 赶紧拒绝吧 说你不需要那个东西 老爷子眼皮怂搭下来说 我记得那个东西 你不是很宝贝吗 算了 我不喜欢夺人之好 奥斯卡的爷爷 瞬间松了一口气 正想准备再说 结果听见他又接了一句 虽然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在找机会 找个相似的款吧 于是刚要客气的话 就这么梗 再猴头吐不出来 咽不下去 爷爷可真是个老鸡贼呀 竟然借机挖人家 心里的宝贝 乐宝在他怀里 偷偷笑个不停 叶老爷子偷偷拍了一下 孙女的被暗示他 乐宝只好咬牙忍下笑意 闷声不吭地侧过身来 观察奥斯卡爷爷的表情 只见奥斯卡的爷爷 脸上满是挣扎的神色 明明心里很不愿意 嘴巴上去还要继续说 也不是算夺人所好 我都说了 我家里不合释放那个东西 所以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晚点让人送过来 叶老爷子摆出一副 盛情难却的表情 既然你这么热情的话 我就不好继续拒绝了和 这样会显得我非常没有礼貌 第446章 扒他的皮 奥斯卡的爷爷 在心中默默流泪着 我还是希望 你不讲礼貌的好一点 赶紧拒绝吧 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买下来的宝贝 你竟然就这样给我挖走了 可叶老爷子 怎么可能会如他所愿 当即叹了一声 作为交换的礼物 我会把我之前收藏的 那坛猪送给你 奥斯卡爷爷 简直一副 快哭出来的表情 听到有交换的礼物 并且他听到是弹珠之后 脸上才算好一些 他咬着牙答应下来 站起身来说 那等一会儿 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再把你要的那个东西 给你送过来 叶老爷子瞬间 眉开眼笑地对他说 急不急 咱们可以坐下来 喝一杯茶再走 奥斯卡爷爷 现在哪能 再坐得下去 喝得下茶 赶紧回家 多看自己的宝贝 一眼是一眼 我现在回去 我家里东西比较多 我得整理一下 奥斯卡爷爷 边说着边把腿就走了 奥斯卡连忙在后面 紧跟齐上 他的爸爸 是不可能过来揍他的 就不知道回去之后 他会不会挨 他爷爷的一顿痛走 这简直就是 偷鸡不成十八米呀 在晚上人 都快走光的时候 奥斯卡爷爷的礼物 都还没送过来 叶老爷子 特意给这个老朋友 打了个电话询问 你在家吗 我现在让人 把东西送过去给你 嘴巴上是说 要送东西给他 实际上是在问他 什么时候 把东西送过来给自己 奥斯卡爷爷 在电话里头咬牙切齿地说 我已经让家里的人 给你送过去了 等一会儿 可能就到你家门口了 叶老爷子笑得不行 但脸上还装出 一副正经的样子说 这要巧 刚好我要让人送出门 不然这样子吧 等一下他送过来之后 我让他顺道 把东西取回去 奥斯卡爷爷 还能出来说什么 只能忍痛地答应下来 虽然送出去一个宝贝 但起码换了一个回来了 也只能这样了 多多少少挽回一点就损失 是一颗心在流血呀 一颗心在流血 送的奥斯卡爷爷宝贝的东西 来的人是奥斯卡 这家伙也是一副 垂头丧脑的样子 一点都不见 送东西喜庆的模样 不像是来送礼的 更像是来送丧的 老爷子将自己的交换信物 放到了奥斯卡的手上 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一定要拿好 不能在路上掉了 不然你爷爷会心疼死 奥斯卡脸上的肌肉 都抽出了下 要知道他把东西 取出来的时候 他爷爷那副如丧烤笔的样子 仿佛送出来的不是礼物 而是他的亲孙子 不 把他亲孙子送出来 他都不一定会有这么难过 现在奥斯卡的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完了完了 这回更加糟糕了 只希望他的爷爷 不要在爸爸面前告状 或者爸爸不要发现这件事情 否则他这回真的小命休矣 在他临走前 叶老爷子还特别交代了一句 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孩子之间一定要好好的 和平的相处 不能吵架 不能打架 知不知道 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们要好好沟通 实在沟通不了 请你们的家长代为出面 听到这话之后 奥斯卡简直是欲哭无泪的 几乎要摆出 跟他爷爷一模一样的表情来 这比打他一百下 还让他难受 他在心里想 我哪还敢来惹你家的孩子 怕是没有第二条命可以活 最近这段时间 他怕是都不敢再去见自己的爷爷了 他怕自己的爷爷 都忍不住对自己动起手来 接过叶老爷子手里的礼品盒 奥斯卡捧着他 就跟捧着自己的命一样 小心翼翼地往回走了 这玩意儿 他必须完好无缺地 护送回自己老爷子的手中 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他真的会被爷爷给扒了皮 等奥斯卡取了东西走了之后 关上门夜孙两个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地窃笑起来 乐宝的表情 跟老爷子 简直是如出一辙的鸡贼 爷爷你 真是太坏太坏了 怎么可以趁机 有人家心爱的东西 老爷子从鼻腔里面 挤出了一声哼声 你这个小丫头 又是怎么回事 当人家大哥就算了 还带人家去打人 看看这个小胖子 脸上五彩缤纷的样子 太可怜了 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乐宝听到这话之后 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我还以为爷爷你会生气呢 你真是太坏了 我生气什么 他家的人那么大个子 打不过我们家的小朋友 他还有脸过来告状了 叶老爷子语气傲慢地说 今天这个老家伙 要是真的敢让我收拾你的话 我会把他的一层皮都扒下来 简直是护短至极 太不讲道理了 可他真的好喜欢自己的爷爷 乐宝插腰说 但是他脸上真的不是我打的了 我只用球砸了他的头 他的伤是欧文跟乔迪 还有别的人一起打的 叶老爷子默默地 给孙女比了个大拇指 真是太棒了 我的小洛宝 活该 谁让他看不起 你还骂你的这种小子 被人打就是活该 叶仲无意间路过 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只是听到自己女儿 对自己老爹说 他被打的却是活该 是他欺负别人在先 最后他才挨揍的 但是我们打他是 更早之前的事情了 他现在脸上的伤痕 肯定不是我们揍的 我觉得是另有其人 叶老爷子吃了一惊 这小子竟然栽赃嫁祸起来了 你不早说 早说的话 我多把那个老家伙一层皮 乐宝乐的直笑说 奥斯卡爷爷留一条命吧 再扒下去 我怕他会气到医院去 叶仲暗暗地叹了口气 这两个家伙凑在一起 简直无法无天了 也不知道背着他 又干了什么坏事 而且当初打群架的时候 我们就约定过了 如果打输的话 绝对不能回家告状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不讲武德 竟然还去武馆里面告状 又跟他爷爷告状 我真是太看不起他了 叶老爷自己夸赞孙女 我们乐宝真是有勇有谋 的确是他家小子不是 哼 既然还敢告状 告到我面前来 早知道多拔他一层皮了 爷爷真是太坏了 无时无刻不想着拔人家的皮 乐宝好奇地看着 叶老爷子手上的东西 爷爷你从他手里 挖过来的东西是什么 为什么还用一个木盒子装着 当当当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打劫过来的新年礼物嘛 第447章 放心吧 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条极其漂亮的宝石项链 淡蓝色的宝石项链 华丽而高贵净净地 躺在黑色的丝绒布上 这东西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乐宝看到他的第一眼 都忍不住惊呼 但随即是觉得亚裔 爷爷一个老人家 怎么会喜欢这种珠宝的东西呢 不等他问老爷子 自己就交代了 从那老家伙 自己跟我炫耀 买了这么一个珍藏版的首饰之后 我就天天想着 玩这玩意儿 多适合我的小乐宝 老爷子有点不太高兴地说 那老家伙骚包得很 你不要看他一个大老爷们 家里呀 全部收藏的 都是这些津津亮的东西 乐宝不合时宜地想到 西方神话中 贪财且脾气暴躁的龙的形象 又听爷爷说 他家也没有女儿 没有孙女的 全部都是儿子 生得清一色 又全部都是孙子 你不知道这个老家伙 这么热衷于收这种东西做什么 难不成是没有孙女才喜欢 乐宝在心里默默地 为奥斯卡的爷爷辩解着 这跟人家有没有孙女 有没有女儿也没关系啊 这是人家纯粹的爱好 他小心翼翼问老爷子 我看奥斯卡的爷爷 还挺宝贝这个项链的 我们就这样 把他一过来 好意思吗 会不会害了人家太伤心了 老爷子对孙女说 你不要相信那个老家伙 那个老家伙 最是擅长表演了 我把我珍藏的弹珠送给他 指不定现在在家里 热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那老家伙基于我这个东西 可是基于很久了 先前我一直拿捏着 不愿意给他 叶老爷子指着盒子里面的项链 跟他说 所以我跟着老家伙 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死活拿巧 不肯给我就是小气 为了报复当初 我不肯送他宝贝的仇 快点快点 赶紧来试一试吧 如果那老家伙 要是不肯给你 今天把他腿打断在这里 你都要不到这条项链 老爷子小心翼翼地 将项链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爷爷既然能要到手 你就不用有心理障碍了 冰冰凉凉的首饰 贴在了他皮肤上 老爷子乐呵呵地说 这款还是皇室珍藏款 好像是哪个有名的 女王小时候带过 太久了 爷爷回头去问一下那老头 是在女王成人礼的时候 作为纪念品拿出来拍卖的 周转了好几手 才到那个老头子手上的 奥斯卡的爷爷 是这么对他吹嘘的 其中的水分有多少不得而知 但是这东西 的确是货真价实的 皇室珍宝拍卖品 算得上是一件 有历史价值的古董 以前的用料非常考究 整条项链历久迷新 但是乐宝现在实在还太小了 一条项链戴上来 几乎快占据了他整个领口 叶仲听到 现在才慢悠悠地暴毙晃出来 你们两个爷孙俩 又干了什么好事了 他冷不丁地出现 把这对爷孙给吓了一跳 两人脸上不约而同地 露出了心虚的表情 叶仲的目光 聚在了乐宝的项链上 老爷子这点底气还是有的 停止点腰杆 轻了轻喉咙说 什么叫做见不得人的事 我给我的宝贝孙女送项链 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一副理不知气也状的表情 看着这两个爷孙俩 叶仲只能叹口气说 最好别是有人 在告状告到家里来 什么人啊什么人啊 不等乐宝说话 一老爷子自己就率先斥责起来 我这都一把年纪了 还像是那种被告状的人吗 这谁知道呢 乐宝心虚的眼神 偷偷溜到了一边 春节这段时间 叶家一直都十分热闹 宾客迎来送往 络绎不绝 一年当中也就是这样的日子 叶家是最能热闹的时候 这段时间里面 乐宝不知道见了多少叔叔阿姨 勃勃婶婶之类的人物 有些还是特地飞过来 给叶老爷子拜年的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 都不是华人面孔 这也充分说明了 叶老爷子年纪虽然大了 但是社会地位依然未改 并且乐宝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那便是老爷子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说起来如果真的遇见了 像那群匪徒一样的事情 还是挺危险的 这次的匪徒 可以说是小打小闹 那下次碰见更厉害的人呢 那该怎么办 这座岛屿就好比在海上 漂浮着的一块肥肉 离大陆连接就那么一点距离 岛上还住着一部分有钱人 这不等于明晃晃地告诉别人 过来打劫我吗 乐宝知道其中必有内情 就像他们解决匪徒一样 看起来十分困难且严峻的事 老爷子仿佛在下棋 轻轻松松地逗着玩班 就把事情解决完了 在这其中的惊险 他是半句都没有提过 仿佛真的只是在解决一桩 很普通的事情 自从老爸旁敲侧击地问自己 那天关于绑匪的事情后 乐宝便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了全部的事情 晚上的时候 他抱上自己心爱的布娃娃 跑到了夜床的房间 他偷偷摸摸进来的时候 夜仲还在里面洗澡 乐宝便钻进了被子里面 将自己伪装成和被子融为一体 夜仲洗完澡出来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床上还多了个小家伙 他习惯性地往床上一坐 忽然间就听到一声闷哼 紧接着他反射性地站起身来抬手 将被子一线 乐宝向小虫子帮 一拱一拱地从被子底下爬起来 看见夜仲吃了一惊 伸手将小家伙抓得过来 你怎么不声不响地躲在被子里 乐宝嘿嘿一笑 因为想吓你一跳啊 结果没想到 没有把爸爸吓到 夜仲握住他的小脚一看 爸爸刚才甚至坐到你的脚了 乐宝吐吐舌头 指着脚掌的位置说 爸爸 刚才你坐到我的脚背上了 夜仲一边给女儿轻柔着脚 一边训斥他 你这样的行为太危险了 要是我没注意到直接坐下去 坐到你的头怎么办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也不是不可能 像乐宝刚才那样子 完全隐藏在被子底下 不知情地一屁股坐上去 极有可能就这么把自己的孩子坐死 并且也有新闻报道过类似的事情 夜仲想到这里心中都一阵后怕 严肃地教育乐宝说 以后绝对不可以这样了 知道吗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包括这种行为 以及类似的行为 都要确定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第448章 耐心教育 乐宝心虚地点头表示答应 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 是真的把爸爸给吓到了 现在夜仲不小心坐过的地方 泛起一片淡红色 也不知道是手上揉出来的 还是刚才脚背被做到压伤了 乐宝觉得有一点点疼 但是也不是那么明显 他使劲地扭动着自己的小脚 展示给夜仲看 爸爸你看我的脚 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呢 对不起啦 吓到你了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这样子了 夜仲也没太过严肃地 一直教育女儿 随即便抛开这个话题 将她放到了边上问 你跑过来找爸爸做什么 乐宝抱着自己心爱的小玩具 往床边一滚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一起睡 除了刚到家的那段时间 乐宝喜欢到处跟人一起睡觉 他已经很长时间 都是自己独立睡眠的状态了 夜仲无奈地笑笑 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应该自己睡了 不要嘛 今天晚上就想跟爸爸 乐宝使劲地撒娇 我太久没见你了 非常想你 听他一张小嘴在那边胡乱地哄人 明明刚开始过来的时候 都没有见他表达出这么思念的模样 夜仲故意逗着女儿说 你也可以去找你大哥二哥他们 乐宝坐起身来掰着手指头数着 大哥不会讲睡前故事 二哥会哄我睡觉 但是要早早地叫我起床 三哥睡得比我还晚 还叫不醒他 四哥看到我就紧张得要死 因为他不会带小朋友 五哥 要是和夜昭凑在一起 他俩今晚就别想早睡了 只不定又躲在房间里面玩游戏 玩到下半夜 这话可不能当着爸爸的面说出来 乐宝只能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如果爸爸今天不想带我睡觉 那就算了 我自己回房间去吧 说着 伸手拉过来自己的玩偶抱在怀里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往门外走 夜仲嘴角忍着笑一直没有说话 这小家伙 竟然还会对他用起激将法来了 他故意不说话也不表态 看着乐宝装模作样地走到门口 在手握上门把的时候 停了下来回头看 小小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了几个字 你怎么还不赶紧叫停 夜仲故意说 乖乖地自己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我看你这段时间表现挺好的 但回头爸爸就给你一个奖励 唉 这个鸡贼的家伙 乐宝反身回来 直接冲进他的怀里撒娇 爸爸 声音拖得又长又奶 夜仲简直拿这个残忍的小家伙没办法 掐着他两个胳膊窝 将他抱到床上放下 你几个哥哥小时候都没有这么粘人过 要是那几位在现场听到这话 必定得吐槽起来 他们小时候哪敢这样子跟夜仲撒娇 怕是学着乐宝的腔调 刚喊出爸爸两个字时 就要连人卷铺盖地被扔到院子里面睡觉了 夜仲对儿子们的教育可是非常的严重 男孩子就该有男孩子的样子 这是他以前经常挂在嘴巴上说的话 但现在双标的他 却从来不对女儿说半句 乐宝得偿所愿地 在他的大床上安家下来 并且还放肆地在夜仲的床上滚来滚去 将他扑得整齐的被子 蹂躏成一团皱巴巴的样子 夜仲随便他闹倒也不去驱赶了 夜深了 灯一关房间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乐宝一咕噜滚进了他怀里 夜仲闭上眼睛拍了拍女儿的背 低声说 不要闹了 要乖乖睡觉知不知道 乐宝可没有这么早就想睡觉 他趴在父亲的怀里小声问起来 爸爸 我们一家子小时候就住在这里吗 什么叫做一家子小时候就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病剧 不要这么考究嘛 我的意思就是这里才是我们的大本营吗 夜仲在黑暗之中倾笑了声说 不是 我们家是后面才搬过来这边住的 乐宝打了哈欠 带着一丝困意不解地问 为什么我们一家子 要从国内搬到这个地方来住 这个地方看着好 好安静啊 都没有我们在海市热闹 夜仲其实明白他真正想说的话 乐宝是想说这个地方好偏僻 都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这其中的是 事情有点太过复杂了 跟孩子说也不一定听得懂 夜仲仍然愿意尝试着 跟他解释说 你爷虽然年纪大了 在这边养身体 但是他也依然需要工作 他在黑暗中抬手比划了一下 假如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从海市拿到对面的国家来 那么中间就必须经过一片海域 如果只是运输一个两个的东西 那还好 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运输的话 那就要花很多的钱 恰好这个时候 我们手里又有一点钱 在这个海域上面 有一个小岛 它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理性作用 我们有钱可以买下它 但是买完它后 需要维护的护理费用又太大了 它对于整条海面上的运输 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买下之后 我们一年当中可以省去很多的钱 不仅如此 还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方便的地方 可是小岛买下来之后 又不能荒废的 就扔在这里不用 如果这边没人打理的话 我们就算有它的拥有权之后 也会变成一个被别人占据的房子 而且叶家不是买下整片的大岛屿 而是买下了岛屿旁边的一个小岛 等于说他只要买这边的定时用面积 那么这一条海岸线就会为他们打开一条道路 买下来之后 为了不让这座岛屿荒废 他们只能搬到上面来住 不仅如此 因为其中关系到太多的厉害 这不仅仅是买一座岛 并且住过来的问题 这里的多层复杂关系 跟乐宝一时半会几时不清楚 叶仲正想问女儿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乐宝便自己主动交代了 我想要爷爷跟我们一起回去 这边万一到时候又发生了危险 只有爷爷一个人在这里可怎么办 原来小家伙是担心着自己的爷爷 这次的事情是哈坡意外发现 从而带着他们过去 才知道原来岛上还潜伏着这么一群人 如果他们没有发现 不敢想象这次事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叶仲低声跟乐宝说 你大伯他们过后就要住在这里了 人会慢慢多起来 放心吧 不是老爷子不走 而是这里需要他坐镇 第449章 没那么简单 他们对外的说法 全是讲老爷子在这里休养 在这里养老 众人所能看到的 也是一个在这里一养天年的老人 但经过这次的事情后 乐宝多少也察觉了 自己的爷爷并不真只是 住在这里的一个普通找老头 叶家再怎么有权势 也不可能调动这样的人物 除非是他们双方本就有利益合作 互相来往 叶家坐镇在这里保证了一条航线 所以在这座岛上 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这次的事件是个里外勾结的事情 人心善变 谁也不能担保 未来几十年里 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当那时候 老爷子早已成归尘土归土 也管不了这些事情了 这些事 要是要留给后辈们自己去解决的 叶家人丁兴旺之夜茂盛 按道理来说 照着这样发展下去 哪怕叶仲在国内怎样的作死 都不会发展到后面境地 常为全输下场悲惨的大反派 有叶家这样的资本 哪怕他倒下来了 其他的兄弟 也一样会过来扶着他起来 论理来说 这种情况 沈家自己都比不过 因为沈家的两个兄弟 相对比来说 没有那么齐心协力 乐宝在睡梦之中 一整晚都在想这件事情 在梦里沈志行长大之后 变成了一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大人物 在他的梦中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他的存在 叶家跟沈家继续争锋相对 直到因为某件事情爆发 两家彻底闹不平衡了 两家人在一起混合多众打 沈志行在人群外面 冷静地操控的机械 帮助他家人赢得胜利 最后打输的叶仲 被沈慎踩到脚底下 后者张狂大笑 嚣张不已 最后还不是被我踩在脚底下 吵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我赢了 乐宝就在这一阵的 嚣张大笑声醒过来 睁开眼才想起来 原来只是梦境 现在两家人的关系 并不像之前那样张公把努 叶仲早已经起床了 现在大床上就剩下他一个人 乐宝还躺在床上 张嘴打着哈欠 静静地回味着昨晚做过的梦 突然之间房门敲了敲 被人从外面打开 叶薇开门走进来问 乐宝 你起床了没有 之前他都是六点半左右就醒了 现在看时间 竟然已经快早上九点钟 乐宝一咕噜地从床上爬起来说 我已经起来了 今天他们决定集体出门 一起去活动 五个叶家的男孩子 要一起带着妹妹出门去玩 这是他们一年当中 难得放松的时刻 大家都休了假 回到家里来一起团聚 叶仲和老爷子另外还有事情 不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 而其他的堂兄弟也各有各的事情 所以浩浩荡荡出门的时候 就只有叶家的五个男人 还有一个小乐宝 要带着小朋友去哪里玩 这又成了大家心的一个头痛的问题 每一个人所倾向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有人想去逛商场 有人想去游乐园 还有人只想在书吧里面静静地看书 提出最后一个要求的夜回 毫无疑问地被群体唾弃了 二哥 出来外面玩 有谁是要去书吧里面看书的 夜回自知提议不好 心虚地抬手抹了下鼻子 最后还是叶昭积极提了建议 拍板定案 我们一起去我们MG商城玩 先看书再看书 想逛街的逛街 想吃东西的吃东西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打游戏机 其所有商业娱乐综合为一体的地方 的确是他们线下最好的去处 于是一群人就浩浩荡荡出发了 五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带着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女孩 成了这条道路上人人注目的风景 一进游戏机室 夜昭就准备大显身手了 这里的游戏机和国内的还不太一样 增加了更多可爱好玩的项目 乐宝拉着最为生疏的四哥一起去投保龄球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四哥的粉丝 他们还没扔俩球 忽然见隔壁保龄球道的两个小哥 推推嗓嗓 最后一起走上前来 请问你是 被认出来了 夜四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这个地方居然还有自己的粉丝 游戏还没玩多少 先给这两个粉丝签名 然后在一起合影 这两个小伙子紧跟着又说 有好几个朋友也是他的粉丝 反身又去叫人过来 乐宝真的不知道 原来现在电竞比赛也有这么多人看 紧接着又是一帮半大的小子 呼呼啦啦啦的细算了一下 大概有五六个人那么多 每一个人看到夜四眼睛都在放光 激动的上前来 要签名要合照 最后还有一次团体的合照 夜四显然已经熟练应对这样的场面了 他悄悄的对乐宝挥了挥手 让他先回其他的哥哥身边去 夜威这个工作狂人模式 到了商场里面 对这些游戏机等东西并不感兴趣 而是参观起这家商场的经营模式 他走到了一家卖饰品的小店门口 刚好看见了一个可爱的小玩偶 想起来 自己妹妹最近似乎很喜欢这些布娃娃之类的东西 夜威拿在手里正在看 忽然身边凑过来一个小女孩子 小心翼翼地问 你好 方便加好友吗 他羞红着的小脸 亮出手中手机的家好友见面 夜威淡淡一笑婉拒了 女孩子并不甘心离开 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 跟他聊起天来 夜威并不想站在这边跟他闲聊 一时间又找不到理由脱身 眼余光正好看见乐宝的身影 朝自己走过来 夜威不动声色地往后看了眼 随即脸上扬起一个微笑 乐宝 快过来 乐宝手上还拿着三哥 给他买的冰淇淋 卖着欢快的小布子 来到了野夜威的身旁 他没注意到 边上站立一个女孩子 正准备把手上的冰淇淋递给他 张口就要喊 夜威眼疾手快地蹲动下身来 随手拿出纸巾擦得擦他唇边的东西 什么吃得跟小花猫似的 一脸糊糊的 女孩子愣了愣 亚裔询问夜威 这是你女儿吗 乐宝这才注意到 这个亚洲人面孔的女孩子 他看向自己的大哥 见大哥面不改色地撒谎说 对这是我的女儿 乐宝 叫姐姐好 乐宝一秒入戏 乖巧地对着女生说 姐姐好 女生愣住了 忍不住地一脸失望 原来你结婚了 夜威带着微笑说 很抱歉 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说 那好吧 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第450章 闯祸了 乐宝偷偷看了眼哥哥 故意使坏地说 爸爸 妈妈都离开我们那么久了 你要是想找个女朋友 我也没意见 不要有心理负担 女孩又诧异地抬头 夜威脸上绷不住 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小孩子瞎说的不好意思 说着抱起乐宝转身就走 乐宝趴在夜威肩头 一脸天真的对女孩子说 姐姐 我爸爸只是害羞了点 你要是真的喜欢 他要主动些知不知道啊 夜威抱着他 简直是飞奔着跑的 完全无视了身后那女孩子 错愕的目光 乐宝在他怀里 颠倒忍不住惊呼 哥哥哥 我的冰激凌要掉了 直到跑到了女孩子 看不到的地方 夜威才喘口气 将他放下来 他忍不住捏着妹妹的脸颊 又气又好笑地投诉 你存心砸你哥哥的台啊 怎么能说是砸哥哥的台呢 乐宝理直气壮地说 我明明就是在帮哥哥你 哥哥你都多大了 还没个女朋友 有小姐姐加你 你怎么还不要了 夜威两手捏着他的脸颊 你才多大 操心起你哥哥人生大事来了 乐宝被捏得说话都不清楚了 嗯 不 是众生大事 夜昭捧着一堆战利品过来 正想拉小妹炫耀 却发现大哥正将人堵在角落欺负呢 护妹狂摸夜昭立马冲上来 哥 哥 你这做什么呢 怎么可以欺负妹妹 夜威松开手 快去 你的靠山来了 乐宝黑黑一笑 迅速地跑到夜昭身后躲起来 哥哥救我 我跟大哥说 让他快点去找女朋友 大哥就要跟我生气了 原来是这样 夜昭翻了的白眼对他说 那是你活该了 什么叫做活该 我这不是关心哥哥的事情吗 夜昭忍着笑 往后退开一步 说我多事了大哥 还请你继续 夜威做事摩拳擦掌 刚才哥哥让你帮忙 你偏偏要使坏 你说你才多大都关心起 哥哥的终身大事来了 哥哥得收拾你一顿 都说一天不打上房接瓦 你这是几天不打 越来越放肆了 乐宝又不知死活地 继续刺激着自己的哥哥 哥哥你不要威胁我 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 对 恼羞成怒了 这么大年纪还没有女朋友 竟然还被你的捅破了这个事实 所以先把你收拾一顿再说 夜威做事过来要抓他 吓得乐宝尖叫了一声 拔腿跑开 夜威长手长脚 分明没几步 就可以追到上面前小家伙 但是为了故意逗弄乐宝 他放慢了脚步 假装追不上 乐宝一个人手里 拿着冰淇淋 欢欢快地尖叫着 笑着往前跑 一个没察觉没注意到 前面一面走过来的人 等他发现 想止住脚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对方也是走路分心 一边走一边玩手机 没有注意到 面前有个小孩子 正冲着自己过来 等到他们双方察觉 并想避让的时候 偏偏已经撞在一起了 啊 一大一小的两声惊呼 乐宝扑通一声 把手中的冰淇淋 蹭到了人家的裙子上面 自己还跟着裂起了一下 摔到地上 面前的女人手忙脚乱 一边要收起手机 一边想去扶她 又看到了自己裙子上 沾染的冰淇淋 弯下腰的时候 跨着的包包也跟着掉了下来 摔倒在地上的乐宝 脑海里瞬间只有一个想法 完了完了 她成了自己最讨厌的 商场里面那种的凶孩子 在这里又叫又跑的 还把自己手中的食物 蹭到了别人的身上 女人一番手忙脚乱 终于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小朋友你没事吧 乐宝也在站起来之后 第一时间向她道歉 对不起姐姐 是我太粗鲁了 把你裙子弄脏了 其实她胸口摔得闷闷的疼 但此时此刻却不敢讲 叶薇在后面快步跑上前来 她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 却来不及出声阻止 女人看着自己裙子上 沾上的巧克力冰激凌 一句没关系堵在喉口 实在说不出来 紧跟过来的叶薇 连忙跟她道歉 真是对不起小朋友玩闹没注意 方便的话 我把裙子赔给你吧 持续去看着自己裙子上面的 一大块污渍 心里也十分无奈 也说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不过现在是麻烦的 不是陪我一条裙子的事情 而是我以后马上要去见客人了 穿着这样一条裙子 实在没办法 乐宝再次诚恳地跟她道歉起来 对不起姐姐是我不好 她抬手指了一下 我看到这边有女装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也去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合适你的衣服 当下最合适的处理方案 只能是这样了 她又不可能跑回酒店里 重新再换一身衣服再出来 叶薇再一次帮妹妹道歉 真的很对不起耽误你的事情 不然一起去看看吧 看到面前的妇女二人 如此诚实道歉的模样 持续续心中也好受了许多 那就谢谢你们了 她也自我检讨认错说 事情也不能全都怪小朋友 也是我自己走路 只顾着回信息 所以没注意到 她从前面跑过来 持续续问乐宝 你刚才摔的那一下 有没有摔痛了 如果有地话 你要跟阿姨说 乐宝连连摇头 我没有怎么样 谢谢姐姐 可能就是因为姐姐 你太漂亮了 所以我才不小心 撞到你身上去的 持续续被她的 同言同语给逗笑了 你女儿嘴巴真甜 乐宝敢在自己大哥 开口之前否认 我不是她的 我是她的妹妹 持续续惊讶地看着她们 兄妹吗 对呀 我们是兄妹 这时持续续才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那兄妹二人 跟她说的是中文 她又惊又喜 你们也是国人 过来这边玩的吗 乐宝没给叶薇发挥的空间 自顾自地点头说 对呀 我们也是过来旅游的 姐姐你也是来旅游的吗 叶薇瞥一眼 说谎不眨眼的妹妹 暗自无奈地 微微摇了摇头 她们一起往女装店走去 持续续心中还在诧异 她们这年纪最少相差20岁 竟然是兄妹 姐姐不是来旅游了 姐姐是来办公的 过来这边出差 这边华人很少 没想到这妖巧 还能在这边撞见两个同胞 持续续目光落在了叶薇身上 不知怎么觉得 面前的这个男士非常的眼熟 第451章 给姐姐赔衣服 乐宝积极地跟面前的这个女士 探听她的各种信息 姐姐你长得真漂亮 姐姐你一个人来出差吗 姐姐你是哪个城市的人 姐姐你有男朋友了吗 虽然她话很多 但是一点都不招人烦 持续续耐心地回答她 一个又一个问题 知道最后一个问题时 持续续微微正了下 才淡淡一笑地否认 姐姐没有男朋友 乐宝 叶薇轻声提醒着自己妹妹 可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做私家侦探的 乐宝嘻嘻一笑说 我看姐姐好喜欢 不知不觉就问了好多好多问题 谁都喜欢被人夸 尤其是这样可爱的小女孩 持续续笑着表示 没关系的 那间女装店就在前面不远处 持续续进去看了圈 随便挑了件衣服穿 她去试一件事穿的时候 叶薇走过来跟前台的导购说 等会儿这个试衣服的女士出来 她所挑的衣服 全部由我这边付款就行 说着叶薇拿出一张卡 前台是收银 喜笑颜开地接了过去 持续续可不是来这边购物的 刚才的裙子 被乐宝手中的冰淇淋给弄脏了 再过半个小时 她就要去见客人 当下的确没时间回去 再换一件衣服 而且她也不想回酒店 碰上那讨厌的人 持续续挑了件合适的衣服 穿完之后 走到试一镜面前看了看 刚才拿的时候 导购员一直跟她说 这个新马她可以穿 等上身的时候 才发现在腰部这一块 空出了蛮大的尺寸 这件衣服的彩板 让腰部这边一空 看着就跟像怀孕的样子 持续续左右照了照 上半身看起来还行 下半身真的是非常不合适她 导购员也不好意思 硬着脸皮夸下去 跟她说 不然这两件您再试一下 说着导购手上 已经拿着两件衣服 等着她选了 持续续回身拿起衣服 看板饰的时候 一个讨厌又娇柔造作的声音 在面前响起 这不是续续姐吗 持续续一抬头 面前站的是她的前男友 以及现任女友 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 更是同一个组里面的同事 一起来这边出差 会在这里碰到也不稀奇 因为三人之间的一些感情龌龊 他们之间的气场并不和谐 每次见到不是吵架就吵架 持续续现在看到 这对渣男剑女已经无感了 压根不想理他们 导购看了一眼 同样也是亚洲面孔的 另外两个人 虽然她听不懂中文 但也看得出来来者不善 她最重要的职责是 服侍好面前的这个金主 所以导购连忙用眼神 暗示其他的同事 过来照顾这两个客人 持续续挑中了另一条裙子说 就这件衣服吧 我去试一下 刘立见她挑了那条裙子 不由地发出怪枪怪掉的声音 哎哟 续续姐怎么不搭理我呢 她目光往下一滑 看着持续续身上这条 不合身的裙子 随即惊讶地抬手捂住嘴 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对她说 续续姐你是不是怀孕了 怎么肚子这么大 她的前男友李群文言 脸色迅速一变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她的小腹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持续续 你怀孕了 持续续一阵怒火打心底冒起 不会说话 就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 出门之前刷一刷嘴 跟人说话 看如果你不是怀孕的话 怎么看着肚子像带了的样子 流利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 持续续不想搭理这两个白痴 拿着衣服就要尽视一间 还没走两步 就被自己的这个男友给扯住了 持续续你站住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的肚子是怎么一回事 持续续又气又笑 面对这样的白痴 简直无话可说 我肚子有没有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李群拔高了声音说 怎么不关我的事 我们分开才多久你就大肚子了 我可是没有碰过你 导购严肃着脸上前分开着两人 先生 请你不要对女士 做出这样不礼貌的动作 流利听到这话 在旁眼珠子滴溜溜转 气笑着说 群哥 你不是说他跟木头人一样 看着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可能会上他呢 你瞧你看不上的人 结果在背后是另外一个样子 才分手没有一个月 现在肚子看着 最少也有三个月的样子吧 持续续指着流利说 你们可以继续在这里满嘴喷粪 不过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李群满脸受到欺辱的表情 你是不是早就背叛我了 持续续看着面前这个无耻的男人 直接气笑出声 谁背叛谁 是你这个不要脸的人先出轨的 先跟流利这个贱人 就是搅在一起的 你俩肩负淫妇 怎么有脸来指着我 李群 和你相亲和你教我 真是我做过最恶心的事情 认识你们两个更是 叶薇带着乐宝去洗手间 将手上的冰激凌和巧克力洗干净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 会碰见这样一幅场面 看着对峙的那三人 乐宝提醒叶薇说 大哥这个姐姐好像被人家欺负了 叶薇停在原地没动 乐宝问 我们要过去帮帮他吗 这时候就持续续面前的男人 张嘴就是美好话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跟我在一起 觉得恶心 我告诉你 天底下也就只有我愿意施舍一点 怜悯给你这种人了 持续续 我告诉你死鱼都比你有趣 你就是一个势力眼的女人 还没分手就背叛我 现在跟别人一起搞大了肚子 反来倒打我一把 老子最庆幸的是 跟你在一起 从来没有碰过你 不然现在还有理说不清了 为什么跟琉璃在一起 因为她比你强一倍 百倍千倍 你这个棺材脸 整天对着老子没什么表情的 不哭也不笑 摸一下你的手 都要跟老子甩脸色 那是老子 从前愿意再把你当做菩萨一样 供着 可没想到 你表面装得在圣洁 在私底下 竟然是一个随便来的贱货 早知道不上白不上了 最后一句话音落下 持续续忍无可忍 对着这张脸 一巴掌就扇了下去 你给我闭嘴 你真是恶心死我了 回到公司之后 我就让你和琉璃 一起从公司里面滚出去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跟你这种恶心的人渣 交往半年 第452章 萨爽训人 持续续一巴掌打下来 把两个人都给打猛了 但我没想到 跟内油虎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的 持续续竟然会抬手打人 哪怕是撞破 他们两人奸情的时候 持续续都没有动过手打过人 却没想到 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 持续续会抬手 在琉璃娇声惊呼中 觉得十分挂不住脸面 当即怒吼的一声 抬起手来就要回过去 持续续早有准备 在他手都还没抬起来的时候 直接另一个巴掌利落地甩过去 怀你妈 就你这种恶心的人 整天幻想自己戴绿帽 你跟琉璃两个人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无中生有颠倒是非 你们最强 赶紧去翻翻琉璃群底吧 看看他究竟有多少个群下之臣 琉璃尖叫的一声 想扑过来打持叙叙 你这个贱人胡说八道什么呢 持续续从来不惹事 但也不代表他怕事 这两个人对他来说 不过是小虾米一叠 乐宝还在问叶威 要不要上前帮忙的时候 就见持续续手上利落 直接就把面前的 这两个人制服在地 对方像两只愤怒吼叫的鸭子 却无济于事 就这么被轻轻松松地制服在地 甚至连持续续一边一脚都摸不着 这一方行云流水的操作 把旁边导购员都给看待了 摔倒在地上的琉璃又不甘心 愤怒地扑上前来 抓住了他的一百 明明我也没比你差劲多少 为什么什么好事情都是轮到你 持续续 你就是一个靠着脸膊上位的贱人 吃辣一声 琉璃直接把持续续的一百拉裂了 衣服顺着走线 一路裂开 持续续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来这一招 竟然之下掩盖了一下 才不至于走光 旁边的导购员 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尖叫声 天啊 你们毁掉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 场面一度混乱 叶薇走了过来 让面前的这一对兄妹 见到这样狼狈的画面 持续去脸上忍不住烧红 又丢人又气恼 琉璃听到非常贵几个字 立马上松了手 吓到忍不住一直辩解 不关我的事啊 是他靠太近了 我不小心才是抓到他裙子的 而且裙子一直都是穿在他的身上 坏了也该由他来陪 天底下竟然还有如此恶心的人 乐宝松开叶薇的手跑上前去 姐姐你先去把衣服换一换 你身上的这件衣服 就让他赔 那边的导购员可没有忘记 刚才身边这个女人 有个出手豁达的金柱 导购员不愁 这件坏了的衣服 有谁来赔 甚至在心中暗喜 又都多卖了一件衣服出去 于是他也紧跟着崔叔说 衣服已经坏了 你还是赶紧去换一件新的吧 不然一会走光了 持续去看着 几乎快裂到大腿根的裙子 别无他法 只好接过导购手里的新衣服 走进十一间里面换 乐宝故意当着 这两个人的面问导购 姐姐 刚才这件坏的衣服 卖多少钱 导购报了下价格 美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这一件衣服要价 竟然达到六万多 李群和刘丽听了之后 都忍不住导抽一口冷气 不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 竟然要六万多 你们怎么不去抢 喝 乐宝鄙视地看着这两人 衣服贵不是衣服的问题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连六万多的衣服 都买不起吧 而且买不起就算了 竟然还敢走进来这边逛 逛就算了 还故意把人家的裙子 给撕毁了 竟然还不想赔偿 两个人到现在还是猛的 听到了一件裙子 要六万块钱 简直吓呆了 两人不过是没事出来 外面闲逛 看到这家店 建里的衣服十分漂亮 便随性进来看一看 进来的时候 可没有看店名是什么 刘丽当下起身 扯了衣服的名牌一看 在他所知的一种 高档品牌当中 并没有这一个品牌的名字 刘丽吃笑了声 我压根就没有听过 你们这个品牌的名号 什么野技品牌 这边冒充大牌 香奈普通的衣服 一件都不敢要到六万块了 你们这种小杂牌子 写几个英文名 就想一件衣服卖好几万 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乐宝都没眼听他说话 李群虽然也觉得贵得离谱 但不至于当着人家的面 这样打击人家的品牌 他轻轻地扯了一下刘丽 暗示他现在不要太过嚣张 还有余地把衣服来给持续去赔 可惜刘丽的整个脑子 现在都被六万块钱 一条裙子给占据了 导购员被他的话给气得够呛 当即上前毫不客气地 拍开了刘丽抓住衣服名牌的手 买不起你就直说 不要在这边 对我们的衣服动手动脚 导购员嘲讽刘丽说 但是一件衣服六万块钱 在你眼里很大 但是在我们其他顾客的眼中 他就是一件漂亮的衣服而已 刘丽酸讽购员 你知不知道 刚才进去的那个女的 他也买不起这一件六万块钱的衣服 他一个月的工资 多不到六万块 话题简直越扯越偏了 导购员拉下脸来说 我不管那位顾客 能不能买得起 反正衣服是你扯坏的 你必须赔给我们 李群最不想的 便是碰到这样的后果 赶紧上前 一把捂住的女友的嘴巴 行了 都暗示你别说了 你是不明白吗 非要拿出钱 来赔衣服你才开心 刘丽推开他的手 不是这六不六万块钱的事情 这个导购员 一副这么看不起人的语气 是怎么回事 乐宝闲闲的插嘴说 你要是再这样闹下去 可能就要被请出门了 闭嘴 刘丽指着乐宝骂 有你这个小屁还什么事 叶威全程站在边上不说话 导购员悄悄看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这位是什么心态 持续续换好了衣服出来 在里面他就听到 刘丽大声无礼的声音了 听到他在责怪乐宝 持续续连忙夹紧脚步换衣服 换好了之后 便迅速地推开门出来 刘丽丢人在国内丢的还不够吗 还到外面这边来 丢人现眼 还要点脸的话 就赶紧闭嘴吧 他不动声色地 将乐宝保护在了自己身后 因为站位的原因 从他的角度看过去 看不见叶威的身形 持续续心中意疑虑地想着 这个小家伙哥哥跑哪去了 怎么让他一个人在这边 第453章 把柄 不过对付面前这两个恶心的家伙 他一个人就足够了 不需要小朋友来帮他出头 持续续将手里那件坏了的衣服 交给导购 并说 我身上穿的这件我很满意 至于这件坏了的衣服 很抱歉 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你们看看 要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听迟续续自己主动这么说 李群高兴坏了 连忙插嘴 衣服坏了 可不关我们的事情 说不定是你们自己质量不好 谁知道我女朋友 就这么轻轻一拉 这个衣服整个走线都能崩开呢 陪我们不是陪不起 但这衣服 一既不是我们是穿的 二又不是我们故意弄坏的 你们想怎么解决 也要有个合适的解决手段 这件事情 导购跟他们扯不清楚 只好请来了店长 店长一看这个情况 见刚才是衣服的这位女士 态度也十分好 主动提出了要赔偿的请求 鉴于这件事情 是他们之间三人矛盾而起的 不管怎么样 说过来 只要对方愿意赔 就是好事 为了品牌的名声 以及客户的问题 店长提出了一个适中的请求 这件衣服 我们愿意八折的优惠下 游试衣服的女士 担任三成赔偿 另一个把裙子弄坏的女士 担任七成 你们觉得怎么样 李群立刻在心中换算了一下 七成赔偿是多少钱 但无论怎么算 都是一笔让他肉痛的钱 这笔钱 他是无论如何 不可能自己的口袋里面掏出来的 本来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纷争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 往后退了一步 持续续见状 故意刺激他们 我觉得这个赔偿 一十分的合理 我能接受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不等他们二人说话 持续续又故意 当着他们的面说 哦 对了 我怕你们两个是没钱赔得起啊 毕竟这次过来出差 听说你们两个 还是在网上贷款一起来的 文言李群和刘丽两个人 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他们的确是贷款出行的 因为这次的活动出差项目中 时速费用需要先自理再报销 刘丽最近又特别想出去旅游 在公司报上 这一个地方的名称的时候 他还特意查了这边的风景 当真可以用美不胜收 两个字来概括 并且相对于 其他热闹又贵的旅游景点 这个地方的确也不错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可以先垫付 回去之后再找公司报销 可是他们没有垫付的钱 即使争取到了名额 也不一定有钱可以出来 他们想到了在网上借贷的方式 并且还谋划得非常好 只要回去之后 他们向公司报账的时候 多报那么一点数目 就可以还上贷款 不仅如此 还能赚到一点额外福利 这件事情 本来是情侣之间的小秘密 要怪就怪出发的前一夜 李群喝醉酒了 给池叙叙打电话炫耀 池叙叙本来不打算 理这两个傻逼的 现在这些人非要把他得罪到 连一点底裤都不给他们留的地步 听到两人精心策划的事情 就这么被男友的前女友摊开讲 刘丽吓到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愤怒地扯着男友质问 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件事情 原本只有两人才知道的秘密 怎么会有第三者之情 他确保了自己手紧门吧 没有泄露半点秘密出去 现在池叙叙知道这件事情 不用猜肯定就是 他身边这男人泄露出去的 怪不得池叙叙这么有底气说 等回到公司之后就把他们清理门户 要是回到公司之后 让公司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一则报报销不了 二则即便是能报销的话 也会被清理门户 刘丽气到眼睛要红了 为了这次出行 他们可是带了足足有十万块钱 这些钱要是还不上 等回去之后有他们去不了兜着走的 李群现在的面色如土 没有想到池叙叙会当众说出这件事情 他原本以为那件事情 只是自己酒后发疯 醒来之后 不见池叙叙向公司告状 并不仅如此 他们还顺利地从公司里面出发了 他还放下了一颗心 以为只是自己做梦做的而已 没想到池叙叙之所以不讲 是准备发大招 看着面前两个起了矛盾的人 池叙叙嘴角勤着一丝笑意问 怎么样 你们两个商量好了没有 到底要不要赔偿 李群和刘丽对视了眼 只听池叙叙继继续说 我也不介意直白一点告诉你们 我完全有能力可以赔偿这件衣服 我可以全额赔 但是你们可以想想后果 四前想后 李群咬牙说 打折后的七成赔偿价格是不是 刘丽紧张又无可奈何地扯男友 李群甩开她的手怨对的说 你现在不跟她把事情解决好了 等回去你我都得遭殃 池叙叙勾起嘴角 看了一下时间说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们下号 客人还有十来分钟就到了 我只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考虑 如果你们不赔偿的话 我可以全额赔 李群只好跟她商量起来 如果我们赔偿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会回去向公司告我们的状了 刘丽在旁边说 我才不相信她会有这么好的心 池叙叙又看了一下时间催促说 快点下决定 是你们来招惹我的 又不是我去主动招惹你们的 教你们这一点破事我也不想管 谁弄坏的衣服 谁去赔偿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要让人家导购员在这边等久了 人家也还要做生意 没空在这边陪你唱戏 即使两个人万般不怨 到底也得拿钱出来 在收银台解款算账的时候 导购员特地让李群两人 先付了那件衣服坏掉的钱 紧接着再将坏掉的衣服 打包起来递给他们 刘丽拿着手里的勾带 十分不想借 一件衣服几万块钱 她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这么多 并且这个衣服还不是她身上的型号 拿回去了她也不一定穿得上 刘丽更害怕自己要报销的事情 会被持续续给捅出去 如今再不甘愿 也只能咬牙忍下来 无不肉痛地想 等回去找个裁缝 将这件衣服补一补 看二手挂出去 能不能卖个好价格 紧接着就轮到持续续结账了 只见一个气度不凡的男人 走到他们身旁 前台结完账之后 毕恭毕敬地将账单和卡 交到了男人手中 将持续续换下来的衣服 装进购物袋 交到了持续续手中 第454章 惨不忍睹 看见这一幕 两人瞬间就猛了 此时此刻在迟钝也反应过来了 持续续买的衣服 根本不用他结账 并且他身上那件衣服 也是六七万块钱 还是由面前这个看起来 身份不一般的男人 给他结的账 李群已经付出去 那条裙子几万块钱了 见状不由地 当场就跳了起来质问说 好你个持续续 竟然炸我们 你有冤大头给你结账 你竟然还来坑我们 这辛辛苦苦的几万块钱 文言乐宝和叶薇 都奇奇地看向这个男人 他们依言赔偿了 这位小姐的裙子 但是刚才坏掉的 那裙子费用 并没有帮这位小姐姐 这是持续续意思 他意思是说 赔偿归赔偿 那条坏掉的裙子 让自己赔 这位小姐姐 做人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只是摊上了面前 这两个傻子 乐宝在心中 为他们默默点了个蜡烛 希望他们一会儿能有好运 李群开始对着 这对兄妹发难 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一起来 诶骗我的钱的 持续续 简直要被这个 无耻的人给气倒 李群 你说话也要一点脸 刚才不是跟你说清楚了 如果你愿意赔偿 那么你就要出70%的钱 如果你不愿意赔偿 那么好 这条裙子的钱 由我自己全额赔 现在又关别人什么事 李群气急败坏地说 怎么不关他们的事 你早说 有人帮你买单 我看你们 就是联合起来 框我们的 流利目光不住地 在叶薇身上打量 以他为数不多的 看人经验来说 他也看得出 面前这个男人非富即贵 且不说这个男人 到底有没有钱 光凭他这长相 和这个身量 就甩了李群好几条街 刚才他怎么没有注意到 这边还有一个 这么英俊帅气的男人 叶薇和李群 站在这边一比 这一对比 惨烈得好似山鸡跟凤凰 看着男人默默买单 却一句话 也不说的样子 流利心中 不由地泛起酸溜溜的度议 边上的男友 还在止不住地叫嚣 你们就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他哪里是真的 在乎那几万块钱 而是看见了 自己的前女友 身边出现了一个 比自己英俊 比自己有钱 几百倍的男人 心中不平衡 线下妒忌的厉害罢了 就这么一点小心思 流利将李群 看得透透的 此时此刻 他又不想 捅破自己男友 那一点见不得光的心思 心中又妒忌起 持续续凭什么 就是比自己命好 他目光落到了 持续续的小腹上 难道是刚才衣服的原因 换完衣服之后 持续续小腹非常平坦 看不出有半点 隆起的痕迹 他们刚才误会了 种种想法 在他脑海里面轮转而过 流利沉生静气 线下反而比李群能冷静下来了 算了我们不跟他们计较 几万块钱大不了 以后再赚 流利心中另有算计 所以暂时安抚了一下李群 哪知道一向听他话的男朋友 竟然当场跳起来 给了他一巴掌 话都是你说的好听 几万块钱 没什么大不了 倒是给我呀 花几万块钱 买这么一条破裙子 你也好意思说的出口 他有冤大头 你也当老子 是冤大头 流利直接被一巴掌 扇蒙过去 没明白 为什么对方一句话都还没说 男朋友突然对着自己发难起来 他又哪里是肯吃亏的主 当下尖叫了一声 不管不顾地扑上去 开始狂山李群巴掌 两个人就这样 毫无自姿态地扭打到一起 场面简直可以用 惨不忍睹两个字来形容 叶薇叹了口气 捂住乐宝的眼睛低声说 我们先走吧 不要看这种赖眼睛的场面了 两个蠢货 后面的四个字 他声音放得很低 持续续跟这对兄妹靠得很近 自然也听见了他们的声音 当下不由地觉得脸上有些骚 毕竟这俩人跟自己是有点关系的 在这边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人矛盾 想到自己曾经竟然找了个 这么不堪的男人做男朋友 并且还被当众发现他是这个模样 持续续觉得自己脸上都快挂不住了 多看这几个人 一眼都觉得丢脸都不行 导购看着这对男女 从对别人发难 到对自己内部内讧起来 看待他们也算是自己顾客的份上 赶忙冲上前来拦住他们 两位 两位 不要打了 等琉璃和李群打着打着回过神来后 才发现持续续和叶薇他们 早就不见踪影了 持续续时间是真的很紧迫 走出了服装店之后 他再次诚恳地跟叶薇兄妹道了歉 真不好意思 耽误你们这么久的时间 还让你们看了一场笑话 乐宝说 不要紧的姐姐 我们就当看了一场幽默剧 他无奈地摇头笑笑说 真的非常非常丢人 我已经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这两个人还真 也不好在陌生人面前 提起自己隐私的事情 持续续将话题打住 先生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乐宝眼睛微微一亮 偷偷地扯了一下大哥的衣袖 持续续提高手中的袋子 主动解释说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并不值得这么多钱 而且回去洗洗之后还是能穿的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到时候 我把多出来的钱退还给你 叶薇淡然地回答说 不用了 就是一件衣服的钱而已 不算什么 此时此刻 持续续不由地认为 导购说的一句话是对的 几万块钱 都有些人来说不算什么 不过是买件衣服的钱而已 而对于有些人来说 几万块钱 就等于同于他的命 持续续 虽然个人收入能力尚可 但也远不到 可以这么肆意挥霍的地步 一条裙子几万块钱 这可能是他一年到头 才舍得给自己买的奖励 这样不好吧 叶先生 没什么不好的 持小姐办事能力 我还是挺欣赏的 叶薇其实也见过 不少这样的戏码 最终都是由男方出面 帮女伴解决问题 虽然这个持续续 压根不能算是 他的女伴或者什么人 但是碰见这样的情况 仗义一下帮个忙 也无可厚非 但叶薇心中自有看法 见多了这样的事情 他只觉得 如果面对这种事情 一个女人自己都处理不好 那么想必 他也不是个清楚的人 自己没有必要淌这趟浑水 那两个人说话做事 都不堪一击 连这样的人都对付不了 就不要谈其他的事情了 还希望别人去帮他 帮一次是这样 帮两次也是这样 又何必呢 第455章 呆头鹅 叶薇淡淡地提醒持续续说 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提醒一下你 再不去的话 你可能要迟到了 持续续再次抬手 看了一下时间 乐宝也跟着劝他说 姐姐你还是赶紧去吧 不然你要是迟到了 客人就不会给你好脸色了 一件衣服而已 这没有什么 这是我们赔偿你的诚意 末了乐宝又补充说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了 要是有缘的话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时间紧迫在眉睫 持续续只能放弃 和他们继续纠缠下去的想法 一件几万块钱的衣服 对他们来说 兴许真的什么都算不上 持续续微微地叹了口气说 那真的不好意思 非常谢谢你们了 我先走一步 我们有缘再见 持续续对着这兄妹二人挥了挥手 乐宝也使劲地对他摆了摆手 目送的女人窈窕地身影 走入电梯消失不见 被一群人纠缠不放的夜四 终于得以钻空子走了过来 看兄妹二人 盯着电梯的门口方向看 他也忍不住凑头过来 跟着一起看 夜眼从边上的一个小店里面走出来 逃到了自己喜欢的耳机 见着兄妹三人 愣愣地站在这边 不知道在看什么 于是他也走过来 凑在边上跟着一起看热闹 但发现实在没有什么热闹可以看 夜招安置好了自己的战利品 到处寻找兄弟们的声音 结果就看到了 这几只呆头鹅凑在一块站在那 不知道在看什么 夜回也转完了书店 觉得没意思走过来 兄弟二人在交叉口会面 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彼此对视的一眼 没有在第一时间过去 夜招不解地问二哥 他们一排齐齐地站在那边 是在干什么 夜回哼笑了一声 我又没过去 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二哥你真是越来越冷酷了 过奖了 普普通通而已 他们走了过来 夜招拍了下夜四的肩膀 你们站在这边 跟呆头鹅似的在干嘛 夜四一头雾水 推了推自己的大哥 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夜眼也不解 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夜威看向身边的乐宝 讲马好一点了没 乐宝用力地剁了两下小脚 好多了 已经不是那么麻 可以走路了 说着他回头看自己的两个哥哥 撇了撇嘴 哥哥你们好像呆子啊 干嘛跟着我们一起站在这里 兄弟二人对视了一眼 哑口无言 一行人拿着自己各自的战利品 又带着乐宝 向其他地方逛去 这浩浩荡荡特殊的一家子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走到哪里 都是别人注视的焦点 好在他们并不是很在乎被人注视 也习惯了被人注视 玩得还是很开心 他们带着满满的收获 满载而归 给家里的每一人都买了礼品 乐宝原以为 关于奥斯卡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新年过后 叶家的父子 也要在这里停留个十来天的时间 才会回国内 这也算是一家人 为数不多的开心放松时间 乐宝给武馆里面的小伙伴 包括哈珀 都带了新年礼物 大家都非常开心 哈珀主动说 我妈妈做的小蛋糕非常好吃 等明天我给大家带过来 一个人开了头 其他人们也七嘴八舌地说着 自己或者自己家人会做小东西 或可口的零食之类的 聊着聊着 就变成了 约定了明天一起去公园里面野餐 乐宝回家之后 兴致勃勃地将这个消息 带给家里的女佣 希望她们能做一些好吃的东西 让自己明天带过去 女佣也非常乐意帮这个小主人 准备自己拿手的绝活 烤鸡烤派 再弄一些小饼干 第二天 满满当当地帮着乐宝揣上一大篮子 一起前往公园郊野聚餐的地方 这时陆陆续续都已经有人来了 乐宝远远地听见了朋友的声音 大声地跟他们吆喝着 张开双手回应 一个巨大的垫子 在草地上铺开 大家将自己带过来的美食 纷纷摆上来 还有人带了不少玩具过来 有运动球拍 羽毛球也有玩具小水枪 更甚还带了两个足球过来玩 欧文他们擅长踢足球 前几天他们 这几个小白无意提了一口 欧文和乔迪便答应找个机会 叫大家一起踢足球 小朋友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 却是最好的玩伴 偌大的草坪随着他们玩耍 踢着踢着球滚向了远处 其中一个小朋友追着球跑过去 却见足球停在了一个人的脚下 他正要上前将自己的球取回来 却见那人抬脚轻轻松松地 把自己的球踩在了脚底下 小胖愣了愣 顺着这个脚抬起头来 看见了这一个抢他球的恶人 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嚼着口香糖 戴着耳机 一头卷曲的头发 像鸡窝一样浓在头上 对方带着高傲又轻蔑的眼神 看着小胖 喂 球借一下 见面前这人说话态度这么不客气 小胖也不是好惹 插着腰瞪着面前这人 兄弟 你这语气和态度 可不像是要跟我借东西的样子 这一个鸡窝头少年拧起霉 我看你们有两个球呢 跟你们借一个 哥哥这边有事情要办 谁的哥哥呀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我妈只生了我这一个儿子 把球还给我 说着小胖上前毫不客气地 将球从这一个鸡窝头少年脚底下抢回来 想要球自己去买 难不成穷的连个球都买不起了吗 小伙伴们都站在他的身后张望着 少年看着他身后的那一群萝卜头 其中竟然还有几个特别小的小朋友 鸡窝头少年发出了一声嘲笑 足球可不是你们这群参差不齐的玩意儿玩的 也不是你这种鸡精玩的 鸡窝头少年愣了愣 没有想到会被小胖这样子攻击 不等他反驳 小胖将球夹在了手臂和腰之间 抬了抬下巴 略带高傲的回复面前这个少年 我们玩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鬼混呢 瞧不起人之前要先打听一下 别人是什么样的身价 这话多少带点吹牛的成分了 但是少年人之间比的就是谁比谁狂 鸡窝头微微一愣还针顺着他的话问 你们是哪一家的球队 他准备在小胖爆出自己球队的名字后 在大声嘲笑他 小胖丝毫没有怀疑面前这人的心机 爆出了自己学校的名字 第456章 报上家门 鸡窝少年在听到他学校的名字之后 忍不住拍着大腿大笑出声 毫不客气地嘲讽说 我还当你们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原来是那一个学校的小破球队成员啊 他嚣张地指责自己的脸说 怎么 不记得我了吗 上次在体育球馆被我们给痛揍了一顿 现在也没记忆了 看情况好像有点不对 欧文带着其他小伙伴一起赶过来 小胖对他所说的事情一点印象都没有 茫然地看到欧文 再看看他 这家伙在说什么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鸡窝少年没认出来 面前的这个人 不是那一天跟他们打架的那伙人 他只记得那天痛揍的那支队伍里面 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胖小伙子 他记得那小子狂妄得很 出言不逊 还敢主动挑衅他们 结果被他们打得屁股尿流连跑代哭地走了 线下鸡窝头少年 已经不太记得那小子的长相了 只记得他的体格 而小胖又同样 长得高高大大又胖胖的 虽然相较比奥斯卡体型小了一些 但是对他不熟的鸡窝头少年 直接将两人混为一谈 看着小胖身后 呼啦啦来了一群人 鸡窝头少年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怎么 以为叫来一群人 我就会怕你了吗 还想像上次一样 被我们痛揍一顿 小胖一脸莫名地 看着面前这个鸡窝头少年说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脑子是被球砸坏了吗 欧文看着面前 这个是鸡窝头少年问 你到底是想干嘛 来找事的吗 乐宝蹲在人群最后面 突然间觉得 这个小岛上的少年 是不是没事干 走到哪里 都有一股江湖一起的冲劲 一个不服气 就是随时打起来 鸡窝头少年 此时此刻的迟钝地反应过来 面前这些人 好像跟那天那伙人不是很像 你们学校有第二支球队吗 说的是奥斯卡他们 在联合奥斯卡 无意间说漏嘴的事情 乐宝瞬间反应过来 前几天揍了奥斯卡的 是不是面前这伙人 他没有猜错 的确就是面前这伙人干的 欧文拧起眉头说 我们学校的确有第二支球队 你认错人了吧 对着我的小伙伴嚣张什么呢 鸡窝头愣了一愣 没想到还真有第二支球队 他倾咳了一声缓解尴尬 我就是要跟你们借个球 我看你们有两个球的 就我一个呗 小胖改换成双手抱胸的姿势 看着面前这人 都说了 你这态度 一点不像要跟人借东西的态度 正好这个时候 鸡窝头的队友也过来了 看着自己队友 一人面对多人的场面 他从后面走过来 一手搭在了朋友的肩上 语气凉凉地问 怎么 遇上什么情况了 鸡窝头队友一脸的小雀斑 当他目光落在了 场上小胖的身上时 和自己的队友一样 小雀斑也认错了人 把小胖当成了奥斯卡 当即就打开嘲讽模式 哎哟 这是谁呀 这不是那天 被我们痛揍了一顿的流浪狗吗 鸡窝头轻壳了声 不是 你认错了人 小胖瞇着眼睛 比是面前两个人 一个个的眼睛都不好使吗 就你们这样还踢足球 可别把人脑袋当足球给踢了 你说什么呢 你这个菜鸡 说你们是睁眼瞎 别踢球了 回家种菜都比这强 怎么 想打架吗 别别别 乐宝在心中呼喊 不能再打了 再打下去 要变成男贫了 小女孩独有的声音 在这个吵嚷的时刻响起 我觉得天天打架也没意思 如果双方人数和个子大小 参差不齐的话 就算打赢了 那方也没显得多了得 乐宝站在后面 鸡窝头只听见了说话的声音 并看不到人在哪里 就在他寻找说话人的身影时 乐宝挤开面前的一众大个子 走到跟前来 用拳动说话 一点都不厉害 而且是你来借东西 不客气在先的 怎么 还想跟我们打一场吗 不等鸡窝少年和雀斑说话 乐宝又继续说 我们要是打赢了 我们自然没意见 但是要是打输了 这地方就这么打 晚上集体去你家告状 他总算心学了一招 没料到面前的小家伙 竟然会说出如此无耻的妖邪 鸡窝少年忍不住说 打输了 怎么好意思去告状 是你们记不如人 记不如人 是记不如人 挑衅是挑衅 麻烦这个大哥 你要搞清楚这两点 乐宝他巧舌如簧 我们不介意和你们打 但是出点什么问题 你就完蛋了 七 胆小鬼 无趣 鸡窝头看着这一众 都不说话的人 刺激他们说 你们是都哑巴了吗 让一个小孩子出来 帮你们说话 小胖昂头挺凶 他说的就是代表了 我们的意思 怎么着 要比就别比拳脚功夫 报上你们的名号来 鸡窝头少年 和雀斑队友对视了眼 知道了他们的意思 名号这种东西 鸡窝头向来最不屑报了 没办法 优势如此 很多时候 他们把名号爆出来 对方就直接缩头了 雀斑少年 幸灾乐祸地笑了出来 自取其辱 我们是 XF足球训练部的青少队 你们也踢球 应该不陌生吧 鸡窝少年比一的接口 如果是想跟我们比足球 劝你们还是算了 不然怕你们输得太难看 回家跟你们爸妈哭鼻子 再来告状 XF俱乐部 对欧文等人来说 是个熟悉的名字 甚至可以说是如泪贯耳 他们在学校踢球 是踢着玩的 但是XF俱乐部 可是专业的俱乐部 业余跟职业选手的差距 可不是一丁半点 如果要真比起来 他们肯定是比不过 足球职业选手的 但乔迪在此刻想起一个问题 XF俱乐部 是职业选手联盟不错 但是里面可不全都是职业选手 也有青少队 就是从学校收览过去的 优秀拔尖人才组成的足球队 里面一共有四五支青少队 并不是每一支技术 都非常的拔尖 他们和自己一样 也是还处于训练的阶段 水平上还没较量过 不知对方能力在哪一层 但是下个赛季的比赛名单当中 乔迪记的XF队伍 有两支青少队也在其中 能和他们这些 凑到一个队伍里面比赛 最少是说明了 对方的能力和他们是不相上下 或者是优秀一点点的 乔迪将欧文拉到一边 嘀嘀咕咕地讨论这个问题 第457章 一较高下 这种场面 鸡窝头少年已经见惯不惯了 闲闲地剃了剃指甲说 跟我们比拳脚功夫 你们兴许还能机会赢一把 比踢球 哈哈 边上的雀斑少年轻蔑接口 怕你们跑得比鬼还快哦 这边乔迪和欧文杀了好之后回来了 正好听见了他们最后一句话 哎 我劝你们不要太过狂妄 这是拳脚功夫 我们都敢比 谁说我们想落荒而逃 乐宝点点头 清醒点吧 你们还不够资格让我们落荒而逃 小胖说 行 打就打 我们先比拳脚功夫 然后再比足球功夫怎么样 鸡窝头少年拧起眉 我又不是闲得慌 跟你们在这较近一整天 乔迪故意刺激他说 XF俱乐部我们当然知道 高手云集的地方 但可不代表在里面的 就全部都是高手 也有像你这样的小喽喽不是吗 被小喽喽三个字刺激到 雀斑少年变了脸色说 就算是小喽喽随便拎出一个来 也比你们这种野鸡队伍强 没比过怎么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野鸡呢 众人动怒了 吵架都喜欢用各种词汇 羞辱对方 但是能力和技术 遭受到羞辱的时候 无疑是每个人最愤怒的点 双方商量了下 当即决定用 打踢球赛的方式来论输赢 场地就定在那天 奥斯卡他们抢不过的 体育场场地上 择日不如撞日 大家当即决定 将东西收拾一下 一起前往体育馆 鸡窝头少年 本来只是跟俩朋友 在公园附近玩 现在冷不丁就要跟人比赛 踢球了 他还得把自己的队友们召集过来 今天并不是训练日 鸡窝头少年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前两个人还在家里睡午觉 接起电话满腹的怨气 你疯了 平时训练都没见你这么积极 现在好不容易放假你 还叫我去踢球 不想去 笑话了 要是不来的话 他在这群小子面前 可怎么抬起头 说比赛结果却连队友都照不起 却搬脸的队友给他出谋划策 于是再打电话过去 说辞就变成了这样 哥们 还记得上次我们在体育打的那小子吗 现在他们队友还回来复仇了 说要在体育馆 跟我们再决一战 果不其然这样的话说出去之后 睡得从在沉的队友 或者是有事的队友 纷纷都爬起身 来往体育馆馆这边赶 鸡窝头就跟他们说了句 十分有刺激性的话 那天那只小胖子说了 说打架不是他们的强项 踢球才是 他们要在今天用球赛 跟我们叫输赢 还要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大家听了 哪能忍得了 纷纷一起赶过来 到了现场 有毕竟精明地看了下 发现好像不是同一支退伍 鸡窝头少年 在这个时候又耍了诈 对欧文他们喊 你们是不是艾森学校的足球队 大家纷纷投以疑虑的目光 刚才不就告诉过你了吗 怎么 鸡窝头和雀斑少年回过头来 你们看是不是 他们自己都承认了 可人怎么都不一样了 虽然同样会都有胖子 但是看着也不大像是同一个呀 又有人在此刻站出来确定地说 我能肯定不是同一个 因为上次我对那个胖子的脸 挥过一圈 那胖子要比这个胖子大个许多 这些人讨论的声音不大 但是也能听见胖子胖子这个词的 小胖最近又刚好在减肥 最讨厌的 就是听见别人说他胖的事情 在武术馆这段时间的历练中 他已经减掉了最少六斤的体重 当下看着这些人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还一口一个胖子的 小胖心中就非常不爽了 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欠打 一堆人站在那里 满口胖子是什么意思 这么多人就专门挑着他 看不过眼 还是因为那个鸡窝头和雀斑脸在告状 乐宝解释说 我觉得不是的 他们可能是认错了人 附近的学校跟他们一样年纪 又同样是胖子 且性格比较嚣张的人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 奥斯卡 也就只有这个王八蛋 有这个可能性了 并且刚才他们 两个家伙还特地问了 学校里面是不是有两支球队 队友们都闹着说 我们岂不是帮那家伙背了黑锅 欧文耐心地跟大家解释 也不是帮奥斯卡背黑锅 更不是帮他报仇 还得接奥斯卡那群王八蛋们 说过什么话吗 大家当然都记得 奥斯卡嘲讽过他们 没有资格去参加下一季度的比赛 因为他们没办法赢赛组里面的 任何一支队伍 赛组当中已定的名单中 而他们现在 就是提前和这支队伍碰上 人人都知道对方是个强队 但究竟有多强不得而知 没有较量过 谁知谁的水平能更高 欧文说 我们跟他们较量一下 奥斯卡那家伙 不是成天吹嘘着 他们有多厉害吗 就是这群家伙 把奥斯卡他们 打得像狗样的 你说 我们要是打赢了他们 再把奥斯卡喊过来围观 那该是多么痛快的画面 既能越过层层筛选 直接和已定的对手决战一场 又能打死对头的脸 这合乱不为 对方的队伍是内定的名单 而他们却还需要经过比赛筛选 才有资格和对方碰上面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了 小胖听了之后 反而没有刚才那般嚣张的气焰了 瞅瞅起来说 这样的话 我们能打得赢他们吗 什么叫打得赢吗 队友怒然推了他一把 不是打得赢吗 是咱们必须把他赢 不仅要赢 还要狠狠地赢 把这些家伙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哈破也抬起小手支持他们说 我觉得你们也很厉害 为什么要害怕打不过人家呢 加油 你们一定可以的 乐宝也跟着鼓励 你们都说了 打不过奥斯卡他们队伍 是因为对方喜欢下黑手 正轨队伍应该不至于这么阴邪 还有 你们虽然没有较量过 不知道谁更加厉害 但是能放在一个组上面比赛的 说明大家其实水平都是差不多的 加油我看好你们 乔迪也说 要有信心 我们也不比别人差 干嘛要这样子懦弱 还没开战之前 自己就先怂了 就因为他们在职业俱乐部训练吗 一句句话 鼓励起了大家的勇气 踢就踢 第458章 战就战 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对呀 都没有对战过光是 只听说过对方的技术 还蛮厉害的 就因为听过这点 他们自己就怂了 不存在的 既然都能安排到一个组别里面比赛 想必就像乐宝所说的那样 大家在竞技水平上 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有分别的话 他们总体队伍的素质 应该是高于他们一节 然而在高处的一节 究竟高多少 可不可追 谁都不知道 因为双方没有正式的教练过 只有第一场比赛打了之后 才知道 他们的水平相差多少 虽然对方嚣张的态度 让人很不爽 但是有一句话 还是说的对的 强者为尊 我要是也很有本事 我今天也踩着 他们的脸面嚣张 队伍当中的其中一人说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就跟他们搏一搏 鸡窝头的队长 已经插着腰 站在那不耐烦地问 你们在那边 嘀嘀咕咕半天 在商量什么呢 是不是想要临场退缩 如果想退缩的话 我给你们这个面子滚吧 鸡窝头他们一阵轰然大笑 他们的队长 洋洋得意地 让球在手上抛了抛 扔到草坪上 然后用脚踩住 只不过从这边滚了之后 我要你们以后见了 我们都得绕道走 要不然就得齐声喊我们大哥 呸 做梦都没有你们想得这么美 谁说我们要临场退群了 我们不过在商量战术而已 来吧 双方各自选好阵营 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鸡窝头的队伍们 仗着自己的比赛经验较为丰富 一鼓作气直接将他们错到 他们可见过奥斯卡他们打球赛 一个系统里面训练的方式 也就这么几种 大家都觉得应该相差不远 但较量下来才发现 作战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习惯用了自己自己的一套 想要对付欧文这些人 但不知对方是早有准备 还是根本不习惯这一套战术 竟然突破了他们的重重防守 一举将球 踢入了他们家的门框 观众席上乐宝和哈破煞时间 举起手来欢呼不停 这群孩子也当场欢呼了起来 小胖子将衣服撩起来 擦下脸上的汗 对着鸡窝头队伍的人们 做了个鬼脸 莫名其妙就这么被赢了一球 鸡窝头队伍的人 脸色也不是很好 室外球场草坪上 孩子们集体的欢呼声 吸引了边上一些锻炼的人注意 有些人见他们在比赛 便凑过来这边看 下场休息的时候 大家一边喝水一边聊着 原来水平不过也就这样子 我还以为是多强的队伍呢 就是就是 我以为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比赛 心里都觉得我们可能要输了 尽力就好 结果没想到 经常让我们赢得这么轻松 笑死人了 这就是职业训练部的水平吗 小胖态度却谨慎很多 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这么骄傲的好 有句话叫做大意轻敌 众人也觉得有道理 纷纷符合 欧文喘了口气 摸了把汗说 小胖说的对 我们不应该大意轻敌 虽然这场比赛打赢了 但我有预感 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难打 不要小看了他们 毕竟他们实战的经验要比我们多 而且职业训练 肯定有职业训练的优势 乔迪这时候插嘴说了一句题外话 那我们到底还叫不叫奥斯卡那个小子 扣来观战了 这话一出 众人齐齐地转头看向他 乔迪忍不住摸下自己的脸 怎么 欧文沉吟了下 开始我们是这么计划的没错 但是 我想了下 不然等我们再赢一局 初始的胜利快感过后 大家思考起 下一局是不是还能照样赢了 万一后面输了 倒是没什么 反正也不会被领比 可要是把奥斯卡那家伙叫过来炫耀 当着他的面输了的意义 可是不一样了 会被那个家伙给嘲笑死的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要不要叫啊 顿时都陷入了犹豫当中 乐宝拍安定板说 先不要急了 下一场打赢 再想着炫耀的事情吧 众人心底也觉得是这样 大家当即放弃了 急着想炫耀的想法 认真的开始准备下一场比赛 边上围观的群众逐渐多了起来 紧接着第二场比赛开始 果不其然 有了第一场的失败之后 激窝头队伍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之后的第二场比赛中 他们已经掌握了节奏 开始分别针对他们的主力手 第二局打得要比第一局激烈许多 对方放弃了传统的战术 开始了分别压制 欧文这边的主力队员 数次拦截了他们的传球 比赛之激烈 周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踢到后面 欧文等人尽力地拉扯局面了 却还是惜败给了对方 这场下来 大家几乎都是精疲力尽 大家一起坐在地上休息着 一口接一口地喝水 面对这样的局势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输在哪里 这时候 边上一个看了许久的中年男人 慢悠悠地晃上前 在这群小子身边坐下 跟他们聊了起来 小子 你们也是踢职业赛的 乐宝对足球不怎么懂 但刚才看比赛的时候 从双方的状态中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欧文他们的队伍球 踢得也很不错 主将和前锋配合得非常好 但是踢到后面 渐渐崩盘了 我们不是打职业的 我们是学校的业余球队 中年男人面露惊讶的神情 指着另一边的队伍说 但是那群小子可是打职业的 我看你们和他们的较量 有点不相上下呀 乐宝嗅到一点敏锐的信息 连忙拿了瓶水 跑到男人身边蹲下 薄薄喝水 男人目光落在他身上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谢谢小朋友 你是小粉丝吗 我看你在这边吆喝得非常卖力 乐宝抬手一圈指过去 因为这边都是我哥哥呀 男人被他的话给逗笑了 你有十几个哥哥 他骄傲地抬了抬下巴 对呀 这很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 还真有人生了个足球队呀 这话显然是开玩笑的 连肤色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是兄妹 这看都看得出来 乐宝抓紧了问 伯伯也很懂得踢足球 男人说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踢足球 一般这种说辞 都是委婉的说法 乐宝试探地问 伯伯看了下 有没有觉得是我哥哥们踢得不好 第459章 策略战术 中年男人先是笑了下 进而说了句 的确是技不如人 不等小朋友们说话 他紧接着点评说 赢在前锋 也输在前锋 打到后面 是你们自己心里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出现了后面两个致命性的失误 而对方前面第一场 用的是习惯性战术围剿 没想到你们压根不吃那套 第一场戏败之后 他们就重新组织了策略 在较量上 没办法赢你们 就开始了技术性的拖延 男人指点说 你们大概是对战 打得还比较少 所以傻乎乎地 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拖到后面心态上崩了 没错 的确说到了他们的心坎当中 输掉这场比赛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打到后面 他们自己心态崩了 无论是身体 还是心理上面的 迟迟无法攻破对方的防守 他们像在 打着一场艰难的拉锯战 而对方却有条不紊 控制了这场面 见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 男人也不啰嗦 直接点评出了比赛当中的要点 作为全场的旁观者 他对双方的优劣势 看得一清二楚 大家从他说话的方式中 找到教练对自己说话的感觉 这一瞬间 他们仿佛回到了在学校的时候 听着教练讲解着局势 男人分析了一下 鸡窝头他们队伍当中的薄弱之处 并且教导他们 运用了另外一种的战术 乐宝在心中暗暗地择了一声 看样子只是遇到高人了 也是这群家伙运气比较好 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好教练指导的情况下 还能踢得这么不错 只能说是真的很行了 很快半个小时的休息过后 大家再度入场 大家玩的是三场定胜负 这是最后一场 众人都十分小心警惕 围观人群越来越多 乐宝坐在观众席上 挥舞着自己双手 为自己的兄弟们加油打气 加油 加油 很快比赛又开始了 这次的气氛 比前面两局还要严峻 众人聚精会神 眼睛都死死地 盯着对方和脚下的球 竞争非常激烈 激窝头队员很快就发现了 欧文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战术 他们有条不紊地调整着策略应对 看着欧文他们踢得有点吃力 乐宝坐在席上 都忍不住跟着紧张起来 哈珀却比他更紧张 小手揪住了乐宝的衣袖 蹂躏到快变形了 哈珀忍不住跟乐宝讨论起来 乐宝 你觉得欧文他们会赢吗 这个问题 乐宝自己都回答不上来 会不会赢这个不好说 他也没办法判断 只能希望欧文他们给力一点 加加油吧 边上刚才作为临时指导教练的男人 握着水平靠在栏杆上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重肯的话 想赢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很困难 具体看他们配合的程度怎么样 一边是比较不专业的队伍 一边是经过职业化训练 并且有不少对战经验的队伍 这一场比赛哪一方的胜率比较高 简直是一目了然 刚才的指导能让他们改变一下策略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他们临场发挥怎么样 还是要看主将发挥成不成 体育馆里面有裁判老师 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两边的小家伙们踢球 体育馆里面已经许久没有迎来 这样热闹的青年球赛了 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就在乐宝看的聚精会神的时候 身后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他吓了一跳 回过头来见是五哥和四哥 夜四看了一眼底下的赛场问 不是说去公园野餐了吗 怎么跑到这边来看球赛了 哈破还是有些怕生 看到乐宝的这两个哥哥也不敢主动打招呼 夜招倒是是大大咧咧地抬手 先跟他打一声招呼 又见面了小朋友 哈破微微地抿了下嘴唇 小声地跟他说 你好 其实上次才知道乐宝一共有五个哥哥 并且轮流见过那五个男人之后 哈破就吓呆了 私底下 哈破悄悄跟乐宝说了句 你妈咪可真能生 竟然生了六个宝宝 乐宝认真地跟他解释 我妈咪只生了我一个宝宝 哈破已经有认知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乐宝的话 他几乎是一瞬间就领会过来 不是一个妈妈生的 原来乐宝是重组家庭啊 不知道乐宝的话只说了半截 以为他跟这五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哈破 既有些羡慕又有些同情乐宝 都说重组家庭再生小孩之后就会很可怜 哈破观察了这几天的时间 发现乐宝跟他的五个哥哥关系都非常好 每个人都十分宠爱乐宝 例如现在 一会儿没看见他的两个哥都找过来了 哈破如今看待了乐宝这些哥哥的心情是羡慕 可能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头 在乐宝的这一种哥哥当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先接触了二哥夜回 时间线回到现在 乐宝指着底下正在比赛的球队说 我在看我的小伙伴们踢球啊 夜招来了几天 就听老爷子说 乐宝在这里收服了一群比他大很多的小子做小弟 听到这话他还不信的 直到今天站在这里 看着场下两支队伍 里面随便一个男孩子挑出来 个子都比乐宝大很多 夜招嘴角微微一抽 这些就是你的小弟吗 靠在边上看比赛 看得这么聚精会神的男人回过头来 露出了好笑的神情 这小家伙一会说是自己的哥哥们 一会又说是他的小弟们 乐宝指了一下说 这边穿蓝衣服的是我的小弟们 那边是他们的对手 说着乐宝拉了他们一下 哥哥 先别讨论这个了 坐下来一起看比赛吧 竞争确实激烈 尤其是这最后一局的比赛 双方都焦灼不肯仁 轻易让对方进自己一个球 击窝头少年队伍的人 已经发现他们之前的运用的战术 没办法再克制欧文等人了 于是拉扯到后面 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引导着 想让欧文等人犯错 底下裁判看到了这一幕 当即吹响口哨警告他们 正好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大家下来喝水修整 中年男人当即上前去 像每个进职的教练一样 跟他们分析 刚才比赛时出现的各种状况 以及他们接下来需要注意的点 短暂的休整过后 大家立即投入了下一场 有了高人的调整和指导后 欧文等人在赛场的配合愈发默契 终于攻破了对方的防守 将球踢进对方的球门中 第460章 尖险 这一球仿佛突破了 击窝头队伍们的心理防守线 导致他们节节溃败 最终不敌欧文等人 惜败在他们收下 观众席上的众人 忍不住振臂高呼起来 乐宝也跟着欢欣鼓舞地挥着双手 为欧文他们高兴 相较于他们都开心 鸡窝头等人则是一个比一个沮丧 小胖恨不得将欧文报搞起来庆祝 完了也不忘挑衅地看向那几人 怎么样 手下败将现在是什么感受 那边一整队的人简直是面如黑锅 相较于他们的欢心 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哪里想得到 打一个名不见传的小队伍 竟然还打得这么困难 不仅如此 还惜败在人家手底下 这一败不仅是他们 更是整个俱乐部的名声 众人面如黑锅 一句话都不说 个个又累又疲惫 没有胜利喜悦的冲击 大家都格外显得颓丧 还在他们还算有点品 并不是奥斯卡那种 说了还要各种找理由的人 几人队伍商量了下 最后最先惹事的鸡窝头 和雀斑少年走过来 郑重地向他们道歉了 对不起 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行为道歉 小胖赢得开心 又在这场实战 当众获取到了珍贵的经验 虽然现在心里暗爽得不行 但还是装出来一副平淡的样子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 算了 原谅你们了 希望有下次正式的场合 还能再较量一下 这话说的算是十分大气了 鸡窝头队长虽然嚣张 但不得不承认 对手还是值得尊重的 你们球的确踢得还不错 怎么不见你们出来打比赛 队长细细回忆了下 这支学校的球队 发现在这近一年的 所有比赛当中 几乎都不曾见过他们 没道理 这样优秀的队伍 要掖着藏着 在学校里面不出来比赛 他们哪来的实战经验 并且队长看出了 他们队伍当中 最最薄弱的 就是战术的弊端 以及后卫跟中锋之间的配合 只是不明白 后半场他们为什么 在战术方面突飞猛进呢 鸡窝头的队长 问出了一个中二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你们学校 故意藏着的秘密武器 众人诡异地对视了一眼 什么叫做秘密武器 这是在委婉地夸奖他们吗 众人不由地在心中 暗暗窃喜 欧文坦诚地跟对方讲 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秘密武器 所以藏在学校里不出来 我们实战经验的确比较少 嗯 这么说又有点羞辱对方的意思呢 我们实战经验比你们少 并且还不是职业队伍训练出来的选手 竟然还能打赢你们 虽然过程赢得挺艰辛的 但最终还是赢了 再聊下去也没有什么好聊的 输了就是输了 鸡窝头的队伍粘把粘把 自我反省去了 赢了这场比赛 多少人都十分激动 甚至还有人在这个时候 重新提起 怎么不叫奥斯卡过来看的这个话题 早知道就把那个小子叫过来了 有人摩拳擦掌 好不得意地说 让他看看我们是怎么打败人家的 叫那小子自己耸 被人家欺负 乔迪在这个时候 不合时宜地泼了下冷水说 要是他过来了 刚好我们输了呢 唉 这不就是我嘴上成成威风而已吗 队友摸着自己的脑袋说 也不可能真的叫他过来啊 要是没有刚才那个叔叔给我们指导 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赢对方 说到这里 大家才注意到 刚才那个叔叔的声音不见了 乐宝跑过来跟他们说 那个叔叔说 家里有事情 他要先走了 回头有机会 还会再见的 众人不禁都有点失望 还没有感谢他呢 多亏他的指导 我们才能赢得这场比赛 没关系 我已经替你们先感谢他了 小胖带着一次好奇问 这个叔叔最后有看到 我们打完比赛在走吗 有啊 他等到我们赢才离开的 而且叔叔都没有想过 你们竟然能打赢对方 乐宝冲他们竖起大拇指说 叔叔已经夸了你们 说你们好厉害 这个神秘的男人 更像个高人了 来无影去无踪 做完好事还不留名 过了段时间 乐宝收到乔迪发过来的消息 不仅仅是他收到 应该来说 他们有个小群 大家都收到了 你们知道吗 那一天 在体育馆知道 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叔叔 他竟然是我们学校 新聘请的老师 并且还是体育老师 此话一出 大家都轰得炸开了 那他们还在商量 要不要请外聘 自己在学校外面训练 但是想到 自己又不是打职业球赛的 何必这么辛苦 不过是打打笑对赛 拿一下学分而已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 竟然有这么好的消息传过来 那一面之缘的老师 竟然会成为他们老师 这就代表了 以后可以让这个老师 来指导他们球队踢球 真棒 乐宝由衷地祝愿他们 你们以后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说不定 每天就可以在世界杯上面 看到你们的身影了 世界杯上面 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不妨将这件事情 当作一件鼓励的事来听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但在这边的岁月也开始变飞逝起来 眼看就来到了分别的日子 乐宝还没完尽兴呢 突然被通知他们 即将要离开这里了 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 收拾好行囊 他们第二天就即将出发离开 看着大家都是毫不惊讶的模样 乐宝才知道这个消息 是唯独瞒着自己 自己是最后知道的 他在现场 当即眼泪就掉下来了 可我舍不得回去 我在这边还有我爷爷 还有好多朋友 看见他哭 老爷子顿时心疼的不行 要离开的消息最后才告诉乐宝 这是老爷子的意思 他就是担心 孙女受不了这分别的伤感 从而站在这里掉泪 但是没办法 他们总要回去的 乐宝不可能跟着他一起生活在这边 而自己又必须得在这里 老爷子将孙女 小心翼翼地抱进怀中哄的 哦 宝贝宝贝 咱们不哭 没关系的你 还有时间去跟你的小伙伴们告别 你想爷爷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跟中间一样 继续视频的话 有时间的话 等爷爷安排好这边的事情 等海市冬天过去之后 我们就回去那边住 乐宝并不是一个特别伤感的人 只是离别来得太突然了 第461章 分别时刻 来的时候 他对国内的一切万分服不舍 对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们也万分不舍 来了这么段时间后 见识了这么多朋友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他也喜欢上了这里 更喜欢跟自己爷爷待在一起的感觉 乐宝控制不住伤感的情绪 抹着眼泪说 呜呜呜 如果要走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的 好让我心里有个准备 也跟我的朋友告别一下 现在说的这么突然 我好难接受啊 都没有时间去跟我的朋友告别 也没时间收拾我的行李 对着女儿的质问 夜仲只管什么都不懂的模样 看向天花板 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背这口黑锅 这件事情 明明是老爷子自己做主说的 当时他就不同意这么做 到时候把孩子惹哭了 谁来哄 老爷子信誓旦旦地 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孙女哭了 我自己当然会哄 还用你们来 当下夜仲便无视了老爷子求救的眼神 双手背在身后 晃晃悠悠地走出去了 哼哼哼 自己闯的祸 自己收拾去吧 老爷子看着自己儿子 走得轻轻松松的背影 不禁在心中暗骂 逆子 逆子 不知道来帮忙哄一下自己女儿吗 哎 宝贝你可别哭了 你把爷爷的心都要哭碎了 老爷子只能自己哄得乐宝说 其实这是爷爷的主意 你要怪就怪我吧 因为也怕提前跟你说了 你这几天都要欲寡欢 所以只能憋到最后面再跟你讲 的确是这样 如果提前跟乐宝讲的话 乐宝可能这几天都要不开心 老爷子说 飞机是我们自己的 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 如果实在不行 再晚几天回去就是了 我们宝贝想干嘛就干嘛 只是走到门口 并没有走远的夜仲 听到这句话 简直要吐血 拜托老人家宠孙女 也不是像你这样子宠的吧 什么都惯着她 飞机是自己的没错 但是行程大家都已经定好了 不可能说改马上就改的 乐宝哭哭唧唧地抹鼻子问 这样做不好吧 大家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因为我一个人 大家耽误回去做事的时间 除了五哥哥之外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听到女儿的话 夜仲直在心里点头 还是她的宝贝 比较懂事通情达理 事情的确是这么的理没错 老爷子说 对不起 都是爷爷的错 爷爷考虑事情太不周到了 害我们的乐宝这么伤心 乐宝吸了吸鼻子 结果老爷子递过来的 只擦了擦眼泪 不怪爷爷 我只是突然得知要离开 所以才这么伤心的 我还有时间 来去跟我的小伙伴们告别 我也很舍不得他们 不知道他们知道了 消息会怎么样 明天就要走了 行程一下子变得非常匆匆忙忙 乐宝将自己压箱底 准备的宝贝搜出来 找了一个漂亮的礼盒 给他装上 这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在海边捡东西 往食堂捡到了 好几个非常漂亮的贝壳 叶琳帮他拿去加工 做成了一条 非常漂亮的小手链 这条项链他本想带回国去的 想到了以后 要是从这里离开 没有东西留给哈珀做纪念 就把这条项链 给他当作是自己的一点心意 大人分别之后 还想再见 还比较容易 可是孩子分别之后 想见就拿入登天了 乐宝一个人拿着礼物盒子 前去敲哈珀家的门 听了一会儿 他家的佣人过来打开门 看见是乐宝忙心喜地迎他进门 这段时间 两个孩子往来非常多 两家之间对彼此也不陌生 哈珀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积木 今天刚好他妈妈带着爸爸去复查 看见乐宝来了 哈珀十分高兴 却没有想到 乐宝是来跟他告别的 哈珀一愣问 你明天就要回家去了吗 乐宝点点头 并拿出了手里的漂亮盒子 双手递给哈珀 他说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点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它 是我捡来的贝壳做成的手链 以后你要是想我的话 你可以把手链拿出来看看 小朋友没有经历过太多分别的场面 他人生为数不多的一场场 分别都是在这几岁的时候进行的 哈珀也知道 乐宝的家里住得非常非常远 就像从前他离开了 自己幼儿园的同学之后 到现在为止 就不曾再见过他们了 他们这一分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 他双手接过礼物 哈珀眼眶有点酸酸的 但是想到了乐宝的爷爷 还在这边住着 于是便问 明年这个时候 你们国家过年 就会回来这里吗 乐宝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会的 我们每年都会回来 如果暑假有空的话 暑假应该也会回来 还好还好 这便不是永远分别了 哈珀忍下眼眶之中的酸胀之意 回身拥抱了一下乐宝 谢谢你的礼物 希望你回家的旅途顺利 回家之后也要想我哦 如果你以后回来了 一样要来找我玩 哈珀放开他就回自己的房间 也搜出了一个小东西 小女孩之间的互赠的礼品 大多都是这种小饰品 哈珀出手就有点阔绰了 他给乐宝的是一条蓝宝石的项链 看到哈珀给自己的东西的 乐宝瞬间觉得自己 送给他的那个贝壳手链 寒酸了 哈珀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项链 是我妈妈在我三岁生日那年 送给我的礼物 它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 代表着幸运的意思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以后还能遇上喜欢的朋友 并和朋友一起玩耍 乐宝很犹豫 要不要接下这条项链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你应该好好保存才是 哈珀坚持地伸手将项链往前递 因为我很喜欢它 我也很喜欢你 所以我想把我喜欢的东西 送给我喜欢的人 但是这是宝石项链 非常贵的 不可以随便送人 不然你有没有其他喜欢的东西 可以作为跟我交换的礼物 哈珀只想到了 自己床头新买的那个小熊 他思考下往回跑 拿出自己还是新的那只小熊 那这只不娃娃熊 你觉得可以吗 哈珀双手将熊娃娃递出来 我之前有一个更喜欢的熊娃娃 但是它丢了 我妈妈就给我买了这一个 虽然两个娃娃长得一模一样 可我还是更喜欢以前那个 所以我刚才没有想要把它送给你 第462章 依依不舍 没关系的 乐宝接过他 手里的小熊并说 以后我看到他 也会想到你的 两个小姐妹 依依不舍地告别完之后 乐宝抱着哈珀给他的熊 依依不舍地走出了他家 管家正在花园里面浇花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移动的小熊玩偶 正往自己家的方向走 管家一瞬间地怀疑 是不是自己眼睛出了问题 连忙放下花壶 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 还真没错 就是一个熊娃娃 再往他家的方向走 成精了吗 现在布偶熊竟然还会走路了 等管家定睛一看 才发现 他底下有一双 正在走路的小脚 因为玩偶身上 穿着一件 类似纱裙的蓬蓬裙 乐宝双手 环抱着布娃娃 整个人都在被娃娃给挡住 所以他一时间没有看出 后面还有个小孩子的声音 就在管家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另外一边有人踩着滑板就过来了 远远的 他也看到了 这个会行走的娃娃熊 踩在滑板上面的奥斯卡 放肆地吹了个口哨 调整着滑板的方向 飞奔到乐宝的身边停下来 这才发现 原来在玩偶熊的背后 竟然是乐宝 这个时候 想走都来不及了 他已经停下 真跟着乐宝四目相对 虽然离家还有一小段的距离而已 但是乐宝还是毫不客气地 将手中的布娃娃熊 放到奥斯卡的手里 并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帮我拿着 把布娃娃送回家去 奥斯卡当着他的面 就翻了个白眼 你不会说点礼貌的用语吗 比如说 哥哥请帮我把东西拿回家 不会跟礼貌的人 才用礼貌的态度说话 奥斯卡嘴上说说不愿意 但还是帮他将布娃娃熊 拿在手里 并且跟他一起往回走 路上奥斯卡小声地嘀咕了一下 我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礼貌了 你不知道吗 哦 乐宝干巴巴了地应了一声 并且调侃他说 是被你爸爸 还是你爷爷教育乖的 提到这件事情 奥斯卡不由得心虚地抬手 摸了摸鼻子 你一个小屁 还问这么多事情干什么 两人说的话 转眼就来到了叶家大门口 奥斯卡将小熊迫不及待地 塞回了乐宝的怀里 莫已经到了自己拿回家去吧 现在他看到这个地方 他就心里发慌 乐宝说 还想邀请你到我家坐一坐呢 怎么走得这么快 奥斯卡连忙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去你家坐就不必了 我还有事要忙 我要先走了 走没两步 他忽然又停下来转过头来问 你是准备在这边安家落户 在这边上学的吗 没有 乐宝将大玩偶的头 歪向一边对他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他毫不客气地警告奥斯卡说 都已经吃过亏了 可不要趁着我不再 去欺负我的小弟们 不然你会知道 什么叫做吃不了兜着走 奥斯卡没有将他的警告 放在眼里 微微愣了一下问 你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呀 我当然是要回家去了 明天就要坐飞机离开这里了 等到夏天的时候 才会再回来 奥斯卡嘀咕了声说 还想跟你较量一下呢 你居然跑到这么快 跟我较量你也太丢脸了 我多大你多大 你打人的时候 可不像你显示出来的年纪这么小 奥斯卡重新踩上自己的滑板 并摆了白手说 算了 走了就走了吧 再见 等你回来之后 我一定会打得过你的 等到门口的那个小家伙走了之后 管家才从家里出来 小姐 管家接过乐宝手里的玩偶 假装好奇地问 你什么时候跟奥斯卡成为朋友了 乐宝撇了撇嘴说 我才没有跟他成为朋友呢 我们是对手 他是我的手下败将 管家听了都忍君不禁 家中用人已经帮他收拾好基本的行李了 老爷子偷偷备了一大袋的好东西 准备让乐宝带回去 乐宝算了一下 还有武馆的张师傅 还有欧文乔迪等人还没有去告别 没有在武馆会合的话 大家是比较难聚齐的 乐宝先给欧文和乔迪打了电话 并且带上了自己准备的一份小礼物 去找他们 得知乐宝马上要离开这里了 众人也十分舍不得 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大家虽然不舍 也只好跟乐宝一一告别了 能见面的人 他全部亲自见面 并送身旁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不能见面的人 也只好在电话里说再见了 虽然他在这边的时间不长 在这里发生了一切 让乐宝都非常的记忆犹深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最不舍得的人 还是叶老爷子 虽然现在叶家大本营的人 都已经回来了 并且短时间内 都会待在这个岛上不会走 可想到自己走之后 老爷子只能在视频里面 跟自己见面 乐宝还是难过的想悄悄掉泪 他很想让老爷子 跟着自己一起走 但是目前按照他们反应来看 是不太可能的 老爷子留在这边 自有他的事情 并非他可以主张左右的 乐宝洗了一张 和老爷子的合照 用相框表起来他一张 自己一张 老爷子今年已经八十几岁了 虽然身体看起来还贱朗 但毕竟也是个高瘦的老人呢 说不好听一点 还能再活多久 谁也不知道 而他们每一次见面都是 他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会面 乐宝将照片 放到老爷子的床头的时候 老爷子忍不住都哭了出来 小丫头 你要是把照片放在这里 爷爷每天看到都要想你的 想了想 乐宝连忙又将照片收了起来 那就不要放在这里了 不然你每天看我每天哭 就不好了 老爷这台手抹了下一眼 眼睛手放下来又变成了笑脸 小笨蛋 爷爷逗你的 他接过了乐宝手中的相框 在床头柜上方方正正的摆好 老爷子这一生经历的分别场面太多了 虽然很舍不得我的小丫头 但是你有更广阔的天地要走 我们又不是分别的就不见面 所以你也别这么伤感了 等爷爷有空 开春了 爷爷一定会去看你 叶老爷子抬手揉了揉孙女的头发 别担心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无聊 爷爷真的不是一个人 有很多人陪着我 这里也非常热闹 你现在来过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第463章 错过 乐宝抱着他的腰闷闷的点头 实际上他觉得最害怕的地方 还是刘老爷子一个人 在这里太孤单了 如果他始终是一个人 在这里的话那还没什么 可突然间有很多人来 又突然间有很多人走 这种失落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可就像老爷子所说的 他已经经历过太多分别的场面的 这样的小场面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 并且大家又不是分别后永远不见面的 乐宝对老爷子说 爷爷 我不是耍性子 也不是太矫情 我就是担心 我们走了之后 你一个人在这边想到 曾经大家都在的画面会很伤心 还是孙女了解自己 叶老爷子摸着他柔软的话说 人生总有分别的场面 老爷子起身 从柜子里面 取了一个精美的小方形盒子拿过来说 这是爷爷给你准备的一份小礼物 等你回去之后 让你爸爸拆开给你看 乐宝接过这个盒子 拿在手上的纸盒子 颇有些重量 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老爷子说了 要回去之后 才能让爸爸打开给自己看 他对着老爷子 慎重地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送他们离开的时候 又是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青色的亚洲面孔 和青衣色的豪车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迎来送往的机场 不少人将目光都放到了他们身上 也是这样的阵仗 不吸引别人的目光才奇怪了 持续续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检票登机 离登机时间 还有二十几分钟左右 就在他准备拿出手机 来一场游戏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群浩浩荡荡的亚洲人 面孔进来了 人数如此之多 又是在国外这个亚洲人 并不是很多的地方 同为黑发黄夫的人 都忍不住一起看过去 持续续看了两眼 本来想转开目光的 但是人群当中 一个背着可爱小书包的女孩子 瞬间就吸引住了她的注意力 那个孩子 不就是那天商场里面的孩子吗 持续续激动了下 正想起身过去 那天给她买单的衣服的钱 思来想去 她还是觉得收得过意不去 想把多出来的钱 折算还给人家 不过对方缺不缺这几万块 这都是她的一点心意 正当她准备过去的时候 突然同队的组长叫住了她 叙叙 有个事情问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刘莉哪里去了 持续续停住脚步 刘莉 我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 同一个公司里面的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 大家都是知情的 前男友的县女友不见了 找她做什么 组长也知道 他们之间的那些龌龊 主要是现在即将登基了 这个刘莉 却跟李群莫名其妙吵起了架 去了烫厕所之后就闹失踪 组长不知道 这俩人在玩什么把戏 他将这个事情和持续续一说 持续续更加莫名 他们吵架 关我什么事情 我怎么可能知道 刘莉人在哪里 这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刘莉和李群吵架的时候 提到了你 所以想看看 他有没有过来这边找你 持续续按了按额头 放缓语气说 他没有过来找我 另外组长 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了解 请你体谅我一下 我看到他们俩 就觉得恶心 话都说得这么直白了 组长也不好说什么 他在心里暗暗地想 有的地方禁止公司内部谈恋爱 还是有道理的 像这种情况 简直让他一个头两个大 可恨的三角关系 重点是 现在将登机了 刘莉搞了这么一出 可能直接耽误了大家登机时间 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大家都在这里不走吧 载着他也不可能把人带出来了 不带回去 真是个麻烦惊 组长只好说了句 没事 等会儿你要是有看到他 再跟我说一声 我问问李群人找到了没 持续续诧异地问 为什么不用广播找人 还不是李群 组长抱怨说 他说刘莉这不是走失 他是发脾气 故意躲起来了 要是广播出去 他估计更不愿意回来了 持续续不想参与到 他们这种破事当中去 当初要不是母亲 一直压着自己去跟李群相亲 并且用身体健康来胁迫他 去跟李群好心好往 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跟李群这样的人在一起的 后来在一起了几个月 李群耐不住 他性子跟木头似的 自己出轨了刘莉 持续续反倒是觉得松可口气 同时他也觉得 当初就不应该答应 跟李群在一起 持续续点点头说 知道了 一会儿要是有看到刘莉 我会说的 那麻烦你了 组长看了眼时间又叹了口气 真是找麻烦来的 他匆匆离开了 经过这个事情这么一打岔 持续续想到了 自己还要去找人的事情 结果回去不见了那群人的身影了 持续续连忙找了人问 请问刚才那群亚洲人 是往哪边走了 那边呢 贵宾通道 贵宾通道 他是没办法进去的 持续续转而又找到服务台打停 结果从服务台口中得知 人家乘坐的航班不是那个航班号 而是他们的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 这是多贵气的身份 持续续不禁扎舌 怪不得人家不将这几万块钱的衣服 当回事情看了 持续续叹息了声 只能将这个事情 当做是自己国外的一段经历了 海市还是大雪纷飞的模样 落地之后 乐宝便被裹上了厚厚的棉衣外套和帽子 坐进了夜家的车辆中 回到离开了好一段时间的家中 年后大雪逐渐消逝 冰雪出容春天眼看着也在路上了 开学之后 乐宝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分别 露露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 即将离开这里 这次的离开 可不像上次一样充满眼泪和欺骗 虽然不舍得众多小朋友们 但这种事情着实没办法 露露搬家本来是年底就要走的 但是顾虑到这个时候走的话 没有跟一众的朋友们告别 下次再见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如此 所以露露家将搬家的事情 定在了年后再走 就是为了让露露开学之后 能跟自己的朋友同学们告个别 学校里面欢欢乐乐地办了欢送会 蛋糕气球礼炮 热闹得仿佛在过生日班 这样热闹的场合 两个小女孩子却在角落里面抱头痛哭 第464章 看帅哥哥 连熊奇都有点郁郁寡欢 我们又要少个朋友了 没关系的 我们有时间就去找露露玩 他们家就搬到隔壁城市而已 有些人觉得远 有些人觉得不就是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吗 只不过比平时时间久了点 露露跟香香是最舍不得不开的 两姐妹抱头痛哭之后 又互相安慰着 被这气氛感染 乐宝都有点想掉眼泪 离开小岛的时候 哈破和武馆里面的一众少年 本来想来送他 但是第一夜家 本家就是一大家子送行了 第二他怕人来了 反而增加了伤感的气氛 他会当场哭出来的 于是便拒绝了众人送行的要求 站在边上的沈志行 看着乐宝微微发红的眼睛 仿佛对他的心事有所察觉 低声问 你想到什么了 乐宝吸了吸鼻子 忍住了一问 是不是因为要长大了 长大的过程中 就得经历一场场的分别 沈志行对于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他也舍不得 但没有这么感性 如果真的很想 很想跟这个朋友见面的话 他可以让司机开车他过去找 就像其他小朋友说的 虽然距离比较远 但是开车的话 也不用开上半天的那种 就这样的距离 在沈志行的认知当中 他是觉得还好 虽然不像现在一样 所以每天都见面 但也不是远到 没办法见面的距离 欢送会结束之后 不久就放学了 家长都陆续前来接孩子 乐宝跟香香 碌碌不舍得的告别之后 也坐上了大哥 派过来接他的车辆 年后叶家男人的事业 更加繁忙 这段时间 家中没有人 叶薇最近不用出差 便主动承担起了 照顾妹妹的责任 说是照顾妹妹 其实也谈不上 就是把乐宝 接到自己这边来 等他一起下班 然后再去一起吃东西回家 因为工作因素 叶薇下班时间 不像正常的员工 一般那么准时 他有时经常加班 乐宝无事 便自己在办公区域 闲闲的溜达 大楼出入的许多处 都需要门禁卡 才能通过 或者指纹识别 叶薇不担心 乐宝在这里 会跑到找不到的地方去 往上或者往下的通道 都需要门禁卡 或者指纹卡 乐宝可以活动的 就这一个楼层 不过在这里 也足够他完了 这个的叔叔阿姨们 都特别照顾他 一会儿递水果 一会儿递饼干的 有人都比较闲些 就干脆带着他一起看电影 带着老板妹妹看电影 这个云摸的谁都不敢说 只能称赞一句 实在牛 在这层里还有个健身房 叶薇结束了 今天的工作准备打卡下班 东找西找 在员工的告知下 才在健身房门口找到了乐宝 健身房的器材是 这边有一扇单向玻璃 里面是镜子外面是透明的 叶薇找过来的时候 乐宝正坐在椅子上 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晃动着小脚 而他对面就是那扇玻璃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里面有不少的人正在锻炼 就在玻璃前面 正有两个型男在举杠铃 乐宝坐在这边看得极为认真 手上的薯片都吃得慢慢的 叶薇觉得 现在要是有动漫那种夸张的画面 乐宝现在的模样 肯定是双眼放光 他故意站在边上不作声 看自己的妹妹 瞧猛难能瞧得有多认真 一站就是三分钟 乐宝竟然半点都没发现 自己身边还站着个人 直到有人穿着健身服过来健身 看见自己的boss 陪着妹妹站在这里 不好意思地唤了声boss 这一声喊才将乐宝喊回魂来 他愣了下转过头 发现了站在边上的叶薇 小脸当即一红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哥哥 你站在这里多久了 怎么都不出声 叶薇对员工摆摆手 事已没事让他进去锻炼 接着才对乐宝说 也不久 就五分钟吧 乐宝将手上的薯片递过去缓解尴尬 你也跟我一样在看 差点将肌肉猛难脱口而出 显显地咬住了舌尖 乐宝改换了个说辞 你也和我一样 在看里面超级帅的哥哥吗 叶薇抬手点了点他的额头 你才多大 看别的哥哥都能看入迷了 乐宝说 好看的哥哥姐姐 谁都喜欢看啊 小色鬼 叶薇问他 你觉得里面哪个哥哥最好看 乐宝抬手在他们人群当中指了圈 然后说 我觉得都好看 他小小的个子眼睛都在发亮 左边的这个哥哥肌肉这么大 他抬起自己的小胳膊 然后又指旁边 那个哥哥肚子上有好几个肌肉 说着还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然后问叶薇 哥哥你身上有肌肉吗 叶薇失笑 有也不给你看 他弯腰抱起这个小家伙 行了 别在这里看肌肉了 哥哥下班了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今天不吃盒饭 也不去食堂吗 不去 今天哥哥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 叶薇说的好东西 是最近一家新开的日料 乐宝记得上次吃日料 好像还是和叶昭 以及几小姐姐一起 新店开业宾客如云 老板是叶薇的朋友 特地给他留个位置 开业第一天 大家都是过来捧场的 叶薇带着妹妹一进来 便碰见了好几个熟人 接连打招呼过去 才在服务员的引导 直来来到为他们所留的位置 因为这是朋友开业的头几天 叶薇只带了妹妹一个人过来 并没有要包厢 坐在了大厅的位置 他没想到头好几天了 熟人还是这么多 早知道就要包厢了 吃个饭的功夫 也好几个人过来问候 叶薇不得不暂时先放下餐具 一一回应过去 服务员送来新鲜的刺身 和炸得酥脆的天妇罗 乐宝一边看着哥哥应酬 一边自己吃得贼香 叶薇应付完最后一个熟人 送走对方后 转过头来忍不住叹了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开业 快吃东西吧哥哥 我给你里留了好多好吃的 叶薇 我去个洗手间 你自己先做好吗 去吧去吧 持续续在同事的邀请之下 一起来到公司附近 这边一家新开的日料店 据说这是魔都某家 非常火的日料的分店 老板最近将开到了海市过来 本来位置极其难约 好在同事有点关系 定到了两个位置 过来这边时 站在门口 他们就看到了 里面全是人家人的盛况 同事都忍不住扎舌 知道火 不知道这么火呀 第465章 偶遇 还进去吃吗 这么热闹 要不 同事果断下了决定 来都来了 怎么着也得进去吃一顿 不然可太亏这个票了 持续续看着同事 从包里面拿出几张贵宾券 有这两张 可以免费品尝好几道珍贵菜品 你确定要错过这个机会 下次再来吗 下次的话票就不管用了 那还等什么 走啊 持续续拽着同事一起进去 虽然店里面非常热闹 宾客如云 但服务依然周到 并未因为人多 就出现杂乱的现象 一进门 就有服务生前来迎接他们 同事展示了下手中的 电子邀请票 服务生见状 立刻将他们引导贵宾区坐下 入座之后 同事就忍不住地跟持续续吐槽起来 放心吧 这个地方是绝对不会再碰到 那两个恶心的人了 这种地方 他们是绝对没钱来的 另外一个同事也借口说 对 听说上次那回 他们在普森岛上丢大脸了 刘立称 钱包被偷根本就是假的 查证之后 这件事情在当地机场 还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听说啊 要不是那天当地 刚好有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华人在 刘立得当场吃不了 兜着走了 该 像他这种人 拿着手绢 吃得正开心的乐宝没想到都回到国内了 竟然还能听见熟悉的小岛名字 他个子太矮了 贵宾座中间有雕花阑珊隔了起来 乐宝不得不站在位置上点起脚往后面看 这一看 便看到了一张眼熟的脸 思考了片刻之后 他想起来原来是那个裙子被弄脏的小姐姐 持续续不太想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去 他正端着茶小口引着 忽然间察觉到有人在注视自己 视线一台 看到了乐宝的小脸蛋 持续续压抑地放下杯子 脸上一喜想喊他 却一时想不来他叫什么名字 乐宝主动地打起招呼来 嗨姐姐 天 持续续惊讶而欣喜地站起身 竟然在这里碰见你 几个同事跟着他的目光一起回头看过去 见到了身后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子 哎 他是谁呀 持续续犹豫了下 一个认识的 帮助过我的小朋友 他问乐宝 方便过去跟你打个招呼吗 你哥哥在不在旁边 哥哥出去一会儿 马上回来了 持续续本想起身出去 但他坐在里面的位置又不好挪动 线下想找的男人不在 他过去也没用 于是持续续对乐宝说 那乐宝你乖乖坐在位置上别乱动 等你哥哥过来 你跟姐姐说一声好不好 乐宝乐呼呼地说 好 接着乐宝缩回去 坐回原来的位置上 两个贵宾位是靠着的 虽然环境因为人多略显嘈杂 但是隔壁说话的声音落在他耳中 还是清晰无疑 乐宝听见这个小姐姐坐回去之后 他的朋友不断地在好奇 打听他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小朋友 持续续并未对这个事情说过多的原因 只说是在外国认识 并其实帮助过自己的一对兄妹 大家都没往其他地方想去 只以为是普通的小事情 提到了在外面的事 不免又说起了 让持续续觉得恶心的那对男女 还有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 就是刘丽在普森岛那边 因为虚荣心作祟 还坑了李群一把 众人叽叽喳喳地讨论 怎么说 怎么说 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 刘丽在商场里面 看中了一条裙子想买 想让李群出钱给他买 但是李群一看那衣服的价格 据说换算成人民币 要好几万块 他哪里出得起这样一笔钱 乐宝捧着茶小口小口喝着 心里想这个版本 怎么跟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现场 不太一样呢 持续续心中也冒出了同样的疑问 他本想问问是听谁讲的 但是想到 已经都不想参与到 这俩人的事情当中去了 便歇了开口的心思 他不问自然就有别人问 你们详细讲讲呗 我听刘丽说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都是八卦精 持续续目不作声地吃东西 听到这个同事说刘丽说的时 对方的目光 明显地在自己身上停顿了下 刘丽的版本 显然是在自己身上渲染过的 不用听都知道 不是什么友善的言论 有的人察觉了 有的人没察觉 说起李群的版本的那个同事 油自兴奋地八卦着 这个事情啊 我是听A组的小文说的 他说是李群跟他喝酒的时候 无意中讲漏嘴的 叶威去玩洗手间回来 看到原本做的端端正正的乐宝 身体都坐歪过去了 半跪在座位上 捧着茶侧耳听着隔壁说话的声音 其他版本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反正在李群口中 故事就是这样的 刘丽最后为了买下那条裙子 当众把裙子给撕破了 同事贪了贪手 如愿以偿地用打折的价格买到了 但回国之后 不知怎么又看裙子不顺眼 李群据说要被他给气死了 因为他这一季度的奖金 全部打水漂了 现在不得不天天加班 话还未说完 就被另一个疑虑的同事给打断了 几万块钱的裙子 可是他们那边的奖金到手 都不止几万块吧 怎么可能因为买条裙子就破产了 叶威也听到了这些议论声 但他没放在心上 而是提醒了乐宝一声 乐宝 吃东西我们要好好做着 乐宝差点吓了跳 怪他听得太认真了 竟然都不知自己大哥回来了 他忙转过身来做正身体 同时又想起了 刚才那个姐姐嘱咐的事情 忙对叶威说 哥哥 对面的姐姐想找你 就是上次 我们在爷爷那边商场里碰到的姐姐 叶威陷入片刻的回忆中 然而脑海里面搪塞了太多的事情 一时想不起来 乐宝说的是哪件事情 见他回忆不起来 乐宝又补充提醒说 就是我把他的裙子弄脏了 最后姐姐要把多的钱还给你 我们没要的那个 叶威这才从记忆海中揪出这件事情 当时那个女人的样貌 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印象中只剩下那两个 极其不要脸的人 在服装店里面闹事的事情 叶威隔着挡衫看向对面 在这里碰到了 他自己都是笑笑 那这真是巧啊 乐宝撑着桌子 身体微微倾向前 满脸好奇地问 那哥哥你要跟他打招呼吗 第466章 不放心 公过着找他 还是想把钱还给他的这件事情 也是个执着的女人 只是找男人的眼光不怎么好 这时 隔壁还在说 关于他们公司同事八卦的事情 这时候 叶威终于听出 这个故事为什么熟悉了 这不就是他们那天碰到的事情吗 隔壁聊着聊着 终于有人打断了这个话题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说点别的事情吧 再说下去 我怕叙叙都没胃口吃饭了 平常持叙叙 几乎都是不搭理这些事情 尤其是有关前男友的事 他们三人之间的事情 公司里面大家多少都知道 尤其是李群劈腿了流利的事 据说最开始是因为 公司虽然没有明面上 禁止搞办公事恋情这一套 但多少还是有点避讳的 所以公司特地将流利分配 去和李群一起搭档 谁知道搭着搭着 两人就搭到床上去了 众人都在等着一场 撕逼大戏上演 三人一番对峙过后 持叙叙没骂没说的 痛痛快快放手成拳 这对野鸳鸯 并且在公司里面 都不曾再说过这件事情 任由那两个人 在自己面前无下线的绣文爱着 持叙叙一直都保持着 坚默的态度不至于此 公司同事有时候 看不惯这两个人的作风 忍不住在私下讨论起来的时候 持叙叙就算是听见 也不会参与进其中 说上半句不是 这明明可以是 他最佳的吐槽场合 但持叙叙对于两人的态度 就是彻底的完全无视 无论是私底下还是明面上 无论是说他们好 还是坏的事情 他做到的就是统一无视 这可以说是 最佳前任的典范了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态度 让大家越发觉得 李群和刘丽两人实在是垃圾 也打自心底的同情持叙叙 而刘丽认为 这不过是持叙叙 博取别人同情的一种手段 持叙叙越是安静 便越显得他们两人的无耻 但刘丽和李群都不曾想过 以持叙叙的外贸能力 以及综合的条件 简直是甩了李群无数条件 持叙叙平时 不将两人当回事的态度 也逐渐地让公司里面的人认为 即便是当着他的面 讨论他的前男友和其现任 也不是什么提不得的事情 线下大家说的正欢乐 经同事这么一提醒 不由地歼没下来 纷纷将目光放到了持叙叙身上 持叙叙加了块金枪鱼刺身 沾了沾酱油送入口中 水里的食物咀嚼吞下之后才开口 你们爱聊就聊吧 不用顾虑我 虽然他惯来都是这种态度 众人哈哈一笑过后 还是将话题扯开讲起别的事情 不过这时持叙叙想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 对面小朋友的哥哥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借口去洗手间 起身往外走 走到过道的时候 往隔壁桌子一看 乐宝面前的男人 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已经坐下在进餐了 持叙叙当下便明白过来 人家是不想跟他有再多的交集 可能那一件衣服 在他的眼中的确是不算回事 自己这样三番四次地打扰 恐怕才是人家的烦恼根源 持叙叙在心中暗叹了声 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只能作罢了 他转身从另外一边走向洗手间 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 叶薇抬起眼眸看了眼 乐宝边吃寿司 边晃动着小脚 十分不明白地问 如果那个姐姐真的很想 还给我们多余的钱 哥哥你为什么不接受 不是哥哥接不接受的问题 而是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让人再还什么差价回来的道理 叶薇对乐宝解释说 一条裙子可能相对比 当时他身上穿的衣服 赔偿所得的那件衣服 的确是价格比较高 但是这是我们赔给他的东西 在我的眼中 他是道歉礼物 和多少价值并不挂钩 这么说乐宝也能理解 他心意我知道了 但是我真不需要 这种换算的方式退还钱 兄妹二人吃饱之后 叶薇取了外套挂在壁弯间 走吧 走吧 乐宝从椅子里出来 走到外面 牵住了哥哥的大手 隔壁桌的池叙叙和同事等人还在用餐 经过他们的时候 乐宝抬起小手 主动地跟池叙叙打了招呼 姐姐再见 叶薇也对着池叙叙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池叙叙放下手中的筷子站起身 叶先生 上次的事情还没跟您正式地道谢 不用客气 是我们失礼在先 叶薇笑笑说 我们先走了 再见 池叙叙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点点头 那谢谢您了 再见 等人走了后 池叙叙刚坐下来 有好几双眼睛 顺时就盯住了他 他被同事这冒光的双眼 看得忍不住头皮发麻 干 干嘛这样看着我 快说 哪里认识的这么帅的一个男人 他什么人啊 刚才那个是他女儿吗 什么女儿 没听见小女孩子 刚才说什么吗 说他的哥哥 哥哥 你们之间看起来有故事啊 给姐姐们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七嘴八舌 池叙叙被弄得哭笑不得 什么故事 没有故事 我都说了呀 在国外的那时候 碰到点事情 刚好这个叶先生帮了我 这时 同事当中的其中一人 才悠悠地开口说 你们几个 是都不看新闻的吗 大家一起转头看向他 同事点了点桌子 压低声音凑头过来 压着心中的激动说 刚才的人 是贺顿的总裁 那个小女孩子 是叶氏集团的小千金 他们是 叶家的人 在同事压着声音激动低呼下 众人愣住了 池叙叙猜想到 他们身份不一般 可没想到 这么不一般 看着他的表情 同事们也猜出来 池叙叙应该是 不知道对方身份的 不由得一个劲地 抓着他八卦起来 你难道不知道 人家是谁 对呀 他们竟然还跟你招呼了 看起来关系 好像还可以呀 天哪 你竟然攀上了 这样的大人物 池叙叙苦笑一声说 什么攀上大人物 前一后果就是 那个小朋友 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服 人家当场给我赔了一件 他叹息了声 只是衣服的价格太广昂贵了 我想将差价还给他的 没想到 人家压根不将这点钱当回事 回绝了我 同事忍不住问 赔的衣服多少钱 你要还差价 持续续吐了个数字 八万九 那天我身上穿的衣服八百多 第467章 不知道他是谁 八百多一件裙子 对他们这个薪水阶层的人来说 不算多 但也不算少的那种 只是对比八万多将近九万的一条裙子 的确是小屋见大屋了 当时被李群和刘丽他们二人 弄得心烦不已 再加上裙子列在当场 当时他只来得及 从导购手中接过裙子 导购也是很有小心思 在奢侈品牌店里面接触人 从男人带着女人进来 不说其他的 就一句这个女人买的裙子 统统由他来买单 光是这句话 就足以让导购 知道该挑什么价位的衣服了 结账的时候 持续续才注意到 自己当时身上穿着的裙子是什么价位 算钱的时候 心中都忍不住咯噔了下 当时的情况又不容许他说太多 等回过神来 一件几百的衣服 被用几万块钱赔偿他 着实承受有愧 当时他可没想那么多 只想把衣服多出来的钱 折算还给人家 就算要让对方赔 也不能这样子过分地赔 谁知人家压根就不放在心上 一件几万块的衣服 他们不觉得贵 因为是道歉的礼品 是他们的心意 更因为 他们是叶家的人 所以这点钱在叶薇的眼中 真的算不上什么 为了妹妹的一份道歉礼品而已 对方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不要紧 这是陪到他满意 不对着他妹妹发难就行 同事们还在惊叹他 出国出差一趟 竟然还有这样的机遇 持续续则是心中叹息了声 好在刚才没有再过去打扰人家 否则对叶薇来说 的的确确是一种烦恼 毕竟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拒绝过自己了 同事八卦着问 那你们交换联系方式了吗 我看这个小叶总还挺平易近人的 我就看刚才那个小女孩子 很可爱很眼熟 现在才想起来 去年年中有段时间 网络上铺天盖地 不都是她的视频吗 对对对 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 好像是有这么个事情 幼儿园表演对不对 没错没错 大家说着 还上网找起视频来看 找着又找到了那期综艺的节目 最近长大了些 和之前视频里面有点差别了 我刚才一直觉得 好像是在哪里看过 现在知道了 脸上的婴儿肥消退不少 现在看着一张脸 更加的漂亮了 持续续也好奇地 跟着了一些视频 忍不住跟着综艺里面的节目 笑了又笑 的确是很可爱 这短暂的相遇过后 双方都没有放在心上 乐宝习惯了每天放学 都往哥哥的公司跑 连着待了将近半个月 城市冰雪开始慢慢融化 初春的脚步已经在路上了 乐宝跟叶老爷子 视频电话的时候 忍不住碎碎念地问他 爷爷 你什么时候出才要回来呀 老爷子不敢跟自己的孙女 再撒谎了 抬起自己的脚给乐宝看 委屈地说 爷爷也想回去 本来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昨天下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踩空了一个阶梯 现在脚肿了 乐宝吃了一惊 忙凑近镜头 脚怎么样 人有没有摔到 叶琳从边上入镜 将水果放在了桌上 跟着在老爷子的边上坐下来 语气无奈地说 人没事 拉住了扶手没有摔着 就是脚扭了 要休息段时间 老爷子看到大孙女坐下来 心里暗到了声不好 果不其然 叶琳开始跟乐宝吐槽起来 知道你爷爷是怎么踩空的吗 他的朋友在外面等他 一起去打麻将 太过激动了 才踩了个空 现在好了 所有的行程都得放一放再说了 老爷子一脸心虚地坐在边上 话都不敢说一句 他们聊了会儿后 便挂断了通话 今天正逢周末 从普森岛回来后 在乐宝耍小心机的加持之下 叶琼答应给他报个武术班玩玩 但不知是不是拖延战术 从回来到现在 他尊敬的父上大人 一直忙于工作 都没时间跟他落实这件事情 乐宝中间催过叶仲两次 第一次的时候他在开会 话刚开了个头 见爸爸在忙 他主动地将时间和空间 都让出来给爸爸 第二次的时候 叶仲跟他说 有个认识的老师 正在交向他们 这帮大的小朋友 只是比较难约到牌号 让他等一段时间 从回来到现在 已经快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乐宝也不知道 还要多久才能等到爸爸的安排 在爸爸没空的前提之下 他还真不敢为了这件事情 一直去催他 今天周末 叶回说想带他出去外面走走 所有的哥哥当中 他跟四哥相处的时间最少 也是关系最不亲密的 比赛之后 叶回有一段时间的假期 这段时间里 他回到了家里住 放松的同时 也开始学着跟自己的妹妹相处 叶回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他莫名地害怕小孩子 无论是长得可爱还是丑的 无论是乖巧还是调皮 那种五岁以下的小孩 真叫他打心底害怕 老五来家的时候 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其他的哥哥都觉得老五挺可爱的 只有他看见 老五留着鼻涕 张开手朝自己跑过来 喊着哥哥时 打脚底板 生起害怕和恐惧 这个情况在老五逐渐长大 在和他相处之中 慢慢地好转起来 现在的他 虽然没有而是那种 面对小朋友莫名其妙的恐惧了 但私下和小朋友 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还是莫名其妙的紧张 叶回自己摸索了许多年 终于总结出自己的这种情绪 他生怕孩子在自己面前哭闹 生怕自己安抚不了 小孩一个不慎 弄得对方情绪崩溃大哭起来 而自己又哄不住 那种场面实在尴尬 简直是他犯错的童年阴影 而现在 这种恐惧已经好了许多 线下家里面又有了个小孩 叶昭隐约知道点他这种怪皮 笑眯眯地 让叶回休息在家的这段时间 去呆呆乐宝 怎么说 都是家里最宠爱的小朋友 而且也不想自己死板印象中 那种随时会情绪崩溃的小魔鬼 叶回还是尝试着跟乐宝独处 带带他看看 谁叫他是家中 唯一跟乐宝关系最不亲近的人 又是最常不在家的一个人 四哥哥 乐宝收拾完之后 主动跑过来拉住他的手 问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呀 带你去赛车场玩好不好 乐宝眼睛一亮 赛车场吗 嗯 叶回笑笑说 哥哥有个朋友 今天刚好在比赛 第468章 漂亮哥哥 赛车场满场的轰鸣声 今天办的是一场小型的赛车比赛 主要承办方 是两个赛车俱乐部 联手举办的友谊赛 叶四带着他一到来 就被无数人围观了 有人朝某个地方招了招手 聂秀 你快过来 这个就是叶四家里的小朋友 说话的是个扎着小便的女生 身形鲜瘦高挑 五官轮廓立体十分漂亮 她穿着赛车服 边上还放着帽子 听到聂秀这个名字时 乐宝还以为是漂亮的小姐姐 没想到的 等人走到跟前之后 才发现是一个漂亮的小哥哥 身形齐长俊秀的少年 留着半长的发 他穿着一身红白相间的赛车服 手里拿着头盔 一双大长腿极为吸睛 光是看这一张脸 甚至有些雌雄难辨的美 只见他一双眼睛转动 视线落到了自己身上 乐宝看他看呆了 虽说叶家的男人各个挺帅 叶眼长的一副相貌 更是顶尖中的顶尖 然而即便是如此 叶家没有这样风格的男人 雌雄莫辨的 气质柔和的刚好 只会觉得非常漂亮 而不会将他误认为女人 小傻瓜 收一收你嘴角的口水 边上扎辫子的姐姐 笑得花枝乱颤 在他提醒之下 乐宝顺手摸了一下 自己的嘴唇边上 干干的什么都没有 这才才发现 自己被这个姐姐给骗了 众人看他真的傻傻地 去擦了自己的嘴角后 更是一起大笑起来 笑得乐宝小脸都是一红 聂秀看了一圈 众人倾咳了声 可以了 没有你们这样欺负小朋友的 叶四正想开口话 都被他说了 他只能补充地说 不准笑话我妹妹了 待会把我妹妹吓哭了 你们可是要负责哄 乐宝害羞地 看着面前的这个漂亮男生 对他说 哥哥你好漂亮啊 你说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子 聂秀蹲下身来 故意沉着一张脸逗他 你是不是认错我性别了 我是姐姐不是哥哥 你是哥哥呀 你声音那么粗 还有猴杰 乐宝抬起小手指向了他的脖子 边上的人笑得更欢 聂秀 终于有人说你声音粗了 小朋友真是太有眼光了 乐宝解释说 哥哥声音粗不是难听的那种粗 而是和女生不一样的那种粗 叶四芒开口 行了行了 不要再逗我妹妹了 小朋友又不知道 你们开玩笑的尺寸 等一会儿 你们真把他给惹哭了 话落大家才不继续笑了 纷纷给乐宝送上自己的见面礼 叶辉今天说过 会带着自己的妹妹一起过来 都已经提前预告过这个事情了 大家多少都有点准备 这些都是极有个性的人送的东西 不是讨小朋友喜欢 而是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乐宝收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小礼物 有儿童款的小头盔 墨镜 微型模型赛车 漂亮的纪念品手链 满满当当的怀里都塞不下的那种 玩笑没有将他吓到 但是众人的热情把他给吓到了 这些东西这么多 自然也不可能让一个小朋友 全部都拿到怀里抱着的 除了一条漂亮的手链 被他带到手上之外 其他的礼物 全部都放到了边上 帮他先收着 今天又是白嫖的一天 乐宝一口一个哥哥 一口一个姐姐把众人哄得笑一眼弯弯 从他们的聊天当中 乐宝得知夜四今天带他过来开的比赛 正是他们这支车队和另外一个车队的比赛 其中面前这一个漂亮的哥哥聂秀 正是赛车中的主力赛车手 这是一场两个俱乐部发起的联合友谊赛 今天到场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自己邀请的人 像这样的小众爱好 就有小众的圈子 所以今天现场也来了一些记者和摄影爱好者 准备记录下这场比赛 赛车赛车 大家看的自然就是车人 一圈打完招呼过去之后 乐宝跟着夜四到观众席上坐下 两个俱乐部今天出来 比赛的赛车手轮流出来跟众人打招呼 等到聂秀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场上的欢呼声明显比之前几个 要高出好几倍的阴朗 在众人的欢呼声哨戏之后 乐宝忍不住偷偷地问夜四 哥哥 漂亮哥哥 他是很厉害的赛车手吗 夜四说 你可以叫他聂秀哥哥 你三哥在电视上演戏 很多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娱乐圈 夜演在娱乐圈里面有多少人喜欢 聂秀在赛车圈里面就有多少人喜欢 都是当红一哥的位置 轮流上场秀完之后 比赛开始了 四辆赛车齐齐出现在赛道之上 观众席座位上的人对着赛车型号 和赛车车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如同女人遇见漂亮的衣服 或者喜欢的明星 新出的化妆品 这些狂热的发烧车友们 能将底下赛车的每一辆型号 每一个优缺点都细细讨论讨论开 虽然只是友谊赛 但是大家也打自心底的 希望自己喜欢的车手能够拿到冠军 今天在场的可以说是高手云集 聂秀受欢迎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的风格跟他的外貌 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个可以称之为漂亮的男人 开起车来 却不如他外貌那般秀气 而是又凶又狠的风格 他有着极好的心态 数次在逆境之中逆风翻盘 乐宝听着身后的人在说 还好 这个赛道弯道不多 不然光看着聂秀秀车技 看到宝了 不时的 也有一些其他的言论夹杂在其中 乐宝偷偷测耳倾听了一会儿 见大家对于聂秀 这个车手还是十分喜爱的 对于整个车手的评价都极高 这么一来 乐宝更期待接下来的比赛了 听见身后的人在讨论说 聂秀更擅长的是山区的赛车道 这样的弯道不多的赛车场 对聂秀来说纯粹就是一个竞速比赛 今天在场的 全部都是非常优秀的赛车手 当然这场竞速赛过后 还有车技表演赛 随着比赛的哨声和旗帜挥舞过后 一辆辆赛车如同李贤的剑一样 飞逝而出 乐宝眼睛紧紧盯着 那辆红白相间的赛车 那就是聂秀所驾驶的车辆 车辆位于地上 跑到在出发时落后别人一点 但是每个人都紧咬着对方不放 观众席上没办法看到全景 对面偌大的电视广播屏能播放整个赛道的景象 随着第一个弯道过去 看不到的人目光便集中到了液晶屏上 第469章 天才少年 聂秀车辆开得十分稳随着弯道过去 他超车到了第二名与第一名 几乎是并肩骑行的位置 紧接着他们开过起跑点来到了第二圈 接下来便是考验各位车速的竞争 和车辆平稳性操作 跑车引擎的声音在这跑道哄响 光听这声音就像有沸腾的热血 注入了血脉之中 乐宝挥着手上代表聂秀车队的小旗帜 为他们加油打气 看着赛车在赛道市上飞驰 乐宝忍不住轻声过来问夜四 哥哥你也喜欢赛车吗 夜四看着底下眼中都是亮光 他点点头挨在乐宝耳边说 其实以前哥哥最喜欢的是这个 最开始他喜欢上的是赛车 但因为当时年纪太小 只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面 让人带着他一路奔驰 父亲当时对他寄予的厚望 让夜四不敢将自己这心思 明目张胆地摆到台面上来 大家都觉得他最后会继承父亲的事业 进入最好的商业学校 一路顺风顺水过来成为一名商业巨子 相对比较这种虔诚之下 什么玩赛车玩游戏 都是非常不上道的东西 其实没有人责怪他有这样的兴趣爱好 只是他心中的担子太重了 背负了父亲的期望 却做起了不务正业的事情 所以当时关于赛车的这一方面事情 他一直都是在私底下偷偷玩的 因为年纪不够 他也不可能上赛场 他就在私底下联系车队悄悄地玩 聂秀就是他在车队里面认识的人 叶四之所以放弃玩赛车 也有这人的原因在里面 因为是他的出现 让叶四认识到自己在赛车上面 是没有什么天赋 聂秀个人能力实在太突出了 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赛车天赋 以及对着车辆极强的兴趣和动手能力 玩车玩车 玩到最后是对一辆车的了解 比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深 聂秀的进步非常快 再加上有人指导之后 他的车技简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因为年纪不够不能打正规比赛 所以他便奔驰在无数的地下赛车场 既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挑战成绩 又能从中获得收益 表面上看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双赢了 但实际上开黑赛开多了 对聂秀来说是件机器不好的事 人在地下黑赛上面吃得开的人 无非就是两种 一个是背后有靠山 一个是能力机器突出 地下黑赛不仅规则胡乱来 并且还附带着许多看不到的潜规则 在这里可以获得极致的快乐 也可以不必遵守所谓的国际规章进行比赛 还可以同时获得大批粉丝和大量的收入 可以一夜成名 也可以一夜暴富 但始终有一句话需牢记在心中 那就是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 聂秀起初只想在这里玩一玩便收手 但他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黑赛中突然有了这么个新起之秀冒出尖头 有想留住他的人 就会有想毁他的人 聂秀拒绝了所谓的组织递过来的橄榄枝之后 他在上赛场 便发现了自己的车辆被人动过手脚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没出什么大事 但是他也明白 这是对方给他的一个警告 从那时候开始 聂秀就开始打消了在黑赛里面跑车的想法 可事情哪有那么顺利的如他所愿 黑赛之所以是黑赛 就因为里面有着太多见不得人的手段 聂秀虽然有着一身优秀的赛车天赋 但是他的家事对于这个圈子来说相对普通的点 出了这么一个人才有毁了他的人 自然就有想留着他的人 对别人来说他这种刚刚貌奸又年轻的小伙子 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摇钱树 只要抓住了 他就等于抓住了金钱 聂秀也不傻 怎么可能 他来赛车的初衷仅仅只是来玩而已 因为正规比赛 他还不能上场 在一些车队向他抛过橄榄枝之后 一些自称是正规的赛车公司 经纪公司也来找过他 聂秀无一例外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各种丰厚要求 有的甚至开口就是百万的年薪 可以提前预付一半 那时候聂秀的父亲还在经营着一家小厂 小厂的收入并不算多 但是也足够一家人舒适的生活了 这一百万的年薪 对一家人来说不是小数目 按理来说 这样诱惑的条件 聂秀多少也该有点动心 但是这人生来就是比较激进 聂秀婉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条件 并且找了借口离开 但谁知对方早有准备 大有不签合同不让他走的意思 那这个合同签下去就等于卖生气了 面对着有备而来的人 他这一个未成年的车手 简直没有半点抵抗的能力 在危机关头 聂秀的选择却不多 找家人来处理这件事情 显然是不可能的 父亲来了之后 他们两人能不能一起离开成了问题 第二个选择则是去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 是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但是过后 如果对方蓄意的想报复他们 那事情就会变得麻烦起来 当下聂秀想来想去 只有想到了 在之前赛场上认识的朋友叶四 让他来帮忙解决这件事 因为聂秀在无意之间听到了 叶四其实是叶四集团的少爷 叶四在整个海市 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如果非得找个人出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光是顶着叶四名头而来 也足够吓唬这些人了 可当时的聂秀和叶四的关系 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他们只不过是在车队联盟上面 相识的朋友 说好听一点 就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来往 也没有很密切 不知对方愿不愿意帮他这个忙 聂秀还是尝试着 给叶四发了消息 说出自己的处境 当时他也没有想到 叶四会那么快速地带着保镖 就赶来了现场 果不其然搬出了叶家的名头 这个所谓的车手经纪公司便退缩了 两人的关系 也就是在那一时刻 从普通朋友慢慢变为至交好友 并且在日后的相处当中 两人的友谊发展得越发的牢固 一个成了出类拔萃的年轻赛车手 一个成了游戏界的大佬 这些故事 叶四心想可以晚一点 再慢慢说给小妹听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比赛了 大家的目光又重新聚集 回了底下的赛场上 下面的人已经在跑最后一圈了 前面说过 聂秀最擅长的就是弯道超车技术 最后一个弯道就在众人面前 聂秀已经在提速了 第470章 意外之险 弯道超车困难点在于自己的位置 是靠内还是靠外 并且车速控制不好的话 可能会直接飞出赛道 聂秀的这一手技能 已经秀得炉火纯青 大家也知道 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临近终点的时候 狠狠地杀对手一刀 看着慌道静在眼前 众人都忍不住站起身来振臂高呼 然而就在下一秒 意外突然发生了 聂秀在超出隔壁 到对手半个车头的时候 情况在眨眼之间发生了骤变 速度快到 众人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聂秀已经连人带车 飞出了整个车道 并且撞击上了赛道边上的东西 发生了一声巨响 随即车辆迅速冒出了大片的浓烟 这一变故 快到众人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之后 场上已经有人出发下去救援了 聂秀被从这里救出来的时候 人已经失去的意识 头盔摘下来的时候 鲜血从他额头滑落 这场意外让他伤得不轻 救护车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现场 直到聂秀被送上单架的时候 众人还在议论纷纷 有的说这种意外不应该发生 有的说是他太狂了 急着想向大家秀自己的车技 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众说风云什么样的话都有 刚开始来调戏过 乐宝那个扎辫子的女孩 开着车过来停在他们跟前 上车 夜四带着乐宝一起上车了 车辆一路紧跟在救护车后面 车上还有别人 也是他们车队的成员 连他们自己人都不敢相信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车子走到一半的时候 坐在副驾驶上的人 才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打个电话出去 嘱咐电话里面的人说 今天出意外的这辆车 务必给我完好的保存在现场 不准有人去给我弄 不知对方在电话里面说了什么 男人的声音骤然靶高 什么屁意外 我看这件事情 纯粹就是有人想动手脚 正在开车的女人叫橙子 听到这话之后 都忍不住看了同伴一眼 你也是这么觉得的 什么叫做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事实就是这样 我眼睛又不瞎 那最先出问题的是 左前方的轮胎 男人不跟橙子解释得太详细 只跟电话里面的人说 听着我不管是谁 都不允许任何人 去给我到现场的车辆 就这样给我放着 等我回来之后再处理 保留好现场的证据 以及车赛的视频 但凡聂秀有点什么问题 这场比赛里面的所有人 一个都跑不掉 他指的是车队和车赛 连伴之间的人 等人打完电话之后 叶四才忍不住 鱼哥 最近聂秀是有得罪什么人吗 乐保看不见 坐在前面人的表情 但能从他的声音当中 能听出他现在的愤怒和戾气 只听鱼哥冷笑了一声说 成为一个顶尖的赛车手 已经能够得罪一大片的人了 多的是看他不爽的人 而不是他最近得罪了什么人 救护车送来的医院 很是凑巧 就是夜市旗下的医院 聂秀被紧急送入抢救是抢救 看着繁杂忙碌的医院 夜四不好带着乐保一个小朋友 在这里穿梭 这里的哭声杂乱的声音和哀嚎声 可能会让乐保感到害怕 夜四也没有想到 今天这一场看车赛 也会变成这样的结果 看着急救是亮起的红灯 想到里面生死未知的聂秀 他心头突突地跳了起来 乐保 哥哥让管家伯伯过来 先经你回家好不好 没关系的 我可以在这里陪着哥哥一起等 乐保握住了夜四的手说 聂秀哥哥一定会没有事的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谁也不知道他伤势到底怎么样 车子飞出去的速度那样狠 人抬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意识 赛车出事的事情 在圈子里面还是很常见 但几乎没有在这样短赛道的弯道上 出过这样严重的事情 所以刚才鱼哥查也没查 直接判定了这件事情 必定是有人在其中捣鬼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车辆上面 橙子和鱼哥去缴费了 其他的人也陆续赶过来 秀哥情况怎么样 现在人言不言重 医生怎么说 伤到了哪里 还在急救中吗 操 按我说就不应该答应他们 所谓的什么狗屁联谊赛 那帮孙子就是不安好心 说什么品牌方提供车辆 我猜这件事情 就是那帮孙子搞的鬼 有比较心急的人 直接当场骂了起来 有人倾壳了一声提醒他 啵啵冷静一点的聂秀 情况安稳下来 我们再说这件事情 现场还有小朋友呢 不要在这里说粗话 这个帅真的男孩子 看了乐保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我去抽根烟 急救式的红灯灭了 医生走出来跟大家说 出血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的 现在要做的是去下一步检查 扫一下CT吧 躺在单架上面的聂秀 被推了出来 紧跟着被推往CT式检查 一番检查下来得知 聂秀身上多发骨折 但好 再都没有伤到身上重要的部位 现在最严重的是因为 落地之后 受伤撞击角度的问题 导致他眼后出血 这个情况最差的话 可能会导致眼睛失明 哪怕只有一只眼睛失明 也会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比他 让他断手断脚还残忍 听到这个噩耗 众人简直不敢置信 夜四当即给二哥打个电话 夜回今天在外出差 听到这个情况之后 只果断地说了一句 我请眼科专家的师兄 过来给你们会诊 他出门在外要 现在能做到的 也只有这些 夜回 虽然在医学领域上的成就不小 但是他基于内科来说 技术更尖端 至于五官科的这方面 自然有更厉害的人 除了求助自己的二哥之外 夜四分别给自己的父亲和大哥 都打了电话 没多久 在本市的眼科专家 纷纷都赶向夜市医院来 为涅秀的情况 进行一个专业会诊 然后迅速定向的治疗方案 最大的程度住他的眼睛 看着一个个到来专家 看着车队里面认识的好友 松口气的模样 此时此刻 夜四才意识到人脉重要性 一番折腾下来 等情况稳定之后 已然是傍晚了 涅秀的母亲 已经赶来医院守着他 千万谢地 让他们先回家休息 第471章 哭诉 涅秀的父亲还在出差中 并不知道儿子发生的事情 线下涅秀人 还在ICU病房里面待着 除了几个叫好的人留了下来 其余人先行回去了 乐宝本也要被夜四先送回家中 但这个时候 家里也没有人在 乐宝抱着他的胳膊不放 哥哥 我晚点再回去吧 现在梁妈休息又还没回来 我回去也是自己一个人 不还有其他佣人和管家爷爷吗 想了下 夜四又解释说 医院的环境比较复杂 如果你不想待在这里的话 跟哥哥说 哥哥送你回家去 他指了指病房 涅秀现在情况刚稳定下来 他只有妈妈一个人在这里 哥哥是他的好朋友 得在这里陪一下阿姨 乐宝这样说 你能懂吗 乐宝用力地点头 我懂的 涅母已经哭过一轮了 现在眼睛红红肿肿地 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着病房的方向 在察觉到身边有人落座之后 转头看了眼 他抬手轻轻地擦拭了下眼角的泪水 对着夜四兄妹艰难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辛苦你们了 阿秀这边有我就行了 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没事的阿姨 我们在这里陪一陪你 等晚点就回去 涅母神色憔悴 明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抱怨 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我已经说过他好几回了 不要再玩这个赛车 实在太危险了 但是他就是喜欢劝不听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事了 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万一他有个好歹我该怎么办 说着说着 他又哭了起来 也不知道这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听医生说了 他又没听得很明白 好像是有事 好像不是很严重的样子 涅母赶到的时候 正是全专家会诊的时候 关于涅秀的病情 医生也清楚地跟他说了 关心则过 他脑子里面乱糟糟的 根本没办法理解医生所说的话 只知道自己的儿子 好像有生命危险 但又好像没有 夜四便在这里 跟他再次解释了一遍 阿秀现在的情况是 全身都发出骨折 但没有危及到重要的器官 暂时生命方面是没有什么危险了 现在最重要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他的眼睛受到了伤害 有出血的情况 现在担心他的右眼能不能保住 以及要确保视力 不会受到影响 眼睛是个极其特殊的部位 他不像身上的皮肤一样 划破了口子 在一段时间后就能恢复如初 即便能保留眼睛 那谁也不能保证 他视力不会受损 这一切还得先稳定好身上的 这些外科伤 再去治疗眼睛 乐宝很难接受 刚才还在笑咪咪地 跟自己打招呼的漂亮大哥哥 转眼间发生了如此残酷的事情 涅母更是不能接受 如果眼睛保不住可怎么办 他这么喜欢赛车 以后连车都碰不得了 反对归反对 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儿子喜欢的是什么 让他失明 或者让他视力受损 更打击的不是他的身心 而是他要放弃所热爱的事业 夜四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来安慰这个可怜的母亲 涅母控制不住此刻的情绪 又念着方才的话 跟他絮絮叨叨地讲起来 其实我也早想过 可能会有这么一天 他出了什么事 断手断脚的 他一边说一边哭 我每次看到新闻报道 那些什么车赛受伤的车手 以及转播的那些画面 我都不敢看 也不敢去他的现场看他比赛 怕他万一有个好歹 胆战心惊的过了这几年 我早跟他说过了 兴趣爱好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非得喜欢这个 但他就是喜欢 我也说过没办法 牢牢叨叨叨讲来讲去的 还是这些埋怨的话 全是一个母亲胆战心惊 压了这么久的心事 赛场的确没有100%的安全 谁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出事 当然正常情况下开展赛车 是不会有什么非常大的危险 除非去跑那些比较崎岖的山路 或者比较惊险的路段 但涅秀就算是跑山路 也不会去跑那些特别冒险的路段 这次的事情 完全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 在事情没有查证之前 叶四也不好开口 跟聂母讲这些 其中的缘由 连他自己都还没搞明白 要等橙子跟鱼哥他们查证之后 查清了里面是否有内情 才能跟聂母讲这些 他们又陪着聂母坐了一会儿 等到聂家又有其他人来的时候 叶四才带着乐宝一起回家 一路上 叶四都心事重重 不复出门时的开心 乐宝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好 聂秀现在的情况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边 一切要等他苏醒之后再说 回想在赛场的时候 叶回向自己介绍他好朋友 双眼都在发亮的样子 以及他们整个车队 都大家气氛轻松愉悦 嘻嘻哈哈打闹笑着的画面 乐宝在心底微微地叹了口气 只希望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另有隐情的话 能尽快把这个漂亮哥哥查出真相 周日过后 乐宝重新回到学校 放学之后 他们依然是老大派司机 过来接乐宝去公司 今天叶薇的工作比较忙 乐宝力行 自己在工作区域瞎逛着 叶薇的助手李秘书 早早地被通知了 今天要和boss一起加班 不过他今天的任务较为简单 就是忙好自己工作的闲暇之余 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小朋友 李秘书还挺喜欢小孩子的 尤其是又漂亮又乖的小孩 乐宝就非常和他的心看 小朋友很听话 也不惹事 也不哭闹 他想干嘛把东西给他 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玩上一整天 正是因为他这么好带 加班又有补贴和工资可以拿 许多人都羡慕李秘书的 这个兼职工作 李秘书嘴上 说不过是帮帮叶总的忙而已 算不上什么 心里却在止不住的暗息 做到他这个位置上 其实很多工作 都可以交给自己的下属做了 他只负责叶薇日常 一些重要工作的维持和联络 现在叶薇开会去了 这件事情也移交给了 另外的助理去做 而自己等同于在这边 浑水摸鱼 带着乐宝丸 摸鱼的日子 也不是这么轻松自在 李秘书正在陪乐宝玩一只积木 突然间就被人叫了过去 是自己的下属过来喊他 理解 Boss这边有事情 麻烦帮你过来一下 李秘书看了一下乐宝回头问 你过来陪乐宝玩一下吧 我过去看看 第472章 重要文件 下属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说 可是Boss说 让我们都过去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才会把他们都叫过去 乐宝摆摆小手说 没关系的 李阿姨你去忙吧 我这边我一个人就可以 有事情我就会叫你们的 李秘书如常地交代了乐宝一句 然后起身跟着下属一起走了 他们在CR的会议厅开会 应当是碰到什么事情不能解决 所以才叫自己过去 等李秘书离开之后没有多久 却有另外的人找上门来 竟然只有乐宝一个人在地毯上玩 敲门的人微微一愣 小朋友 请问李秘书人在吗 乐宝转头看过去 见是一个面生的男人 这个楼层的人 他基本都混手了 想必是从下面上来的人不认识他 他站起身 拍拍是裤子上的褶皱说 你秘书不在呀 如果你想找他的话 他去开会了 要等一下 男人迟疑了下 拿着手上的文件看了看他 再打量了一下办公室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你是谁家的孩子 接着男人又说 我需要找你秘书签署下一份文件 你能帮我问问 他在哪个办公室里面开会吗 乐宝打量了一下 面前这个耿直的男人 大概是没有怎么上来这边送过文件 所以不知道上面的流程该怎么走 一般不是紧急文件的话 都是放在桌上等 他们回来之后再处理的 如果是紧急文件的话 直接通过邮箱 或者通过内部人 走紧急流程 而现在都已经告诉团里秘书人在开会 这个男人却还要让他去找一下 里秘书过来签署一下文件 用脚趾头想一直到 高层管理员在开会的时候 怎么可能因为一份文件 被叫走就叫走 但工作上的事情 乐宝不能对他说什么 一个小朋友来教育一个大人 也不太合适 他穿起自己的小鞋子往外跑 我帮你看看其他的姐姐在不在 很不巧办公室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 看来大家都去忙了 应该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乐宝看了一下时间 今天是月底的第26号 估计是在做月末统计 所以人手比较忙碌 对不起哦 没有人在这件事情 我也帮不了你 不然你把文件先放在李秘书的桌上吧 等他回来 我会告诉他的 或者你们自己内部消息留言一下 男人拿着手上的文件 拧起眉头来回踱步 神色略显焦急地说 可是我手上 这份文件很重要 必须李秘书签字过后 我才能走下一个流程 说着他看了一下时间说 还得在下班之前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会拖累到底下的团队办事 乐宝迟疑地问他 如果是紧急文件的话 你们没有内部 男人觉得 跟他这一个小朋友 解释太多 没有意思 小朋友这工作上的事情 叔叔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一趟李秘书 叔叔一定会很感谢你的 因为你帮我们做了一件大事 既然这样子也没办法了 如果真有急事 自己的确是做了一件好事 如果不是有什么急事 那么挨骂的 也不是自己 乐宝隐约听到 他们好像在C2的会议室开会 虽然他们不知道 C2的会议室在哪里 但是总裁曾随便拉一个人 问都知道 在有人指路之后 乐宝带着这个陌生的叔叔 找到了会议室的位置 男人抬手敲了敲门 停了一会儿 里面有人走出来打开门 开门的人皱着眉头 看着敲门的男人 你是哪位 有什么事情 说着把门关上走了出来 有什么事情呢 他目光落在的男人胸口的名牌上面 策划部门的 你找谁啊 男人将手上的文件 指了指给开门的这个人看 我是13楼策划部的黄忠明 想找一下 李秘书这边有一份重要的紧急合同 需要他过目签署一下 我们才能接着走下一流程 李秘书现在正在开会呢 你再等个半小时吧 黄忠明急说 就是等不了 才让这个小朋友带我过来的 这是个极见 请你帮我叫一下李秘书出来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面生的人在今天全部都凑到一起了 开门的这个人也不认识乐宝 这人看了一眼 乐宝嘴里嘀咕着说 谁家的孩子 竟然上班时间 带来公司这边乱跑 乐宝抱着挂在脖子上的小水壶 快乐地吸了两口水 一脸上有介事地点点头 都符合这个人的意见 对呀对呀 谁上班这么不敬业 竟然小朋友都带过来了 这一个男人 被他的话给逗笑了 蹲下山来跟他打招呼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挺可爱的 黄忠明见他不紧不慢 还有空在这边跟小孩子说话 却没空帮自己开门传个声 不由地在心中暗骂 这边高层的人都是狗眼看人敌 这位小哥 你能不能行行好 赶紧帮我叫一下你秘书吧 男人抬起头来跟黄忠明说 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我不是不帮你叫 而是今天有重要的会议里面 坐着的全部都是重要的人 你手里是拿着什么样的文件 必须要李秘书签署吗 我记得你们13楼的策划部门 也不是什么 听了一下 男人没有讲话 讲得太直白 不过黄忠明却是听懂了 这是在影射他们的部门 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部门 再集的文件 也不会集到哪里去 乐宝当下也就觉得 面前这个男人这样说话 有点欺负人 不管是什么事情 起码先过问一下 或者给黄忠明一个解决的方案 而不是在这边嘲讽人家 部门没啥用 同一家公司的 不过就是职位不一样 用得着这样捧高才低的吗 不过就是吃准了 这个男人递上来的文件 再重要也重要 不过老板今天要开的会 乐宝忍不住为黄忠明发声说 叔叔说不定真有急事了 你帮忙传个话吧 出不出来不要紧 你帮忙传个话吧 有安排的话 李秘书应该会跟你说的 黄忠明听到这话 赞同你点头 都忍不住付匪了一句 真是小朋友都会比你办事 年轻男人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 你懂什么都跟你说了 里面坐着全是重要的人 大老板在里面开会呢 乐宝说 叔叔你帮忙去把大老板叫出来 我保证大老板不会怪罪你的 你说外面有个小朋友 找他就行了 第473章 帮帮忙 男人也不是个没眼力见的 思索了一下在上下一打量乐宝 觉得这个小女孩子 气质不太像是普通的小朋友 他思考了下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 大概是没有勇气 在这边说出这样的话的 而且这边是总裁楼层 能出现在这边的小朋友 最少也是哪个高家的小孩 还能扮任这孩子在这边自由活动 说明这孩子家长的身份肯定不低 基于这样猜测的情况下 男人选择相信了乐宝的 行 叔叔帮忙 进去问一下 林药推开门之前 男人又忍不住回头 问了一句乐宝 叔叔想问你一下 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妈妈不在这边上班 跟你说名字干什么 乐宝一脸防备坏人的表情 让男人哭笑不得 他轻叹了一口气 故意动弄乐宝说 叔叔去叫人了 还要是回头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要帮叔叔担责任啊 哎呀 您快去吧 没看见这个叔叔正着急着吗 除了天塌下来 我不能帮你挡着 周围其他事情都帮您担着不行吗 话落男人开门进去了 停了一会儿 李秘书走了出来 黄忠明连忙上前跟李秘书打招呼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李秘书接过来 他手上的文件拿出来一看 然后跟黄忠明说 我记得这份文件 最早也应该昨天就送过来吧 黄忠明脸色变了又变 但是文件是今天刚到我手里的 一到我手中我我就赶紧给您 送过来了 谁知道 这个时候做错失远比埋怨刚才那个 不知道是谁的人有用得多 黄忠明紧急改换了一下措辞解释说 所以这才冒昧把您从会议上叫出来 实在是很紧急 李秘书沉着脸说了句 你们底下是怎么办事情的 回头把这件事情的相关负责人 都叫出来一起开个会 正要走开才发现 边上还有一个乐宝在这里 李秘书 停下了脚步 乐宝你要不要一起回办公室去 乐宝将脖子上挂着的水壶 交给李秘书 我要去洗手间 阿姨这个你帮我带回去放 李秘书交代了句 小心地板滑哦 不行的话去叶总的办公室吧 他的洗手间收拾得比较干净 好 乐宝嘴上说着 小脚卖得飞快 一路小跑 直到拐脚过去 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黄忠明线下终于将人找出来签合同了 心头也微微松了口气 看见李秘书对这个小孩子这般的态度 不由地好奇起来乐宝的身份 一个在总裁楼层中随意穿梭的孩子 一个总裁办公室的洗手间 都可以随意出路的小孩 再看李秘书对这个孩子照顾的态度 黄忠明思考了一下 心中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身份 那就是叶家的那位小千金 乐宝解决完三级之后 从洗手间出来 洗手台是成人的高度 他个子比较矮有点 够不着水龙头 如果是另外一边的洗手间 有较低的孩童用的洗手台 乐宝想尽了办法 但又怕洗手间的地板太滑 跳起来不但碰不到水龙头 还可能在地上滑倒 挣扎了几秒 他决定去另外一边的洗手间 就在这时候 身后传来了洗手间门打开的声音 回头一看 是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性 从洗手间隔间中走了出来 看见乐宝小小的个子 扶着洗手台在那边点脚 使劲地垢个水龙头 女人一见这情况便微笑着问 小朋友需不需要帮忙啊 有人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 乐宝立即乖巧地说了一声 谢谢姐姐 不客气 女人走过来蹲下身 想将乐宝从地上抱起来 乐宝扶着他的肩膀 看着他的细胳膊细腿 轻声提醒他说 姐姐我有点重 不然你稍微将我扶起来就好了 女人毫不费力地 将他从地上抱起来 两只手轻轻颠了一点 笑着说 也就四十斤左右 还好不是很重 姐姐抱得起来 乐道伸出小手去 在水龙头下快速地搓洗着 好了姐姐 女人将他放回地上 从旁边抽了几张纸巾 就拿给乐宝 乐宝一边擦拭着自己的小手 一边惊讶于 女人对金术的精确准控率 姐姐你手凉得真准 我有三十八点九斤 是吗 那我猜得还差点 我手颠一点 你觉得就差不多是这个重量 两人一起往外走 边走边闲聊起来 小朋友你怎么在公司里面 我跟我哥哥一起过来上班 女人脸上浮出亚异的笑容 随即无一般说了一句 我听说贺顿的公司管理挺严格的 没想到还这么人性化 允许代家属过来上班 听他的话中是赞叹的意味 并不是嘲讽或者说反话 乐宝不由得有一点点汗颜 他没敢说自己是总裁的妹妹 所以能被带过来这边上班 但是据他听到的一些事情 如果是加班时间 家里的小孩没人看管的话 也可以带来公司 公司也有专门的托管所 只是带孩子来的人非常少 有些人是孩子年龄不合适 有些是用不着这样的措施 有些是纯粹不放心把孩子带过来 还有人嫌自己的孩子 在上班时间打扰自己烦 乐宝跟着身边的女人闲聊起来问起他 姐姐是来这边做什么的 我呀 我是过来谈生意的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 要去通往会议室的路 玄机乐宝在心中猜 这个女人大约就是跟哥哥开会的人 听她的语气应该是过来 跟哥哥谈一些合作之类的事情 就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 乐宝装出一派不知的模样 跟他试探 姐姐谈的怎么样 顺利吗 对方是个小朋友 女人饶有兴趣的跟他聊了起来 你觉得这家公司怎么样 他一个还没满四周岁的小朋友 哪里懂得这么多 乐宝想了一想 认真地回答说 好多人在这边上班 大家都非常地认真 挑不出毛病的回答 因为在一个孩子看来 的确就是这样的 女人说 合作方面的事情 没有多大的问题 主要是做事风格 这一块有点谈不太拢 致大 致消 什么叫做做事风格呀 姐姐 就是比如对待你这样的小朋友 我喜欢跟你这种 天真可爱的小朋友聊天 但有些人就不喜欢 跟你这种小孩子说太多的话 这就是为人处事 做事风格的一种 乐宝似懂非懂的点头 眼看会议是近在眼前 他对女人说了一句 但人是多样性的 又不是固定的模板 第474章 合作方 女人有点压抑 他小小的年纪 能说出这么可爱的话 停下脚步 忍均不禁地说了一句 你真是太可爱了 很少见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说话逻辑这么清晰明白 他故意动动着乐宝说 你知道什么叫做多样性吗 知道模板是什么东西 小小的小朋友 虽然说得出 多样性和模板这两个东西 但可没办法跟他一个成年人 解释得那么详细 再会也约不过他一个成年人啊 乐宝左边一只手 右边一只手 手掌心摊胎向上 跟女人比划的解释说 我要怎么跟姐姐说 姐姐才听得懂呢 就像这样子 我左边有一个苹果 我右边有一个香蕉 我拿着苹果的时候 急着要去上幼儿园 是我路上碰见的 一个很可怜的老爷爷 他看起来很饿 但是我没有时间跟他多聊天 乐宝假装手上有苹果 还往上做了抛了抛的动作 他肚子很饿 我也很饿 但是我没有问 我只是猜测觉得他很饿 所以我没有搭理他 急匆匆地走了 小朋友一脸天真的看着他说 有个人呢 他就看见了这样的事情 回头他就跟别人说 我是一个坏孩子 看见老爷爷都不同情他 第二天的时候我不读书了 我在路上又碰见了这个老爷爷 我手上拿着香蕉 但是他今天好像没有那么惨了 今天我也不急着去上学 看老爷爷我很好奇 他在做什么 所以我停下来跟老爷子聊聊天 然后给老爷爷介绍了一下 我手上的香蕉特别香甜 老爷爷表示他想试一试 乐宝伸出空无一物的手 这样把香蕉给老爷爷吃了 这时候又有不同的人路过 他看见了我给老爷爷东西的行为 他们夸赞我是一个好孩子 他摊了摊两只空荡荡的手 一脸无奈地跟女人说 你看我两次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因为不同条件下 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也被不一样的人看到 变成有不一样的结果了 女人听完之后一脸的惊叹 但不是因为他讲的故事有多厉害 而是对事情 一个举例子的逻辑如此清晰 这个故事是别人告诉你的 还是你自己想的 乐宝一双小手背 在身后嘿嘿一笑 是我的哥哥对我说过的故事 哥哥说不能因为一件事情 就是武断地去断定 别人是什么样的人 除非你很了解他 他们再度一起往前走 女人颇为好奇地问 你哥哥是谁 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刚好推开 叶薇走出来 见妹妹跟合作方的负责人 正走在一起 她薇愣了下 显得女人打声招呼 魏总 紧跟着对乐宝招了招手 宝宝你过来 哥哥有话要跟你说 魏妮看了看叶薇 再看看的乐宝 脸上露出亚裔的神情 回去的路上 魏妮坐在车中车里 只剩下他自己人的时候 他才跟身边的助手 讨论提这件事情 真没想到 这两个人会是兄妹 两个人年纪相差 最少也有二十岁吧 这个叶薇的母亲 算是高龄产妇了 很是了不起啊 助手正坐在他身边 整理着资料 听到这句话 对自己的老板说了句 我听说这两个人 并不是一个母亲 魏妮压抑了一瞬 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也是 毕竟年纪相差这么大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 这是常见的 后妈生的小孩的情节 助理看明白了 她的想法解释说 不是这样的 叶家总共有五个孩子 再加上这个小女孩是六个 每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妈妈生的 也不是他们父亲的亲生小孩 五六个孩子不是同一个妈 这个故事就有点颇为耐人寻味了 但是也不是父亲的亲生孩子 魏妮听不太懂这个故事的逻辑 她是海外华裔 前面近三十年的人生都是 在国外长大 在做国外工作的 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 和国内财阀之家 并不是那么了解 而这次她作为亚洲地区总裁 说我负责的项目 就是跟国内财阀集团进行合作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各种筛选 将目光定在了 海市的几个集团上面 贺顿是他们第二个洽谈的公司 在入选名单中的这几个公司当中 贺顿的综合实力可以排在第一名的位置 公司那一面的众多高管也是属于跟贺顿合作 因为贺顿的背后还有一个夜市 当初秘书给她整理资料给过目的时候 魏妮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简单地看了一下 并未对这个公司背后的财阀集团 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她心中第一印象看过来 这就是一个富二代创业成功的故事 国内外公司运营的风格不同 魏妮看了一下贺顿最近几年的发展史 对他们的公司发展经历很是感兴趣 但是同时又觉得 这个公司的运营模式有点太过苛刻 不近人情 听说他们的加班几率是极高的 连同老板都是一个工作狂 这对于他们所合作的项目来说 有一面好处也有另一面坏处 好处上面来说 这样的公司在效率方面无疑是非常有时效的 坏处就是如果一切仅凭效率来办事的公司 缺少了人文的情怀和项目的中心精神格格格不入 毕竟他们这个项目人文情怀是中心重点 也要看合作方去怎么理解这个重点 一个一位只会要求员工做出效率的公司的老板 是不计人情的 他要的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企业家 而是一个能有共鸣的伙伴 这说法听上去有点梦幻 魏妮竭力的想表达清楚这种事情 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理解和听得懂 魏妮线下将心思从工作上转移到八卦上来 他测了测身看一下自己的助理 兴趣满满的问 你快跟我说一说 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五六个孩子不是同一个爸也不是同一个妈 难不成他们都是被收养的吗 助理推了一下眼镜 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方间传闻再加上一些事实论证 的确是如此的 叶薇先生您同他的四个兄弟 据说都是收养来的 唯独有今天您看到的这个小朋友 是叶先生的亲生女儿 至今为止 谁也不知道他这个亲生女儿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个孩子是去年才刚刚出现的海誓 第475章 莫名的熟悉感 魏妮听着有些迷茫 什么叫做去年才出现在海誓的 难道之前他不在这里 明明这边没有其他人 助理却还是将手掩在嘴边 做小心翼翼撞的偷偷说 我听说啊 孩子之前是走丢了 最近才被找回来的 他们家的故事好复杂 魏妮抬起纤长的手指 揉了揉太阳穴 不过我看这个叶总跟他的妹妹 感情倒是很好 年纪相差这么大的 但他应该跟带女儿是一样的感觉 助理听了之后 扑斥一笑说 叶总才几岁 不过我倒是听说 叶家的几个少爷 对这个妹妹都是非常的宠爱 说着 小助理拿起手中的平板电脑 在网上开始搜索资料 他本想将叶眼带着乐宝 参加亲子节目的 那七视频找出来 给自己的boss看 但不知什么原因 找了找才发现 那七视频竟然下架了 与此同时 网络上许多关于乐宝的资料和视频 也通通消失不见了 小助理找来找去 才找到一些论坛中留下的影像资料 不过都是比较模糊 压缩了画质的视频画面了 可能是叶家保护小朋友 把这些东西都给删除了 不然在去年下半年的那段时间里 小朋友在网络上特别的火 魏妮接过了助理手中的平板 颇为好奇地问 他还当网络明星吗 还在网络上火起来 不是的 他有一个哥哥 是娱乐圈非常有名的演员 他哥哥带着他 参加了一期亲子综艺节目 特别好玩 但是现在找不到节目 可能被下架了 助理跟他解释说 因为前一段时间 他们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猜可能是为了保护小朋友 所以才把这些视频都下架的 魏妮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对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朋友 挺好奇的 他身上隐约有种熟悉的感觉 但不知这种感觉出自哪里 刷了几个视频跟图片 有电话打进来 魏妮便退出了界面 接听电话去了 叶薇还有一套房子 距离他公司 很星号星号星号厂 比较忙的时候 或者加班加得比较晚 他就休息在这套房子 这两天 乐宝一直都是跟着他 原本空荡荡的家装 也添置了一些小朋友的东西 如若叶薇比较忙家班晚了 乐宝常常自己一个人 在他办公室玩到睡着 回叶家有点路程 有时为了方便 叶薇就带着乐宝 直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住下 第二天 再送着乐宝去上学 去年校门口负责接送的老师 看到乐宝的家人 就觉得头疼 因为每一次过来接送他的人都不一样 实在是太令人头痛了 经过半年时间的锻炼 现在老司机们认得他家里的管家 以及五个家人了 乐宝包背着小书包 挥手跟他告别 小步伐蹦蹦跳跳地进学校里面去了 到了放学时刻 叶家的司机便前来接他去叶薇的公司 司机还是上次那个 带着他出了事情的司机 事发之后叶家也没有换人 因为这个司机的确是尽职尽责 并且也十分照顾乐宝 在接乐宝的路上 司机接到电话 是叶四打过来的 挂掉电话之后 司机便跟乐宝说 小姐 我们要转个方向去接人哦 乐宝不知是谁打的电话 坐在儿童椅里面 晃动着小脚问 要去接谁啊 去医院接一下四少爷 四哥哥打来的电话 是的 车子半途上拐弯调转方向 司机先给叶薇打了通电话 过去告知情况 得知是自己的四弟 要求司机顺路过去接载 叶薇并未说什么 挂了电话之后没多久 叶薇却再度打来电话说 不然一会儿问问老四有没有空 我要出门一趟晚上 让乐宝跟着老四就行 夜四还在放假阶段 线下家中就数他最闲了 若不是带着乐宝去看了场车赛 刚好见证了他朋友 在赛场发生意外的事情 线下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忙的 公司的意思 是让他这段时间好好修整一下 对于电竞这个行业来说 时间既是宽裕 又不是那么宽裕 他们的全部的时间 几乎都用在了训练的事情上面 一年到头的比赛就这么几场 但就是为了这几场的比赛 他们需要付出无数的精力和时间 去巩固加强自己的基础技术 在如今电竞全民狂热的年代 他们在这行 凭借着稳定的技术原地起飞 或者凭借着超强天赋 一夜成名的不少 他们可以靠此一夜间 涨粉十万 百万 乃至千万级别 一天暴富不是梦 可站在这行业 的确都是在吃青春饭 一期的荣耀过后 过了巅峰和最适当的年纪 每个人都会另外寻找出路 夜四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他是否应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朋友除了事情 他却一点都帮不上忙 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哥哥 自己的父亲 如果哪天 自己的家人出了事情呢 那他又该求助于谁 孤弱且无力 捧起奖杯时 巨大的荣耀感 在此时的现实面前摔得粉碎 夜四心中一直认为 自己是夜家最没用的孩子 最懦弱的孩子 最会伪装的小孩 温和又任性 所做的选择 总是很容易辜负别人的期待 他一边渴望着能做自己 一边又害怕自己的选择 会辜负家人的期待 今天在医院里面待了一整天 聂秀已经清醒过来了 得知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也得知了自己眼睛的事情 聂秀的反应很是平静 这和大家想象当中的情况不一样 他平静地接受了这场意外带来的创伤 甚至还有心情来安慰众人 没什么好难过的 配合治疗就是了 你看我现在还有命躺在这里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吗 虽然是安慰众人的话 但没一个人能为他的话所觉得宽慰 于和心里翻涌着无数的话想说 但最终还是没能讲出口 聂秀的性格大家都了解 他现在所说的话 不过是在安慰着众人而已 实际上心中恐怕比谁都难受 可他人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看起来都风轻云淡 事事都爱伪装成不怎么在乎的模样 让别人以为即便是天塌下来 他都能以最无所谓的姿态去对待 可这无所谓的背后 掩盖着他真正的心事 聂母前去找医生 了解儿子最后一次检查 和会诊完的结果 应着母亲的要求这些事情 医生并未当着患者的面说 但他们不说 不代表着聂秀对自己的情况不知情 第476章 回忆 大家都在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鱼哥这边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这个时候 其实不太应该跟聂秀谈这些的 他表面上起来仿佛很是无所谓 但现在人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并且还面临着 可能失去一只眼睛的风险 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 再不能普通的友谊赛 最开始鱼哥是反对聂秀 参加这场比赛的 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 半年之后 他们还要参加一场全国比赛 作为聂秀的经纪人 鱼哥觉得他们 应当把时间放在训练当中比较重要 但的确训练是不差这么一场比赛的时间 这次联合展开比赛的俱乐部 一共有五家 其中两家立高和思科 和他们有过摩擦和矛盾 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的有矛盾 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大家一般调解一下就好 就是私底下车手跟车手之间 也会有一些龌龊 竞技比赛 这种拼的除了技术之外 也是拼一些少年义气 赛车手有嚣张的 也有低调的 嚣张的人 自然是嘴巴上像没一个门把 有些人把什么话都敢说 迎了风光 说了像条狗 但鱼哥不想让聂秀 参与这次比赛的原因 是在这联合的俱乐部当中 他们和有摩擦的 那两个俱乐部之间的矛盾 有点不可调解 说难听一点 就是当场跟对方放过狠话的那种 无论是于公于私 他们都不想在同一个赛场上 成为类似队友的存在 而且这只是友谊赛 友谊赛是什么 纯粹就是在这里秀一秀车技 只可惜他只是经纪人 到底是抗衡不过 俱乐部里面做下的决定 他们所在的公司俱乐部 为了留住聂秀这个优秀的车手 将俱乐部中的一部分股份 拿出来给聂秀 所以聂秀不仅仅是 俱乐部的赛车手 更是小股东之一 那作为小股东来说 他只是拿的钱更多而已 一些大决定方面 还是得听大股东的 聂秀本人对于这场比赛 倒不是那么看重 可打也可不打 经纪人在私底下劝说 他不要参加这场比赛 让更多的精力 放到后面的赛事当中 聂秀出于好奇心 跟经纪人讨论起来 为什么不去参加 这场比赛的原因 虞哥却说不出大概 他只直觉碰上这两个俱乐部 就没什么好事 两人喝酒聊天聊了一夜过后 一致决定 不过就是一场比赛而已 参加就参加呗 早知道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 不该来参加这场所谓的比赛 虞哥坐在床边 酝酿了一会儿才开口 发生事情之前 你开车的时候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样的异常 那个秀一只眼睛被包扎了起来 另外一只漂亮的眼睛 黑油油的 带着一些意味不明的眼神 看向于哥 聂秀自然明白 他这问话背后的意义 他慢慢地回想着当时的情况 那场意外发生前的画面 在脑海中逐步复原 聂秀闭上眼回忆着 这一刻 他似乎又回来到了 那个风驰电掣的赛场上 轰鸣声在耳畔 急速的风流顺着车身流淌而过 对手紧追在身后 他紧咬着对手的车身 前面就是弯道 速度和距离 在他脑海中 早已形成一杆清晰的尺标 眼前的一切 在他眼中 犹如慢动作播放的画面 他已经找准了时机 开始打方向盘 在众人面前 秀出自己最擅长的弯道超车 可是刚刚打方向盘的瞬间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 他对车辆的熟悉程度 犹如这辆车 是他的第二个身体 身体出了问题 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了 电光火时间 聂秀迅速地 做出了判断和决定 在车辆失控 飞向中间草坪的瞬间 他心中只剩下一个想法 那便是锦衣剧的 果然如此 车子重重地撞向了 草坪中间放着的东西 天旋地转之间 聂秀运用着自己的经验 护住了身上重要的部位 但头部还是传来了 一阵撞击的重痛 随即他便失去了意识昏迷过去 时间回到现在 回忆完一切的聂秀 睁开眼睛看向于哥 是不是查出了什么 于哥说 车子的前轮胎有问题 但是前轮胎 是从我们自己手里出去的 赛车手所用的车辆和配件 都有着严格的出具来源 于哥上上下下查了一个遍 最后竟然只查出了 一个有问题的轮胎 而轮胎 又是出自他们自己本身的手 事故的原因 是因为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点问题 当然就是这么一点点问题 就导致了这样严重的一场车祸 这不该也不能发生这种事情 赛车上发生车祸的事情 比比皆是 但像这样规模 却出了这种事故的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线下查来查去 就只有轮胎有问题 如果真的只是轮胎有问题 他们只能是自认倒霉 于哥的直觉向来是极其准 这一次的意外 肯定是有问题 只是问题在哪里 他们现在还没摸索出来 他的第一直觉就是问题 肯定出在车辆上面 两人一起合作了这么多年 彼此的心思都摸得透透的 有时候他们想事情相差 总是八九不离十 看着于哥又带着怒气 且不甘愿的眼神 聂秀便知道了 他心中在想什么 发生事故的前一瞬间 我察觉到了 车辆的轮胎可能有点问题 聂秀说话的语速并不快 似乎在一边想一边 确定地跟他说 不过我可以跟你肯定 出问题的地方 不在不在车辆的轮胎上 于哥愕然一瞬 可是怎样整辆车 都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聂秀看着于哥问了遍 你确定 你真的有将整辆车 仔细地检查过吗 于哥正愣了下 跟着他们 把所有车辆的配件 前后都检查了一遍 他们是谁 自然是我们车队 话未说完 于哥猛然闭上嘴 聂秀往后依靠说 再去将车重新检查一遍 我现在这个样子 没办法跟着你一起去检查 你找橙子一起 除了你们两个 不要有其他人 将车从头到尾 包括车油都要查一遍 聂秀修长的手指 点了点边上的手机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 没办法跟着你们到现场 但是只要发现 哪里有问题 或者怀疑哪里有问题 都可以拍下来给我 于哥拧眉 难道你是怀疑 我们自己人有问题 聂秀卿笑了一声说 于哥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 我们是最信任彼此的 第477章 谈心 通常我们在想的问题答案 都是相差无几 这件事情 你我都察觉到有异常 但是哪里出异常呢 聂秀看着于哥说 我知道你的用人方针 用之则信之 但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给他信任 他就能给予你相等的回报 我的确是怀疑 我们内部的人手有问题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对了 那辆车到现在有几个人碰过 里面当天比赛时 用过的东西 都还保存着吗 自然是都保存着 没有查出实际的结果之前 不会让人家去动他们 聂秀点点头 要是在你手上吧 放心都在我手上 里面的所有物品 保存着 不会有第二个人 能避开我的手去动它 其实于哥不说而已 如果他对自己人 没有怀疑的话 也不至于这些证据 都要保留在自己的手里 只跟聂秀这边才会讨论 他内心中是矛盾的 一边对自己的人有所怀疑 一边又劝服自己 要相信自己人 但很可惜 这自欺欺人的想法 还是被聂秀给看破了 两人谈开之后 于哥在这边这里坐不住了 越想越觉得 心里头毛毛的 我赶过去看看 聂秀提醒他说 记得带上橙子一起 去或者带上阿琪也可以 不要自己一个人去 于哥点点头说 我知道 你好好休息着 他人刚走 后手夜四就来了 今天感觉状态怎么样 聂秀反射心里 摸了一下眼睛上包着的纱布 忍不住苦笑了声 都成这个样子了 还能感觉怎么样 也就这个样子吧 希望自己能争气点 保住眼睛 有些话 他对着所有人都不敢说 唯独对着夜四才敢开口 关于我眼睛的这个事情 医生那边有什么说法吗 夜四摸了摸没回答 他想到了 聂母在自己面前 言辞恳切地恳求自己 不要将聂秀的病情 说给他听 以免打击到儿子 但是聂秀真要问起来 他又怎么可能瞒得住 见他沉默不言 果不其然 聂秀猜到了原因 不用担心我妈那边 你跟我说我就当做不知道 他淡淡一笑 我总有对自己情况的知情权吧 今天你不跟我说 我总能找到医生再来问的 啊四 你了解我的 我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一个人 夜四只好将他身体现在的情况 全数说给聂秀听 他照搬着医生的原话 在医学界医生说话 从来没有百分之百肯定的数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都存在着许多的变数 面对着聂秀的病情 医生也不敢把话说太死 医生的意思是 可以尽最大的努力 保住聂秀的眼睛 但他们要的 不仅仅是要保住他的眼睛 更是希望聂秀的视力 而不受到影响 为此 俱乐部出资组建了一支医疗团队 他们将在两天之后抵达医院 为聂秀展开一个 全方面的检查和治疗 此时此刻 夜四安慰着好朋友说 不要太担心 你一定很快就可以好起来的 听到这个话 聂秀有些无可奈何地说 别人说这个话安慰我就算了 怎么连你也来说这种话 他叹了一口气说 在别人面前我不敢说 在你面前 我就不顾及那么多了 刚开始得知 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我的确是害怕的 一整个晚上都没能睡着想 想七想八 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想到了自己 还没有拿到多少成就 却因为一场小小的车赛 将自己搞成 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聂秀自嘲地说 空顶的一个天才赛车手的名号 什么重要的奖杯都还没拿到 就这么 狼狈地要成为一个瞎子 说实话 我是真的不甘心 不用猜都知道 现在外面有多少个人在说 说我是不是自视甚高 在最得意的时候翻了车 一个小小的弯道飞出去 还能砸在重伤 叶四对此沉默不语 当天到场的人 还有媒体人目睹了这一切 外面的口注笔伐 肯定不会少的 至于言论会有多难听 这一点 叶四没有特地去了解过 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好听的话 又何必过去那边自讨苦吃 专门去看那些 让人不舒服的言论 跟自己过不去 聂秀又接着问 是不是我的母亲 也看了那些东西 叶四沉吟了下组织语言说 应该是有看过那些言论的 不过我不知道 伯母的心中是什么想法 她没有跟我说过 这方面的东西 只让我不要跟你说起病情 我知道我妈的想法 没少和你埋怨过吧 叶四点点头默认了 你就当做没听到吧 聂秀跟她闲扯着家常 她现在全身上下 哪里都还痛着 动也动不得 做又不能做太长的时间 尤其眼睛的部位又胀又痛 其实当然一整晚不能入睡 之后 我有想过自己从事这一行业 是不是错了 聂秀说着笑了起来 没拿到多少的荣耀 却形成了这副样子 还要麻烦无数的人 她悄悄地看了一眼门外 再继续说 还要害得家里人 为我这样担心 也要害得大家 这样为我奔走 叶四想安慰 她又无从说起 说起来 自己其实有着差不多的心境 无法平静地面对着 线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对于自己的选择 始终有一种负罪感 哪怕她已经证明了自己 这一点上 她不知道聂秀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想法 很快 叶四便有答案了 聂秀接着说出了 让她一想不到的话 我想了一整晚的事情 到了天亮的时候 忽然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悲 这些问题 在我选择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不都想过了吗 这个行业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 如有意外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后来想一想 我这样还算幸运的 有的车手飞出去 直接脊椎都错位了 后半身高位截摊站 都站不起来 当初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说没有感触不是真的 但无知者无畏 发生的时候 所有情绪在一瞬间涌上心头 灰心丧气 恐惧 自责 无助 等等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 就产生了那么多的想法 第一束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我不能这样子 我现在所有的想法 只因为害怕 车赛的确对我身体造成了伤害 幸运的是我没有为此付出生命 我依旧热爱着这份事业 第478章 豁然开朗 只要我还能爬得起来 我想继续开 如果我开不了了 那么我就去考职业执照做教练 我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 聂秀仅有的一只眼睛 目光落到他身上 哪怕我母亲会因此担惊受怕 我的父亲提起自己的事业 既成无人就愁容满面 职业赛车手 在没拿到傲人的成绩之时 仿佛都是黯淡见到不得光的样子 要么就十分出名 要么就十分挣钱 这两样总得有一个的 可是混了这么久 我在圈子里面 也就混了个天才车手的称号 这是圈内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我们这个职业注定的不是全民热衷的 天才也会有陨落的时候 高光时刻不可能永远存在 说实话 得知了自己伤情的第一时间 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 害怕 害怕自己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 害怕同行嘲笑的目光 害怕粉丝失望的目光 害怕那些口注笔伐的人 对我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嘲笑 害怕看到我父亲沉默不语抽烟的背影 害怕我母亲一泪洗面的模样 可是怕又没用 聂秀极少讲这么多话 他转头看夜四 平地走路还有人会摔倒 这份职业就是这样注定的 会有风险的存在 只要不死 拼了命也要重新再爬起来 夜四一震 嘴角站出笑容 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我以为你都要灰心丧气了 没错 这才是我认识的聂秀 会好起来的 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你的眼睛 俱乐部为你组建了一支医疗团队 据说请来的都是眼科医疗的专家 我这边在托我哥问一问 关于眼睛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医学界的态斗 可以请得来 千言万语 聂秀最后只有两个字可以说 谢谢 和聂秀又聊了会儿天 护士过来敲门提醒说 探视的时间到了 病人需要休息 夜四看了下时间从病房离开这个时候 刚好是乐宝下课的时候 如无意外的话 家里的司机应该已经接到他了 这段时间 乐宝一直都是跟大哥待在一起 夜四脑海中计划着司机开车的路线 如果顺路走这条线的话 那么他可以搭个便车一起去大哥的公司坐一坐 夜四电话打了过去 然后下才知道原来司机并没有走这条路 他本想让司机直接送乐宝去大哥的公司 自己再另外搭车过去 司机表示可以反倒过去接他 因为距离和路程都不是很远 来回的话不过是多个十分钟的功夫 夜四答应了下来 停了没多久 又接到大哥的电话 大哥说他那边有公事要忙 将乐宝委托给他照顾 这下两人都去不成了 司机前来接夜四 乐宝在车上等着 从降下来的车窗张望着夜四的身影 医院门口的人流量很多 进进出出 暮色吸血 终于 一个穿着黑色外套 戴着口罩的奇长身影 走进了视野 乐宝靠在车窗上 用力地跟那个人挥着自己的小手 用口型跟他打招呼 在这在这 看见妹妹买一张可爱的小脸 夜四眼睛笑成了两万万怨 等上了车之后 夜四才跟乐宝说 大哥说他今天没空 你今天得跟着我了 怎么办 四哥你又不是不会带小孩 乐宝拍了拍他的背影 安抚地说 跟谁都是一样的啦 安慰得有理有据 还十分地慰藉人心 夜四说 可是因为近几天 家里都没有人回去吃饭 厨师也放假了 我们两个晚上回去的话 可能没饭吃 还是在外面吃完再回去吧 乐宝摸着自己的小肚子说 可是我已经吃了好几天 外面的东西了 哥哥 我想吃家里的饭菜 哥哥好不好吗 我们回去自己动手做 乐宝歪过来抱着他的手臂撒娇 回去自己做 咱们回去自己做 妹妹的撒娇 简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 夜四略带一丝尴尬地说 可是哥哥不会下厨 现在网上有好多学做菜的视频 还有学做菜的软件 我们看着照做不就行了 乐宝真正有词 只要火候掌握得好 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吃的 好有道理 那你先选一下想吃什么 我们一会儿去超市买食材 司机发动车子回头问 去附近的商超好吗 附近的商场就行了 只要好停车 哪里都可以 乐宝这时候才想起来 聂秀哥哥怎么样呀 我都没有进去看一看他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他在病房里面休息着 你去了也见不到 等下次吧 夜四打开手机 寻找乐宝所说的软件 下载的同时 看到系统也推送了几个下厨的软件 干脆一起下载了 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医生都在给他治病 不要担心 这话是说给乐宝听的 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夜四带着一丝抱歉对乐宝说 哥哥那一天忘记问你了 带你去看车赛 结果去 却看到那样的场面 甚至吓坏了 乐宝点点头 看到车子飞出去的样子好可怕 万一车子爆炸人 一般是不会爆炸的 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软件逐个下载完了 夜四打开其中一个 开始搜索家常菜 许许多多个菜谱 连同的视频一起跳了出来 那天的事情是一个意外 对不起乐宝 哥哥当时也吓到了 忘记要保护你 没关系的哥哥 乐宝拍着自己的小胸膛说 我可是没有那么脆弱的哦 主要是受伤的那个哥哥 能好起来就好了 他真的长得好漂亮呀 以这个赛车手的颜值 如果去当明星 必定也要大火一波的 漂亮美男风 如果赛车界也需要营销的话 那聂秀那张脸 无疑是最佳的营销题材 天才美少年赛车手 谁不喜欢这种呢 乐宝接过叶叶四递过来的手机 开始看上面的菜谱 叶四看着自己的妹妹 无意间说了一句 其实聂秀之前也有一个妹妹 知道你 回来之后 他说过好几次想见一见你 其实之前 这样的说话语气很耐人寻味 乐宝带着几分好奇问 可是怎么没有看见 聂秀哥哥的妹妹呢 聂秀说在他小时候 妹妹就因为发烧烧坏了脑子 回到天上去了 第479章 热情的粉丝 如此 乐宝便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聂秀大概也是 很喜欢他妹妹的 所以 在刚看见自己的时候 满眼都是笑意 两人抛开了这个 略显沉重的话题 开始讨论起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家常菜菜谱 也是五花八门 太困难的菜式 对于兄妹二人来说 完全是做不起来 乐宝是典型的小嘴炮 光说不练假把式 夜四也并非一个 彻底的厨房白吃 起码煎煎蛋 烫烫青菜这些 他还是会的 煮一煮泡面什么的 也难不倒他 但是炒菜这方面 他的确不是很行 看完了菜谱 兄妹二人直奔超市去 现在还没到下班高峰期 超市里面并不热闹 车辆很快地找好停车位 兄妹二人一起 往超市走 乐宝小短腿走路比较慢 牵着夜四的手 还要跟上他的脚步 夜四干脆将他抱起来 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一楼的生鲜区 夜四推了辆购物车 将乐宝放到里面 兄妹二人都是 很有实干精神 清楚知道 自己的这一趟目的 要做什么 乐宝指着生鲜区说 走吧哥哥 我们先去买肉 今天晚上 他点的菜单是红烧肉 炒青菜 外加一个清蒸夏 都是一上手艺操作的菜式 没一会儿 兄妹二人便买完 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夜四推着妹妹 去结账的路上 好巧不巧 乐宝又碰见了 一个眼熟的人 持续续同样拉着购物车 在超市里面逛着 身边还有一个 女性朋友作伴 在乐宝还没有看见他时 是持续续身边的朋友 先发现的乐宝 这个朋友就是当天 去日料店 一起吃东西的同事之一 他对夜市兄妹的印象 很是深刻 当下看见乐宝 连忙激动地 拉了拉姐妹的衣服 提醒他 叙叙快看 这不是那个小朋友吗 咦 他身边那个好像是 同事尝试着喊了一声 夜队 兄妹二人 起起转头 往他的方向过来 同事没想到 还真的是那个战队的队长 当即脸上一红 结巴说 好巧啊 竟然在这边碰见你 说着他迅速地翻起包包 夜队 方便跟你要个签名吗 我是你的粉丝 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 去年的比赛现场 我也有去给你加油打气 女人激动到 脸上都红扑扑的 笔 递到他跟前 没有的签 便把自己的衣服外套脱下来 夜四淡定地笑了笑 道谢谢过后接过笔 看着女生白色的衣服 他犹豫了 真要签在衣服上吗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签完之后 这件衣服我就不穿了 我就把它收藏起来 如此便不好拒绝了 夜四给自己的女粉丝 在手臂上起下一个签名 在他们签名的时候 持续续跟乐宝打起招呼 好巧啊 在这里碰见你 他目光下意识地往旁边看了下 没见到那个眼熟的身形 乐宝跟持续续打完招呼之后 看他目光往自己的身后看 一下子便了然了 他指着夜四跟持续续介绍 姐姐这个是我的哥哥 他是我四哥 他叫夜四 边上他的女同事 比乐宝要激动许多 但还是顾虑着自己 在偶像面前的形象 声音压低了许多 却也克制不住打自己内心而发的激动 他介绍了一下夜四身份 以及夜四所从事行业 更是隆重地介绍了 一下他去年在总决赛上面获得的成绩 这由于荣烟的语气 活像一个母亲 在向别人炫耀 自己优秀的儿子般 说的夜四和乐宝两个人 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夜四在粉丝介绍完自己的身份之后 才谦虚地说 过奖了过奖了 没有那么优秀 不 你不要谦虚 你真的是电竞之光 我在这里由衷地助你 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夜四仰起嘴角到了声泻 他们简单聊了几句 最后粉丝小心翼翼地试探问 可以跟你一起合个照吗 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 还要大上几岁的女粉丝 如此虔诚的态度 夜四自己都要觉得不好意思 可以的姐姐 一生姐姐面前的女人脸红心跳 粉丝跟他站到了一起 持续续拿起手机 为二人拍下了照片 他们的架势 惹得超市里面路过的人 不住地往这边看 尤其是一些大爷大妈好奇的眼神 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这几个人在干什么 大家都是出来买东西的 他们这行为太惹人注意了 粉丝也不想太过打扰自己的偶像 看着他们购物车里面 已经装好了东西 已经买完了 要往回走去结账 他便主动告辞说 今天真是打扰你了 希望夜神你接下去 继续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女粉丝激动地跟他握了握拳头 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夜四的确有不少粉丝 但是还是第一次碰见这么激动的 等他走了之后 兄妹二人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松的口气 哥哥 你的粉丝真的好热情啊 夜四小声地跟他说 其实哥哥也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 以前的粉丝 激动归激动 热情归热情 也是一样的签名拍照的流程 但可没有这么隆重地 跟别人介绍过夜四的身份 夜四还是第一次在线下听见 素不相识地喜欢自己的陌生人 用这样骄傲的口吻跟自己说话 回到家中 当庸人过来给他们开门的时候 兄妹俩意识到一个问题 虽然厨师不在家 虽然梁妈也不在 但是家里也有其他庸人在啊 买回来的食材便交给了庸人处理 然后他们在自己亲手下厨座 夜四弄了个平板电脑架在边上 准备实时播放视频 实时学习 用他的话来说 都已经买好 也准备好要做什么菜 虽然家里有人 也不好直接交给人家医了了之 自己动手是不一样的乐趣 乐宝也觉得十分有道理 跟着夜回一起动手做起菜 不过 他可什么都不会 可以用来揍人的小拳头 在面对这些菜市时 颇有些无可下手的无奈 乐宝只能分配到 帮忙把虾子摆盘的任务 一只只虾摆上盘之后 放上蒸锅 阿姨在旁边协助着他们 指导着他们该怎么做 红烧肉也下锅了 香喷喷的味道散发出来 盖上锅盖 把它再焖一会儿 就可以出锅了 而另一边虾也好了 撒上葱花椒上热油 再倒下一点生抽提味 闻见了这些香味乐宝的口水 都要止不住地往下流 第480章 美味上桌 听到店饭包低的一声 他们的晚饭也好了 香碰碰的菜市端上桌 游乐宝在边上全程协助 夜四掌厨 家里阿姨帮忙的一桌晚饭 就这么好了 夜四本以为自己会搞糟这顿晚餐 没想到等成品上桌之后 他这么一看发现 哎 其实还不错 从表面上来看 也是色香味俱全 只是谁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筷子拿在他手上 看着自己手中出品的这些菜式 夜一时间 竟然没有敢立即下筷子 乐宝在旁边积极地催促他说 哥哥你在犹豫什么 你快尝尝呀 是什么味道 夜四善善一笑 这些真的是我做的 有点不太敢尝 万一味道很奇怪怎么办 阿姨在厨房里面收拾东西 听见声音探头出来说了句 四少爷就算你不相信自己的厨艺 也该相信我的技术吧 阿姨指着自己夸赞说 毫不谦虚地说 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家庭主妇来说 不敢说我做的饭菜 是什么上等佳肴 但绝对也是不差的 煮饭不就是这样子吗 开火下油翻炒再下调味就好了 只要煮熟了 味道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再差无非也就是咸得淡了而已 这么说也是很有道理 夜四下筷子加了一筷子红烧肉尝一尝 乐宝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的表情 怎么样哥哥 味道怎么样 吃着吃着 夜四的眉头慢慢地拧了起来 他看向桌上这一盘红彤彤的红烧肉 困惑不解 我们不是已经放了糖了吗 为什么吃起来还有一种苦味 苦味 文言阿姨从厨房里面走出来 盯着桌上的这盘菜 乐宝屁颠屁颠地过去 又拿了一双新筷子递给阿姨 阿姨你来尝尝 一时间两双眼睛同时看向他 乐宝怎么不尝一下 一直叫我们尝 你们先尝一尝 好不好吃我再吃 乐宝理直气壮地说 按道理来说 味道这么香 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劳动者先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 不是应该的吗 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 的确是个道理 阿姨拿起筷子尝了一下 夜四所说发苦的红烧肉 吃了一下他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这肉发苦的原因是因为 糖色炒焦了 所以味道才会有点苦 糖色是什么东西 果然都是厨房小白吃 阿姨指着红烧肉说 糖色就是我们刚开始下油 下糖之后炒出来的那个 简单来说 就是糖炒焦的附着在肉上面 所以现在吃起来会有一次苦味 如果不是很介意的话 还是可以吃的 如果介意的话 我再给你们调一下 不用了 夜四说 只有一点点苦味 其实也还行 接着他回身拿了一双新的筷子 给乐宝 妹妹吃一下是什么味道 如果妹妹觉得还可以的话 那就这样吧 乐宝顺势去加菜 将桌上的每一道菜 都吃了个遍 他对于伙食这块 不是非常挑 有肉有菜 就是最好的 嗯 是有一点点苦啊 不过我可以接受 那就这样了 米饭摆上桌 饮料开起来 夜未离开 看有些发闷的酒席 到外面吸点冷空气 休息休息 想到了 乐宝便一个电话打过去 接通的时候 他们兄妹二人正在吃饭 夜未看着桌上的菜 是有些亚裔 你们回家了 乐宝指着桌上的饭菜 跟他炫耀说 哥哥快看 这是四哥哥做的饭菜 厉害呀 老四什么时候 竟然还学会做饭了 兄妹三人聊了一会儿天 夜未那边有人叫他们 便挂掉了电话 停了一会儿 换成夜四的电话响起来 是夜回打过来的 他现在还在外面出差 不过接到了夜四 委托给他的消息之后 现在他通过老师的关系 联系到了一位国际上 享用名气的眼科专家 接到这通电话之后 夜四便放下了碗筷 走到外面阳台 去接听了 专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很乐意帮忙 大概会在后天的飞机 抵达国内 到时需要夜四帮忙接应一下 夜四自然是高高兴兴地 应了声号 随即又将这个消息 告知给鱼哥和橙子 他们俩人也为此很是高兴 阿秀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他最大的幸运 对此夸赞 夜四只是淡淡一笑说 称不上这么高的荣誉 其实也还好 两个一直都是互帮互助的状态 鱼哥跟夜四叹了口气说 阿秀有没有跟你聊起 这次车祸事件的事情 夜四跟他没有聊多少 关于这件事情的事 怎么 是不是有最新的调查出来了 鱼哥欲言又指 其实我也摸不准这件事情 要不要跟他说 等明天有空的话 大家在一起开个会吧 夜四猜到了一点什么 答应之后随即挂掉了电话 这件事情原本应该是 他们内部自己的事 但能拉得上夜四一起开会 说明有问题 就出在自己人之间 鱼哥拉他们开会 并不是想要他们一起帮忙去做什么 而是他心中有什么事情 无法决策 想多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 回来的时候 乐宝已经吃饱饭 阿姨在楼上收拾他 准备洗澡的衣服 两妈不在 夜中也不在 没人可以管得住乐宝 阿姨喊乐宝先去洗澡 乐宝摸了摸自己的小肚皮说 阿姨我现在刚刚吃饱饭 如果去洗澡的话 可能会吐出来的 那画面太美不敢想象 夜四也觉得有道理 刚吃完饭 不要急着洗澡吧 先休息一下再说 平常乐宝的起居生活 都是由两妈负责 家里的阿姨 没有贴身照顾过乐宝的生活 她也只是按照 娘妈做事的顺序来 听见乐宝说这话 阿姨便道歉说 对不起说我考虑不周了 那你休息一下 再来洗澡吧 然而谁都不知道 这是乐宝的拖延战术 半个小时过去了 阿姨小心翼翼地过来问 乐宝小姐要现在去洗澡吗 乐宝趴在沙发上 拿着遥控不断地换频道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视 屏幕没离开过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饱呢 好吧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阿姨又过来问她 乐宝小姐 乐宝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肚皮朝天 阿姨阿姨 我口号可好想喝果汁 剩下的话还没说 阿姨只好宴回去 去给她倒了杯果汁过来 第481章 直播间的讨论 乐宝赖在沙发上 咕噜咕噜地喝完了一杯果汁 看着喜剧电视乐得哈哈大笑 笑到停不下来 整个客厅里面 都回荡着她愉悦的笑声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眼看着再过一会儿 阿姨就要下班了 阿姨忍不住过来 又再次催了一下乐宝 小朋友你现在消化完了吗 要不要去洗澡 洗完澡之后 就代表她要乖乖上床 回去睡觉了 就算明天没有上学 也不能熬夜 乐宝念念不舍的目光 粘在电视屏幕上 手指扣着抱针的边缘 可是现在电视 正是最好看的时候啊 不用再多说 这次催促也失败 阿姨只好叹了口气说 但是再晚的话 我就要下班了 到时候我下班谁帮你洗呢 乐宝想也不想 指了一下楼上 还有哥哥帮我洗澡啊 而且我一直是自己洗澡的 只有洗头的时候 才需要别人的帮忙 乐宝哄着她 没关系的阿姨 你就尽管下班回去吧 这边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我还有哥哥在这里呢 催不动她 阿姨没办法 只好转头去 交代了一下夜四 夜四这段时间 虽然是放假的状态 她在队里面没有事 但是她跟平台那边也有合约 最少两天也要直播一次的 她现在正在上机直播的时候 选完了人物 现在游戏正在加载中 夜四和直播间的粉丝 先聊了起来 这个时候 家里的阿姨过来跟她说了句 四少爷 小姐还没有洗澡洗头 我现在要下班了 等完点 你可能要帮忙照顾一下她 阿姨并不知道 夜四的麦还开着 于是这句话 所有直播间的人都听到了 夜四微愣了下 随即问阿姨 可是刚刚不就是在催她洗澡吗 她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去 阿姨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小朋友的理由实在太多了 我说不过她没办法 只能你们来了 没关系我来 夜四 下班吧辛苦你了 晚上妹妹就给我照顾就行了 阿姨走了之后 游戏也来到了家在好的见面 这时候直播间的大幕 全是取笑夜四的 说她的队友放假都是去旅游 去沙滩晒着阳光 看穿着比基尼的亮妹 或者到处品尝美食 或者干脆放大假 醉生梦死 作为队长 竟然不仅要回家待妹妹 还得继续在网上直播 也有很多的粉丝 在那边玩梗 在游戏界叱咤风云的夜神 拿完冠军奖杯之后 还要回家给妹妹洗澡 此时已经进入游戏界面的夜四 并没有去看那些直播间的话 她打游戏的时候 专心致志 不喜欢一心二意 今天有个游戏主播 跟她一起连线打游戏 主播那边死亡的时候 切了一下屏幕看直播间 结果就看到了大批粉丝的言论 那一个游戏不笑的不行 一条一条的读给夜四听 夜四听了之后也笑 我也是第一次给小朋友洗澡 不仅如此 今天还是第一次下厨 做了一桌饭菜 说话间她手上动作不停 一套极限技能输出之后 又拿了两个人头 有些粉丝不太明白 叶家的这些家事 好奇地问 夜神妹妹今年多大 应该年纪还不大吧 不然怎么会是第一次给她洗澡 年纪是不大 过完年虚岁四岁 其余的问题 她没有再回答 关于家人方面的问题 夜四很少在网络上 回答这些粉丝的疑问 一方面是想将 公共和私人家庭彻底分开 因为只要她一有什么动静 就有可能会被推上新闻版面 就跟她的三哥一样 到时候 和家人牵连相关的事情 免不了又被媒体 拿出来一番大作特作文章 夜四极其不喜欢这样 不希望自己的私事 被人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讨论 一个会打扰到 自己家人的生活 一个别人也会拿她的家事 跟她的职业来 反复做对比 这方面在她身上 虽然没有先发的例子 但是从她三哥身上的事件 就可以看到这结果了 至今 网上仍有一些不良媒体 拿着三哥的事迹 在各种写小文章 夜四自认为 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没有夜演那么强 要是让自己 碰见那些人所说的话 她定是要较真一番 这一局游戏很快就结束了 离她直播结束的时间 只剩下20分钟左右 这时候再开一局游戏 显然是不够的 今天直播的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随心所为 一方面是为了 给她和战队打名气 一方面是给粉丝的福利 夜四在队伍当中的人气非常高 这种高人气 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直播可以为他们 带来多方面的收益 不包括它本身 还包括了背后所在的俱乐部 以及直播平台 因为不是专业主播 她直播的时候下来都是随意的 很时间到了 也不会聊太多 说下机就下机了 而且直播的过程当中 和粉丝互动不少 还会随机抽取粉丝 一起匹配打游戏 并且夜四的直播间 向来是明明拒绝粉丝 为其刷一些较大的礼物 剩下的20分钟 大家都知道 这是众人瞎砍的时间 聊着聊着 话题不知怎么 又扯到了夜四家人身上 夜四对于自己的家世背景 从来都是不特意隐瞒 但也从不提起的态度 特意隐瞒这些没什么意思 现在的网友神通广大 想拔好像没他们拔不到的东西 聊着聊着 话题又扯到了家人身上 这时直播间就有人跳出来说 夜四的家庭背景 怎么怎么样 倒是没提他们夜市 而是说了 在娱乐圈的夜演 和开公司的夜威 戏称他 就算在电竞圈里面 没拿到冠军 就得回家继承家业 夜四实际上 并不怎么喜欢这种玩笑 看到直播间里面 又有人提起这件事情 不由地半开玩笑般地说 别再说这件事了 哪有那么多家业可以继承 有些老粉知道 他一向不喜欢提起这个话题 便主动将话题 扯开说起别的事情 就在快下播的几分钟时 夜四的房门 忽然间又被敲响了 请进 这回进来的是乐宝 拿着浴巾 拿着洗发露 屁颠屁颠的进来 哥哥 你有没有时间包洗头 小女孩软萌软萌的声音 透过了耳麦 传到了直播间的粉丝耳中 下时间 直播间里面 又有无数粉丝刷屏起来 好奶的声音 妹妹要洗头了 哈哈 世界冠军队长下了波 还得去忙着帮妹妹搓头发 夜神就没有一点 自己的夜生活吗 第482章 实名羡慕 有人反驳着这个粉丝的观点 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有夜生活 我要是有个妹妹 让我帮她洗澡梳头发 开心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觉得这种事情麻烦 你都不知道 家里有个小朋友多可爱 每天回到家里打开门 她要是在家的话 不管手上在干什么 都会先把东西放到一边跑过来 甜甜都叫你的名字 再给你一个拥抱和亲吻 实名羡慕 实名羡慕加一 夜思温生对乐宝说 你等一下哥哥 哥哥这边弄一下 就来帮你洗头 好 夜思这才转头看向电脑屏幕 看见众人七嘴八舌的言论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要提早下播了 不好意思各位 去吧去吧 见夜思卸掉了耳麦 乐宝才不好意思问 哥哥 我是不是打扰了你工作时间了 没有 哥哥本来工作也要结束了 夜思起身接过他手里的东西说 走吧 我们去洗头发 两人一起来到浴室 夜思一边调试着水温 一边问乐宝 阿姨还在的时候要帮你洗澡 你怎么不去洗 乐宝正在那边努力地 将可以躺下洗头发的小浴床拖过来 因为太早洗澡的话 等睡觉的时候 就会觉得身上脏脏的 我就是不想那么早洗澡吗 要是娘妈在家 或者夜仲在家的时候 可不会允许她这样耍赖 夜思不知道妹妹是这样的惯犯 还觉得她说的话还挺有道理的 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自由 对 好了 现在小朋友要乖乖地来这边躺好 乐宝在专门躺着洗头的躺椅上面躺好 花洒里冲出温热的水柱 夜思有些紧张地 一点点浇湿她乌黑浓密的头发 温热的水浇在她的掌心 她觉得这个温度刚好 但不知道小朋友比较娇弱的皮肤 会不会感觉到水温比较烫 她一边帮乐宝充湿头发 一边问 你觉得水温怎么样 有没有刚好 会不会太烫 可以再热一点点 乐宝比起的小拇指 温度再高一点点就舒服了 花洒上面有温控显示器 夜思按了两下 将温度又调高了两度 这时候她才想起什么 一拍自己的脑袋说 忘记给你开个浴霸了 说着关掉花洒 去将浴霸开起来 看着躺在那边的小可爱 夜思抬手比划了一下 两人相差的高度 一直蹲在地上 洗头的同时 也会将她裤子弄得湿答答的 夜思又跑出去 找了个小凳子过来 在旁边坐下 这时乐宝旁边摆着的平板电脑 已经自动地开始播放电影了 夜思看着她这享受的小做派 不由得灰心地笑了起来 乐宝可舒服了 一边享受着哥哥温柔的手法 按摩着头皮 一边看着电影 边笑边不停 出差回来的夜仲到了家里 看到玄关处放着几双鞋子 但却不见孩子们的背影 这个时间点 家里的佣人都已经下班了 夜仲在楼下客厅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应他 想到了现在 应该只有老四跟乐宝在家中 也不知道这两个小家伙 相处得怎么样 老四从来没有带过小孩子 有时候碰见小朋友哭闹 还下了一张脸死白死白的 夜仲上楼去 准备将自己的东西放好 来到二楼的时候 却看见了乐宝房间的门正打开着 灯光从房间映到了走廊上 房间里面隐约有笑声和说话的声音传出来 他有些好奇地往乐宝房间走过去 走进去便听到浴室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 是夜四在说话 他正问着妹妹 还要上护发素吗 乐宝说 护发素是什么东西 小朋友好像没有这个洗发路 他悄悄地走到浴室门边上 看见夜四正在一排架子边 皱着眉头找东西 没有护发素吗 小朋友是不是都洗两遍洗发路就好了 我不知道呀 两妈每次都给我洗两遍就好了 乐宝调皮地伸手捋了一把头发上的泡沫 在夜四过来的时候 毫无预兆的泡沫抹到了他头上 看着自己哥哥满脸愕然的表情 乐宝一脸得逞的小模样哈哈大笑起来 夜中灰心一笑 看着两个孩子相处和谐的画面便走开了 夜四拿自己调皮的妹妹没有办法 帮他冲干净的头上的泡沫之后问 接下来是不是要洗澡 乐宝一脸害羞地捂紧了自己的衣服 强调说 人家洗澡是自己洗了 哥哥你快出去吧 你看我洗澡 我会害羞的 他伸出一双小手 使劲地将夜四往外面推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男孩子是不可以偷看女生洗澡的 知不知道 夜四简直是哭笑不得 你还只是小朋友呢 算不上女生 记得乐宝连连地剁了下小脚 我是我是 夜四不跟他闹了 只催促说 快点快点 现在是冬天了 洗个澡不能默默唧唧这么长时间 不然会感冒的 哥哥你要在外面等我哦 一会儿你还要帮我吹头发 擦香香 夜四不知道 照顾一个小朋友还这么麻烦 既然妹妹都发话了 她便老老实实地在外面等着 浴室里传来乐宝哼哼唧唧地唱歌声 也不知道她在唱什么 同言同语 自娱自乐着 唱的歌还挺有调子 虽然听不清歌词 但是调子还挺耳熟的 夜四听了一会儿 才听出她这是在唱串烧 门前游过一群鸭串烧两只老虎 又串了一些听不懂的 小朋友的快乐真是简单 夜四坐在外面隔一会儿看一下时间 隔一会儿看一下时间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里面的歌谣还在继续着 只不过切换了不同的频道 她只好当起恶人在外面催促 你好了吗 你好了没啊 你快好吗 浴室里面奶里奶气的同声传出 哎呀呀 不要催了 我快好了 真的吗 真的快好了吗 我已经要坐不住了 乐宝只好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好了好了 男孩子要有耐心一点 我这就出来了 夜四暗自偷笑 你说真的的话 我再给你三分钟 不然我就要先走 来了来了 不用三分钟 乐宝话刚说完就穿着浴衣 推开了浴室的门 她顶了一个搞笑的造型 用浴巾包起头发 雷起像个宝塔一样的尖顶 在头上 第483章 女孩子就是麻烦 见状夜四差点笑出来 忍不住伸手碰了碰她头上这个宝塔 你这家伙是怎么办到的 还能把浴巾堆成这个样子 放在头顶上 乐宝还有点小得意 前后晃了两下晃给她看 给你看不会掉哦 不会掉哦 小家伙 怎么傻傻的 夜四帮她将头上的浴巾拆掉 然后手法轻柔地帮乐宝擦起头发 小朋友的头发又软又细 她手法非常的温柔 因为没有擦过 所以动作特别小心翼翼 相比较凉妈的熟练 夜四这动作好比在隔靴搔痒 乐宝忍不住跟她说 哥哥你可以擦得大力一点 不然头发上的水都吸不干 好嘞好嘞 Tony老师只好尽量满足自己 小客人的要求 这个力道行不行 会不会把你头发扯痛 吹风机在哪里 乐宝指了一下吹风机放的位置 夜四过去将吹风机找出来 惊讶你发现 小女孩子用的吹风机 竟然都是可爱的卡通造型 她拿在手上左右看了看 忍不住笑 这个小猪造型的吹风机是哪的 粉红色小猪 这网络上大火的卡通形象 真的被拿来做吹风机了 看了一下吹风机把手这边 还刻印着乐宝的名字 夜乐宝三的字刻在把手上面 这个是三哥帮我买回来的 乐宝说 三哥说 这个可爱的吹风机非常适合我 说着乐宝皱了皱鼻子 虽然他不觉得这个猪头吹风机 跟自己哪里有相匹配的地方 但是用顺手了 还觉得他挺可爱的 夜四忍不住笑着说 的确是很可爱 跟你很相匹配 乐宝都要怀疑四哥 这个话是不是在嘲笑他了 吹风机插上电源 他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夜四修长的手 穿梭在乐宝柔软的头发之间 一边摇着吹风机 一边用手拨他的头发 以前听聂秀讲过他有一个妹妹 那时候他们家的厂子 正在经历了一场生意上的危机 母亲生完他妹妹没多久之后 又投身到了工作当中 帮助自己的丈夫度过那次危机 于是聂秀从小照顾着自己的妹妹 一开始的时候 聂秀还觉得麻烦 后面渐渐照顾出感情了 聂秀跟他描述过自己给妹妹洗澡吹头发 妹妹那可爱的模样 当时听的时候 夜四还不太能理解兄弟的心情 他没有妹妹 但是有个弟弟 其实小时候他也给夜招洗过澡 兄弟二人的年纪相差无几 说他给夜招洗澡 倒不如说他跟夜招一起捣乱 回想着那次兄弟共浴的画面 堪称战场不为过 当时他体会不到聂秀所说的幸福感 现在夜四却能感受到了 他一边调控的温度和角度 一边帮妹妹拨着头发 刚洗完头吹风机热吹这么一吹 整个房间都是洗发水的香味 乐宝把玩着桌上的东西 全然没去管他怎么玩的乐宝头发 终于将头发吹干了 乐宝又递过来一把提醒他 之后还要把头发梳顺 夜四叹了句 女孩子就是麻烦 但还是心甘情愿地接过了梳子 将乐宝一头半长的发 一点点梳顺 梳完了头乐宝又打开擦香香的罐子 推到了夜四跟前说 现在我们可以擦脸了 他一双小手放在腿上 仰起下巴 闭上眼睛 乖乖地等待夜四给他擦脸 夜四沾了一点面霜 然后用自己的大手 将拉宝的脸蛋一通揉搓 多少带了一点个人恶趣味在里面 搓着他的小脸蛋玩得好不开心 乐宝声音都要被他挤碎了 嗯 脸要被你 搓下来了 晚上一整个大工程终于结束了 夜四松口气 洗完澡擦完脸了 你现在该干什么 乐宝穿着拖鞋 先去换了睡衣 然后再回来 跑到自己小床边上 拖掉鞋子往床上一跃 裹着被子在床上滚了个圈 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 现在我要睡觉了 这浩大的工程终于结束了 夜四说 那我把灯关了 晚安 还没结束呢 哥哥 乐宝自己乖乖地躺好 盖好被子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说 你还要给我讲睡前故事 夜四皱起眉头 脸上一个大写的疑惑 讲睡前故事 对呀 爸爸和哥哥们 每个都会给乐宝讲睡前故事的 夜四嘴角一抽 可是我不会讲睡前故事 乐宝立马坐起身 从床头柜里面 拿出了好几本书 我这里有好几本呢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 哥哥你随便挑一本奖都可以 上学时期 当众朗读课文 简直是他的噩梦之一 夜四僵硬的婉拒 可不可以不要讲 乐宝撅起嘴巴跟他撒娇 我要听睡前故事吗 不然我睡不着 好不好呀 哥哥 唉 最后还是坐到了床头的位置 拿起书本 给乐宝讲起的睡前故事 夜四读得并不流畅 磕磕巴巴的 朗诵的感情也不丰富 他都担心自己这样讲的故事 会不会将乐宝越讲越清醒 不过他的担心好像多余了 在他说故事的声音中 乐宝握着他的一只手 并用小脸贴着 就这么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夜四读完了一个篇章的故事 发现这个小家伙 竟然已经睡着了 看着自己被他握在手里的手 夜四尝试着 小心翼翼地往外抽 动了动 小家伙哼起了一声 吓得他没敢再动 又停了一会儿让他抓着睡 夜四索性靠在床头等 等着等着一阵困倦的乏意涌上来 他脑袋不自觉地歪向一边后 又猛然惊醒过来 夜四拍了拍自己的脸形形神 巴掌贴在脸上的时候 才又想起来 自己是在小妹的床边上 也不知道这个声响会不会惊醒他 夜四僵硬地转过头来 好在乐宝毫无知觉 睡得安静甜淡 他轻轻地尝试 将自己的手 从他的手中抽出来 一切顺利 并没有把乐宝给吵醒 做完这些之后 夜四在离开之前 又将被子往上提的提 把这个小东西盖好 连出去的脚步都放得轻轻 关上了房间的灯 轻手轻脚地关好门之后再出去 星号 聂袖的赛车失利事件 果然在赛车圈里面发酵了 那些平常夸他捧他的自媒体人 如今在文章上面 用词可谓是写得十分辛辣 托这些人的福 平常一些本就看不惯聂袖的人 开始兴风作浪 圈子里面 关于这位赛车手的言论 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484章 污名 有人大潮特朝他之前 所谓的天才赛车手头衔 什么重要的奖项都还没拿得到 这个天才赛车手的名号 到底是谁还按他的 笑死的了 说他是未来赛车界之光的人 现在打不打脸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比赛 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失误 简直笑死人 听说他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搞不好眼睛都要瞎掉哦 以后别说是碰赛车了 怕是做正常人的困难 作为看了这么多年赛车比赛的人 也算是半个圈内的人 我觉得我有资格出来讲一句 聂秀这次声势太狂了 谁都知道他最擅长什么 就这一个小小普通的比赛 都要出风通吗 不是说好的是有一赛而已 有必要为了装逼 连这种小错都犯吗 不可否认 他的确是有天赋的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我觉得聂秀极其团队该反思 而我们也该反思 是不是这些年光环大于实力 容易捧起一个人 让他尚未取得里程式的功绩时候 就先飘飘欲燃了 不怎么明亮的灯光下 聂母翻着这一条条刺眼的评论 这是一篇文章底下的人的评论 这个新闻是亲戚发过来给他的 儿子受伤的事情 他并未广而告知 可一些亲戚朋友 却在一些小道消息上面 听到了这件事情 并且发来文章 跟他们试探事情的真相 在聂母看来就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典范 他也不知道该去怎么回应这些亲戚 只是在看见 这些用意不明的文章 和底下人一些评论时 难受得自己偷偷坐在角落掉眼泪 就这么一篇一篇文章刷过去 大部分都在说是 聂秀自己太狂了 说他太飘了 非得秀记给别人看 所以才会在这个弯道上面翻车 聂母越看越难过 出了事情已经够他难受了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心思去想 现在看了这些文章 多少也被写文章的人 和底下一些评论影响了认知 他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坐着 想了许久退出手机界面 起身走向儿子的病房 这时候护士正在分发药物 一边拿药过来 一边跟聂秀对名字 发放好药物之后 护士又仔细地嘱咐聂母说 这个是饭前吃 这个是饭后半个小时吃 时间一定不要弄错了 聂母看了一下 点头答应下来 护士推着小车正要走 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跟聂秀多嘴说了一句 主祝你早点好起来哦 我很喜欢看你的比赛 希望你可以早日重返赛场 聂秀笑了笑 谢谢你的祝福 我一定争气点 聂母在旁边笑不出来 她心事重重 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再度重返赛场 可当下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么静静地在床边坐下 她没话找话说 昨天医生给你检查了一下 说恢复的效果比预计的要好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应该就能进行 眼科的手术了 儿子你紧不紧张 不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 相信医生的技术 聂秀拿过来药包 翻来覆去地看 聂母吞咽了一下 她缓了缓才继续说 我说 要是我的意思是例如 例如手术之后 效果不理想 聂秀定定地看向自己的母亲 她说 就算手术效果最后不理想 我也认了 只要有治愈的机会 就不断地去尝试 聂母避开儿子的目光 晚了一下病边的发 纠结了片刻 她还是说出了心理的想法 儿子 但手术完之后 不管手术结果怎么样 我们以后不要再去开赛车了 好不好 聂秀嘴角的笑容淡了淡 她明白自己母亲 跟自己说这话的意思 是想叫她 以后都不再碰赛车了 她没有正面回绝母亲的要求 而是委婉地说 这件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吧 现在当下的 就是先把眼睛弄好 听到这句话 叶母顿时有点急了 当下先把眼睛弄好的意思 就是以后还要再去开赛车 眼睛弄好了 也不要去开赛车 你知不知道 这个职业真的是太危险了 不知道我们回家 安安分分地发展 家里的生意不好吗 你是不知道 家里现在的生意非常忙 爸爸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但是还是不断地 在跑自己的生意 他这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给你以后一个稳定妥善的保障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自己儿子轻轻地打断 妈妈 当初我选择入这行的时候 跟你说过的话 你还记得吗 聂母像被人点住的穴道 一下子降在原地 你说的那些 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自己所喜欢的事业 当初决定做这个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了 这其中会存在的事情 以及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我今天躺在这里发生这场车祸 以后也有可能还会躺在这里 同样因为车祸进来 聂母说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继续从事这个危险的职业 阿秀啊 我只有你一个孩子了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作为母亲的心情 看到你满脸血样子 妈妈真的是怕急了 她捂着自己的脸 开始哭了起来 我怕你以后就这样 也怕你当时就睁不开眼睛 我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聂秀当下什么都不能对自己的母亲保证 她只能安抚着自己的母亲说 并不是每场的赛车都会发生这种危险 这次只是个意外 她心中十分清楚 如果现在答应了母亲以后不再碰赛车的这种话 那么以后母亲势必会要求她说到做到 只要她现在应承母亲一句 那么以后她想再动赛车的念头 是绝无可能了 母亲会使出一切的手段来阻拦她 聂秀对于自己的母亲万分了解 她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抚母亲说 这次的事情真的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我跟你尽量保证 以后不会再这种意外发生 聂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脱口而出 可我看那些人说的事情不是什么意外 他们说是因为你开车开得太快了 聂秀忽然就不说话了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聂母原本藏在心中无数激动的话 在此刻突然间说不下去 母子二人静静地对视着 网络上的那些风言风语 聂秀其实也看过 第485章 矛盾 没有人可以彻底杜绝外界对自己的影响 尤其是他这种算是个公众人物的人 聂秀看过那些文章 也知道那些文章写的一些措辞 和底下不堪入目的言论 知道那些人对自己所说的话 也知道大家都在评论 他是不是被名誉冲昏了头脑 所以急于炫技才出现了这样的失误 可当下的这些事情 他没办法跟母亲解释太多 聂秀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我知道你在网上看了一些不好的评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那些人说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相信我 他翻出了另外的一些视频 和一些聂母应该没有见过的文章 有些话外人来解释 比他自己说一万句都有用 聂母看过那些文章之后 对儿子的事情有了一些误会 这些误会由他自己本人来解释 可能母亲不一定相信 既然议论纷纷的非议那么多 那么他也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 来武断地决定这些事情的是非对错 这些另外的文章转发给他母亲 网上那些说我因为太狂 所以才会出这场车祸的言论 想必你也看过了 现在这场车祸 其实有另外的隐情我没有说 因为具体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请你相信儿子 我并不是那种 为了想表现自己而不计后果的人 最后一句话打动了聂母 他仔细一想 是的 儿子的确不是那种不顾一切的人 他开车开的这几年 不能说是一点成绩都没拿到 如果没有拿到那些实质成绩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天才赛车手的名号 是从哪里来的 在出现这件事情之前 身边的那些亲戚 可没有一个人 说儿子开赛车不是正事 反倒是因为儿子拿过一些奖 又因为车赛的事情 登上过媒体的页面 当初许多媒体用词 毫不吝啬地夸赞着儿子 他虽然从不去看儿子的比赛 但是这些相关的言论 可是一点都没有错过 而是被人夸奖的荣誉 让他仿佛也跟着脸上有关 他将这些夸赞儿子的文章 转发到了朋友圈 给更多人看 大家都在赞叹 家族里面出了一个特别的优秀人物 可没有人怀疑 这个天才在赛车手的头衔 可再怎么天才也是人 是人就会有出错的时候 聂母还没有看儿子发过来的文章 他脑子里面乱糟糟的 分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 他究竟是因为那些报道 相信了儿子是因为太过狂妄 所以出了这种致命性的错误 从而生气休脑 还是单纯地担心着孩子的身体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着 所谓的赛车比赛 或许两者的原因都有吧 只是连他自己都分不清 哪一个倾向更重 是面子重 还是纯粹的爱重 聂母深吸了口气 平缓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她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说 我的确是看了一些 对你不友好的评论 也被那些评论里面所说的话 给误导了想法 但是儿子 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也是真的真的担心你 真的真的不希望 你再从事这样危险的行业 我明白每个人 都会有热爱的东西 我也不希望自己 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 可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想要的不过是我的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生活 长大 成家生子 圆满地度过这一生 她所说的这些话 让聂秀无法反驳半句 母亲的这些观念有什么错 什么错都没有 她也不过是一个 提心吊胆普通的母亲 看着自己的儿子 在生死边缘走了一圈 好好的一个人 忽然之间可能会成为 半个瞎子的下场 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并且还要面对着 众多人的猜测 和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 可能深夜和丈夫相对的时候 两人都会无言以对地叹息一声 他们经历过失去的滋味 一方面想让自己唯一的孩子 在于一只下安全无虞地长大 一方面又想成就 她的喜好跟梦想 他们也在两者之中挣扎着 所以对她的事业 既是沉默无声的支持 又是沉默无声的抗拒着 既不会去看她的任何一场比赛 又不会错过她的每一个消息 在聂母走之后 聂秀躺在病床之上 陷入了沉思中 突然之间 她发现身上的伤情 已经不是成为她困扰的主要原因了 眼睛能不能好得起来 都变成了次要 父母沉重的期待和感情 压上她心头 一方面是自己喜爱的事业 一方面是他们的期盼和担心 她想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这几年来 这两方面 其实一直都是没有正面冲突过的 原以为一切都可以这样 顺顺利利地下去 可现在这场伤势 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她将未来要面对的事情 更早一步地摊在大家面前 两者之间的矛盾 始终是要面对的 从前她不主动去说这些 而父母从来也不会来跟她讲这些 可现在就不得不面对了 聂秀此时此刻 迷茫又绝望 眼睛还没瞎 却有另一种情绪 比瞎了眼睛 还难受地压在她的心上 她仿佛走到了一个分岔口 事业 俱乐部 同事 粉丝的面孔逐一地在面前闪过 车场上 赛车的引擎轰鸣声 和粉丝的欢呼声 仿佛还在耳畔 同队的队友拍着肩膀鼓励着她 拿到奖杯之后 她跟俱乐部的人一起 狂欢庆祝着 五光十色摇曳的灯光下 俱乐部的boss拍着她的肩膀 满含期望地说 祝我们事业长红 相互合作 跑出更好的成绩 祝我们能在赛道上面 一路飞驰 勇往无惧地向前 他们共同举杯 碰到一起的杯子 液体洒了出来 香槟泼了她一手 灯光在面前摇曳着 她始终不能忘怀 当时的激动和热忱 如果在赛车这条道路上 她始终都没有拿过半点成就 让她就这么退出的话 她兴许还会心甘情愿 回家跟着父亲一起做事业 可别让她尝过 站在顶峰的滋味了 如果就因为这一场意外 要让她从此告别赛车场 等于让她从巅峰直接退赛 甘心吗 肯定是不甘心的 百分之一百无法甘心 可另一边却是家人的担心 是母亲一颗一颗往下掉的泪水 是她恳切的言语 和一句句话中担满的爱 第486章 利益背叛 这又让她如何去拒绝 如何去杀自己母亲的心 聂秀眼前一片挥舞 竟不知自己的前程在哪里 不知自己的未来走向该怎么办 于哥来到病房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他这一副 生无可恋的表情 躺在床上 他拉了一把椅子 过来在床边坐下 怎么了 你这副表情 聂秀转动的眼珠子 看了他一眼 于哥没有注意到 这一眼的眼神 他低头整理着手上的资料 还未开口之前 先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气 直接坐实了聂秀之前 心中的猜想 不过此时此刻的聂秀 茫然又颓丧 封了好几天的调查结果 终于出来了 此时此刻 他却失去了得知真相的欲望 于哥带来的消息很简单 事情比他们所想的 还要复杂一点 问题的确住在 他们的内部人员身上 真正出问题的 并不是那个汽车轮胎 这件事情 也跟对手俱乐部有关系 于哥讲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最开始 他们的确联络到了小K 小K是他们车组的维修人员 不是新来的员工 大家是老熟人了 已经合作了这几年的时间 内部人员叛变的这种事情 发生在新人几率上面很少 很多时候出卖你的 往往是跟你合作多年的伙伴 至于为什么叛变的原因 也在简单不过 说要恩恩怨怨的始末 都逃不开两个字 利益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事情 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贯彻同用 人心意变这种话 放在哪里都合适 在一个团队里面待久了 因为团队的调整 和公司里面的策略 以及内部的一些员工心态问题 员工之间 一滋生不满和矛盾 这都是常有的事情 开始是他们花钱买阿K 想要用钱让阿K 将轮胎替换成假品 聂秀听到这个做法之后 控制不住自己的吃笑了一声 真是天真又愚昧的做法 真出了事情 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 又有哪一个人可以逃得过 除非是做得天衣无缝了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 事情又怎么可能天衣无缝 不说比赛现场有那么多人 不说全程都有视频跟进 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内部自己的人都会觉得奇怪 鱼哥就在第一时间察觉了 第一时间封锁了车辆 按照正常的流程 这辆应该是送回汽车维修厂 去让人检修 正因为察觉到了有异常的存在 所以鱼哥不肯让任何人 去动这辆车 他们想叫阿K换上假轮胎 出了事情之后 在趁着混乱在维修的过程中 将真轮胎无声无息地还回去 这种操作在从前 他们也听说过 为了确定事情做得万无一失 他们会买通多方人员 到时候检修出来的结果 只会有一个 车辆没有异常 不仅如此 如果手段做得更黑一点的话 那么进入了医院的他 可能尿检泄检也会有问题 不过这是相较于 双方实力相差较大 或者说对方手段 实在是阴暗的情况下 会出现的情况 从知道联谊赛的名单之后 鱼哥对他们就没有放下心来过 也是多方面防备 对方在背地里面下黑手 然而千房万房 还是在自己的内部人员里面出了错 此时聂秀才终于来点兴趣 轮胎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想知道阿K是在什么时候动的手脚 鱼哥略有些嘲讽地扯了扯嘴角说 事情的可笑就在这方面 阿K也没有动手脚 小子有贼心没贼胆 接了对方的钱 拿到了假东西之后 又不敢给他换上去 聂秀淡淡地笑了一下说 刚入行的时候 这家伙的确傻 混了这么多年 智商总算提高了一点 听他的语气 仿佛还有夸奖的意思 鱼哥美好气地说 那又怎么样 到底还是被这个蠢货给害了 他拿了假轮胎之后 又不敢将假的换上去 自己也想到了 如果事情发生之后 他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如果他不做的话 拿了人家的钱不干事情 后面也不可能有他的好果子吃 原因是在一个齿轮上面 鱼哥拿出完整的修理记录来 念给聂秀听 他现在不好看这些东西 沾着机油的纸笔记潦草 字体又小又密密麻麻 他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得到 看久了 这种文字版面 变前变天旋递转 事情的前因后果 其实很简单 团队里面负责检修的阿K 拿了对手家的钱 对手的要求只有一个 让他把对手准备的轮胎 替换上去 这个有贼心 没有贼胆的阿K 拿了对方的钱 临上阵时 却又不敢将轮胎放上去 他担心 万一真的发生了 什么严重的事情 自己也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 并且这件事情 只靠他一个人 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 可是说了对方的事情 又不打算做事 横竖都是一个死字 阿K那几天 整个人精神都是恍惚的 整天沉浸于纠结中 挣扎着要不要将这件事情 坦白给团队里面的人 可是他最近在团队里面 待得本就不高兴 因为自己是团队当中的老人了 又在团队里面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 他检修的功力和细心的程度 似乎也只到这里 有时晚上睡晚的酒喝多了 第二天还经常迟到 这种情况一多起来 团队里面难免会有同事 有怨言 就算他是跟着聂秀 一路过来的 在他不够优秀的情况下 一些事情 根本不能成为他保证 自身价值的招牌 团队里面随时都在招心 拼着命的往上爬的人 大有人在 他持着一张为人老实 有踏实肯干的名头 待在团队里面 一些新来的队员 一开始还会尊重他 可随后大家很快发现 这一个所谓的前辈 在团队里面 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甚至后面有一些新来的成员 很快就能超过他的本事 人一多 这个队伍渐渐地壮大起来 就像车子里面有些零件 看起来像是不重要 但却在整体的车辆中经受着 常年累月的挫磨 少又少不掉 价格价格又低廉 替换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阿K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零件 在还没改装的初期 对于聂袖来说 是自己一个不错的存在 可随着聂袖这辆车的升级和改装 自己这一颗不重要 又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零件 渐渐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 随着车队里面 进来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 和新鲜面孔 这一个团队里面重要的人 在不断地出现 第487章 怨恨 从一个前方一线的工作人员 排到了后方 可笑的是 他还是从一开始 跟着车手跟到现在的 同时悲哀的是跟他同期的人 要么出去另谋出路了 要么已经成为车队里面 一把手的存在 比如鱼哥 聂袖现在成为一个优秀车手 而鱼哥也陪伴着他 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经纪人 阿K仿佛还记得 他们几人在月下 把酒言欢的场面 转眼之间 自己就成了这群人当中的最末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他自己没有进步是一回事 别人没有给他机会进步 又是另外一回事 阿K可以觉得 许多事情上面很不公平 没有人生来就是天才 有的人在进步这方面 就是比别人慢一些 既然是从头跟到尾的人 那么多给一些耐心 和一些安慰不好吗 这些话都是阿K跟鱼哥说的 那个看起来腼腆的 又老实的男人 那个跟着他们 从以前奋斗到现在的男人 面孔在那时刻看起来陌生 又显得猙獰 阿K语气激动 拖沫星子都跟着往外蹦 我知道一个队伍要壮大 一个队伍要成长 一个队伍要进步 可我怎么说 也是队伍里面的元老 虽然我们组里面 最重要的人是阿秀 可是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存在 还有怎么可能后顾无忧地 驰骋在他的赛场之上 我从以前跟着他跟到现在 我知道我这个人比较笨 脑子又比较顿 学东西慢 以前用得上我的时候 说我踏实 现在用不上我的时候 嫌我愚钝 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阿K喝了不少的酒 醉醺醺醺的说话 语气中充满了怨恨 我知道我是笨了点 可当初你们不也接受了吗 我也努力在进步 可是呢 自从有新的人机会 进来之后 我这一个笨的人 越发地被别人鄙视 他们不知道 在一个队伍当中的前辈 是要尊重的吗 不管 阿K自己说不下去 团队里面的成员 又不是他的爹妈 没必要供着他 捧着他 就算要供要捧的人 也是涅秀不是他 虞哥不知道说什么 只听着阿K 自己又纷纷地说下去 我也想过 离开你们 去外面更广阔的地方 我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在一个团队里面 被挤兑的位置 都快没有的人 连自尊都快被人家 踩在脚底下了 竟然还舍不得离开这里 我想着 我是跟你们一路奋斗出来的 我跟你们说过我的困境 我没有你们进步的那么快 想问问你们 可不可以等等我 只要你们一句 像当初一样的鼓励 我就会埋头苦干 往死里干 叶四当时也在旁边 听到阿K这些酸楚的心里话 他也不知自己该做如何反应 世道就是这样 前浪拍后浪 一个正在前进的队伍 是不可能因为一个齿轮而停下来 不继续向前的 就年站在最顶峰的聂袖 也有可能不够优秀 而被人家换下去 阿K准备坦白再见的时候 就没给自己留好退路 他干脆将心里的话 一股脑全部都倒了出来 你们能鼓励我一句 或者能安慰我一句都行 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都出息了 每个人都了不起 我对你们来说 等于同一个累赘 按理来说 没人需要对一个累赘 抱有多大的耐心 可是我觉得我是不一样的 当初我们还在起步的时候 无论你多彷徨我都会努力的 鼓励阿秀说没关系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到最前面 接受所有的鲜花和掌声 终于有这么一天了 我们从台下到台前 我们站在最高的位置 接受着荣誉 可是因为太笨的 我却没有办法 跟你们继续并肩站在一起了 我知道我不配 我只是在想 最困难的时候 能有一句来自我伙伴的鼓励 可当时你们跟我说了什么 你们说 想要得到更好的资源 就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 你们说让我不要在原地踏步 要拿出有出息的本事来 你们说新人抢我的资源 那不叫抢 这叫团队位置 更合理的分配和规划 当时阿K说的话很多 鱼哥那时候 为了跟他对证 他说的话 全部用录音录了起来 开始只是为了 从阿K这边取证 以防他出而反而 或者在警方查证的时候 抵赖过去不认 可万万没有想到 会听到阿K说出 这一番的心理话 现在录音正在 聂秀的面前播放着 他沉默着听着 阿K可以在录音里面 带着哭腔说 我以为我们自己人 没想到混来混去 在同一个团队里面 混成默 等到我最后 也只能成为陌生人 什么叫资源 更合理的分配 一边让我进步 一边要把进修的机会 留给别人 一边让我进步 一边让我排到后方 去修那些破车辆 把一线的机会 留给了新进来的人 而这新进来的人 拿着这样的资历 明晃晃地踩着我的尊严 嘲笑我 阿K说了很多很多伤心的话 到了后面 才是他们对峙的环节 原来当时阿K没胆量 轮胎换上车子 每一辆赛车 即将上赛场之前 都会有一番全面的检查 阿K调到后方去 并不只是 是因为他技术没有进步 一个团队的管理员 会最合理地规划 每个人所在的位置 阿K的细心和踏实 让他成为 管理后勤部的人员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之一 前线固然重要 但后方也一样重要 可是这样的道理 阿K不懂 又或者说 其实他们根本不懂 伙伴的想法 甚至于忽略了 团队当中伙伴的想法 没有给阿K一个吐露自己心事的机会 他们忙着轴转于自己的眼前事情 团队壮大之后 事事不再经由他们自己人的手 事情会一层一层分配下来 主心股只有聂袖一个 所有人都着重地在乎聂袖的感受 无法否认 在这一方面 的确也是忽略了一样 在工作中的小伙伴 阿K没有换上假轮胎 他却在检修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车辆的 一个齿轮有问题 这是一个基础的检修过程 只要足够细心 就能发现问题的存在 可是这辆车马上就要被开上赛场了 按理来说 在他之前检修过的人 不该没有发现 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 第488章 英国 可笑的是 之前检修过的人员 正是拿到了一线工作的机会 反过来嘲笑他 这个团队垫脚石的家伙 就那么一个人 竟然没有发现事情问题的存在 那一瞬间 阿K心中升起的许多想法 这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零件 出现了一丝裂痕 这个不重要的零件 在整个车子中 负担者并不是很重要的功能性 即便是出了问题 还能再撑上一阵 对于普通大路上行驶的车辆来说 的确是这样的 可是 这是在高速飞驰的赛车场 这样一个发生问题的齿轮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可能一整圈比赛开下来都安然无恙 可能中途发生一些事故 没人知道 阿K那时候在想什么 一夜过去 这辆车还是出现在了赛场之上 他们并没有收到 有异常的检修报告 这辆涅秀坐了上去 他开着车辆在赛车场上飞驰着 就如同过往一样 在别人的欢呼声中和万众瞩目之下 即将展开他的绝杀技之一 赛车赛车赛的就是一个激情 炫技又怎么样 只要有这个本事 在赛场上拼的不就是双方的技术吗 此时不秀 难道要掖着藏着回到家之后再秀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真的出事了 对手以为是阿K换的轮胎 只有阿K自己知道真正的原因 知道出事之后 他车子连碰都没有敢去碰 来看涅秀的时候 都是一副异常沉默的样子 当时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 没人会注意到他有一样的表情 对手俱乐部前来找上他 阿K将拿到手的钱还给了他们 对方很是诧异 不明白他这样举动的原因 以为他是想向涅秀这边坦白 他是胆小退缩了 不等对方要挟 阿K自己淡淡地说出了原因 那辆车上面我没有动手脚 文言跟他接头的那几个人 很是愕然 随即大家很快地反应过来 戴一丝微妙地表情笑着说 当然得我们都知道 你没有动过车辆 出了车祸关你什么事情 不过是涅秀他自己操作不当 阿K再次跟他们强调了一句 车子我真的没有动过手脚 这件事情我也当做没发生过 钱退还你们 在对方不解的目光之中 阿K结束这场跟他们的交易 虽然他的确什么事情都没做 可他什么都没做 恰恰就是造成这场事故的 真正原因之一 对手也不想管这么多 反正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至于有做还是没做 谁管那么多呢 钱阿K要收便拿走 只是他坚称自己没有动手脚 将钱还回来的事 这也代表了他们 其实也没有对涅秀动过什么手脚 以后真有事也查不到他们头上 抱着这样的想法 这场交易既成功又没有成功 当时没有人关心 他们私底下有这么多的动作 大家目光都聚拢在涅秀受伤的 这件事情上面 谢涅秀听完的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躺在病床上 久久地沉默着 这件事情跟公司里面说了吗 鱼哥摇摇头说 还没跟公司里面的人说 说了这件事情肯定是要报警的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他 鱼哥苦涩地笑了一声 如果交代给公司 公司那边肯定会报警 可就算报警又怎么样 这件事情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一个已然知道的意外 公司那边势必会拿一个替罪羊来撒气 而阿K便是最好的人选 这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算是一个因果之下而产生的矛盾 整件事情的萤火索 早早地就已经出现在他的团队之中了 整件事情不单单是自己内部员工的疏忽 更是关系到了伙伴 兄弟 事业之间的种种矛盾 鱼哥真宁愿这件事情 是阿K收了钱而弄出来的事情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真相 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这次的疏忽没有夺走聂秀的生命 已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要知道 在风驰电车的赛车场上面 一点点小小的疏忽 没有及时发现 都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事故 再大的怨恨 阿K也不应该瞒着这样的事情没有上报 要知道 如果不够幸运的话 聂秀在这里 可能不单单是眼睛出问题 极有可能发生别的意外伤害 甚至一辈子站不起来这种事情 成为一个植物人也有可能 这种行为 是拿了聂秀的一条命去赌 听完了整件事情的前一后果之后 聂秀捂住自己的脸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来 真相的背后 原来还另外有真相 此时 一座叫做感情的大山 重重地压到了他头上 聂秀现在整个人都是茫然无措的 事业伙伴母亲 人一旦跌到谷底 是不是所有的坏事 都会接踵而至 他沉沉地说了一句 让我想想再说吧 星号 此时海市的机场 夜四带着乐宝 一起过来接眼科专家 这位眼科专家在十分有名 是一名华裔 已经是一命二代了 听闻了聂秀的情况 再加上跟夜回的老师是好朋友 所以非常乐意 前来帮这个忙 这个老先生 今年也有五六十岁了 早已经退休 在来这边之前 他是在非洲援助 乐宝和夜四提前到达的机场 他们在机场的咖啡店 等候的专家到来 夜四拿出手机 调出这位专家的照片 他看了又看 生怕自己一会儿 没有把人家认出来 这位专家照片 是一个典型的医生照片 身穿白大褂 挂着听诊器 面容和蔼又富有亲和力 乐宝也跟着看了几遍 不知怎么越看这位 越觉得有点眼熟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 见过这个伯伯 夜四说 我听二哥说 他经常上电视的 指不定在电视上面见过他 难不成是那些老中医会谈节目 乐宝想了想自己都笑出来 飞机即将抵达这座城市 而魏妮也在赶来机场的路上 他的助理拿出行程表说 需不需要将下午的整个行程 都空出来呢 魏妮说 不至于要推掉整个下午的行程 空出两三个小时时间就够了 我叔叔来这里也是有事 最多我们就是明天或者晚上 才有空一起吃饭 好的 那这边先为您预留上 晚上七点至九点的 这一段晚餐时间 魏妮又笑了起来说 其实留了也没用 我叔叔是个医生 他非常的忙 时间也不固定 第489章 接机 听他这么说 小助理露出了苦恼的表情 看着面前的平板电脑 欲言又止 魏总 那我是要留时间还是不留呢 魏妮思考了一下 跟他说 暂时先不留吧 我也有本身的晚餐的空档 到时候再问一问我叔叔的意见 小助理露出了好奇的神情 魏姐 您不是一家子都是在国外吗 怎么最近接二连三的回来了 嗯 准确点说 我们一家子 是在曾爷爷那一辈 就去到国外了 在我爷爷那辈 才算是正式移民 回来嘛 原因有挺多的 你看 我是因为工作回到国内来的 魏妮点了点手机说 我的叔叔是医生 现在已经退休了 正全世界跑呢 他和自己这个小助理 还挺处得来的 不介意跟他说说 这些自己的家事 聊着聊着 机场也快到了 小助理顺嘴说了一句 国外生活长大的人 土风情都不一样 我父亲跟您的叔叔 也是差不多的年纪 但是退休之后 他要在家里带小孩 让他出去玩什么的 他压根觉得没兴趣 有这个闲钱 不如给他孙子多买点东西 魏妮听了这句话之后 只笑笑没有说话 因为他这个叔叔的家庭 有点复杂 结果两次婚 有两个孩子 一个现在跟他不亲 一个多年前就已经下落不明 而现在他之所以 能够无拘无束地到处跑 做无国借医生 正是因为 他身后没有半点拘束 飞机按时地抵达了机场 夜四抱着乐宝 在接机口等候着 乐宝手中拿着一张 欢迎的牌子 上面写着 魏昆叔叔 请看这里 同去的美粉色字体 很是显眼 在一众的人群当中 一眼望过去就能看到 魏昆拎着行李箱 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标语了 他脚步停顿了一下 再接着向这对 年轻的兄妹走过来 乐宝处在高处 眼睛比较尖 他一眼就看到了 那个拉着行李箱的男人 他开心地往魏昆的方向 一直对哥哥说 哥哥你看一下右手方向 我好像见到那个伯伯了 魏昆也看见了 那个招眼的牌子 犹豫了下抬起脚步 朝着他方向走过来 夜四将乐宝放到地上 牵着他大步地 朝那男人走过去 到了跟前 彼此互相打量了下 确定是来自己要见的人 魏昆主动地伸出手 你好 我是魏昆 你好魏医生 我是夜回的弟弟夜四 这是我的妹妹乐宝 双方握了下手 乐宝跟魏昆打招呼 伯伯豪 魏昆脸上扬起笑容 你好小朋友 夜四说 我这边为您订了酒店 您看要先去酒店放一下行李 休息一下吗 魏昆说 直接去医院 把病人比较重要 我想先看一下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三人一边走一边说 之前我已经看过了 你们传过来的 这个病人的所有检查结果 但是有些方便的检查 我想亲自再做一下 走了两步 魏昆突然停住脚步 从口袋中拿出正在响的手机 抬起手来对他们做了个手势 抱歉 我接个电话 魏妮的声音在电话里面响起来的时候 魏昆才想起他忘了什么事情 听着侄女抱怨的声音 魏昆抬手拍了下自己的额头 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叔叔糊涂了 竟然忘记了你要过来叽叽的事情 魏妮打这个电话 本想跟他道歉 因为他们所走的高架桥路段上面 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导致了他们的车辆被堵在了中间 前进不得后退不得 结果没想到叔叔这么说 魏妮就一回过来了 他问 叔叔 你现在人是不是已经离开机场了 你忘记了我要来接机的事情对吗 魏昆揉了把头发 跟干巴巴的笑着解释说 我这不是在飞机上面导时差 所以记不太得有人来接机这件事情吗 我在这边病人的家属也过来接机了 一时搞混掉了 以为就他们过来接机 忘了安妮你也要过来 后面越说声音越低 充满心虚的意味 哼 魏妮故意地跟这个叔叔 耍起小兴子说 亏我还在路上一直自责 怎么选了这么个不好的路段走 延误了接机的时间 没想到你早就有人接了 居然不跟我说 魏昆只好哄着自己的侄女说 我这一路上 除了导时差之外 脑子里面想的 全都是跟病例有关的事情 对不住对不住 你也了解 叔叔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不然这样吧 咱们叔叔两个 也好久没有见面了 不知道魏大小姐 有没有空赏脸 一起吃个晚饭 魏妮带笑的声音回复他说 可以 我晚上七到八点半 这段时间都有空 魏昆看了一下现在的时间 刚到医院之后做完检查 再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怎么样开个会诊 这时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于是他便答应下来 小侄女的要求 行 行 叔叔一定把晚上的时间空出来 跟你一起吃饭 魏昆走过去 讲话的距离并不远 他们都听见了 魏昆说电话的内容 叶斯本还要安排好 晚上请这位医生吃饭的事情 现在听来他另有安排 挂了电话 魏昆走回来才对他们解释说 人老了就是容易糊涂 打电话的是我的小侄女 他现代人也在国内工作说 要来给我接机 结果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乐宝说 那完蛋了 女孩子是最不好哄的 姐姐盛世生气了 魏昆冲他眨眨眼睛 一脸苦恼的表情说 我不是吗 我得贡献出我晚饭的时间 来去跟他赔礼道歉了 这也是婉转地告诉他们 晚饭时间已经有安排了 他们一边往机场外面 走一边闲聊着 魏昆也是一个开朗健谈的人 虽然长了一张黑发黄夫的面孔 但是各彻彻底底在国外长大的人 说话多少带着一点ABC的腔调 上了车之后 他们聊到家庭方面 邀请他过来的是叶回 今天记得是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也姓叶 但要治病的又是另外一个人 魏昆被他们的这众多人数给搞混了 哥哥又是弟弟的 理所当然的也认为 要治病的人 是他们的兄弟其中之一 在车上的时候 他思考了一下跟叶四说 冒昧地问个问题 病人是您的弟弟还是哥哥 开始的时候 叶四和乐宝都没有察觉出来 这个问题哪里不对 叶四回想了一下聂秀的出生年月 从时间上来算的话 他应该算是我的哥哥 第490章 会诊 哦 魏昆点点头 觉得叶四说话的方式有点奇怪 什么叫做从时间上来说呢 魏昆又问 那你家里这边 有没有什么遗传病史 这一点上 我从反馈过来的资料和病史里面 没有见医生有提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这说着兄妹二人才觉得哪里怪怪的 叶四恍然大悟他所问的问题 我们并不是一家人 所以有关于聂秀是否有家族遗传病史的这一块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需要一会儿到医院后 问他的妈妈才知道 魏昆愕然了下 又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 瞧我糊涂了 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 因为邀请过来的人 是我老朋友的关门弟子叶回 他特地交代过 说是他的弟弟过来接机 接病例的时候又说是亲属的病例 所以我才会搞错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魏昆觉得也有必要的 要跟他们说清楚 不然要是被他们认为自己一个医生 连自己要医的病人是谁都不知道 他们在车上聊了一下 才知道原来这一个病人是叶四的朋友 叶四说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赛车手 如果眼睛不能治好的话 等于断送的整个职业生涯 魏昆也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到医院再看一下 没有见到病人的实质情况之前 他对一切事情也不好下判断 每个医生都有每个医生的治疗方式 据说这个病人已经组建了一支团队 在专门为他进行治疗 除了用药方面技术 还是一大问题 所以才会特地请他过来 帮聂秀也看看 一个病人不需要太多的同科医生 每个医生治疗的方案都不一样 主治医生多了 反而容易起冲突 而从退休以后 有走过无数个医疗医院的魏昆 如今渐渐熟练 能跟不同的团队配合 给不同的病人 一道看见光明的希望 到了医院之后 正好碰到今天的医生 刚给聂秀会诊完 魏昆之前 也是S国首都 某著名大医院的知名医生 这几年退休之后 游历各国 他的事迹和他有遇到的一些特殊病例 也常常撰写成文章 发布在权威的医学杂志上面 得知了魏昆来到医院之后 医院相关方面的医生们 全数都出来迎接了 魏昆对这样的场面显然习以为然 简单地客套过后 他们便直奔聂秀的病房 聂秀刚吃完药 他母亲倒给他一杯水 温热的液体顺着喉管一路下去 将嘴里的药味也冲淡了 刚放下杯子 便听到外面有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 杂乱的脚步声到了病房门口 他仅能事物的一只眼睛看过去 看到哗啦啦走进来的一堆医生 其中还有一个变装的男人 从他们走路的队伍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众多穿白大褂的医生 几乎都是以这个变装男人为中心 在往前走 叶四提过他 请了医生过来 涅秀在心中猜测着 这个变装的男人 是不是他所请的医生 方才不久才刚刚检查完 转眼又来了一堆医生 叶母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儿子检查结果有什么问题 所以医生才又都回来了 他脸上显而易见地紧张起来 众人拥促众人魏昆来到病床前 叶母紧张地问 一 医生 是我儿子有什么情况吗 不等魏昆开口 边上的医生主动为他介绍说 太太你不要慌张 不是涅秀有情况 是这位是国际知名的眼科专家 魏昆为医生 他是专门过来给涅秀看病的 文言念母亲松了一口气 吓得他以为儿子是又出了什么情况 所以医生才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 见这些医生对魏昆十分尊敬的样子 再听到他享誉国际的名头 便知道这个医生来头不小 叶四和勒保罗在最后面才进来 病房里面人很多 他俩没事 不好往前挤 这时魏昆正在跟涅秀了解 他现在的情况 并和边上的医生 聊着他们的处理治疗方案 人群当中 偶尔从间隙 面容以及边上涅母紧张的神情 叶四手中牵着勒保说 我们一起到外面等一会儿吧 好 配备了休息室和亲属探访刘志室 里面有柔软的沙发 以及备了茶水点心等灵嘴 兄妹二人在这里坐下刚没多久 有人敲门 两人一起回头看过去 发现是鱼哥跟橙子 他们也是过来看望涅秀的 手里边都还提着买来的一些水果 和奶茶灵嘴等 看见他们兄妹二人 橙子直呼刚好 奶茶买二送二 刚才我还在苦恼 这四杯奶茶要怎么喝 你们在刚好 大家一起分了 四杯奶茶放到桌上 挨个地扎上吸管 第一杯先拿给了乐保 甜甜的东西 要甜甜的小朋友喝第一口 乐保双手捧着奶茶接过去 谢谢姐姐 然后是给叶四给鱼哥 最后才是给他自己 鱼哥心思都放在了隔壁镍秀的身上 里面医生在检查吗 叶四说 先前不是说了委托我哥 找些厉害的医生过来帮忙看看 橙子眼睛一亮问 所以现在医生已经来了是吗 对 请的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眼科专家 原本六成的手术 最少也可以升到八成把握 那太好了 希望阿秀能早日完成手术 早日返回赛场 组里面的小伙伴们 现在天天在想着这个事 都是人心惶惶的 鱼哥冷不丁的接口说了一句 有什么好慌的 大家各有各的事情 哪怕阿秀不在手头上 也还是有工作做 不一样啊 阿秀在我们忙 我们自己组里面的事 阿秀不在 我们就得去忙别人的事情 鱼哥一反常态 在这个时候略显胶着地说 什么叫做别人的事情 我手下管着这么多赛车手 大家都是一架子 话未说完 就接收到了对面 两人诧异的眼神 不外乎其他 只是他的语气 着实太过于尖锐了一些 橙子察觉到了什么 放下手中的奶茶 看着鱼哥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咋了哥 怎么忽然间火气这么大 是不是遇见什么事了 鱼哥抬手揉了揉眉心说 没有 没碰见什么事情 可能最近管理方面 有些松散 让大家想了一些 不该想的事情 橙子不高兴地说 什么叫做 想的不该想的事情 我觉得不对劲的人是你 第491章 困扰 你最近是不是 碰见了什么问题 不能跟我们说 所以情绪这么焦躁 鱼哥再次强调说 我没有碰见 工作比较重的 当然比较焦躁 没碰见件事情 你怎么会这么 橙子不想 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个话题 紧追着问 我刚才就想问了 其实你这一路上 情绪看起来都很不对劲 是不是有什么压力 是有什么心事藏在心里 他两样说重了一样 鱼哥骤然沉默下来的表情 让大家知道了答案 橙子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心情喝奶茶了 你可以坦诚跟我讲 也可以选择不说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保证接下去 我不会再问你了 鱼哥明白 这表面上看来 是对他的放步 实际上是想逼迫他 说出真正的原因 这几天 大家的状态 他都看在眼中 公司里面牵的 至少有十几个车手 而他手里 带着就有三个人 其中最拔尖的人 便是聂袖 出色的聂袖 也就成了他着重上心的对象 除了两人是一开始 一起奋斗到现在的感情 聂袖的能力 也是他对自己资源的保障之一 他在公司里面 所能得到的优待 也是他靠自己的本事赠来的 这一点上 只要是个明白人 自己就能看懂这个道理 但是懂归懂 相处在同条船之上的人 无法做到所有的好处 都往一个人身上倾斜 还能镇定的 没有任何表示 鱼哥自觉得 自己已经做得很差不多了 在培养聂袖的同时 也没有落下手边的 另外两个车手 只要可以比赛的机会 训练的机会 哪怕是新车的机会 他都会努力地 帮手里面的车手争取 只有实力 才能让他们保证自己的地位 不受任何事情的影响 这一点在入行初期 他就告结果手里的车手 两年下来 他所带的人都没让他失望 到底还是鱼哥 自己天真了 聂袖现在一出事 明里暗里的 不知道有多少眼睛 正盯着他们 如果他只是单纯地受伤 或者骨折 那么休养休养这件事情 还能尽快地过去 可是他偏偏伤到了一只眼睛 没有哪个赛车手 是绊的瞎子 公司那边也在施加压力 务必让聂袖 尽早配合治好眼睛 公司里面的同事 和外面的对手 也在明里暗里地 试探聂袖现在的情况 阿K的事情 还没完全解决 组里面 因为聂袖出车祸的事 一些已经排到的比赛 不得不临时换人上 这也等同于 给其他的车手 一个机会证明自己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偏偏组里面 有些人不得安生 现在又另起了些心思 论理来说 这些事情 不该由于哥一个人来处理的 但他又不能完全放手不管 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些事 聂袖忽然之间跟他来了一句 突然不想跑赛车了 眼睛能治好也罢 治跑也罢 就不想跑比赛了 听到这句话的于哥 无疑如遭雷击 他以为聂袖 是被眼睛受伤的事情 给折磨倒了 拼尽全力地 跟聂袖保证 一定会治好他的眼睛 让他不要说出 这种丧气的话 聊了一番之后 于哥才了解到 聂袖说出 不想跑车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他的家里 所以不想再跑赛车了 刚好趁着这次的事情 好了之后就退出赛车界 回家专心致志地 继承家里的事业 于哥无法接受他这个想法 在电话里面 跟他大吵了一架 但这也不算是吵架 只算是他单方面的拒绝 和情绪上的宣泄 聂袖没有像以往一样 跳起来跟他说话 而是一种极其疲惫 又无望的语气问他 其实说真的我不想退出 如果你身处在我处的位置 你又该怎么做 一边是事业 一边是家庭 两边他谁都不想辜负 可身为独子的他 背负着父母的一份期望 这次的事情 在他的父母看来 无论有没有隐情 都是对他家庭敲响的一记警钟 念父念母的聪明之处 就在于 他们不会大吵大闹的 要儿子不许再玩赛车 软刀子最能杀人 他们和聂袖 贪贪一切讲道理 让他选择自己去衡量 究竟是他喜欢的事业更重要 还是家人更重要 大家将话说得很明白 你想玩 也不是不让你玩 想从事这个职业 我们做父母的 现在也让你尝试过了 我们承受得来的 有爱好有天赋 固然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可能会跟生命危险 挂钩上的东西 他们是反对继续进行的 聂袖对此没有一点办法 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之下长大 尤其是父母因为事业 而疏忽了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 又在这疏于照顾的诱因之下 导致的女儿因为一场发烧 失去了生命 在这种失去过孩子的 悲痛前提之下 父母的恳求 让聂袖说不出半句拒绝的话 在发泄完不满之后 于哥和聂袖畅聊了一下他如今的处境 陷于这种情况之中的聂袖 让他着实无言以对 聂袖将自己的情况 明明白白地摊出来给他看 说实话 如果让于哥自己面对上这种情况 他也不知道要该做如何是好 说不定他也会提出退圈的想法 可这一切不该是这样的 大家昨天还蓬勃向上 充满积极的想要克服面前的困难 畅想着更好的未来 可忽然之间 现实推到他们面前来 二选其一不能兼得 于哥想一夜都没能睡好 思来想去 最终跟聂袖谈了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这样 退不退圈那些事情 我们暂时先不提吧 当下主要的问题 是要先将你的眼睛治好了 无论是开赛车 还是日常生活里 自己成为半个瞎子 而且重点在于 聂袖不是自愿想退圈的 受家里的胁迫 来自于家中的压力 而不得不产生这种想法 一切一定还有回转的余地 于哥这么想着 心中虽是这样的想法 可到底也不能当做这件事 聂袖没有说过 如果手术效果不理想 或者恢复的情况不理想 聂袖定然是不可能 重返赛车圈的 可主动与被动是两码事情 因为伤情 而不得不离开赛车圈 固然是一种遗憾 可是因为外力原因 不得不告别赛车圈 这叫他怎么甘心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于哥这么多天都在想 这个转机应该在哪里 可他自己都不确定 即便是手术成功 又该怎么来面对 聂袖这个事业 跟家庭两难的问题 第492章 不是当下的问题 线下橙子在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来一起说一下 于哥想讲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看着他一副万般纠结的神情 橙子已经预感到 他要说的事情 可能不是什么小事 而当下能让于哥 如此敏感又暴躁的事情 除了公司里面的事 除了聂袖 应该就没其他了 橙子大胆地猜测了下 是不是跟阿秀有关系 管他愿不愿意说 事情始终都是要面对的 于哥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说出口了 阿秀最近有没有 找你们聊过天 夜四和橙子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地摇头 是阿秀跟你聊了什么吗 于哥沉沉地开口说 前几天他跟我聊过 想退出去不开赛车了 什么 什么 橙子的反应比夜四剧烈许多 于哥连忙竖起手指 放在嘴边上 示意他们小声些 不要太大声 毕竟就在隔壁 于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也不想这么暴躁的 但这么多天 事情一渐渐地压下来 我实在没忍住 说着他烦躁地揉了一下头 最后阿秀还跟我说了 这么一件事 他说他不想开车了 无论眼睛能治好还是治跑 橙子简直无法消化 自己听到的事情 怎么可能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阿秀这么热爱赛车 赛车简直就跟他的命一样 他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于哥苦笑了一声说 父母横梗在中间 这件事情他也是两难 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更不知道怎么办 夜四说 现在这个地方 不太适合聊这些 等晚点离开医院了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 乐宝坐在边上 安安静静地喝着自己的奶茶 不插口他们的事情半句 这也不是他能插口的事情 他瞅瞅这个 再看看那个 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一个天才赛车手 突然萌生出了 要退赛的想法 家庭和事业能够两全吗 如果是别的事业 那还好说 但如果是聂袖这种情况的话 就比较复杂了 他的事情 现在我们现在说再多 也没办法替他做主 夜四淡淡地说 不管他怎么想的 整件事情 现在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受伤和眼睛的问题 不管是他家里的反对也好 还是他萌生了退圈的想法 现在都不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 虞哥想了这么多天 没想通的事情 在这一刻 听了夜四的话 突然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这几天 他都被聂袖和公司的事情所困扰 从上要想要怎么应对公司 从下要想 怎么安抚聂袖 偏偏此刻手里管着的人 又不是很安分 见聂袖情况有变 一个劲地将为自己 谋得更多的福利 虞哥实在很不忍心 告诉自己手里的车手 有些东西不是你拿走 就能成为你的 有些比赛得拿出自己的 实际成绩和本事才能上 就算你把机会搞到手了 又怎么样 公司这边卡着你 临到了要开赛的时候 评委那边不给你资格进场 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所以聂袖为什么能跑在别人前头 他之所以从能投靠的 就是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公司的偏心和他的帮扶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车手自己本身的问题 虞哥深吸了口气 我觉得你说话有道理 是啊 现在我想这么多 又有什么用呢 他眼睛的问题也还没解决 要先解决这个 再说其他的 魏坤给聂袖重新做了些检查 又和负责聂袖病情的医疗团队 进行了一番会诊 在聂袖重新被推去检查的 这个时间段里 聂袖夫妻二人显得十分紧张 一个沉默地坐在椅子上 静默地身影如同一尊雕像 一个不安地来回走动着 脸上写满了心事重重 这个时刻 虞哥也没有心情再安慰这两口子 因为聂袖而起的烦心事 他不比这两口子少 聂太太走着走着 目光落到了乐宝身上 从儿子受伤的那天起 他就见过这个小女孩了 但是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在儿子身上 无暇多顾及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现在他急需找些事情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以免以免胶着的心情 全放在儿子身上 目光转呀转 无意间就落到了乐宝身上 小朋友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身上穿着浅色的外套 和深色的裤子 头顶上戴着个小帽子 一双眼睛 水汪汪又大又又深 聂太太停住了脚步 忽然跟夜四说了句 这是你妹妹是吧 聂红仙原本沉浸在 自己沉思的情绪当中 文言跟着看过来 这个问题 聂太太上次已经知道答案 她现在再提这个 不过就是想找个理由说话而已 夜四点点头 上次带乐宝一起来的医院 她在背后轻轻地碰了下乐宝 接收到哥哥的暗示 乐宝对着聂太太主动唤了声 阿姨好 聂太太弯了弯嘴角 坐到乐宝身边来抬手 摸了摸她的小脸蛋 她白皙的手指 只轻轻地碰了下乐宝的脸 微凉的指尖 碰到孩子温暖的小脸颊 聂太太吓得连忙收回自己的手 抱歉 阿姨竟然没察觉到 自己的手这么冷 不会冷呀 乐宝伸手抓住她的手 是我的太暖和了 小朋友可爱的小手握着她的手指 聂太太抬眼一看 对上乐宝甜甜的笑脸 阿姨这样有没有觉得暖和 聂太太反捏了捏她的小手手 笑笑说 你好乖呀 跟着哥哥来医院 不害怕吗 不害怕的 我又不过来打针 乐宝反安慰起聂太太来 阿姨也不要紧张 哥哥只是去检查而已 新来的医生伯伯非常厉害的 一定可以帮哥哥治好眼睛 聂太太略显心虚地摸了下自己的脸 我看起来很紧张吗 乐宝一本正经地说 阿姨满脸都写着怎么办 聂红仙都忍不住跟着笑了笑 的确是这样 你满脸都写着 怎么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聂太太称怪地说 你自己不也一样 整个人硬邦邦地坐在那 像个木头人似的 鱼哥适时地开口说 伯父伯母 不然你们先去散散心 我们在这里等就好了 去散散心 我们也没什么好散心的呀 聂太太犹豫了下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我不放心去哪 第493章 散散心 橙子也说 对呀 我看你们在这里都紧张得不行 其实阿秀现在也没什么 这些检查不过是 为了要怎么把手术做得更好而已 你们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 鱼哥也跟着劝说 没什么放不下的 你们要想想 最危险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 现在做的检查 不过是为了提高手术几率 你们在这里担心也没用 我看啊 都已经压抑这么多天了 不如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吧 聂太太看向丈夫 似是在寻求丈夫的意见 聂红先沉思了片刻开口说 我觉得孩子们建议的也没错 我们两个什么忙都帮不上 现在坐在这里也是等 世界名医都已请过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好的结果差的结果 无非就这样 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像他们说的 只是为了提高手术成功率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再一会儿医生出来 少不得还得问上两句 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怎么样 我们心里不是已经有数了吗 聂太太复和弟点点头 你说的也是 其实现在这里 我的心里头啊 焦急得很 像放了块滚烫的石头 在心头滚来滚去的 乐宝这时候站出来说 阿姨 你们可以带我去楼下的小卖部走一趟吗 我觉得客有点渴 我想去买个水果吃 聂太太正想说 水果阿秀那边就有 想了一想 反应过来 这个小朋友 是想引自己到楼下走走放松一下 于是 他便对自己的丈夫伸出手 走吧 不然我们下楼去看看 顺便带着孩子去买点东西 聂红先起身 走吧走吧 让年轻人在这边等着 我们就不跟着操心了 我看上次检查做了半个多小时 今天这个项目应该也是差不多 乐宝主动跑上前 一手一个牵住他们的手 我们去买点东西吧 等会儿 哥哥要是出来了 让我哥哥给你们打电话不就好了 聂红先许久没有牵着这种细嫩又小的手掌 那他宽大的手掌 被乐宝的小手握住时 整个人都跟着僵硬住了 聂太太倒是小心地握紧了他的手 温生说 走吧 乐宝小朋友 叔叔阿姨带你去买好东西 三人的身影逐渐远去 这是鱼哥 才松的口气说 伯父伯母在这里 两个人一副如如临大敌的样子 叫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让他们两个人出去走走是最好不过的 我猜待会儿的话就出来估计 橙子没有将接下来的话说完 大家心中都十分了然了 一会儿等阿秀出来 医生势必要跟家属沟通交流的 等待时间越长 作为家属的心情便越焦急急忐忑 他们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等会儿不要忍不住碎碎念地 开始说起其他的事 来到外面 夫妻二人反而不去想着儿子的事情了 两人手里面牵着一个小家伙 叶太太对于乐宝的好奇还挺多的 失去的女儿一直是她心中的痛 也是夫妻二人心间的痛 他们极少去提起这个话题 也很少去关注别人孩子的事情 在路上看到和她孩子差不多大的小孩时 都会不自觉地转开目光不去看 而现在手里面牵着的小朋友 已经是他们好几年不曾拥有过的感受 叶太太忍不住问着乐宝一些问题 例如问她今年几岁 问她什么月份出生的 问她喜欢吃什么东西等等类似的问题 乐宝一个一个清楚地回答了她 叶太太对于儿子这个朋友的背景 并不是很了解 她以为叶四就是单纯的一个 家世比较好的孩子 哪里知道 她的身后是一个财力通天的叶家 这一点上 叶四从来没有在朋友的父母面前 过多地表示过 她看起来既特别又平凡 有点财力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 但却年纪轻轻地 从事着电竞的行业 父母并没有看不起她那份职业的意思 只是跟自己儿子一样 那个孩子喜欢着电竞职业 让他们觉得有点诧异 并且 叶四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他们也知情 叶四说过自己的哥哥 在这家医院工作 但却没有提到过 这家医院有夜市的股份在里面 所以 叶太太问她爸爸是从事什么的时候 乐宝欢欢乐乐地答了一句 她是做生意的 叶太太不知道 乐宝已经没有了母亲 两个孩子的年纪相差这么大 她当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没意识到什么 顺嘴就问了出来 那乐宝的妈妈在做什么 妈妈 乐宝迟疑了下 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 聂红先忙提醒自己的妻子说 为难小朋友做什么 她才多大 哪里都知道自己的家人在干什么 叶太太还没反应过来 还想跟丈夫说才不是呢 你看这孩子 说话这么机灵 和丈夫对上的视线 才发现她正冲着自己眨眼暗示 于是迟钝的聂太太 这才反应过来 丈夫在暗示她不要问了 聂太太看着乐宝一双清澈透底的眼睛 厚之厚地觉得反应过来并不是这个孩子 不知道母亲在做什么 而是其中大概有什么原因 让这个孩子不敢开口讲 于是聂太太赶忙转移话题 跟她讨论起了当下她这个年纪 孩子喜欢的东西 乐宝兴致勃勃地跟她聊了起来 分享着自己最近喜欢上的小玩意儿 和喜欢看的动画片 孩子总是这么天真无邪 同趣又可爱 一阵风吹过来 将她额头上的碎发吹得遮住了眼睛 不等到把自己有动作 聂太太以抬手帮她轻轻地将刘海拨到一边去 我们先停一下 阿姨帮你把帽子调整一下 于是乐宝站定脚步停在原地没动 聂太太蹲下身来帮她将帽子摘了下来 将帽子底下那把的头发 扎着两个漂亮的小辫子 就是怕帽子将头发蹭得乱七八糟 聂太太小心地帮她调整了一下发型 然后再将帽子帮她戴回去 凝视着小女孩的脸蛋 聂太太忽然有些正神 她手指无意识地扶上了乐宝的脸 喃喃地说了句 其实阿姨家里也有个小朋友 她小时候戴帽子最好看了 跟你一样 脸蛋圆嘟嘟的 又白又粉 乐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可不会傻到这个时候还问一句 那人现在在哪 边上的聂红先听到妻子提到已逝的女儿 脸色微暗 第494章 碎碎念 两人短暂地伤感过后 带着乐宝继续向超市的方向进发 医院内有个小超市 但里面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和食物饮料外 没有什么东西 水果贵且品质一般 踩过一次雷后 聂太太便不会再往那边走了 聂红先本还想带着乐宝往那边拐 聂太太换住了她 别过去啊 这家超市里面的东西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聂红先由玉地停下脚步 不让她站在这里考虑太多 聂太太拽着人就走 不用站了 这里面的东西说实话 我是真的一个都看不上眼 在里面待上一整天 我买不下手 聂太太殷勤地拉着丈夫和乐宝 一起往医院外面走 聂红先犹豫地问 我们要是走太远的话 一会儿阿秀检查完出来找家属 可怎么办 原先担心的不行的是聂太太 现在最放松的人也是她 聂太太说 还能怎么办 那边又不是没有人等着 孩子们都在呢 把事情交给他们 说着聂太太抬手俯了下心口 微微叹口气说 说实话待在那等结果 这段时间实在是把我给折磨坏了 手术 检查 手术 复查 这日子好像没个头 说好吧 一直都是这样子 说不好吧 但孩子的确有进展 聂太太摇了摇头说 我不想再待在那里 听医生跟我说那些专业术语 我希望等我回来 医生她能直接告诉我 阿秀的眼睛 到底能不能过恢复视力就好了 聂红先听了妻子的这番感言 也忍不住叹气 你当这是在休气车 哪里有问题 换个零件就能好吗 受伤这种事情 肯定是要慢慢来的 先前医生也说了 是因为有淤血压倒了视觉神经 所以导致阿秀的眼睛这样 并且因为压迫到的位置极其刁钻 想要溶解这个血块 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存在着一定的手术风险 所以这才让医院里面的医生们 感到头突 因为这个病人是赛车手 病人本身包括家属 包括他身边的那些人 一致的要求 不仅仅是要清除压迫神经的血块 更是要保住他的视力 最重要的是后面那点 视力不能受到影响 最大程度用最好的方案 去治疗和手术 这给了医生们莫大的压力 手术这种东西 是一定有损伤存在的 且每个病人的情况 都不能一概而论 最大程度上的保住 涅秀的视力 财力他们可以出 但这个病例的情况 真的有点超出医院医生的水平 这家医院的眼科 可以说是高水准的水平 涅秀又是综合情况的伤情 并合着其他的外伤 开始的时候并不合适转院 后面查到有些医院的眼科水平 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但只为了个眼睛冒着风险 跑到别的城市也不值当 如果去不了 就将专家请过来 涅宏先心中 非常感谢儿子的公司 以及他这些朋友们 如果没有他们 涅秀的治疗病程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但这话他可不敢跟妻子说 毕竟妻子现在 对于儿子开赛车的事情 非常敏感 他不仅个儿子明确地反对过了 也跟自己是商量着 要一起劝儿子等好了之后 不准再去从事赛车这个职业 说实话 涅宏先心中 对于儿子的这份事业 还是支持的 毕竟赛车虽然有点风险 但也不是每次都是这么可怕 这话可不能让孩子妈听到 否则非跟她闹起来 涅太太称怪地说 你说的这些我也懂 是你没明白 我的话我的意思 这个话题再谈下去 就很危险了 涅宏先熟忍的率先张口认错 转开话头 对对对 其实做父母的我们二人 主要是心里这个砍过不去 虽然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但还是想着能再更好点 毕竟儿子是亲生的 对 涅太太点头叹气 主要是看着孩子在那受罪 心里面不好受 折腾来折腾去的 但我们又不能说 得尽力配合着医生 否则要量了人家医生的心 完了又开始说起涅秀 主要也是阿秀这个孩子 他从小到大 就是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都怪我们小说没好好待 闹到现在长大了 有心事 他也自己担着 不肯跟我们说 涅宏先显然已经习惯了 跟妻子的对话 听到涅太太略显啰嗦地唠叨 他不时地点头应付着 低头看向见乐宝正偷偷看自己的眼神 涅宏先朝他眨眨眼睛 乐宝同样会以眨眼睛的方式偷笑 走了段路 涅太太的话题终于从儿子身上结束 冷不丁地问了句丈夫 你对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想法 涅宏先顿了下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进去 他面上倒是显得深沉 沉思了会才说 你讲的也都是实际情况 不过具体怎么样 还是得到时候再说 我知道你所做所想 一切也都是为了我们孩子好 乐宝不由地在心中 暗暗地对这个男人竖起佩服的大拇指 他可以肯定 涅宏先刚才对他老婆的话 是左耳右耳出 根本没有怎么认真听的 但现在让他总结 他又一副头头是道的模样 果不其然 这样的答案让涅太太很是满意 我也觉得 事情该跟你好好商量 再做决定才是 涅宏先 是的是的 哎 前面的小商超到了 乐宝你有没有看到 哇 快走吧快走吧 成功地转移了话题 乐宝脑海中 却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 从他听鱼哥说的话的意思来听 是涅秀家中都反对他 继续在从事赛车这个事业 但从现在涅家的夫妻二人态度上来看 反对这件事情的 应该仅是涅太太 又或者说 在这样一个家庭遭逢变故 唯一的儿子受伤的情况下 作为母亲的涅太太 对儿子担惊受怕 涅父为了让妻子的情绪能保持稳定 且为了能让妻子安心下来 所以这是老婆说的所有的话 她都是无条件附和 乐宝心中猜测着 涅父兴许并不反对涅秀继续开赛车 不过这些也仅仅是她的猜测而已 具体情况怎么样还不得而知 到了超市门口 医院边上还有一片商业住在区 因此面前这个所谓的小商超规模 是绝对算不上小的 超市门口热热闹闹 穿着熊猫玩偶套装的人手里 拿着印着广告的小气球 正在路边挨个发给路人 看到这个玩偶 涅太太比乐宝还要感兴趣 她指着熊猫问乐宝 宝宝你要不要气球 第495章 比孩子还感兴趣 熊猫人听觉很是敏锐 在这嘈杂的环境当中 竟然还能捕捉到涅太太的话 只见这个笨拙的熊猫人 侧身歪头朝他们看过来 紧跟着攥着手里一把小气球 迈着可爱的步伐 来到他们三人跟前 熊猫人在乐宝面前弯下腰来 晃动着手里面的一把五颜六色小气球 示意她拿一个 这是一家儿童摄影工作室做的广告 气球上面有公司的名字和简介 以及联系方式 整个气球不是常见的七彩色彩之一 而是用亮色的色调做成的球 并且气球里面还带着小球 或者是小玩具 有的宛如星空球一般 里面布满晶晶亮的彩色碎片 并且还有个可爱的玩偶在里面 乐宝想起了 爸爸给自己买的那一束兔子玩偶花束 现在还在的她的房间里面 聂太太看到这把气球 不由地赞叹了句 做得可真是漂亮 请问是需要购买还是送的呢 聂红仙小声地说了句 上面印着广告呢 肯定是赠送的 熊猫人连连点头 并冲着他们比了个大拇指 乐宝看着他手里的这一束气球眼花缭乱 聂太太比他更茫然 我们拿一个吧乐宝 得到他点头答应后 聂太太目光才在气球当中搜罗起来 都好可爱 好漂亮啊 你说我们要哪个 聂红仙有些好笑又有些无奈 这是小朋友要的 你不让小朋友挑自己在这边选 哪里知道他想要哪个 聂太太便将征求的目光放到了乐宝身上 乐宝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小气球 熊猫人也示意地将手里的气球 竖往他面前推 乐宝说 我随便都可以 因为都很可爱 到底还是聂太太坐了住 她拿个里面有小玩偶的气球 笑咪咪地跟熊猫人倒了血 熊猫人摆摆手 又拿出一叠广告纸给他们 东西都拿了人家的了 总不能还拒绝看人家的广告 聂红仙接过广告纸说了声谢谢 聂太太高高兴兴地将气球拿给乐宝 小朋友一般都好喜欢这种小玩意儿 乐宝你喜不喜欢 聂红仙依然不忘调侃一句自己的老婆 我倒是觉得你比孩子还喜欢这些东西 很可爱啊 乐宝接过聂太太手里的气球 我很喜欢 进了超市 今天刚好超市里面在办活动十分热闹 到处都是人 进来之后聂太太就后悔了 哎呀 早知道我们去另外一间了 这里人是实在太多了 聂红仙护着他们两个 小心翼翼地在人群里面挤着 她诞声说 出来买点东西而已 走太远做什么 又不是去逛街 人真的太多了 退车都是车几车 乐宝在两个大人之间艰难地行走着 他人矮一看过去全是腿 底下的空气也不好 充斥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味道 要不我们不买了吧 到外面走走就好了 聂太太却不肯了 来都来了 怎么也得逛逛 我记得家超市的甜品区 有个黑森林蛋糕很好吃 我买个给宝宝你尝尝 聂红仙好笑又无奈 你不是过来陪儿子住院的吗 弄得好像 聂太太瞪了丈夫一眼 后面的话聂红仙自动自发地咽了回去 乐宝实在走不了了 冲了这对夫妻二人伸出自己的小手 要抱 都是腿 乐宝走在地上好难受啊 空气不好 这时候迟钝的夫妻二人才意识到 一个小朋友挤在他们中间走路有多难受 聂太太忙道歉 对不起啊宝宝 我忘记了你个子这么矮 聂红仙弯下腰来将乐宝从地上抱起身 他展目看过去 见大家带孩子的 要么将孩子放在购物车中 要么将孩子抱在自己的怀中 比较大的那种 就让他跟着自己走 也是 人这么多 万一孩子挤丢了都不知道 聂红仙善善地笑说 太久没带孩子了 都忘记要怎么带了 乐宝抱着他的脖子 一脸认真 从现在开始重新学习就好了 聂太太跟着笑 对对对 他们终于挤到了甜品区这边 好在这里的人流量 不像刚才的地方那么多 甜品区不仅有小蛋糕 还有手工DIY的巧克力活动报名 一间透明的活动室中 一排的桌子排开 里面许多个穿着 厨师服厨师帽的小朋友 正在家长或者工作人员的 带领之下 玩巧克力DIY 怪不得今天的人流量这么多 聂太太说 原来是里外都在做活动啊 空气中漂浮着 奶油和甜品的香甜气息 看着自己老婆 孕孕欲试的模样 聂红仙有些无奈 她的妻子仿佛忘记了 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这时 眼尖的工作人员 立即锁定了这一家三口 带着小话筒 热烈地跟他们招着手说 这一家的爸爸妈妈 你们可以带宝宝过来看看啊 手工巧克力DIY报名 一人60块 全家一起体验 聂太太张望着 什么是手工DIY 工作人员立即主动上前来 将手里的宣传单给她看 您了解一下 就是自己左手工巧克力 各种口味的都有 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聂太太转头看向自己的丈夫 眼睛发亮 你记不记得 阿秀喜欢吃巧克力 聂红仙抱着乐宝没有手 如果此时此刻 她有多余的手 定然是抬起来 揉揉自己的额头 亲爱的 你忘记我们的儿子 还在做检查吗 聂太太早料到 她会说这个话 直接拿出手机 向他们二人展示了下聊天见面 只见是和鱼哥聊天见面 从他们刚才出来到现在 其实聂母压根 就没有完全放弃 对儿子那边的关注 不时地问上一句 聂秀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医生怎么说 还要怎么说 果不其然 女人心海底针 嘴巴上说着 不想在现场等了 不想让自己这么着急 结果出来还是一个样 同样也放不下心来 最后一条聊天记录是这样 聂太太问于哥检查结束了吗 于哥说已经结束了 但是结果要等会儿才出来 并且医生们要进行新一轮的会诊 估计没有一小时 没法结束这个事 得到了准确的回复之后 聂太太这才想在外面继续拖延时间 乐宝当起中间人 何事老 走吧走吧 那我们一起做个巧克力 等回去送给阿秀哥哥 第496章 口是心非的女人 她举起自己的小手说 等会儿见到了聂秀哥哥 就这样给她看 登登登 来自爸爸妈妈亲手做的惊喜礼物 边上的促销人员跟着笑咪咪的点头 对呀对呀 来自爸爸妈妈亲手做给孩子喜欢的礼物 是非常有意义的哦 聂太太指着上面的时间说 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时 然后刚刚好带着礼品回去看阿秀 边上促销员跟着猛点头 马屁精士的夸赞说 对的对的 太太真是一个懂得规划时间的人 如果你有时间 需要等上这么一个小时的闲控 那么不如参与到我们这活动中来 一人60块 包含了三分材料费和包装费哦 不仅仅是非常非常划得来的一件事情 更是能促进亲子感情的温情活动 参与到小朋友的世界当中 体验手工的乐趣 后面她巴拉巴拉说什么 已经没人听了 只要聂太太拍案定板了 聂红仙只有听从的份 老婆一声令下 聂红仙只能乖乖地交了钱 和他们一起进去 换了鞋子 穿上他们提供的厨师服厨师帽 外加一个透明的口罩 乐宝还没玩过这种巧克力DIY的游戏 每个人分到手的都有一包材料 里面装着原料和巧克力DIY的工具 工具包到手之后 边上还有电视播放说明 以及老师在边上指导步骤和程序 他们一组一组地分 六个家庭一组开始新的DIY 乐宝闻着空气中香甜的气息 感觉整个人都要跟着飘飘欲燃了 果然甜品就是能治愈人的心神 他可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前面老师在说 如何进行这场DIY手工游戏 面前的电视屏幕上 也在同步播放的流程 乐宝听课的同时 好奇地左张右望 看着自己边上的小朋友 已经按捺不住 乘着大家在听老师讲解 自己偷偷拆开了材料包 然后拿出其中的巧克力原料看了看 乐宝心想 咬下去呀 吃一口看看是什么味道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他的心声 这个小朋友 瞅了瞅手里的巧克力 再瞅瞅讲课的老师 再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视线回到自己手中的巧克力中 咽了下口水 仿佛察觉到了乐宝注视的目光 他抬头看过来 正准备张开的嘴 也就这么定在了原地 乐宝朝他识眼色 吃啊吃啊 啃一口看看是什么味道的 小男孩受到他眼神的鼓励 又做贼似的偷偷看了眼周围 然后低头在自己的原材料啃了一口 这一口啃下去 男孩的表情仿佛都愣住了 乐宝看着他傻傻的样子 十分怀疑这家伙是吃了什么神仙玉露 所以露出这样震惊的表情来 紧跟着男孩皱起眉头回味了下 像是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般 低头又啃了口 有第二口就有第三口 第四口 乐宝张了张嘴 想阻止都来不及 眼看着男孩子用飞快的速度 将手里的那块原材料巧克力给吃掉了 还吃得一嘴糊糊的 活像只偷游的小老鼠 吃完之后 小男孩一抹嘴巴 打个阁看着乐宝说 好吃 这声好吃引起了边上几个家长的注意 男孩父母低头一看才发现 儿子竟然把自己的那块DIY包原材料给吃了 母亲发出一声不可置信的惊呼 低头拿过儿子的小手 看他手心的残渣 他的爸爸也是惊讶不已 你竟然吃掉了 小男孩看着就四五岁上下 还满脸傻傻哈憨的 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他看着手心里面融化的巧克力痕迹 一脸认真的跟自己的父母解释说 爸爸妈妈 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哦 有点甜甜脆脆 还有点苦苦的很好吃 这对父母哭笑不得 宝贝 我们还要用来做DIY呢 你现在就吃了 我们拿什么做巧克力 边上的家长也都被逗笑了 看着男孩可爱的模样 大家都忍君不禁 小男孩一脸正经的说 反正做成别的口味的巧克力 也是要吃的 原味也是要吃的 我把这个原味巧克力吃下去之后 再把其他东西都一起吃下去 他拍了拍肚皮说 这样的话 他们就在我肚子里面汇合了呀 不也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口味了 虽然嘴巴没有吃到味道 但是肚子吃到了呀 神他妈逻辑鬼才 乐宝都不禁佩服起这个家伙 小家伙的同言同语 也惹得边上众人又是一番大笑 笑着笑着 聂太太忽然发现 小男孩的父母看着而有些眼熟 他碰了碰聂红仙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眼熟 聂红仙茫然的视线 在场上到处看着 每个女孩子 则 看哪呢 聂太太不高兴地掐了下丈夫 我说的是这个小男孩的母亲 你仔细看她 好像以前给我们阿秀补习过的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 聂红仙没什么印象 茫然地看着这对年轻的小夫妻看了会儿 实在想不起来 聂太太是不指望她了 自己瞧着的确觉得像 但又不敢贸然开口叫唤人家 这边老师的正式课程还没开始 已经有小朋友将原材料给吃了 并且还说出了这番有理有据的话 勾得在场的其他小朋友 也都是满脸孕育式的表情 这哪还得了 孩子们好奇心都非常的强 看着别人吃了 他们估计也想模仿一下 有的前面觉得好玩 但是听老师讲课 怎么去做就觉得没兴趣了 原本看着手中的东西就是馋的不行 现在有人开了先例 其他人自然也是想跟着尝尝的 一个人吃了 其他人势必多少也想跟着模仿跟风 要是这样 DIY课就不用上了 另外 如果一味地阻拦小朋友的话 怕是还没拦成功 这边的孩子 都要一个接一个地哭起来了 老师当即走到外面 跟工作人员沟通了下 聂太太满脸不理解地 看着忽然走出去的老师 再看看自己面前的这堆东西 我怎么觉得 是交钱进来上课的 你说这玩意儿到底要怎么弄 他不交出去干什么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聂红先说 小朋友都不急呢 乐宝又到了出马的时候 等老师回来应该就开始了 边上的小男孩撑着桌子 一直试图了 看向乐宝这边来 小脚在地上一点一点 他的母亲忍不住呵斥孩子 小宁 你站要站好 这样是做什么 等混摔倒了 可有你好看的 第497章 教育 男孩子小手一直乐宝的方向 妈咪 我想跟那个小朋友一起玩 双方家长的视线一碰上 男孩的母亲看着这对夫妻 脸上慢慢地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想喊名字 但似乎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对方叫什么的尴尬 聂太太其实也想不起来 这个母亲叫什么名字了 她是自己当时儿子 还读初中的时候 请过这个女孩子 来给儿子补习作业 当时她还是个大的学生 没想到 转眼孩子就这么大了 聂太太虽然想不起来 具体的名字了 但还是带着笑容 主动地跟她打招呼 我刚才看你就觉得像认识 没想到真的是熟人 小您的母亲又惊又喜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您 聂秀还好吗 想到了自己学生的名字 自然也记得了 这对夫妻该怎么称呼 好久不见了聂先生 聂太太 随着她的呼唤 聂太太也想起来 这个女孩子名字叫什么 林小姐 真的好久不见了 随即双方热络地聊了起来 聊到关于过去 关于孩子的话题 不免就问起面前的乐宝 林河跟丈夫 介绍了面前的这对夫妻 又跟他们介绍了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聂家有个早妖的女儿 这件事情 林河当时略有耳闻 但她面前乐宝的年纪 也不像是聂秀生的 出来的样子 她前不久才在新闻上面 看见过关于聂秀的消息 记得好像是 要出去打比赛的那种 当时她还跟丈夫炫耀过 这个知名的赛车手 是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 林河试探地问 这是阿秀的妹妹吗 好可爱呀 这个问题其实冷目两可 是亲妹妹也是妹妹 不是亲妹妹也是妹妹的意思 聂太太看了眼自己先生 不知道要不要反驳这个话 聂红仙倒是顺着 林河的话笑了笑说 对 是阿秀的小妹妹 只这样回答而已 林河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是不是他们的孩子这种话 让聂氏夫妻二人 微微地松了口气 小男孩主动地 跑到乐宝跟前打招呼 你好小妹妹 我是你的小宁哥哥 上来自爆家门 倒是没什么 可没见过 见面就自称 自己是人家哥哥的 小宁这番举动 又将大家给惹笑了 乐宝主动地伸出小手 跟这个家伙打招呼 你好 我是乐宝 这时老师又回来了 跟着一起回来的 还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个框子 里面装着各式各样 包装好的巧克力 老师站在台上说 为了让小朋友们 能更好地先体验到 DIY巧克力口味的快乐 现在分发一些DIY成品巧克力 给小朋友们尝尝鲜 这番举动 引起了厂商父母的热烈鼓掌 不得不承认 商家十分会做事 不仅安抚了孩子们 更是给了家长们一个小甜头吃 工作人员轮着过来 每个家庭按人口分下去 一人到手一个口味 不一样的巧克力 有草莓味的 有棒棒糖式的 有坚果有水果味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 先拆开尝了下 小宁也跟着尝了下 这一场 表情瞬间又凝固了 乐宝拿到手里的是 酸酸甜甜的富盆子巧克力 他很喜欢这个味道 抬头一看 小宁又是那副沉重的表情 他忍不住问 怎么了 是你的那个味道不好吗 细经小宁再度上线 他杂巴杂巴了下嘴 不是难吃 是太好吃了吧 小宁又变成了活体广告 林河和丈夫 都忍不住笑话自己的儿子 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 现在你觉得好吃 但是原材料都给你吃了 你怎么办 小宁的目光 投向了自己父母的那一份 眨巴眨巴了下眼睛 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想说的话 都已经尽数表现在脸上了 林河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儿子的要求 不行 你的东西是你的 我的东西是我的 是你自己破坏规矩在先 不可能把我的或者爸爸 这份补贴给你 小家伙露出了 可怜兮兮的表情 可是我是你们的儿子 他爸爸淡定地说 你是我们的儿子没错 但是你做你的选择 我们做我们的事情 你犯错了 我们可以帮你指出来 但是不可能永远帮着你 林河小声地教育着儿子 他们之间的距离十分近 林河教育儿子说的话 这边聂红仙夫妻二人 也听得见 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说过规则了 你说想进来这边玩巧克力 我们答应了 开始了的时候 老师分发东西下来 里面东西做什么用的你 自己也知道 前提都了解了是不是 小宁点点头 听着母亲继续说 讲课的时候 你自己不认真听 反而对着里面的 这个巧克力下手了 现在知道了 其他东西更像 可是属于你那份 已经被吃了 爸爸妈妈 不可能将自己这个拿给你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底线 我的对你的底线 就是自己事情自己单 你可以看着我们做 也可自己出钱再买一份 小宁的反应 很是干脆 双手在口袋里面一捞 空荡荡地给他父母看 可是我没钱啊 没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回去之后要还给我 小宁的爸爸 在边上语气显显 当然你也有第二个选择 就乖乖地站在旁边 看着我们做 如果我们心情好的好 还可以分享一两个给你吃 破坏了规则的人 就要承受破坏规则的代价 饿宝觉得这对夫妻的做法 和家教挺好的 起码不会无下线地宠着儿子 看着偷吃的人是儿子 然后惯着的人 也是他们自己 儿子破坏了规则 虽然他得到了 另一个别人赠予的小礼品 尝到了甜头之后 却还想目不作声地 拿走属于父母的那份 如果是别人家的小孩子 兴许会觉得出来玩玩而已 孩子高兴给他也无妨 孽太太心中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别人教育小孩 也轮不到他说话的份 所以他手上做着自己的事情 耳朵却支了个起来 在偷听他们说话 这件事情 如果小宁事后 还有认错的意思 林河也不会搞这么严肃的一出 跟儿子说话 重点就在于 小宁从头到尾 都没觉得自己错了 甚至觉得吃了的话 父母的那份 迟早都是要给自己的 孩子的这种心态 让他十分不满 索林河才在这边 教育起自己的小孩 第498章 说客 夫妻两人叫孩子 就怕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好在两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他们没有一味地责怪孩子 也没有纵容着孩子的底线 而是将整件事情 摊开讲给自己的儿子听 让他自己做出选择 小宁也是个古宁精怪的小孩 见状怂搭下大脑袋 垂头丧气地说 真不给我一丝丝机会吗 小宁爸爸轻笑着说 不是我们不给你机会 机会是自己自己丢失掉的 而且现在 不是已经给你做选择了吗 你可以选择自己出钱 再买一份材料 舍不得的话 就看着我们做就好了 多么简单的问题 别搞出这样一副 可怜兮兮的表情 小宁太懂得 怎么拿捏父母的心了 故意装出一副 抽抽搭搭的样子 想逼迫着自己的父母妥协 边上的林河夫妻 视若无睹 见孩子还想耍赖耍花招 干脆假装看不见他这副样子 专心致志地 做起他们自己的事情 聂太太觉得小朋友 着实可怜 正想说 要不自己手里的这份材料 让给小朋友 让他参与到这种快乐中来 提前遇见了妻子想法的聂红仙 淡淡地伸手阻拦住他 不行 你看看别人家的爸爸妈妈 是什么做法 你现在这样过去 就是破坏人家的家庭教育 乐宝可不管那些 一心一意地按照着教程 挽住手里的液体 聂太太在丈夫的劝说之下 只好歇了心理的想法 再探探乐宝 再探探小宁 忽悔一起从前的往事 那时候女儿还在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从女儿出生之后 夫妻二人忙于事业 从而忽略了对女儿的照顾 甚至错过了一部分 女儿成长的过程 后来为了补偿自己的孩子 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方面 便有些纵容 有些时候 女人就像边上的小宁一样 自己做了坏事 或者不好的事情 总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想寻求父母的帮助 或者来掩饰自己的过错 而这个时候 阿秀通常是不管她 只在边上忙着自己的事情 聂太太是个心软的人 见不得女儿这样哭唧唧的场面 常常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这样儿子忍不住将她说叫了一通 儿子说如果事事 都这样惯着妹妹 以后妹妹长大会 变得十分任性又自私 什么事情都只想着自己的 当时她还笑话过儿子 年纪小小 就懂得这种育儿精了 长大任性点又不会怎么样 人就是要任性点才不会吃亏 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不拖不抢 性格任性些 才能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儿子当时是怎么说的 她叹了口气说 面前的林河忽然叹了口气 她说 你摆出这个样子做什么 无非就是吃准了 爸爸妈妈爱你 始终会灌着你的底线 聂太太嘴边的笑容忽然停顿了下 他们的手工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时间稳稳准准地卡在那里 包装完自己的手工作品后 刚刚好一个小时 下一组报名的人即将准备进场了 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器嘱咐他们 离开的时候要记得拿好手里的东西 以及制作完的手工零食 大家有条不紊地整理着 并依次排队往外走 一份材料 一共可以做出六个口味的巧克力 乐宝主动地将手中其中一个分给了小宁 诺 这个送给你 经过了父母的一番教育之后 小宁总算知道了自己的问题 虽然他很想收下乐宝的礼物 可思考了下还是拒绝了乐宝的好意 谢谢你 你自己收着吃就好了 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吧 或者你喜欢的人也可以 小宁说 自己亲手做的东西很有意义 当然要好好珍惜了 林河瞥了眼儿子 暗自偷笑着不说话 他转移了话题 跟聂太太和聂红先提起聂秀 我前段时间还在新闻上面 看见了阿秀的事情 还跟我的丈夫炫耀过 我说这个即将为国争光的 优秀赛车手曾经是我的学生 聂太太微微一愣 随即有些僵硬的笑笑 聂秀受伤的事情并未对外传开 但是有心的话 或者关注着他的人 还是从能最近的新闻上面 得知他的消息 聂红先找了些关系 在后面压了一压这些新闻 没让他们大面积发酵 这点上聂秀公司的老板也知道 背后也有他们的一份力 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了很多人 所以在聂秀情况没有稳定下来前 他们是不会对外说出这件事情的 林河不知道 所以说起来的时候也毫无顾忌 我对赛车这些东西也不懂 但是家里有个对赛车十分喜欢的弟弟 他跟我说聂秀就是他心中的偶像 希望有天自己也能像聂秀一样 做个优秀的赛车手 聂太太微微一愣 问说你支持自己的弟弟 从事这个职业吗 林河说 他喜欢就好 我有什么反对的权利呢 那是他的人生 可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还是跟其他的不一样 这个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不说别的 受伤这种事情 也会比旁的几率高很多 林河认真的思考了下这个问题 并对他说 我觉得这个是几率的问题 说个不好听的 人倒霉走在路上 还有可能被狮子绊倒 有句老话还是说的好的 熟能生巧 赛车这种活动 固然是有危险在里面 但是一个足够专业的人 是懂得如何为自己避险的 毕竟不是不是奔着死去的 追光的人不为前路艰难 聂太太说 说的倒是蛮有道理 你不害怕 万一哪天赛车开着开着 出意外吗 他们不会害怕 在赛场上出什么意外 害怕的应该是 怕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粉丝们 致大 致消 林河说 毕竟他们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可能会遇见什么 这块我觉得 本人接受了就行 并尽量做好自己的专业能力 避免危险的到来 每年车祸死的人 要比玩赛车死的人多多了 我就算不同意他去 我也不可能拦他一辈子 他轻笑了下 毕竟人生是他自己的 乐宝简直要以为 这人是被暗中派过来当说客的 听了这么多后 聂太太不怎么走心的笑了笑 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回去的路上 聂太太没有在碎碎念 而是满腹心事的模样 聂洪先和乐宝 都聪慧地选择不去打扰他 让他一个人静静地沉思 第499章 婚姻史 国际知名大拿都请来了 聂秀这个问题 说什么也得解决 今天最后一次全面复查 再加上一番会诊过后 魏昆对于聂秀的病情 心中已然有了把握 他不像其他医生一样 医院别的医生 跟聂洪先夫妻二人 说起聂秀的情况时 会较为详细地 跟他们夫妻二人说明 聂秀眼球后方压着的 血块具体情况 聂母焦虑 他会将儿子的情况 尽量问得仔细 而医生则是 比较照顾家长的情绪 也会顺应着他们的要求 将整体情况和手术问题 跟他们说得明明白白 好安抚住家长的焦虑 可实际上 在医学这块家长是一窍不通 说那么多 他们觉得自己了解完了 却又不是完全地明白 讲来讲去 最终的目的 不过是要儿子的手术成功 魏昆跟病人家属的沟通 直白又简单 因为知道这个医生 还是从国外请回来的高级专家 网上都能查到 新闻和资料的那种 身份上的级别压制 让聂太太对着这个医生的时候 并不像面对其他医生那样 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魏昆对聂红仙的夫妻交代 很是简单 什么问题 什么时候手术 成功几率多少 少抱有哪些幻想 对聂秀的交代 则更加简单了 调养好身体准备后天 进行手术就是 事情到现在 可谓是尘埃落定了 大家都松了口气 有大神的加持 这场手术成功的几率 会提高不少 但也别指望魏昆 是什么大罗神仙在世 来了之后 就什么都能妙手回春 万事便宜 这句话是魏昆自己说的 到最后 他还是跟聂家的父母说了句 我也不是神 尽最大的努力 将这个手术做好 最重要的 还是在你们本身 他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有人病在身上 有的是病在身上 我解决身上的问题 而心理的问题 则是要你们自己去解决 在场的人听了 由不得心中 各有一番滋味 解决完这件事情后 也到了傍晚的时间 医院里医生 聂秀的父母 都想将魏昆留下来 请吃顿晚饭 好在魏昆早 给夜四打了预防针 夜四不由得在心里 探上一句姜 还是老的辣 提前的他说了 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避免现在出现 这种集体邀约的情况 他开口拒绝不太合适 所以便有夜四开口婉拒了 下次吧 我和魏医生 今天晚上还有点事情 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毕竟人是他们请过来的 晚上另有事情也没办法 大家想请魏昆吃饭的心思 也只好作罢了 魏昆笑笑说 等手术完再一起吃个饭吧 他到哪里 都有一堆医生 向他请教探讨医术 这个对于魏昆来说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医生要问的事情 并不一定跟面前 这个病人有关系 可能会拿一些 从前遇到过的棘手病例 来跟他探讨 如果晚上 没有跟小侄女约好的话 那还能跟同行们一起吃饭 医院的事情结束之后 夜四主动提出 说送他过去餐厅 魏昆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人生地不熟 他手里的只有一个小侄女 发过来的餐厅名字 小侄女说要开车过来接他 魏昆给婉拒了 说这边有人送 夜四安排了司机 将魏昆送至了 他和侄女约定好的餐厅地址 魏妮早已先一步 结束了工作 在这里等待着 见叔叔过来脸上扬起了笑 我当年还在路上 正准备再催催呢 魏昆玩笑地说 就算踩着风火轮过来 也需要时间啊 说来也奇怪 他自己经历过两段婚姻 也有着两个可爱的孩子 一个孩子在身边养大 但始终跟他就是不亲 负责二人之间不知为什么 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隔阂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随着他的二婚妻子离开之后 就了无音讯了 因为和二婚妻子离婚 离得有点难以收场 二婚的妻子带着孩子时放话 要让他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小孩 家庭不和睦的原因 魏昆知道自己大有问题在 他是个家庭责任感不怎么重的人 工作的原因 他时间长年累月都在外面跑 对家庭对妻子对孩子的照顾 始终带着一份亏欠 金钱方面 他可以无限地满足自己的家庭 但是感情的方面 他却很愧对于家庭 他和第一任妻子是青梅竹马 双方的结合 可以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强强联合 他对妻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所谓男女之间懵动的感情 在他和妻子身上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过 他们之间也有的只是相敬如宾的状态 魏坤对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苛求 他更向往的是自由且无拘无束的灵魂 做一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也导致了 他在家庭付出的部分过于自私 他一直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 家中的事情交给妻子便够了 可没想到 这种状态持续到孩子五岁的时候 一向温柔端庄的妻子 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 并且坦白自己已经有了外语 魏坤被这便过给弄猛了 他从没有想过妻子会出轨的可能性 后来两人一番长谈 对彼此毫无隐瞒地 交代了对方的所有的心事 魏坤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妻子早就暗中喜欢自己许久 所谓的家族联姻也并不全是家族联姻 是因为这个女孩喜欢自己 所以不顾家中大人的反对 坚决要嫁给她 可这么多年来 魏坤在心中始终都把她当成邻家的妹妹 哪怕两人已经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 可孩子的到来 并未让他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什么变化 妻子日日生活在挣扎和痛苦之中 她渴望着丈夫全心全意地关心和爱 丈夫遵他敬他重他也爱他 却始终没有生出属于男女之间的感情 妻子苦闷不已 哪怕丈夫在外面有人或者说 丈夫心中另有所爱 他还能安慰自己 这个男人并非并不懂得爱 只是不爱自己而已 可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于魏坤来说 他的爱人就是他所热爱的一切事物 旅游 医学 摄影 登山 跟着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去冒险 她爱着这些被非人的东西 爱着世间万物 爱着他们的小家庭 也唯独没有偏爱 就在她极度苦闷的时候等 本已经打算接受这样的婚姻生活 可生活中都闯入了另外一个男人 叫她体验了什么是爱情的火热 妻子无法再忍受这样枯燥乏味的婚姻 所以向她坦白了自己出轨的事情 并提出了离婚 第五百灵章 自行 和第一任妻子所想象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要知道自己被虑了之后 魏坤没有表现出极度愤怒的样子 生气固然是有的 不过一个晚上 魏坤的心态便平息下来了 甚至还在心中给妻子的出轨 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当两人坐下坍塌说话时 魏坤主动地向妻子和解 并且原谅了对方出轨背叛的事情 魏坤原本以为 自己这谅解的态度 会让双方关系融洽点 却没想到妻子没有露出感动的神情 反而是一副果然如此 他隐约知道原因 但却不愿意去深思 最后双方和平分手 并且达成共识 将以亲人的身份 共同一起养育儿子 儿子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只知道父母突然间就离婚了 他不知母亲背叛家庭的事 将家庭破裂的原因 归咎于父亲常年雷雨对家庭的忽视 这点上魏坤没有跟儿子解释 一则孩子年纪比较少 恐怕不太能接受家庭破裂之后 又得知自己亲生母亲出轨的事情 二则是他不想破坏妻子 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 对此第一任妻子 真正地感谢了他一回 并说如果论爱人的身份来说 魏坤是不合格的 可是如果只单单论 一个丈夫的身份来讲的话 魏坤的其实是个非常合格的丈夫 听到这个言论 他心中第一次生出了难受的滋味 说不上来的难受 却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 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父子之间不合的感情 便是这样埋下营火索的 再接下来便是他跟第二任妻子 兴许有些东西就是报应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没多久 被前妻指责不懂爱的男人 在离婚两个月之后 却碰见了个让他心动不已的女人 两人当初相遇时 见到彼此的第一眼 都有种雷天勾地火的感觉 魏坤生平第一次体验了 前妻所说过的爱情的感受 这种感觉对他来说 陌生且又带着熟悉感 他喜欢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如果喜欢旅游 喜欢登山 喜欢去冒险那般 更甚可以说是比那些都喜欢 可第二任妻子的到来 也更加恶化了 他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即便是后面儿子 已经知道了他们离婚的真相 却依旧有个心结在那边 无法跟他亲近起来 面对此情此景魏坤又有什么办法 哪怕他可以治好 世上所有人的眼疾 却无法治愈儿子心灵上的创伤 好在二婚的妻子 也是个温柔的性子 并不介意孩子对他们的 冷漠和恶劣的态度 他尽自己所能地 对自己和孩子好 魏坤只是感情上面缺根筋 不 应该说是在男女之爱上面 短根筋 不代表他是个 为爱眼瞎的男人 真心还是虚伪他 还是分辨的出来的 和二婚妻子交往没多久之后 他们便结婚了 前妻给他们送来了祝福 儿子也不甘不愿地 接受了新母亲的到来 因为不仅仅是新母亲 他连新父亲也要即将拥有了 魏坤觉得孩子有点可怜 竭力地去安抚他创伤的心 但他就不是个擅长言辞的男人 要他安慰别人 说来说去 也只是那些干巴巴的词汇 但女人不一样 他们天生就像四五十度的温水 总能提供着恰到好处的暖 而又不至于烫伤别人 第二天 他们便生下了个女儿 儿子对他新妈妈的态度 依然是冷淡的 不过却很喜欢自己的妹妹 魏坤的家庭再次变得圆满了 但有些事情就是那样 例如男人出轨 例如一个男人已经多年习惯 不将自己的家庭放在重心上 得知了丈夫上一段婚姻失败的原因 二婚妻子极力地避免着 让悲剧重演的事情发生 努力地创造着更加和谐的家庭环境 让丈夫参与到生活的事情当中 参与到孕育教育孩子的事情当中 前妻是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不肯说 可儿婚妻子不一样 她是个善于表达的人 一开始 魏坤对于这种家庭氛围 还感到十分的幸福且满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又渐渐地不满足于在这种家中 像个家庭主妇一样 下了班就开始围着家里转 外面的事业 兴趣爱好等 又重新勾起了她的向往 两人第一次吵架 是因为魏坤接受了医院指的外派工作 她会到一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 进行一次长达一年的援助 写申请的时候 魏坤并未将这件事情告知自己的妻子 而是在尘埃落定之后 才跟妻子说的这件事 她认为自己是去定的 没有说的原因是 还没确定的是 不需要这样到处大声声张 只有结果出来才好跟老婆说 却没想到一向温暖宽厚的妻子 却因为这件事情跟她大吵了一架 两人这一架吵得十分厉害 又或者说是妻子单方面的跟她争吵 昔日善于表达的优点 在此刻变成了致命的武器 二婚妻子也开始像前妻一样 指责起她在家庭角色当中缺失的分量 魏坤不明白也不理解 甚至为此感到十分的委屈 明明她都已经做出改变了 明明她也在贴合着妻子 尽力地扮演好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角色 怎的到头来还是没有改变 在不同的人口中 自己依旧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为了逃避这样的压力 也为了逃避家庭 魏坤果断地决定了出国援助的事情 将整个家庭以及儿女全数都丢给了老婆 这成了两人裂痕的开始 也是自己和儿子感情的进一步崩盘 过后的事情不用再提 都在重蹈覆辙着 所以后面才闹得那么难看 因为真正的爱过 所以恨起来的时候也别外地深刻 最终魏坤和二婚的妻子也离了 并且自己和儿子之间也闹得更加的不堪 魏坤着实没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后面的人生干脆不再谈感情的事情 专心致志地就开始做事业 十几年的人生 一不小心直接干成了国际知名的医生 再回到现在 她过往的婚姻皆不顺利 仿佛天生就是和成家生子这种事情无缘 但却和自己的小侄女魏妮十分有缘分 说起来魏妮当年出生的时候离开产房 自己还是第一个抱她的人 在后面哥哥和嫂子 也曾经闹过一段时间的离婚 那时候自己已经是个单身汉了 小魏妮没人照顾 哥哥干脆丢到她这边来让她待一段时间 很久不见了 小魏妮当年出生的